明辉有些无奈地看了安自一眼,尽量通俗易懂地给他解释了一下,天下无不散这宴席,他是办大事的人,总不可能一直留在我们这里。 他也说了以后还会再见面的,等着就是了,再说还有明尘在,你还怕以后见不到人吗? 至于其他的话,你也不用想太多,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现在封印已经破除,以后我们一脉再也不会像以前这样了,你会和你的媳妇孩子一起好好的生活下去,而且会越过越好。 安自文言立刻眼中放亮,高兴地朗声大笑,一边说一边开着自己的脑门。 哈哈哈哈,好,这就好。 辉哥,你这脑子就是聪明,你说这么明显的事,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现在别说封印了,就连封印守护兽都已经成了大人的契约兽给带走了,咱们一脉,自然而然就不用再做出什么牺牲了。 哼,好啊,辉哥,曾经我做梦都盼着有这么一天呢,终于成真了,实在是太好了。 啊,你说得对,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自,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这样笑着,笑着,笑出了一脸的泪水,也不知道是在为未来而高兴,还是在为了过去而哀伤。 明辉看了安自一眼,伸手在他肩头重重拍了两下以示安慰。 这些年,压在大家身上的担子太重了,现在终于可以卸下来,一时间情绪失控,他完全能够理解。 只是这一切,真的会像他方才说的那么简单吗? 想到这里,明辉眸光卑深,看来关于他的事,还真的要等到自己与明辰联系上之后,再深入了解了。 不过,还是先祝福他一切顺利吧。 土之境封印之地沼泽中,由于封印已破的关系,里面的运行轨迹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冷灵云与陶雾两人很容易便来到曾经封印之地的中心。 陶雾施展出魔火,准备开启前往火之境的通道。 就在这时,冷灵云却感觉到心口处传来异样的跳动,然后脑海中便出现魔童的声音。 主人,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当初明家主家一脉从魔狱中取出魔火之后,定然是已经被上神狱的人严加看管。 而火之境的境主竟然能够拿到,这中间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要不然,我们去火之境直接闯关就是了,还是不要去找那个境主了吧。 万一是他们设下的陷阱,那可就麻烦了。 冷灵云点了点头,红唇轻起,分析着当前的情况。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过,而且还试探性地从老境主口中套取过信息,可是他竟然全部知情。 以老境主这样的精明程度都没办法得到消息,由此看来,要么就像是你说的那样是一个陷阱,要么就是火之境境主城府太深。 总之不管哪一种,都绝对不是个好相遇的角色,与他打交道,一定要谨慎才是。 不过,从他真的将魔火交给陶悟的举动来看,我倒是觉得,这件事应该与上神域没有太大关系。 毕竟,就算是陷阱的话,他们也没有必要冒这么大风险。 要知道,陶悟可是上古凶手,一旦真的逃脱了封印束缚,麻烦最大的无疑是他们自己,那不是变相给自己找麻烦吗? 嗯,我比较赞同主人的分析,而且从当初的情况来看,我从那人身上并没有感觉到半点虚假和欺骗的意思,不然纵使再难受,我也并不会轻易接受他的办法。 而且,你们别忘了,还有那个修炼的法子,这总不会是上神域的人提供的,他们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可能给自己留下隐患的事的。 不然,也就不会有当年那场神魔大战了。 陶悟仔细回忆着当年的情况,直接站在冷凌云这边。 所以,你们的意思便是,这事儿的关键还在火之镜的镜主? 魔童有些拿不准的反问。 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毕竟,火之镜的人对火属性的东西都有着特殊的感应,或者很有可能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冷凌云微眯着眸子,大胆猜测着。 这样看来,那就真的是非他不可了。 魔童沉默了片刻之后,语气带着几分凝重。 魔童,我知道你的担忧。 放心,既然都已经想到这里,怎么还会让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中呢? 就算是有陷阱,但是你别忘了,我可是有离火珠的。 虽然火之镜是他们的地界,但是真正的掌控者可不一定是他们呢。 冷凌云抛出手中的离火珠,狡黠地笑着说道。 见他如此胸有成竹的模样,终于让魔童心中的顾虑打消了大半。 行,不管什么龙坛虎穴,咱们一起闯,大不了就再被封印个千百年,他们永远也灭不见魔族。 哼,说得好,咱们一起闯。 听着魔童的话,冷凌云心中忽然生腾起一股子热血沸腾的感觉。 一瞬间,好像感觉自己身体中有某一部分正在渐渐复苏,于是豪迈地开口笑道。 说完之后,束手一挥,紫银圣燕也加入了魔火的行列。 两种火焰相互碰撞、融合,一时间浓郁的火属性充斥在周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形成一根笔直插向半空的火柱,火柱之中形成一片完全真空的通道。 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犀利便将冷凌云和陶雾两人同时卷入其中。 干燥、闷热的通道,让时间显得异常的漫长。 当两人从通道中出来的时候,险些没有直接憋过气去,努力地喘息了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 失误了,没有想到通往火之径的通道竟然会是这样的,早知道我一早就使用离火柱了,也省得遭这么一茬罪了。 冷凌云一边深呼吸,一边后悔着说道,主人,对于火之径设计着通道的目的,我表示深深的怀疑啊,就连我们通过的时候都险些挂在里头。 如果不借助外力的话,你觉得多少人的活属性是强得过我们的? 要我说,这分明就是不想给人活路呢,毫无一脸抱怨地嘀咕着。 然而听了她的话,冷凌云却是眼中一亮,猛地想到了什么,忽然在她肩膀上一拍赞赏道。 说得对,火之径的径主啊,说不准还真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土之径的老径主也说了,就算是她想要前往火之径,也是要通知人来接她的。 看来她说的不是假话,而是来往火之径的通道有问题。 啊,真的呀,那她是为了什么? 唐物之前不过就是随口一说,可是现在听到主人这么一说,好像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了。 或者就像你说的,不想给人活路呗。 或者应该说是阻止那些她不想见的人来访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样的情况,或多或少与你身上的魔火有些关系。 行了,我们也别在这里瞎想了,来都已经来了,自己亲自去验证一下也不费什么力气。 走吧,咱们先看看这火之径中有什么端倪。 冷凌云神情似乎轻松了一些,话音落下,拿出离火珠,将两人笼罩在其中,然后一边走,一边四下打亮其火之径的环境。 一路走来,冷凌云还真的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不同于她走过的其他几个镜,这里并不像其他镜中有极其鲜明的属性特征,甚至根本看不出来与火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周围都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四周全都是山林、灌木、野花。 若是按照环境来衡量的话,倒是更倾向目之镜多一些。 一路走来,两人刻意寻找火属性的气息,但是却没有任何收获,甚至就连其他的灵力波动都寻找不到半点。 起初也有一阵焦躁不安,不过很快脑海中负面情绪便随着一路欣赏到的景致而渐渐平息下去。 这样的平静一直持续地两人爬到一座山顶。 山脚下有一个小村落,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颇有几分室外桃源的味道。 此时从山上看去,鸟鸟吹烟缓缓上升,隐约还能听到孩童们的嬉闹声,以及勤鸣狗吠的声音,让人忍不住心生向往。 朗林云与桃雾相互对视一眼,点了点头,算是认同了彼此的意思。 然后直接撤了所有的防御和屏障,甚至都没有刻意地隐瞒行踪,便静止朝着山下走去。 临近村子的时候,两人面前的道路被几个半大小孩子给挡住了,他们一个个都穿着简易的粗布和兽皮缝制的衣衫,神情紧张地看着这两张陌生的面孔。 打量了片刻之后,其中一个身穿豹纹瘦皮马甲的小家伙,神情警惕地开口询问。 你们是什么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的缘故,此时看着面前这个半大的男孩子,冷凌云脸上浮起淡淡的笑意,伸手想要去揉揉他的小脑袋。 但是不想,却被小家伙激紧地避开了,同时脸色不善地对冷凌云怒道。 我不喜欢有人摸我的头,而且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好物哪里能受得了有人这样对待自家主人? 眉头一紧,正欲上前呵斥,刚要开口就被冷凌云轻轻拉了一下,示意他不要开口。 然后,冷凌云又上前一步,躬身看着面前的孩子笑道。 好吧,没有征得你的允许就摸你脑袋,确实是我不对。 我只是看你太可爱了,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你的问题似乎也问得不太礼貌呢。 难道在询问别人之前,不应该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吗? 冷凌云的话让男孩子微微一愣,看到他的态度和脸上和煦的笑意,心中的警惕也降低了几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集 沉默了片刻,似乎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挣扎,然后小男孩才又开口道。 我叫霍阳,他们都是我的小伙伴。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个世界来我们这里? 冷凌云文言,眉毛一挑,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猜想,于是笑着回道。 我叫冷凌云,这位是我的伙伴陶物,我们来这里是想寻找火之镜的,可是来了之后好像发现这里和其他镜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在山里转了好久才发现你们这里,所以想要过来打听一下,而且你说你姓霍,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火之镜的镜主霍中天? 听了冷凌云的话,男孩子小眉头一拧,脸色再度严肃了起来。 霍中天?你们找他做什么? 冷凌云眸中一亮,旋即立刻出声道,看样子你真的认识? 我们一行人是土之镜的老镜主介绍来的,想找他商量些事情,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带我们过去? 明爷爷让你们来的? 小男孩听了冷凌云的话,有些狐疑地开口问道, 你还知道老镜主啊,那就太好了,现在可以带我们去见镜主了吧? 冷凌云心中一喜,笑道,我…… 小家伙正要应声,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红亮的男生。 小羊,你们围在这里是在做什么? 冷凌云寻声回头,只见一个年轻男子,赤着精壮的上身,挑着宽大的扁的,两头各有几大捆干柴, 还有树枝说不出名字的野味,缓步从山上走来。 冷凌云正在好奇男子身份,便见方才对他们一副小大人模样的霍羊, 猛地朝来人扑去,速度那叫一个快,同时口中还惊喜地唤道, 二哥哥,你回来了! 语气中的欣喜丝毫不加掩饰。 小羊,别闹。 男子虽然嘴上呵斥,但是却还是快速扔下了肩上的担子, 一把将扑到他怀里的小人稳稳抱在怀中, 然后目光锁定在冷凌云和陶兀身上, 眸色微微一沉,出声问道, 这两位是…… 小男孩立刻便趴在男子耳边,低声说着什么。 男子脸色快速变化了一下, 然后看向冷凌云两人打亮了一番, 眼中满是狐疑的开口。 真的是明爷爷让你们来的? 冷凌云将男子方才一系列情绪变化, 尽数收入眼中。 略微迟疑了片刻之后, 才摇头开口。 并不是。 你方才明明还说是明爷爷, 现在却又说不是。 你是欺负我年纪小吗? 明摆着就是心里有鬼。 不等冷凌云说完, 小男孩立刻就一脸怒涩地指责冷凌云。 我已经忍你够久了啊, 你是什么身份, 也配让主人为了你刻意撒谎, 未免有些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 被一个小破孩这样指责, 桃乌却是听不下去了, 顿时也怒了, 立马便对了回去。 你…… 小男孩刚要开口, 桃乌立马就打断了他, 冷声呵斥。 你什么你, 别看你个小孩, 但是敢对我主人不敬, 我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被桃乌凶神恶煞的语气震慑住, 小男孩立马就委屈地撇了撇嘴, 眼见着就是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而抱着他的男人, 此刻正皱着眉, 脑海中还琢磨着他方才出口的称呼声。 主人, 竟然这样称呼, 难不成他是契约兽, 能够画形的契约兽吗? 想到这个可能, 男子的神情紧绷起来, 不着痕迹地将小男孩抱得更紧了些, 后退两步, 一副准备动手的架势。 就在局势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时候, 冷凌云忽然出声打断了此时 剑拔弩张的气氛。 那个, 小家伙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好的行为, 你不听我把话说完, 就认定了自己心里的猜测, 这样子是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冷凌云说着, 还朝着霍阳俏皮地眨搬了两下眼睛, 帮助他放松心情。 既然是这样, 那还请姑娘继续方才你没有说完的话吧。 男子沉声开口, 冷凌云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方才我想说的是, 并不是老镜主让我们来的, 按照他的意思呢, 原本是想要通知火之镜的镜主, 让他去土之镜接我们的。 不过是我自己觉得这一来一回的太折腾, 所以就不顾他的阻拦, 自告奋勇地来了。 谁知道这火之镜竟然如此与众不同, 早知道我就不逞强了, 险些死在通道里不说, 现在一来就弄出这么大的误会。 语气中隐隐还透着一股子悔意。 男子听到这话, 心中警惕这才放松下来, 脸上也有了些许的笑意。 伸手对冷凌云和陶雾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还真是误会了。 两位里边请吧, 我这就带你们去见家父。 难道你父亲便是火之镜的镜主? 虽然老陵云已经从之前小男孩的反应中, 隐约猜测到了这个可能性, 但是现在还是要故作不知地惊讶一番, 不然他还是要掩得他们生疑的。 不错, 家父正是火之镜的镜主, 他与明爷爷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要知道你们是明爷爷派来的人, 一定会很高兴的, 走吧。 男子说着, 放下怀里的霍阳, 再度挑起扁的, 快步在前面带起路来。 被他放到地下的霍阳, 一路小跑地跟上他的脚步, 一边轻拉着他的裤腿, 一边压低声音说道, 二哥哥, 他说是明爷爷派来的, 你就相信了吗? 父亲与明爷爷可是有好些年都不联系了, 忽然就来人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不姓明啊, 他姓老,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他的话说完, 男子的脚步明显断了一下, 然后回头, 快速在冷凌云和陶兀脸上扫了一眼。 并没有看到任何心虚和躲闪的意思, 反而一脸的坦荡, 好像就等着他开口询问的样子。 男子眉头舒展开来, 对冷凌云笑着说道, 我叫霍正, 是霍阳的哥哥, 这小子年纪还小不懂事, 若有怠慢和得罪之处, 你们可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代他向你们道歉了。 冷凌云笑着白白手, 一脸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有什么, 其实要我说啊, 小孩子像他这样, 多个心眼是好事, 至少可以让大人少操些心, 而且他说的也没错啊, 难道你就不好奇我们的来历吗? 冷凌云一边说着, 一边对霍正眨了眨眼睛, 这,实不相瞒, 从你说出明爷爷要通知父亲派人去接你们的时候, 我便可以确定你们绝对与明爷爷有关, 所以, 与其说我相信你们, 倒不如说是相信明爷爷。 至于其他的, 我相信等你们见到父亲之后, 应该一切都会清楚起来的, 所以也就不用多此一举再问一遍了吧。 霍正也回以礼貌性的浅笑说着, 哼, 有道理, 和聪明人办事就是省力, 不过, 我现在倒是有些好奇了。 哦, 你说说看, 如果我知道的话, 倒是可以为你解惑。 我有些奇怪, 按理说, 明明你的性子更加稳重理性, 为什么火之镜的少主会是霍智呢? 他那个性子啊。 没有想到, 冷凌云竟然会忽然跳转到这个话题上, 霍正微微一愣, 然后摇头失笑。 听你提起大哥, 我就更不担心你的身份了。 你的这个问题, 其实要解释很简单, 霍家有祖训的, 历代家主必须是长子, 所以就算是我其他条件再合适, 晚了就是晚了。 不过, 我倒是挺庆幸的, 要不然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不就是我了? 哪还能有现在这般自由自在的生活? 说来还是我想服了。 显然, 经过这么一会儿的对话, 两人之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不少。 所以霍正这会儿说话, 明显也多了几分随意。 即便面对这么敏感的话题, 也没有刻意回避的意思, 反而言语间还表露出欣喜之意。 倒是弄得冷凌云不适应地愣了好一会儿, 片刻之后才忽然大笑出声, 然后一脸耶鱼地看着嘚瑟的霍正问道, 哼, 我特别想知道, 这番话你敢不敢当着霍六哥的面说? 我们初次见面可没仇啊, 你可别坑我, 这要是让我大哥知道了, 就他那个性子, 给我点把火是免不了的。 霍正脚下猛的一刻, 霍六哥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自己悲惨的命运啦。 说完也不理会霍正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便拉过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霍阳带路, 和陶雾一起笑着快速向前走去。 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霍正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暗自嘀咕了一句, 哼, 看来果然啊, 和大哥混到一起的人就没几个正常的。 然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不再多想, 快速追了上去。 一行人在一撞看起来比较大一点的院子外停了下来。 小霍阳指着院子里逐制的房子, 冲着冷凌云介绍道, 那, 这里就是我家了, 这个时间我爹应该就在院子里干活呢。 说完也不等冷凌云, 自己便跳着率先进了院子, 一边跑, 嘴里还一边喊着, 爹, 我回来了。 冷凌云微微皱眉, 脚步略微迟疑了一下, 此时心中竟然还生出了一种类似于近乡情窃的感情。 其实他是有些担心, 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 或者说担心线索会就此再度中断。 主人, 您怎么了? 可是察觉到什么不对劲, 要不要我先自己进去看看? 就在冷凌云出神的时候, 耳边响起桃物压得极低的声音。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26集 嗯, 没有, 就是有一点感慨罢了, 走吧。 冷凌云说着, 便抬步走进院子里。 饶事心里早有准备, 但是在看到院中场景的时候, 还是有那么一瞬间的闪神。 自己有多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了。 院子里的一角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火炉, 火炉前有一个壮硕的中年汉子, 正在挥动着手中的铁锤, 手下不断地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 冷凌云一眼便看出来了, 这是正在锻造器具。 一想到练器, 好像从自己参加过练器室考核之后, 便再也没有动过手了吧。 恍惚间, 又溢起了自己与念锦那段时间相伴练器的场景。 冷凌云的思绪开始不受控制地飘远, 不由地就出了神。 直到后来, 身后传来货政不解的患声。 喂,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啊? 冷凌云下意识地回过头, 此时眼中还有尚未收起的温柔, 一时间被货政看了个清楚, 心中微微一震。 这种情绪她并不陌生, 每每自己父亲看着母亲画像的时候, 便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这些年随着自己长大, 也知道这种感情就是爱。 而面前这个, 看起来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姑娘, 露出这样的表情, 难道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所爱? 这可能吗? 你…… 就在她琢磨着要不要开口询问的时候, 一直沉浸在炼器中的霍中天, 终于注意到院子里两道陌生的气息, 抬起了头, 却在目光锁定在陶悟身上的时候, 咣当咣当, 击连两声俱响, 手中正在锤炼的东西和铁锤, 尽数掉在地上。 同时呆呆地看着陶悟, 满是震惊地开口。 这……这气息, 你是……是…… 一边说着, 一边好像戒备着什么一样, 四下看了一圈之后, 急忙招呼众人进屋。 你……你们是什么人? 进了屋子关好门, 霍中天便立刻焦急地看着两人询问, 我是什么身份, 想必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毕竟当初你决定帮我的时候, 就该想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陶悟在得到冷凌云的示意之后, 开口说道, 你真的是……怎么会这样? 爱丽说, 不应该这么快的。 我一直以为还要等很久。 而且, 你怎么出来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霍中天一脸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着,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 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融合。 即便是成功了, 我也不可能如此简单就站到你面前。 不过, 我的运气比较好, 遇上了主人。 所以, 不但时间提前了, 而且我也不再受到任何限制。 陶悟说着, 眼中满是得意和感激地看向冷凌云。 霍中天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视线落在冷凌云的身上。 这一次完全无法淡定了, 伸手指着冷凌云, 有些语无伦次地开口。 主, 主人? 你是说他? 陶悟看见他的动作, 脸色猛地一沉, 声音满是不悦地开口。 虽然, 你曾经帮助过我, 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主人如此不敬的话, 我还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这话一出, 霍中天不游地暗暗心惊。 心里很清楚, 能够让上古凶兽拿出这样慎重的态度对待, 那这个女子的身份, 绝对毋庸置疑了。 怎么回事? 父亲,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虽然人形契约兽是少见了点, 但是也不至于让您这么大反应吧。 一旁听得云里雾里的小霍阳, 看到自己父亲失态的样子, 有些不解地插了一句。 我…… 哎呀,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正儿, 你带着小阳出去, 我们有事要谈。 霍中天刚想要说什么, 猛地收住了口, 然后看了霍阳一眼, 对同样有些不解的霍阵嘱咐道, 是, 父亲。 霍阵虽然也不知道中间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从父亲的态度上也能感觉出来, 必定不是小事。 知道不是解霍的时候, 并恭敬地应声, 带着不情不愿的霍阳离开了。 直到两人离开之后, 霍中天这才又将目光转移到冷凌云的身上, 眼中满是审视的意味。 土之境的封印是你破解的? 看样子我方才的话你并没有听进去啊。 听到霍中天的问题, 陶雾脸上立刻就浮现出不悦之色, 说话的同时还朝着霍中天所在的位置迈了两步, 眼见着就是准备动手的意思。 那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解开那样高深的阵法。 所以才一时好奇, 出口问的, 真的没有不敬的意思啊。 霍中天对于陶雾还是有些敬畏的, 所以第一时间就出声解释。 朗铃云看了一眼霍中天, 然后对陶雾说道, 陶雾, 你这个样子还怎么说话啊? 没关系的, 正好我也有几个问题要与净主交流一下。 不如这样, 我回答你一个问题, 作为交换, 你也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何? 后面半句话, 冷凌云是看着霍中天问的。 冷凌云的话音落下, 霍中天眸子微微一闪, 神情间似乎有些犹豫。 这一幕正好被陶雾看了个真气, 调媚问道, 怎么, 主人都已经做出让步了, 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不成? 霍中天原本还有些怕冷凌云所说的问题会涉及到魔火, 所以才有些犹豫不决。 不过, 通过陶雾的表现来看, 自己的担忧完全是多此一举了。 现在就连陶雾都已经成为他的契约兽。 如果他真的有心想要知道有关魔火的消息, 完全可以从陶雾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 犯不着从自己这里下手。 想到这里, 再加上陶雾的施压, 所以霍中天立刻就点头硬了下来。 这, 这, 没有, 很公平, 当然是可以的。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先回答静主的问题。 这个阵法确实是我破解的。 不瞒您说, 我先后有两任师傅特意在阵法上教导过我, 而且还给过我不少孤本的珍贵典籍。 碰巧土之镜的封印阵法, 是我之前曾经在书中见过的, 所以破解起来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 冷凌云说话的时候, 脸上一直挂着柔和的浅笑, 那模样完全就是一个无害的少女, 让人没有办法将她与高手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霍中天文言点了点头, 目光小心翼翼地打亮了陶屋一眼, 然后再度开口。 那, 你又是怎么和他? 就在霍中天准备开口问出下一个更让他好奇的问题时, 冷凌云伸出食指左右晃了一下, 打断了他说道, 静主, 我已经回答您一个问题了, 我可是还没有发问呢, 您这是不是太着急了些? 啊, 姑娘, 是我心急了, 您请问吧。 被冷凌云这样一说, 霍中天面色一红, 有些尴尬地开了口。 嗯, 这样的话我便问一问, 静主, 您当初将魔火交给陶屋炼化的时候, 打的是什么样的主意? 您可千万别跟我说, 您什么想法都没有。 我这个人可是向来都不相信, 会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冷凌云歪头看着霍中天开口道, 我, 霍中天没有想到, 冷凌云竟然没有半点遮掩, 直接便抛出这个问题, 一时间陷入纠结之中。 静主, 最好想好了再回答, 我这个人向来最讨厌的就是被人欺骗。 冷凌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好心提醒了一句。 霍中天深深地看了冷凌云一眼, 开口说道, 其实, 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现在已经成了封印守护兽的主人, 而且又是明老让你来的, 想必这中间的事, 你也应该知道了八九不离十了。 对于他的话, 冷凌云没有认可也没有否定, 而是淡淡地笑道, 静主, 你是聪明人, 不过, 不管我现在知道多少, 女女的答案都是不冲突的, 不是吗? 霍中天深吸了一口气, 单从这两个来回的对话中, 他便能够感觉到, 面前这女子来历绝不简单。 他看似轻描淡写的两句话, 却将自己所有的退路统统缝死, 偏偏还让自己没有发作的可能, 但是这份心性便绝对不能轻视。 这样想着, 霍中天便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好, 既然这样, 我就直接说了。 我想要的从来就很简单, 就是带着我的族人们, 过着安乐祥和的日子。 没有阴谋算计的争斗, 也没有弱肉强食的残酷,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冷凌云文言微微扬眉, 有些不解地开口。 只是这样, 如果只是这样, 我觉得静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火之镜被你打理得很好, 在我看来, 现在的火之镜完全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甚至说是世外桃源也不为过呀。 神情间没有半点敷衍, 全是对静主的赞赏。 霍中天文言, 神色微微暗淡了些, 缓缓摇头。 不,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绝对的自由, 自由的来往, 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去爱。 可是这里, 说好听点, 我们是静主, 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某种单一属性的超强实力。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根本就无法离开这里啊。 其实, 乘客巴重敬, 不过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监狱巴, 是不是很可笑啊? 他的语气中有嘲讽, 有苦涩, 甚至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27集 听了他的话, 冷凌云秀美紧正,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从他这番话中, 冷凌云隐约能够感觉到, 他身上绝对发生过什么刻骨铭心的故事, 才会让他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 这就是你将魔火交给陶悟的理由。 冷凌云迫使自己镇静下来, 确认道, 不错啊, 因为帮忙土之镜加固封印的关系。 我知道了土之镜的封印守护兽是上古凶兽, 并且同时拥有两种属性, 实力强劲。 再加上, 明老与我同样都有离开八重镜的想法, 所以, 我们可以说一排即合。 霍中天点头承认下来。 好, 第一个问题已经结束了, 您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了。 冷凌云也满意地继续开口。 你究竟是怎么能够成功让上古凶兽与你契约的? 霍中天略微沉饮了片刻之后, 紧紧盯着冷凌云问道。 静主这个问题还真是让人不好回答呀。 冷凌云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轻笑道。 只是他的话音刚落, 霍中天便感觉到一旁的陶雾, 盯着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善, 咽了一口唾沫, 有些艰难的改口。 如果你不好回答的话。 谁知道还没有说完, 冷凌云便严嘴笑了笑, 制止了他下面的话。 静主, 你别误会, 我只说不好回答, 却没有说不能回答。 只是作为交换, 待会儿您别忘了, 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便好了。 嗯, 你放心, 我既然应了你, 便一定会做的。 霍中天文言眼睛一亮, 认真等着冷凌云下面的话, 似乎生怕会错过 什么重要的内容。 既然你知道, 陶雾是上古凶兽, 那么一定也应该知道, 他从前与魔君的关系吧。 对于魔族的血脉,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抗拒。 所以, 地劫契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冷凌云的话音刚刚落下, 霍中天的惊呼声便猛地响起。 你是说, 你拥有魔族血脉? 整个人也一下子窜到冷凌云的面前, 脸上神色复杂到了极点。 噓。 静主, 我可是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你要是想再问的话, 可得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之后才行啊。 冷凌云伸出一根手指, 抵在自己唇边, 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低声道。 我, 好, 你问吧。 霍中天原本还想要追问, 因为被冷凌云这么一提醒, 不得不拼命压制住自己心中的疑惑。 静主,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得到魔火的。 冷凌云的话很快就脱口而出, 霍中天历时肩并愣住了。 她一直以为, 她的问题就已经很犀利了, 可是没有想到, 这女子的问题简直堪称刁钻, 而且还都是重中之重的关键点, 实在是让她有些难以招架。 怎么, 是不想说, 还是不敢说? 冷凌云挑眉问道。 对上冷凌云的目光, 霍中天不由地心中一颤,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她的眼睛, 她总有一种心事无所遁形的感觉。 就好像, 好像自己的事情, 她早就已经知道了, 不过是在给她坦白的机会而已。 这种感觉实在是让她舒服不起来。 两人对视了片刻之后, 霍中天终于还是败下阵来, 缓缓开了口。 我猜, 说到这魔火, 你可能会认为是当年土之境外门一脉, 用特殊能力从魔语中取出来的吧?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交给封印守护兽的魔火, 其实是从我们火之境族人的身体中提炼出来了。 经过了数百年的提取和熔炼, 才添炼成晶圆火种, 凝聚了我们一族数百年的心血啊。 这怎么可能啊? 你们修炼火属性, 但是与魔族完全沾不上边, 怎么可能从身体中提炼出魔火呢? 这一次, 冷凌云着实也被他话中的内容给震惊住了, 诧异地开口。 怎么就沾不上边呢? 如果真的沾不上边, 你觉得, 我们一脉为什么会被变相地软禁在这里? 霍中天说到这里也笑了, 只不过, 这笑中怎么都有一种凄凉的味道? 按照你的意思, 那么八重镜的八个家族, 难不成都是因为当初或多或少与魔族沾亲带故, 所以才会如此的? 冷凌云一脸不解的样子, 准备继续刨根问底, 而霍中天却是学着冷凌云方才的样子笑道。 这应该算是下一个问题了吧, 那你是不是可以回答我之前的疑问了? 冷凌云被他说得一致, 口中银牙紧咬, 心中暗道, 这么快就还回来了, 很好。 虽然心中不爽, 但是脸上却还是扬起得体的微笑, 点了点头。 不错, 我确实拥有魔族血脉, 不过在来到这里之前, 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次也算是误打误撞地碰上了。 既然你们也同样与魔族有关, 应该会帮我保守秘密的吧? 毕竟你们既然经受过这样的对待, 自然清楚, 这件事情一旦泄露出去之后, 可能会引起多大的动荡。 冷凌云说完之后, 霍中天好像被他的话触发了感慨, 眸光微直, 仿佛陷入某种深沉的回忆之中, 自顾自地开口说道, 是啊, 我自然是知晓了, 当年便是因为我祖母拥有魔族血脉, 所以才会在大战之后被逼得以死明治, 与我们所有人划清界限。 饶是如此, 我们最终还是受到牵连, 被变相驱逐到八重镜中, 肩负其守护火之镜的责任。 只不过,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我祖母并不是普通的魔族血脉, 而是魔族正统皇室, 他拥有操控魔火的能力, 而且早在他决定赴死之前, 便已经将魔火通过血脉传承流了下来, 同时还包括魔火的修炼功法, 那种可以通过与其他火运融合来增强力量的方法。 只不过, 后来因为没有祖母那么纯正的魔族血脉, 再加上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修炼魔火的能力, 所以魔火的力量发挥不出来, 魔火的传承无法通过血脉延续, 最后, 为了将祖母的力量保留下来, 便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在亲人离世之后, 通过火属性的淬炼, 将血脉中那一部分魔火力量提取出来, 就这样, 经过几代人, 才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 所以, 你们禁止使用灵力, 也是因为害怕身体里潜藏的魔火力量被发现吧? 听完他的讲述, 冷凌云似乎也明白什么, 看着他求证道, 霍中天眼中又诧异一闪而过, 旋即笑着点头, 不错, 你还真是聪明啊, 这么快就能想到这里, 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 只不过, 我再将魔火交给陶务师, 因为害怕有一天东窗事发会查到我们身上, 所以才做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又怕这样的改变太过突兀, 引人怀疑, 所以才用改革室外桃源的生活为借口, 谁知道, 这样一坚持就是上百年, 渐渐地却真成了习惯, 大家现在也都很享受这样的日子,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老林云点了点头, 歪着脑袋看着霍中天继续追问, 那, 有关于其他各境的情况, 您了解多少? 他们都是因为什么样的缘由, 才被派遣到八重境的? 当真都与当年的魔族有关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不是不想, 而是真的不知道, 毕竟这种事情, 一般都涉及到族中的心秘, 即便是族中之人, 也只有极少数的人, 才有资格知晓, 一来, 各境之间想要来回串门,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再者说, 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好到 可以分享这些事情的地步。 霍中天说着, 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朗林云文言并没有半点逼迫的意思, 而是直接将话锋一转, 静主, 既然这个问题您回答不了, 那么便用这个问题交换一个要求吧。 嗯? 不知道你想要交换什么? 朗林云话音落下, 过中天的神色瞬间一领, 全身的神经也都紧绷起来。 面对面前的这个女子, 她完全琢磨不透, 事宜根本就不知道 她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万一是对自己一族不利的, 那可就…… 似乎看出她的紧张, 朗林云浅浅一笑, 勾唇道, 其实很简单, 就是接下来不论发生什么, 您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甚至全当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们就对了。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要…… 面对朗林云的话, 霍中天一脸的不解, 还想要刨根问底儿, 但是却直接被朗林云给见过住了, 脸上猛地生起错愕之色, 然后任由她如何调动灵力 也动弹不了分毫。 脸色顿时一片铁青, 看着朗林云的眼神 也腾得凌厉起来。 朗林云将她的变化 细数收入眼中, 面对她的绿色 却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 反而继续笑着说道, 静主, 我之所以这样做 也不过是迫不得已, 实在是怕你忍不住 出手打扰我的行动, 我知道您在代用什么, 不过您大可以放心, 我保证,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 绝对不会超过您的底线, 更不会对火之境的族人 有一丝半点的损害。 霍中天虽然说不出话, 但是对于冷凌云的话, 他绝对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在他的想法中, 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不会超出他底线的话, 他又是为什么怕自己出手打扰呢? 是以此时一双眼睛 还是紧紧瞪视着冷凌云, 没有半点妥协的意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集 嗯, 介于我现在的行为, 您对我有怀疑我可以理解。 不过, 碍于霍六哥的性子, 我觉得您身上也应该会有一部分冲动的因子, 所以还是暂时限制住您比较好。 您放心, 等我离开火之境后, 对您的限制就会自动解除。 我想, 到时候您应该不会将我的消息泄露给其他人, 对吧? 毕竟, 如果您想要达成构想的话, 就更不应该阻拦我才是啊。 冷凌云的话说完之后, 霍中天脸上的神色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愤怒和瞪失,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脸的恍人和震惊。 如果此时他能够开口的话, 一定会问个究竟, 可惜冷凌云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说完这些之后, 便自顾自地开门出去了, 只留下霍中天站在原地, 想动也动不了, 只能在心中暗暗着急。 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父亲呢? 冷凌云刚一出门, 一直守在门外的货政, 便上前好奇地开口问道。 淡定地看他一眼之后, 冷凌云示意深厚的桃物, 随手将门关好, 然后微微照眉, 朝着房中看了一眼, 开口说道, 可能是我对静主说的事情太过震撼了, 所以他一时间可能有些接受不了, 方才我出来的时候特意嘱咐, 不要让任何人继续打扰他, 他要一个人静一静, 都是我不好,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来找他了。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冷凌云说完的时候, 眼中还生起一丝淡淡的愧疚之色。 见到冷凌云的反应, 原本还有几分狐疑的货政, 心头的怀疑历时间就被打消了。 看着冷凌云也皱眉不解地反问, 我现在倒是好奇, 你跟我父亲说了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 可是很少看到父亲为了什么事, 而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的。 不等他说完, 冷凌云便摇了摇头, 对不起啊, 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真的不能说, 不然我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 和桃物摸进火之镜特意来找静主了。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或者你可以等静主想通了告诉你们, 再不济, 以后认真观察他接下来的一系列安排, 以你的敏锐度, 说不准到时候也能够通过他的安排猜到一二。 听到冷凌云这样说, 霍正更是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了。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如果要离开的话, 这一次我可以送你们一程的。 不用了, 我们接下来并不会返回土之镜, 而静主方才已经告诉了我们离开的办法了, 所以就不麻烦你了。 冷凌云缓缓摇头,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说道, 原本听到冷凌云这样说, 霍正心中微微有些吃惊, 不过想到他竟然能够跟父亲谈到连自己都不能知道的问题, 那么父亲告诉他离开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也没有怀疑什么。 那也好, 你们自便吧, 我这就带小杨离开。 说着指了指在院子门口斗家禽玩的霍阳, 又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补充一句。 父亲交代过, 小杨现在年纪还小, 心性不定, 所以有关通道的事不能让他知晓, 所以我就不送你们了, 不然让他看到又要闹腾了。 嗯, 好,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见。 冷凌云点头浅笑着目送他远去, 直到确定他与霍阳的身影都消失在感知中, 陶雾才看着冷凌云满脸纠结地开口。 主人, 你怎么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一看那个霍阵就知道通往下一境入口的位置。 我们都找了这么久了, 还没有线索, 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他口中先套出位置所在吗? 这个霍阵啊, 可是精明得很。 如果方才我口中流露出半点打探通道位置的意思, 他绝对会有所怀疑。 到时候你以为我们还能不惊动任何人离开吗? 冷凌云摇头说出自己的想法。 哎呀, 真是麻烦死了。 这样不行, 那样也不行。 里面那个火之镜的镜主倒是知道, 但是以他现在对主人的态度来看, 就算我们回去逼问他, 他也绝对不会开口的。 可是我们都已经在火之镜中转了这么久了, 可是连半点线索都没有, 甚至就连火之镜族人也都不使用灵力。 这种情况下, 就算我们有通天的本事, 也根本无从下手啊。 陶雾一脸愁容地抱怨着, 见他这副样子, 冷凌云却还是唇角微高。 看你这点出现, 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有通天的本领。 你要是真有通天的本领, 现在还用愁成这个样子, 怕是早就找到通道所在了。 主人, 都这个时候了, 你就不要笑话我了。 哎, 不对啊。 主人, 你这么说, 难道你已经找到了通往下一镜的入口不成? 冷凌云淡笑不语, 不过他此刻的反应, 却是已经相当于默认了陶雾的话。 顿时, 陶雾眼眸一亮。 主人, 您真的已经找到了? 快告诉我,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通道在哪里啊? 陶雾一边说, 一边激动地看着冷凌云追问。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了? 冷凌云勾着红唇细谑地回答。 主, 主人, 您的意思不会是通往下一镜的入口就在这院子里吧? 陶雾一脸惊恐地看着冷凌云, 全然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嗯, 原本啊, 我还只是怀疑, 不过, 或正地离开却间接确定了我的猜测, 也算是变相地告诉了我们通道的位置不是? 冷凌云笑着点头, 脸上是满意地笑。 主人, 你的话单说我都明白, 可是怎么连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呢? 他方才明明什么都没说啊, 可是你怎么就说他告诉了你呢? 陶雾一脸迷茫地看着冷凌云。 冷凌云轻轻摇了摇头, 露出一副无可救药的表情。 你好好想想, 如果让你带着霍阳避开通道的影响, 你会选择去哪里? 陶雾听到自家主人这一句前后根本就搭不上边的问题, 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用意, 但是最后还是认真地思考了片刻之后, 给出一个答案。 如果是我的话, 肯定选择哄他回房间呗, 小孩子进屋睡觉多省事。 说完之后, 便叮叮地看着冷凌云, 等待着看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可是等了好一会儿, 冷凌云只是看着他笑得一脸的细血, 却并不开口。 陶雾皱眉, 反复琢磨着方才冷凌云问他的问题。 片刻之后, 猛地在自己脑袋上狠狠拍了一下, 激动地惊呼出声。 主人, 我知道了, 霍正明明可以选择带他回房间, 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 这样费力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要避开的恰恰就是这个院子。 所以, 那通往下一境的通道, 根本就在院子里。 看着他终于明白过来, 冷凌云笑着点了点头。 嗯, 不错, 所以你现在好好看看, 是不是能找到异样在哪里? 陶雾点了点头, 开始在院子里认真地打量起来。 片刻后, 目光停在一处角落, 朗声道, 主人, 就是那里。 冷凌云顺着他目光所及的位置看去, 正好就是之前静主炼器所用的火炉。 瞥了陶雾一眼, 问道, 怎么, 你是说这火焰有问题? 陶雾摇了摇头, 开口, 主人, 火焰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正是一枚火焰没有问题, 才是最大的问题。 冷凌云闻言, 饶有兴致的挑眉。 啊, 你说说看。 我这也是方才受了主人的启发。 如果说, 这个院子里真的隐藏着通往下一境的通道, 那么最可疑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太过普通的火焰了吧。 陶雾笑得一脸得意地看着冷凌云, 似乎在等待他的表扬。 虽然我也觉得应该是那里, 但是你这解释实在是让我无法恭维。 冷凌云看着他那傲娇的样子, 有些无奈地摇头叹了口气。 主人, 你…… 看到自家主人脸上那明显有些嫌弃的样子。 陶雾觉得整个瘦都不好了, 立马摆出一副北居巴巴的表情, 惨兮兮地看着冷凌云。 行了, 赶紧收起来你这副性子, 弄得就好像我欺负了你似的。 如果要我说啊, 这里最大的问题不是火, 而是那个火炉。 冷凌云立刻摆手, 一副我败给了你的样子, 一边说着, 一边微眯着眼睛, 紧紧锁定在那个看似平凡无奇的火炉之上。 啊? 火炉? 那能有什么问题啊? 你不是炼气师, 所以不知道也实属正常。 通常炼气师在炼制的过程中, 都会通过使用特殊材料或者手印, 来给炼制的气增加不同的属性和功能, 从而使其更具实用效。 而我们面前这个看似普通的火炉,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它应该是在炼制的过程中, 被加持过了特殊的封印手法。 所以, 不是这火焰普通, 而是特殊的火焰在特殊的火炉屏蔽下, 变得普通起来。 听了冷凌云的解释, 桃雾由衷发出了一声赞叹。 我的天哪, 主人, 你也太厉害了, 竟然对炼气也这么有研究, 我很怀疑还有什么是您不会的。 你错了, 我不会的还有很多呢, 都说血海无涯, 这话一点都不假, 你活了上千年, 不是还有打不过的对手吗? 冷凌云说完, 桃雾嘴角一阵抽搐, 心中吐槽的,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人家明明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崇拜之意, 可是到你嘴里怎么就变成人身攻击了呢, 还直接往人心口上捅刀子。 桃雾表示自己这会儿不想说话, 傲娇地憋过自己的脑袋, 不再回应冷凌云的话。 见桃雾不说话, 一脸的烟沉, 冷凌云以为他是因为自己的话而有所触动, 立刻又开口补了一句, 虽然事实如此, 但是你也不用着急, 凡事都有自己的机缘, 就说这一次, 如果不是我确定通道就在院子里, 就算我试炼气时也会错过这个细节的。 这就像你遇到一个敌人, 明明你的实力和水平要高出人家, 但是很可能因为你轻敌, 或者人家出其不意的一招, 就剩了你是一个道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29集 您就不能换一件事打笔方吗? 桃雾一脸黑线地在心里哀嚎, 主人, 您竟然能够看得出来, 想必也应该可以破解吧。 桃雾郁闷了半晌之后, 终于想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开口转移话题。 破解倒是没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很难缠。 朗雾云一边说, 一边朝火炉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眉眯着眼睛似乎是在衡量着什么。 难道里面还有危险? 主人, 那让我去。 桃雾一听, 立刻就来了精神, 自告奋勇地就朝火炉那边迈步, 然而却被冷凌云伸手挡住了, 只见冷凌云的脸上扬起一股子邪笑开口道, 别动, 里面那玩意儿你应付不来。 啊? 主人, 你知道是什么? 竟然比我还厉害? 不对呀, 要说能够被封印在八重镜中比我还厉害的, 除了那位, 再也没有哪个了。 可是那位也已经被您给收了, 我实在是想不出还会有谁了。 桃雾说话的同时, 眉头深锁, 那样子好像真的在一本正经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看着他那一脸为难的样子, 冷凌云轻笑一声, 摇头道, 哼, 你想多了, 我说你应付不来, 并不是说你打不过他, 而是没法打。 行了, 你就站在这儿, 千万不要靠近。 话落, 此时两人距离火炉还有不到三不远, 冷凌云让桃雾停了下来, 然后顺手在他所站的位置原地画了一个圈, 示意他不要动。 桃雾被冷凌云的一番话弄得是一脸懵逼, 但是生怕会打扰他的行动, 最后还真的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目送着自家主人离开。 只是, 那一双眼睛却还是一眨不眨地看着冷凌云, 生怕会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不过一个呼吸的功夫啊, 冷凌云便已经走到火炉前站定, 全然没有理会那被烧得通红的火炉, 素白的小手就那么直接摸了上去。 一阵水蒸气生腾的声音响起, 随着声音越来越大, 白色的雾气冉冉生腾而起, 不多时就将火炉周围全都遮挡起来, 甚至还在渐渐地向四周扩散。 直到最后, 连桃雾都被包裹在白色的雾气之中, 在被气雾笼罩的瞬间, 桃雾便感觉到一股禁锢的力量缠绕在自己周身, 但是却并没有限制他的意思。 桃雾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自家主人, 于是也没有着急, 继续集中注意力感受着周围的情况。 片刻之后, 轰的一声巨响, 桃雾只觉脚下剧烈地晃动一下, 然后便感觉到一股极为熟悉的气息, 心下不由地一愣。 这是魔火的气息? 这一刻才终于明白, 主人方才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 根本是一早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因为魔火与他本身相互吸引又相互克制, 所以他还确实真的拿这东西没有任何办法。 不得不在心中佩服主人的洞察力, 这一刻也终于明白, 主人是真的深藏不漏, 真实的实力不知道要高出自己多少。 就在桃雾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时候, 冷凌云却是在里面与魔火捉迷藏。 还想跑啊? 看着面前左冲右凸的黑色火焰, 冷凌云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 并没有人回答他, 但是那一团黑色火焰, 速度却是愈发快了, 甚至一度已经快地变成一道彩影。 见此, 冷凌云嘴角的笑意愈发扩大, 心中暗自评价着。 不错, 看来灵智已成, 越是这样, 对烈焰的作用也应该越大吧。 退一步说, 就算烈焰用不上, 放在空间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能够成为像烈焰那样的火灵, 也是不错的。 想到这里, 冷凌云愈发坚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手中印诀一掐, 周围白色的器物中, 忽然荡起一层极轻的涟漪。 与此同时, 那团黑色火焰似乎是受到什么影响, 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 甚至就连火焰的高度都下降了几分, 眼见着便已经立有不待之事。 看着火焰挣扎的范围越来越小, 同时力量也越来越弱, 冷凌云这才嘴角情着狡黠地笑, 一点一点地靠近。 就在冷凌云站在火焰面前的时候, 火焰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将至, 骤人停了下来, 就那么遥遥与冷凌云对望着, 缩成小小的一团, 似乎是在警惕着什么。 我知道你听得懂我说话, 我想要让你跟着我, 你考虑一下。 冷凌云这话虽然说得委婉, 但事实上, 就算这家伙不跟他走, 他也会强行掳走的。 之所以这样说, 不过就是看看能不能省些力气而已。 毕竟如果他不服的话, 将他带进空间中也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话音落下, 原本消歇的火焰骤然窜起老高, 见此, 冷凌云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轻声叹道。 唉, 看样子是不想合作了。 没办法, 是你自己不同意的, 就不要怪我下狠手了。 言毕, 冷凌云身边便出现一个红袍的俊义男子, 眉心一道红色银锐的火焰印记, 昭示着他的身份, 正是冷凌云的本源火灵, 烈言无疑。 主人, 怎么想起召唤我了? 有事? 咦? 烈言一出来, 原本带着几分慵懒地与冷凌云说话, 不过猛地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瞬间转头, 就看见那团黑色的火焰, 顿时面露惊疑之色。 这是…… 在那股危险的气息之中, 烈言还能感觉到火焰中隐隐透出几分熟悉的气息, 但是自己可以确定, 这种火焰自己以往并没有接触过, 所以便将目光锁定在自家主人身上, 眼中竟是浓浓的求知欲, 冷凌云一眼便看出他眼中的疑惑, 伸手在一个方向上轻轻一扶, 顿时, 那一处的白色气雾散去, 出现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陶雾, 浅笑着提醒了一句, 还记得陶雾的紫明魔艳吗? 烈言谋中先是出现一丝疑惑, 但是很快就闪过一模了然, 终于想起那股熟悉的气息是来自于哪里了? 对呀, 这个气息与紫明魔艳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难道说, 这火焰与陶雾有什么关系不成? 嗯, 陶雾的火焰之力, 也是融合了其他火焰之后才出现的, 这就是他融合的那种火焰, 来自魔玉的魔火, 冷凌云见他已经猜到几分, 也不存心隐瞒, 直接说出了火焰的来历, 魔, 魔玉的魔火? 难怪会有一股子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如果是魔火的话, 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烈言文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口中小声嘀咕着, 沉默了片刻之后, 烈言将目光转回到冷凌云的脸上, 一脸狐疑地问道, 主人, 既然你都知道这火焰的来历, 还找我来做什么, 难道是…… 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 烈言说着, 渐渐住了口, 面上微微露出一丝金黄之色, 暗中吞咽了一下口水。 嗯? 怎么不是你说的, 可以通过吞食易火来提升自身实力的? 还是说, 这一火不合你的口味? 冷凌云也是面露不解, 自己明明就是为了他好, 可是看他现在的表情, 怎么好像是一副自己要害他的样子? 这不合常理啊。 咳咳咳, 主人, 那不是合不合口味的问题啊? 我知道您是一番好意, 魔火也是顶级火焰, 一旦融合成功, 实力的提升绝对不是一点半点, 可是…… 烈言文言, 一脸的哭笑不得。 可是什么? 冷凌云不解地歪头反问。 我方才说的那种情况, 都是在魔火灵之未开之前, 虽然融合会有一定风险, 但是我还是乐意为了成功之后 带来的巨大变化, 而忍不住冒险尝试一番。 可是, 难就难在, 面前这魔火, 虽然已经开了灵智, 别的不说, 就他这一身极具危险的吞噬的气息, 就已经足够让我退避三射了, 哪里还敢生出融合的心色, 那不是老收星上吊, 显命长了吗? 听了猎言的话, 冷凌云不由地陷入沉思, 眸光深沉地看了一眼那团黑色的火焰, 然后目光放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又开了口。 按照你的说法, 这魔火灵智已开, 所以很危险。 那么, 如果我将它收到空间之中, 是不是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了? 冷凌云的话刚一出口, 猎言便明白他的打算。 毕竟, 像魔火这样的顶级火焰, 如果就这样放弃了, 实在是有些可惜。 于是, 他认真思考了一下之后, 回复道, 这个, 从我对这魔火的观察上来看, 确实是不太合适。 不过, 主人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一来, 现在看来, 这魔火还冲不破您的束缚。 二来, 空间之中, 中央地域那块神秘的领域, 或许可以收住这魔火, 也说不定。 猎言的话音一落, 原本眉宇间还有愁色的冷凌云忽然一喜。 对啊, 怎么忘了琉璃混元塔了? 那地方神秘莫测, 就连自己这个主人都搞不清楚还有多少秘密。 所以, 将魔火禁锢在其中, 绝对不失为一个极好的选择。 立刻笑竹眼开地在猎言身上拍了一下, 赞道, 叫你出来果然是对的, 就将它关到琉璃混元塔中。 猎言十分享受冷凌云的夸奖, 正一脸兴奋地想要再和他说些什么。 猛然间, 看到魔火窗破了薄薄的水空间滞库, 朝着自家主人身后直扑了过来, 顿时吓得脸色大变, 惊呼出声。 主人小心。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三十集 眼见着自家主人没有半点反应。 情急之下, 猎言心下一横, 就准备闪身为他挡下这足以致命的一击。 可是一动之下, 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自己也被束缚住了。 此刻完全动弹不得, 顿时心中一紧。 要知道, 魔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样全力地冲击, 即便主人有离火猪这档灵物, 只怕也是要吃亏的。 猎言眼中满是惊恐地对上冷凌云的眼睛, 却发现他的眼中没有一丝慌乱, 满是平静, 甚至其中还隐约带着一抹暗藏的细血。 因为了解自家主人的性子, 所以猎言此时悬着的心, 才微微放下了些许。 就这么片刻的功夫, 魔火便已经来到冷凌云背后。 冷凌云忽然转身, 嘴角情着一股子邪色的笑容, 直接便正面对上魔火。 就在这一瞬, 魔火也是猛地一吱停了下来, 似乎也被冷凌云的举动吓了一跳。 他完全不理解, 为什么这人在察觉到他攻击的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必杀, 反而是这样直接与他对上, 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打落了他的计划不说, 而且这女人脸上那种诡异的笑, 也莫名地让他感觉到心中发寒。 而且, 还不等他考虑清楚, 便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在方才一个停滞的功夫, 他便已经被再度限制住了。 而且, 这一次与之前单纯的火属性压制不同, 这个空间不但对火属性有绝对的压制效果, 而且, 甚至连半点其他属性的气息都感觉不到。 就好像, 这里是一个全然与世隔绝的次元空间一样, 所能感觉到的皆是虚无。 这样的情况, 让魔火感觉到惶恐, 也顾不得力量的快速流逝, 疯狂地积蓄力量冲撞起来, 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可惜, 直到他浑身的火属性极尽被掏空, 仅仅剩下极其微弱的一束火苗的时候, 周围的空间依旧没有丝毫变化, 而他, 也再也没有力气再折腾了。 就在这时, 终于听到了其他的声响。 怎么样, 如果你还不死心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尝试的机会。 是那个困住自己的女子的声音。 魔火有些懵懂地朝外面看着冷凌云, 从他的眼中看到一股志在必得的决心。 那种被人挑衅的感觉, 促使他不能认输, 于是极力地想要凝聚剩余的力量反抗。 可惜, 微弱的火苗任由他如何愤怒, 也没有任何威慑力。 冷凌云见此, 却是笑得愈发肆意了, 无所谓的挥挥手笑道, 行, 我有的是时间和你好, 直到你死心为止。 话音落下, 很快, 魔火便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中, 充斥着浓郁的火属性元素。 他心中一息,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思考, 为什么会如此, 就拼命地吸收了起来, 以此来快速恢复损失的灵力。 与此同时, 原本被冷凌云限制住行动的猎炎和陶悟, 此时已经全都解禁了。 陶悟在猎炎之后来到冷凌云的身边, 正看着面前束缚魔火的小型的空间, 就听到猎炎一脸不解地问道, 主人, 您都已经抓住他了, 为什么不将他送进空间啊, 这是还要等什么啊? 冷凌云却没有回头, 看着空间中再度灼灼燃烧起来的黑色魔火, 眉毛上扬, 饶有兴趣地开口道, 想要抓住他一如反掌, 不过, 想要让他老实听话就不容易了, 先磨一磨他的锐气, 不然到了空间里, 怕是也要惹乱子, 尤其是他要将魔火丢到琉璃混圆塔中, 别的不说, 那里面可是还有自己的小团子呢, 少不得要多为他考虑几分。 听到自家主人这样说, 猎炎和陶悟都没有再说话, 继续看着重新聚集能量成功的魔火, 又在空间之中开始了新一轮的撞击, 周而复始。 直到魔火第七次历劫, 再没有了一丝妄动, 就那么蔫蔫的呆在空间之中, 好像已经绝望了一样, 甚至就连空间中浓郁了数倍的火属性原精体, 也已经无法再引起他的半点兴趣了。 可是死心了? 熟悉的轻虐女声响起, 摸火那微弱的火苗, 闻声饥不可查地颤动一下。 虽然没有表态, 但是这样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无疑更能表达出那内心真实的想法, 显然是真的被冷凌云的举措给弄得没了脾气。 行了, 相信你也能看出, 我有足够的实力可以降服你, 但是我却不屑这样做, 我更乐意帮助你成长。 接下来, 我会给你提供一个地方, 那里绝对比你在这里更加适合。 不过, 说到这里, 冷凌云忽然顿住, 眼中神色一灵, 画风一转, 继续说道。 我希望你可以安安分分地提升自己, 而不是将心思用在其他地方。 毕竟你也看到了, 就凭你现在的实力, 想要从我手中逃脱, 还是太牵强了些。 魔火被他的眼神一扫, 只觉得自己周身都是凉嗖嗖的, 哪敢有半分代码。 急忙晃动了一下做点头状, 似乎生怕他会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还多做了几次。 直到这时, 冷凌云脸上才绽放出一丝笑意, 念头一动, 下一刻, 便已经带着魔火出现在琉璃混元塔外。 刚想要抬步进塔, 出乎意料的, 凤墨的身影却快速迎了上来。 还不等他开口, 冷凌云秀眉微皱, 有些不解的出声问道。 你怎么没去修炼啊? 冷凌云心中很清楚, 凤墨作为魂兽, 内心对魂力的渴望有多强。 所以看到他竟然这么快发现自己到来, 第一时间便是,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 凤墨被问得一愣, 但是旋即便猜到冷凌云的想法, 立即摇头解释, 主人, 您别担心, 什么事都没有, 而且托您的福, 我最近的修炼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已经可以进入琉璃混元塔的第一层了。 凤墨说着, 一向冷漠的脸上隐隐泛出一丝喜色, 看向冷凌云的眼中也带着感激之夜。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如此一来也印证了我的想法是对的。 冷凌云也是一脸的欣喜, 高兴之余还认真打亮了凤墨一眼, 确实是提升了, 也怪自己, 方才一心只惦记着小团子,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凤墨身上的气息变化, 这会儿倒是不由得有些惭愧了。 许是冷凌云此时眼中的情绪太过明显, 凤墨很轻易就感受到了, 立刻摆手说道, 主人, 你可千万别多想, 如果不甚因为您, 凤墨说不准现在都已经死了, 哪里还能有这样的机遇呢? 您要是在…… 见凤墨一脸的纠结之色, 冷凌云摇头打断她的话。 如果你不是为了救我, 也不会伤成那般,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行了, 不说这些了, 既然你现在可以进入琉璃护圆塔, 日后就在里面修炼, 对你的好处只会更多。 嗯, 小主人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 凤墨说到这里, 脸上隐隐浮现出为难之色, 然后鼓足勇气再度开口。 主人, 其实我之所以没有在琉璃混源塔中闭关, 也是因为担忧小主人。 主人, 您既然来了, 还是由您开口劝劝小主人吧。 您曾经说过, 修炼要循序渐进, 可是我看小主人的架势, 实在是太, 哎呀, 就算是成年人, 不吃不喝, 一直闭关修炼, 怕也是吃不消啊。 凤墨话音落下, 冷凌云的眉头便已经深深裂了起来, 自己明明就已经告诉过小团子, 这小子怎么还敢? 此时, 他哪里还能压制住心头的担忧, 下一刻身影并已经消失在原地。 凤墨也立刻跟了上去, 当他进入到出源境中, 看到的便是自家主人出神地看着蒲团上, 依旧沉浸在修炼中的智能男童, 泪流满面的样子。 凤墨的心头不游得狠狠一阵, 要知道, 他虽然跟着冷凌云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根据他的了解, 自家主人鲜少会流露出 或与女性化的形式作风。 所以, 像是流泪这种事, 在自家主人身上发生的概率, 那简直与天上下红雨有的一拼, 可是现在, 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出现了。 是以此时看着这样的场景, 凤墨一时间僵住了, 完全不知道应该要做何反应。 最后, 还是冷凌云自己抬手, 擦干脸上的泪痕, 深深地看了小团子一眼, 转身对凤墨叮嘱。 团子他还在修炼, 我就不打扰他了, 你也别告诉他我来过。 至于你, 虽然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也不能放松, 尤其是不要因为团子而落下了修炼, 不然他会心生愧疚的。 听完冷凌云的话, 凤墨觉得整个人都懵了, 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听错了。 可是, 在看到冷凌云准备转身的时候, 立马就焦急开口询问, 主, 主人, 您就这么走了, 您真的不劝劝? 在凤墨看来, 主人方才哭成那样, 明显也是心疼小主人的。 可是见到小主人之后, 却又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了呢? 如果只是因为修炼而不能打扰, 这样的理由是不是太牵强了些? 劝, 劝什么? 他愿意修炼我这个当娘的, 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 我支持他还来不及。 不行, 我也要抓紧时间去办正事了, 说什么也不能被这个臭小子 给比下去。 冷凌云说着, 快速转身, 却在走了两步之后, 脚步骤然断住, 声音中带着些许压抑的暗哑, 交代了一句, 如果可以的话, 多给他准备些好吃的。 说完, 身形一闪便消失无踪了, 留下凤墨一脸的无措。 琉璃混圆塔二层宁元静中, 冷凌云通红着眼睛, 将魔火安置好后, 出言叮嘱。 以后, 你就在这里修炼, 这里有充足的火属性灵气, 而且时间相对静止, 所以, 只要你够努力, 日后别说是修炼成火灵, 便是成为神级, 直接化形, 也不是什么难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31集 之前你见到过的烈焰, 便是火灵之体, 想必你也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所以我并没有骗你的意思, 能不能成功, 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说完, 放开对魔火的前置, 便准备离开, 忽然又转头看着魔火开口道。 最后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想着离开, 而做些什么小手段, 这个琉璃混元塔, 就连我也只是有部分使用权而已, 如果你真的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即便是我, 也救不了你。 话落, 冷凌云便直接从空间中闪身离开了。 主人, 这么快您就都安排好了。 一看到冷凌云从空间中出来, 桃雾第一时间便凑了上来。 嗯, 此时冷凌云的声音中, 还带着些许哭过之后特有的鼻音, 虽然只是轻轻的一声, 但是烈焰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 只见烈焰硬朗英俊的面庞上, 迅速浮现出困惑的神色, 然后试探着开口。 主人, 您可是看到小主人了。 嗯。 冷凌云稍微沉默片刻之后, 轻硬了一声, 嗡声嗡气的鼻音似乎愈发严重了。 主人, 您, 这是怎么了? 桃雾这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主人情绪有些不对劲, 只是才刚刚开口, 就被烈焰拉了一把, 后面的话便也硬生生地憋在口中。 桃雾一脸不解地看着烈焰, 烈焰对着他微微摇头。 桃雾加入的时间并不长, 对于小主人的事根本就不了解, 此时自然是想不到主人伤心的源头。 既然是将魔火送到那片未知的区域, 必定见过小主人了。 原本母子二人一直都是聚少离多, 分别之后, 一时间心中难受是不可避免的。 在烈焰看来, 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等主人自己平静下来就好了。 毕竟, 主人本就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性子, 即便是心里难受, 也不会耽搁太久。 不过, 烈焰显然是低估了子女对母亲的影响, 饶食冷凌云这样的性子也不能免俗。 方才在空间里, 冷凌云可以说是陶冶似的离开, 甚至更是强迫自己什么都不想, 因为他怕自己会不忍心。 可是此时被他们两个这么一问, 所有压抑的情感, 历史间就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 顷刻间便将他刚刚助立起来的心墙, 摧毁得连渣都不舍。 之前硬憋回去的泪水, 便像是掘堤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下不但是逃物, 就连烈焰都傻眼了。 貌似除了那一次男主人生死不明的时候, 还是第一次见到主人哭成这样, 难道小主人出事了? 想到这里, 烈焰心中猛得一沉, 哪里还忍得住, 也顾不上其他了, 立刻开口问道, 主人, 可是空间里出了什么事? 为了照顾自家主人的情绪, 烈焰还是尽可能表达得委婉一些。 冷凌云没有回答, 忽然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脸, 让人看不到他的狼狈。 然后, 埋首在双膝之间, 任由情绪发泄。 之后, 是长久的沉默。 院子里只回荡着冷凌云那压抑的滴滴的乌叶声。 烈焰和陶雾两人神色复杂地看着冷凌云, 矛盾而挣扎, 但是却依然像两个忠诚的卫士一样, 坚定地站在冷凌云的身边, 等待他冷静下来。 终于, 冷凌云动了, 他伸手一扶, 一个水属性的清洁术, 将脸上鼻涕横流的痕迹清理干净。 就在烈焰和陶雾两人以为冷凌云会起身的时候, 他却使双手环膝坐在地上, 口中轻声嘀咕着, 我刚刚远远看到团子, 他已经是灵地修为了, 就算他天赋再逆天, 也不可能轻易达到吧。 他刚刚才那么大点, 你们能够想象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吗? 风沫告诉我, 那个臭小子不吃不喝也不休息, 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修炼了, 怕他会吃不消让我去劝劝。 可是我该怎么开口呢? 我明明知道那臭小子之所以会这样做都是为了我, 都是为了能早一点陪我去找他的父亲, 我怎么忍心呢? 我实在是太失败了, 不但不能成为他坚实的依靠, 而且还要让他为了我们而拼命地努力。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冷凌云的声音虽然小, 但是烈焰和陶兀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同时也都被他话中的内容所惊呆了。 一方面是因为, 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原因, 另一方面, 则是被小主人的毅力和坚持所震撼。 这么小的年纪, 却能够这样懂事, 怎么能够不让人心疼呢? 主人, 您别这么想, 小主人如此乖巧懂事, 您应该高兴才是啊。 虽然确实是辛苦了一些, 但是先苦后田嘛, 经过现在的努力和磨炼, 小主人以后的路, 一定会比其他人好走得多。 烈焰在心中珍重了一番, 终于开了口。 就是就是, 而且要我看啊, 这件事情你也不能都往自己身上拦, 孩子也是为了找自己的贴啊。 桃乌只说到一半, 就见冷凌云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然后快速抬起头, 一双通红的眼睛冷冷地看向他。 桃乌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立刻开口解释。 主, 主人,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 小主人是自愿的, 你们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并没有责怪男主人的意思啊。 冷凌云通红的双眼渐渐平复下去, 深深地看了桃乌一眼, 才收回目光, 然后仓地一下站了起来。 此时的冷凌云眼中一片冰冷, 俩然已经再度全副武装了起来, 哪里还能看到半点脆弱的模样。 只见他静止伸手, 拿起一旁练器用的铁锤, 看得桃乌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立马拉着烈眼躲到他的身后, 一边用眼睛偷瞄着冷凌云, 一边小心翼翼地出声。 主,主人,都是我口无遮拦, 我真的知道错了,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您要是实在生气,罚我也行, 不过咱难不能换种方式, 这玩意儿要是弄不好, 桃乌恐怕就真的交代了。 你的意思是,我要用他打你? 冷凌云文言, 编了点手中的铁锤, 挑眉看着桃乌问道, 难道不是吗? 桃乌从烈眼身后 探出脑袋, 有些不解地看着冷凌云。 你想多了? 冷凌云淡淡一笑, 然后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手中的铁锤, 口中低难着。 看了这么半天热闹了, 现在也该你表现一下了。 话音落下的同时, 便见冷凌云手中 溢出一道金色的灵力, 包裹在铁锤之上。 见此, 桃乌和烈眼 坚是一脸错愕的面面相去。 可是,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他们眼见着, 原本表面斑驳的铁锤上, 剥落了一层表皮, 露出里面璀璨的金属光色, 透出一层暗涌的浮光。 与此同时, 一股浓郁的灵气 煞时间弥漫开来。 这是金属性灵力? 烈焰第一时间便惊呼出声, 因为它曾经被锯灵顶禁锢过那么久, 而且之前还接触过炼气, 所以对于金属性的气息相对要熟悉一些。 不错, 正如你们所见, 这东西就是进入下一镜的钥匙。 冷凌云看了烈焰一眼, 赞赏地点头。 这, 这真的假的? 之前在土之镜明明不是这样的, 怎么这里就不一样了? 毫无闻言, 一边诧异地看着冷凌云手中的东西, 一边出声问道。 嗯, 这恐怕就是火之镜镜主的高明之处了。 冷凌云说到这里, 抬眼朝着霍中天所在的房间看了一眼, 然后出声继续道。 还记得土之镜的通道吗? 即便是土之镜的镜主, 要来火之镜也要事先通知, 再由霍中天派人去接才行。 而现在, 通往金之镜的通道又被炼制成这么一个东西, 并且还用铁锤的模样伪装起来。 你们说, 火之镜的镜主目的何在啊? 目的? 这能有什么目的啊? 不过就是两边的通道。 啊, 两边通道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那么最后他的火之镜 岂不是完全就独立于各镜之外了? 要我说, 他这根本就不是想要过世外桃源的生活, 而是野心太大, 想要搞独立吧。 桃武忽然想到这个可能, 也没有深究, 直接就脱口说了出来。 引导冷凌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出声呵斥的。 在八重镜中搞独立有什么意义吗? 你是不是被封印的时间太久, 所以脑子都嗅住了? 嗯, 那我不明白, 他这么做还能是为了什么? 桃武一脸纠结地追问, 这种做法等于变相地封锁了火之镜, 不过目的却是为了保证火之镜的安全。 因为这样一来, 外界除了火属性灵力极为纯粹的霍制, 和成功融合魔火的你之外, 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进入到火之镜。 所以, 就算魔火的事情被泄露, 火之镜的族人们也不会受到波及。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我不但收了你, 而且还因为魔火的事找来这里, 所以才弄得他措手不及。 冷凌云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虽然只是猜测, 但他几乎可以确定 整件事情的真实性 与他猜测得一般无二。 主人, 你这样一解释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那通往火之镜的通道, 即便是我们都险些没栽在里面, 别人呢, 确实连半点通过的可能都没有。 而且, 有可能通过的人, 无论是桃雾还是火族少主, 都绝对不会对火之镜有什么危害。 这样看来, 这火之镜的镜主还真是个人物啊, 不但有胆量做下这样的事情, 甚至就连后路也都考虑到了。 烈焰历时间就明白了冷凌云的意思, 一时间对火之镜镜主的胆大细心, 生出了几分佩服之意。 嗯, 确实, 所以, 只要他不破坏我的事, 我还是乐意帮他们一把的。 冷凌云点头说着, 眼眸深处划过一丝惊毛。 主人, 你真的要帮他们, 不过就他那想法, 会不会有些太不靠谱了? 桃雾有些惊讶地反问了一句, 不靠谱吗? 或许吧, 不过那是对别人来说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32集 不靠谱, 或许吧, 不过那是对别人来说的。 冷凌云淡淡应了一句, 但是毛子却愈发深邃起来。 至于后面的一句话, 冷凌云并没有说出口, 他并不想增加任何人的心理压力。 不过, 通过这几个镜一路走来, 冷凌云已经奄奄看出了一些端倪。 在他看来, 这个八重镜, 与其说是留给后人的另一条捷径, 还不如说是上神域设下的 专门用来铲除异己的陷阱。 毕竟, 除了通过正规通道飞升的人之外, 其他任何想要进入上神域的人 都必须要通过八重镜, 可是这里又有几人能够成功通过呢? 恐怕, 除了自己这个灵血肢体外, 怕是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通过了吧。 而且, 就算是自己有幸一一闯过八重镜, 最后所有的封印守护兽起起而出, 自己就是再厉害也只有被撕碎的下场。 这样一来, 也相当于变相地铲除了天赋异禀的血脉力量。 上神域的这些人, 为了自己维护和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势, 还真的是无所不用积极啊。 一面做着为人所不耻的事儿, 一面还要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和顶礼膜拜, 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地方, 还是不要存在的好。 所以这一次, 即便是不知道火之静静主的想法, 冷凌云在看清楚八重镜背后的真相之后, 也不会让它再存在下去了。 收回发散的思绪, 冷凌云也不再耽搁, 交代了一声将猎炎和陶雾送回空间之中, 然后又将金筒召唤出来。 此时的金筒, 俨然已经是少年模样, 但是那欢脱热情的性子, 却是和之前没有多大两样, 尤其是在面对冷凌云的时候。 主人, 金筒终于可以出来了, 实在是太好了。 您都不知道啊, 自从进入这八重镜之后, 看着他们一个个前前后后 都被主人唤出来做过事儿了, 金筒都快急死了,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终于也可以让他们嫉妒一把了。 冷凌云闻言顿时一脸的黑线, 在心中叹息道, 这小子的性子还真是一言难尽啊, 如果不是他办事儿还算牢靠, 而且又是自己身边金属性修为最高的那个, 就冲他这个性子, 自己还真不一定会召唤他来办事儿。 就在冷凌云内心纠结不已的时候, 金筒便已经来到他身侧, 眨了眨眼睛, 一副卖萌的样子追问道, 主人,您说吧, 有什么事情是金筒可以帮您的? 是不是准备前往金之境了? 看着他那一脸兴奋的神情, 冷凌云却缓缓摇了摇头, 啊,那是什么事儿? 明明他们都这样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主人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儿交给我, 对不对? 金筒的小脸儿先是一愣, 旋即很快又展开灿烂的小脸。 见他的模样, 冷凌云不忍心直接打击他, 于是直入主题, 你来帮我看看这东西。 冷凌云说着, 便将方才从铁锤中剥离出来的东西, 交到金筒手中。 咦? 东西入手的一瞬间, 金筒便感觉到一股强大的铜圆之力, 不由地收敛了嬉皮笑脸的神色。 诧异地惊呼出声, 然后认真打量起手中那个 略有拳头大小的不规则圆球。 好奔赏之后, 金筒的眼中猛地爆发出一道金毛, 捧着手中的东西, 一脸激动地对着冷凌云喊道, 主人, 主人, 这下你可是遇到了大机缘, 如果我没有感觉错的话, 这东西应该是一颗即将成型的纳金珠啊。 纳金珠? 猛地听到金筒口中蹦出这个词, 冷凌云一时间还有些懵。 哎呀, 主人, 纳金珠是金属性灵珠, 它的重要性 可是与你手中的青红珠, 离火珠什么的, 又异曲同工的效果。 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呢。 金筒急忙开始给在家主人科普, 听到他这样说, 冷凌云眼中出现了然的神色, 然后微微皱眉问道, 方才你说即将成型是什么意思啊? 主人, 您看, 这东西现在的形状还不规则, 所以他所散发出来的金属性灵气 也并没有那么纯粹, 所以距离成为纳金珠还有一步之遥。 冷凌云闻言, 脸上隐隐流露出些微的遗憾之色。 那还真是可惜了, 我也是方才入手之后 才感觉到这东西的不同。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我不动它就好了, 说不准假以时日还能孕育出一颗天地灵珠呢? 主人,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这东西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型, 不过看着东西的样子, 其生成纳金珠过程中, 最难的达成条件显然都已经满足了, 所以, 想要成功生成纳金珠, 对于我们来说, 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有什么好可惜的呢? 金童说着, 还冲冷凌云眨了眨眼睛, 一副我有办法的样子。 你有办法? 冷凌云闻眼, 眼睛也是一亮, 它已经融合了水、火、土、风、 四夕的灵珠, 自然是知道融合灵珠之后的好处, 心中也开始跃跃欲试了起来。 自然, 只不过想要炼制成功, 还需要主人帮忙才行。 金童说完, 又将求助的眼神锁定在冷凌云的脸上。 这一次, 冷凌云并没有表现出太过高兴的神色, 反而是明眉问道, 大概需要多久? 现在冷凌云最缺的就是时间, 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暂时搁置。 这个嘛, 金童文言微微一正, 然后认真观察了一番之后, 才谨慎地开口。 主人, 按照这东西所散发出来的金属性灵机来判断, 我觉得应该也就是静气的事。 如果在充裕的金属性灵力的滋养下, 再加上聚灵顶和您火焰之力的辅助, 最多不出七天, 纳金珠便会成形。 七天? 冷凌云口中低难着, 然后陷入了沉思。 好半场之后才再度开口。 好, 我们先凭借这东西, 进入金枝镜后, 再着手进行纳金珠的炼制。 文言金童一阵不解, 急忙开口道, 主人, 为什么要进入金枝镜之后, 再炼制纳金珠呢? 难道不是融合了纳金珠之后, 再前往金枝镜, 安全系数更高吗? 冷凌云微微点头, 表示认同他的观点。 嗯, 你说得不错, 那样确实是安全系数更高, 不过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 而且, 凭借我现在的力量, 我也不觉得一个小小的金枝镜, 便能奈我何? 最为重要的一点, 还是炼制纳金珠所需要的环境。 这里毕竟是火之镜, 即便我可以利用空间制造出你所需要的环境, 也绝对没有金枝镜更合适, 不是吗? 冷凌云说完之后, 金童也是连连点头, 愈发觉得主人的考虑比较周全。 金童都听主人的? 那你拿好这东西, 我现在就开启通往金枝镜的通道。 冷凌云交代了一声之后, 便运用起了金属性灵力, 作用于金头手中的纳金珠之上。 金色的光芒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直到整个院子都被金色光芒笼罩, 然后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整个过程, 紧紧也就持续了眨眼的功夫, 但还是被人发觉了, 很快, 院子外就响起了孩子兴奋的惊呼声。 二哥哥, 你相信我, 我明明就看到了, 就在咱家院子里, 你快跟着我过来看看。 话音刚落, 霍阳就迈着小短腿快速跑了回来, 可是入眼却只看到空无一人的院子, 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整个人顿时就愣住了, 一脸的困惑之色。 你看, 哪里有什么, 我就说是你看错了, 你还不承认。 跟着他走进来的霍阵, 看到这个场景, 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在霍阳的小脑袋上点了点, 轻声呵斥着。 不对啊, 二哥哥, 我明明就看得清清楚楚, 怎么会呢? 霍阳口中敌鬼, 霍阳的同时, 眼睛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院子里私下打量着, 想要寻找不同寻常的地方。 然后, 他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指着一个角落惊呼出声。 哎呀, 二哥哥, 你看那边, 如果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爹地的火炉怎么不见了? 霍阳也是随之看去, 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可不是吗? 原本放着火炉的地方, 此时空空如也, 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如果这不是确定这里是他们家的院子, 甚至可能会怀疑那东西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此时的霍阵也是心中惊奇不已, 但是在霍阳面前却不能显露半分, 只好故作认真地说道, 那个, 有可能是父亲将他搬走了吧? 爹爹, 搬, 搬走了? 霍阳的小脸上满是震惊, 一边挠头, 一边有些不解地嘀咕着, 可是好好的, 爹爹搬他做什么呢? 霍阵文言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心中暗道, 小祖宗, 你可别再问了, 不然我可编不下去了。 就在他心中纠结的时候, 霍阳猛地拉住霍阵的手, 将他朝着房间的方向拽去, 一边走还一边说道, 二哥哥, 火炉不见了, 爹爹的房门还关着, 难道爹爹还会将火炉搬到房间中不成? 不行, 二哥哥, 你陪我进去看看, 不然我不放心。 霍正虽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被霍阳这么一说, 心中也开始跟着泛起了敌果。 虽然通往金之镜的通道许久都没有用过了, 但是与自己印象之中确实有些不同, 而且方才的动静都已经那么大了, 父亲在房间里却还是没有半点出来的意思, 确实有些不对劲了。 于是, 霍正也没有阻止, 随着霍阳的力道, 半推半就地跟着他朝房间走去。 两人刚刚走到房门口, 霍正脑海中再次闪过冷凌云的叮嘱, 一瞬间有些犹豫, 脚下的步子也是微微一顿。 笑阳, 我们这样贸然进去, 只怕对父亲有影响, 要不还是等。 就在这时, 吱鸦一声, 房间的门便从里面打开了。 爹爹! 霍阳立刻就松开霍正的手, 扑到霍中天的怀里, 大声唤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集 老远就听见你的声音, 怎么连你二哥哥的话也不听了? 霍中天故意沉下脸, 一副教训的模样。 说话间, 目光却不经意地快速朝着火炉的位置扫了一眼, 眼神有一瞬间的震浪。 爹爹, 我哪有, 人家明明就是担心你来着。 对了, 方才爹爹有没有看到很耀眼的金光啊? 听了自家爹爹的话, 卧阳立刻撇嘴, 一脸地委屈。 不过还没有坚持过一秒, 注意力就转移到自己之前感兴趣的事情上。 金光? 什么金光? 霍中天文言微微皱眉, 下意识地看向了身旁的霍正。 这一眼, 霍正就看懂了父亲眼中蕴含的身意, 立刻耸了耸肩膀, 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开口。 嗯, 就是之前, 我带小杨在外面玩, 他非要说感觉到院子里有光, 我都说了是他看错了, 可他就是不信, 非要跑回来看, 我也是没办法呀。 哦, 我在房间里都没有看到有什么金光。 小杨啊, 莫不是看花眼了。 听着爹爹和二哥哥都这样说, 霍阳立刻便锁紧了眉头, 一脸的困惑。 嗯? 爹爹也没有看到, 难道真的是我自己看错了? 霍正心中微松了一口气, 然后拉过霍阳的一只手, 轻声说, 我们还能骗你不成, 估计是你看花眼了, 现在父亲你也见过了, 人好好在这儿, 什么事都没有, 二哥哥带你离开吧, 别再打扰父亲了。 不想霍阳却是甩开霍正的手, 死死抱着霍中天的脖子撒着娇, 不要不要, 我还有事要问爹爹呢。 臭小子, 什么时候还学会这一套了? 要是没有正事, 当心你的屁股。 霍中天吓唬他说道, 爹爹, 小杨是真的有事, 您看到您的火炉了没有? 火炉不见了。 霍阳一听, 立马一手捂住自己的屁股, 一手指着原本放着火炉的角落 焦急地解释着。 霍中天抬眼仔细打量了一番, 尖眉微微一皱, 但还是点头说道, 嗯, 看到了。 啊, 爹爹, 你不会真的把火炉放到房间里面了吧? 那会不会着火呀? 得了霍中天的回答, 霍阳一脸震惊地问道, 同时还不住朝着房间里张望着, 你这小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火炉没有在房间里也不会着火。 就算着火了又怎么样, 难道我堂堂火之静还会怕着火不成? 后面的话霍中天并没有说出口, 对于这个聪明的小家伙, 还知道不能说得太多, 不然有些事儿恐怕就瞒不住了。 火炉不在房间里, 那去了哪儿了? 霍阳一脸诧异地看着自家爹爹, 一脸的难以置信。 要知道, 平日里爹爹可是将那火炉看得很重要的, 不管是谁都不允许靠近的, 可是现在竟然就这么不见了, 那么大的东西还能藏到哪里去? 看着霍阳的样子, 霍中天心中叹息一声, 对于自己这个小儿子的性格, 他是再清楚不过。 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小子绝对会没完没了地拉着他不放。 霍中天的眼中略过一抹纠结之色,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开口。 霍阳歪着小脑袋, 看着自家爹爹欲言又止的样子, 一脸狐疑地问道, 爹爹,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莫不是翻财爹爹说谎了? 这, 这个…… 就在霍中天笑得一脸牵强, 犹豫着要如何回答才稳妥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角落处的霍阵忽然出声喊道。 父亲, 您过来看看, 这儿似乎有给您的留言。 哦, 好。 霍中天心中长舒了一口气, 急忙应了一声, 抱着霍阳大步走了过去。 果然, 就在原先放置火炉的位置上, 一行俊秀的字体清晰地出现在地面上。 谢礼一收, 静候佳音。 看到这八个字, 霍中天先是沉默了片刻, 然后脸上立刻便出现一丝狂喜, 旋即大笑着拍了拍怀中霍阳的头。 这回啊, 不想告诉你都不行了, 方才爹爹之所以犹豫着不说, 是因为这事儿还牵扯到别人。 现在你也看到了, 东西, 爹爹当做礼物送人了。 啊, 就是放财来的人, 爹爹那么看重的东西, 竟然都送给他们了, 是很重要的事情。 霍阳皱着小眉头, 刨根问底地继续问着。 对, 很重要。 霍中天此时脸上的笑意已经收敛了, 看着地上的字, 眼神并没有聚焦, 但是眼眸深处, 却莫名地有一股子坚定的神采, 仿佛透过那些字, 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一直注意着自己父亲的霍正, 看着父亲眼中的光彩, 心中也是一惊。 其实这些年来, 父亲的心事他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 能够让父亲这样高兴, 莫不是那件事快成了。 霍正的目光扫过地上的字迹, 谢礼两个字有些突兀地闯进他的世界。 这一刻, 脑海中莫名闪现过那个年轻美貌的女子面庞, 眸中欲见幽深, 难道与他有关? 以爹爹的能力, 谋划了那么久依旧没有成功, 而他, 竟然敢放下这样的话, 甚至连谢礼都已经带走了, 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难, 他又是什么身份? 脑海中虽然满是疑问, 但是霍正也知道, 此时霍阳在场, 绝对不是开口的好时机。 于是强压下心中的疑惑, 转移霍阳的注意力, 又拉着他出去玩了。 直到晚上, 霍阳睡了之后, 霍正才敲响了霍中天的房门。 清脆的敲门声, 回荡在寂静的夜风中, 传播得很远。 门没锁, 进了吧? 里面几乎是立刻便想起了霍中天的回应。 霍正微微一惊, 推门进屋之后, 反手关上房门, 看着站在窗前出神的父亲, 恭敬地开口道, 父亲, 您知道我会来? 嗯, 猜到了, 你怕是早就知道一些了吧? 再加上今天发生的事, 想来你应该有很多问题要问。 坐下, 慢慢说吧。 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 霍中天一直都是很放心, 因为他的信性最为成熟, 处事也进退有度。 不过今天的事儿太过匪夷所思, 自己骗骗小杨还行, 霍正明显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 他早就已经做好了 霍正前来询问的准备, 与其让他自己瞎琢磨, 还不如自己和盘托出, 告知他全部的事情。 这样一来, 万一以后的火之镜有什么变过, 他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父子二人在继案前坐定, 霍中天看了一眼霍正, 欲言又止的样子, 摇头笑了笑说道, 有什么想问的, 你尽管开口。 父亲, 那个冷姑娘真的是明爷爷派来的? 霍正想了片刻之后, 问出第一个问题。 是, 也不是, 他们来火之镜确实和明爷爷有关, 但是却不是明爷爷派来的。 准确地来说, 你明爷爷和我都没有号令他的资格。 听到父亲这样说, 霍正心中微微一惊, 要知道, 以父亲的身份都要说一句没有资格, 那他的身份, 得是多么的恐怖啊。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霍正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问出了口。 他的身份, 正儿, 你应该看到跟在他身边那两个人了吧。 霍中天见眉微重, 不打反问, 你说的是那两个人行其约寿。 霍正微微沉默了片刻, 霍中天见他知道他们的身份, 更是知道自己不能再瞒着了, 于是点头直接说了出来。 不错, 其中有一个, 便是明爷爷所在土之境的封印守护寿。 如果说之前有所猜测, 现在从父亲口中得到证实, 霍正还是心中震惊, 能够让那家伙低头认主, 他的身份必然与那里有一定的联系, 也难怪父亲会那么说了。 那地上的字, 是他将火炉当成了谢礼, 硬承下来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 霍正继续说道。 霍中天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他确实硬承下来了, 不过谢礼却不是火炉, 而是火炉里的东西。 火炉里的东西? 霍正一脸的不解。 火炉里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从来都不知道? 唉, 这事儿, 说来话长了。 霍中天轻叹一声, 不过既然决定了要告诉自己的二儿子,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便将当年的事情如实说了一遍。 事情讲完之后, 霍正沉默了半上才出声。 您的意思是, 那火炉是一种变相的封印, 里面就是我们一脉 体内抽取出来的魔火。 其实, 原本里面封印的, 是火之镜的封印守护兽, 只不过, 随着族人抽取出来的魔火越来越多, 后来居然生生将里面的封印守护兽给吞噬了, 渐渐发展成现如今的晶圆火种。 晶圆火种力量极为强大, 如果不是有火炉中封印的压制, 就连为父也不敢妄动。 曾经我交给上古凶兽炼化的魔火, 也不过就是从晶圆火种之中 分离出来的一小部分罢了。 没想到, 还竟然能破了封印, 直接将晶圆火种给带走了。 这样的能力, 就连为父也是震惊不已啊。 也正是这样, 为父才愈发高兴。 他的能力愈强, 那么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这一次, 整个八重镜都可能会因为他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是啊, 不知道这个时间是长是短, 为父还有没有看到的一天? 如果… 到时候, 你一定要帮衬你大哥一把。 他的性子… 霍中天说着, 语气中透着一股意味不明的哀声。 但是霍正却是一下子就听懂了, 立刻皱眉说道, 父亲, 我相信你的判断, 那天一定不会远的。 而且对于大哥, 您也不必过分忧心。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傻人有傻福。 大哥的性子也没什么不好, 尤其是这一次, 火之静能够安然无恙, 没闹出什么太大的动静, 只怕大哥功不可没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集 嗯, 这话怎么讲? 你小子是不是知道什么? 霍中天听出霍正话中隐含的意思, 不由得微微皱眉。 也没什么, 儿子带他们来的路上, 听到他口中提及大哥, 还亲切地称之为霍六哥, 言辞之间, 还是颇为熟人的样子, 所以才大胆猜测 他与大哥的关系应该不一般。 呵呵呵, 好, 好啊, 你大哥终于办了一件靠谱的事。 文言, 霍中天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便扶长大笑起来, 丝毫不怀疑霍正话中的真实性。 霍正只觉得 俄纪滑过一抹冷汗, 这一刻, 他只感觉自己终于发现了, 大哥的性子为什么会那么跳脱。 原来, 平日里看似正经的父亲, 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霍正啊, 你这就去联系你大哥, 让他赶紧回来一趟。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你大哥多少也会知道一些他的情况。 梅夫要确定一下他的实力, 这样也好放心啊, 快去, 快去。 在霍中天的催促下, 霍正有些无奈地离开了房间, 看了一眼微微放晴的天际, 心中在这一瞬间生腾起无限的希望, 嘴角勾起一抹浅笑, 然后便认命地去办事了。 此时另一边, 冷凌云和金童已经来到了金之境, 一盖之前几镜的画风, 入眼满满的都是奢华无比的宫殿式建筑, 就连脚下都是金纱铺地, 完全是红果果的炫富啊。 金童见此眼睛瞪得老大, 忍不住吐槽道, 我去, 这金之境是不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冷凌云文言, 嘴角不摇得狠狠一抽, 笑着拍了一下金童的脑袋, 说着, 你管人家呢, 赶紧先找地方办正经事。 是, 主人。 金童缩了缩脖子应声, 然后也不敢怠慢, 立刻就运起了金属性灵力。 很快, 金童手中那颗 还没有完全成型的纳金珠, 开始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直指一个方向。 金童眼中立刻闪过一道金光, 主人, 根据纳金珠的反应, 那边有异常的金属性灵气波动, 顺着那个方向看去, 正是黄金宫殿所在的位置。 冷凌云眉头微皱, 此时脑海中闪过大师兄于白的模样, 心中暗道。 看大师兄的处事风格和脾性, 金之静的人应该不会让他失望吧。 沉默了片刻之后, 轻声低语, 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那就走吧, 去会会这金之静的人。 然后便率先抬步, 踩着一地的金纱, 昂首阔步朝着宫殿走去, 竟然没有半分遮掩的意思。 不得不说, 看到自家主人这样的举动, 金童愣了好一会儿都没回过神来。 半晌之后, 看着冷凌云的背影嘀咕着, 不愧是主人, 果然厉害。 说完, 嘴角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便快步追了上去。 眼见着主仆二人来到距离宫殿不足百米的地方, 紧逼的店门忽然缓缓开启, 紧接着从里面走出来一行人。 金童见此, 下意识地就要上前挡在冷凌云身前, 但是却被他伸手制止了。 冷凌云驻足, 双臂还胸, 眉眉着毛子打亮来人。 为首的是一位金冠竖发, 俊朗不凡的中年男子, 一身紧袍加身的样子, 怎么看都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冷凌云眉风一挑, 似乎已经猜到来人的身份, 但却没有开口, 只是认真地打亮着对方, 似乎想要看出他的意图。 与此同时, 中年男人也一眨不眨地看着冷凌云, 似乎也在对面前的人进行着快速评估, 一时间场面诡异地安静, 落真可闻。 终于, 在几个呼吸之后, 中年男人眼中渐渐生起慈祥的笑意, 朗声说道, 这位想必应该就是令子口中经常提起的小九了。 文言, 冷凌云眼中快速滑过了诧异之色, 然后秀眉微扬笑着反问道, 小九, 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看看我这脑子总是一阵好一阵不好使。 于白和我说过, 虽然你没有答应他以尊上败入门下, 但是在他们一众师兄弟的心中, 一直都是将你当作师妹来看的, 所以他们私下里提及你的时候, 都是这样称呼的, 我也是听于白那小子这么叫惯了, 所以看见你一不留神就脱口而出, 丫头,你该不会怪我吧。 中年男子笑呵呵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解释着。 冷凌云文言心中暗笑, 果然能培养出于白大哥那样的人, 他的父亲怎么可能是一个庸人, 这示好的手段用得真是巧妙。 而且被他这么一弄, 自己也不好再端着架子, 毕竟人家都已经将姿态放得这么低了, 于是冷凌云只得回忆笑脸, 接下了他的话。 啊? 我竟然不知道于白大哥还在外人面前提起过我。 不待冷凌云的话说完, 中年男子便脸色微沉地开了口。 你这丫头啊, 故意使坏, 我都已将这样说了, 不信你还看不出来我的身份, 还一口一个外人。 我看你啊, 分明是不想给伯父招待你的机会了。 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样说, 冷凌云顿时微微一正, 一脸的无语, 有些吃不准他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压下心头的疑虑, 轻咳两声开口道。 伯父这么说可就折煞我了, 就算我猜到了您和于白大哥的关系, 可是您是什么身份? 我要是主动开口, 不是显得有攀关系的嫌疑吗? 就是因为我与于白大哥的关系不错, 才不愿意第一次见面就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 更不好因为于白大哥的关系让您难做, 也是不得已才如此为之, 还请您不要怪罪我才好。 你这丫头啊, 不错, 不过现在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可不能再拒绝我了。 而且也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 作为金枝镜的镜主, 所有在金枝镜发生的事情, 我还是都能做得了主的。 中年男人朗声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凌云变恭敬不如从命了。 朗凌云脸上扬起轻柔的笑, 点头映了下来, 然后给身后的金筒使了个眼色, 便朝着镜主所在的位置迈开了脚步。 金筒一步一驱, 跟在冷凌云的身后, 脸上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 但是却忍不住在心中问道, 主人, 这金枝镜的镜主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觉得他有些不怀好意呢? 你怕什么? 且不说他能不能奈何地了我? 单说他这样低姿态, 又不惜抬出于白大哥来跟我套近火, 就足以说明他不准备与我为敌。 之所以这么热情, 我估计八成是有事想求到我头上吧。 既然他如此清楚我与于白大哥他们相处的情况, 我猜他所求之事应该是于白大哥曾经与他提及过的, 想来也不会太过为难我。 我现在只是好奇, 他究竟是怎么确定我身份的? 又是如何知道我会在这个时间来到这里, 还特意摆出这样的排场来迎接?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老灵云说着, 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于白大哥的父亲, 眼中划过一丝意味不明的深意。 主人,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踏实, 我们真的就这么跟着进去吗? 里面可是人家地盘。 金童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纠结。 老灵云瞪了他一眼, 暗暗在心中骂道, 长他人稚气, 面自己威风, 看你那点出息, 你要是怕了, 我这就将你送回去。 别, 别呀, 主人我错了, 金童不怕, 求您别赶我回去。 金童心里说着, 看着老灵云的眼神中, 露出一副惨兮兮的表情, 竟是求饶的意思。 嗯, 老灵云只是敷衍式地应了一声, 然后便对上了金之镜镜主, 看过来的目光。 你这丫头啊, 还真能沉得住气,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好奇吗? 怎么会不好奇呢? 其实我心里可是好奇得很啊, 不过既然您是于白大哥的父亲, 肯定不会对我不利的, 之所以现在不说, 肯定是有您的道理, 我只管等着便是了。 冷灵云一边说, 一边朝周围看了一圈, 那意思很明显, 我知道是情况不允许, 所以您就不用解释了。 你这丫头啊,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了。 镜主立刻便爽朗地笑了起来, 眼中的神情愈发柔和。 能让您喜欢, 灵云不胜荣幸。 日后见了于白大哥, 也有可以拿得出手吹嘘的资本了, 毕竟初次见面就能让伯父您刮目相看的人, 应该不多。 朗铃云做出一副小女儿的俏皮模样, 顺着于红夕的话往下说, 直逗得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不错啊, 不错啊, 于白那些个师兄弟, 和你比起来, 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就连于白, 只是这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冷铃云急忙白手打断了。 伯父, 您要是真心喜欢我就快别说了,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 我还不得被他们群起而攻之啊, 想想都觉得恐怖啊。 一边小心翼翼地说着, 一边还缩了缩脖子, 装出害怕的样子, 在不经意间, 将这个年纪女子应有的性情显露无遗。 于红夕见状, 眼神微微闪了闪, 继而摇头说道, 丫头, 你说的这话我可不信了, 就算于白几个师弟我不了解, 但是于白那臭小子的性子, 只怕没人比我更清楚了。 他看似对谁都温柔好说话, 实则心肠极硬, 也最是冷情。 如果不是他放到心里的人, 别说提及半句, 怕是即便接触过很多次, 连名字都是记不住的, 能够让他主动和我开口提及的人。 除了他师父和几个师弟之外, 这么多年来可是还不超过五个, 至于女子, 更是独你一人。 由此看来, 足以见得你在他心中有多特别了。 所以啊, 群起而公之这样的事, 是绝对不会出现在你身上的。 毕竟, 于白作为大师兄, 这点微信还是有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35集 冷铃云文言, 眉头微皱, 然后不着痕迹地笑着将话圆过去。 我父所言不错, 就算于白大哥真恼了我, 看在太乙尊上对他的交代上, 也一定会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冷铃云的心中却在打鼓。 怎么听着他口中的意思不单纯呢, 隐隐有变相向自己推荐于白大哥的意思, 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着实让他有些看不透啊。 或者说, 于白大哥与他提及自己的时候, 并没有提及他怀孕生子的消息。 冷铃云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 于白大哥很可能是有所顾忌, 才没有说明。 不过这样一来, 麻烦的就是自己了, 尤其是眼下, 自己要如何说明是个问题啊。 想到这里, 冷铃云不由地微微俯额。 一路上, 于鸿西饶有兴致地 给冷铃云介绍着周围的一景一物, 那细致的程度, 甚至就连于白大哥在什么地方, 做过什么事都讲得一清二楚。 冷铃云听得心惊肉跳, 后背冷汗沉沉, 愈发肯定了自己心里的猜想, 同时也更加郁闷了。 人家只是有意无意地暗示, 天生没有说明, 因此自己也不能挑明。 加之人家怎么说也算是长辈, 也不好放狠话, 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 实在太憋屈了, 还不如让自己打一架来得痛快。 终于, 就在这样的煎熬下, 一行人终于在一座气势辉煌的 电雨之前停了下来。 要金格? 冷铃云抬头, 看着电雨之上的牌匾, 低声念叨。 凌云丫头啊, 这里就是于白的居所, 这些日子你就暂时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 怕是有些不太合适吧。 老凌云因为之前心中便有了猜想, 所以当于红夕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正媒拒绝。 虽然于白那小子 从来都没有让其他人随意进出过他的院子, 但是就从他对你的称呼就可以看出, 他并没有将你当成外人, 所以你住进去还绝对不会有意见的, 说不定高兴还来不及呢。 于红夕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眸深处有别样的幽光闪过, 甚至就那么毫不避讳地对上冷铃云的目光, 没有丝毫避讳的打算。 老凌云一时间秀眉微皱, 就在他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开口的时候, 脑海中传来金童的皱麻声。 我去, 我就说他没安什么好心吧, 这老东西竟然把主意打到主人您身上来了, 实在是太可恶了, 主人, 让我来教训他。 不等金童的话说完, 老凌云便已经打断了他的意图。 金童, 不许胡闹, 他是于白大哥的父亲, 之所以会这样做, 应该是有很多事情并不知情。 显然, 于白大哥并没有将我的事情全都告诉他, 也是为了保护我的隐私, 所以, 我们更不能对他的父亲不敬。 主人, 话是这样说, 可是要是这样下去, 只怕误会就更加解释不清楚了。 难道您真的准备住进去不成? 那要是被男主人知道了, 他是会…… 金童一时气愤, 说着说着已经开始有些口不择言了。 只是还没有说完, 便明显感觉到冷凌云周身的气场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心中猛地一紧, 知道自己犯了主人的忌讳, 立刻住口,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自家主人的脸色, 开口解释。 主人, 金童不是故意的, 您…… 冷凌云沉默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口, 脸色阴郁, 周身的气势阴沉得可怕, 不单是金童, 就连于红夕也明显感觉到她的异样。 凌云丫头啊, 你这是怎么了? 背她这么一话, 冷凌云才回过神来, 快速收敛了自己心中的情绪。 哦, 没事儿, 只是听您提及称呼, 一时间便想到了一些往事, 难免有些伤怀罢了。 至于住所的事儿, 伯父您安排就是了, 客随主便, 只要您不觉得叨扰就好。 一边说话, 一边恭敬地微微恭身行礼, 态度不卑不亢。 金之静静主于红夕眉宇威宁, 愣了片刻之后, 再度笑着说道, 哼, 这就对了, 走, 走, 伯父带你进去瞧瞧, 还满不满意。 说完, 示意朗凌云主仆先走, 而他则是朝身后众人使了个眼神之后, 这才台步跟了上去。 朗凌云一边走, 一边看着院子里的景致, 这里与外面电雨的风格不同, 并没有太过于奢华的装饰, 有的仅仅是低调雅致的盆景和别具一格的园林步景。 行走在期间, 不由地便让人心情舒畅起来。 一路行来, 冷凌云压抑的情绪也在这样的风景中得到了疏解, 周身的郁节之气渐渐消散, 脸上也有了笑意。 见此, 一直小心翼翼观察着冷凌云神色的金铜,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但是一时间也不敢再贸然开口, 就在冷凌云身后慢慢跟着。 这时, 镜主于红夕也赶了上来, 笑着问道, 凌云丫头啊, 这里的景致如何啊, 可还喜欢。 冷凌云回头, 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出声问道, 嗯, 喜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出自于白大哥的手笔吧。 听到冷凌云的话, 于红夕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了, 大笑着开口, 啊哈哈, 凌云丫头还真是慧眼如炬啊, 这药金阁自从于白住进来之后, 便鲜少有外人进来,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来布置的, 看样子也是深得你心啊, 估计平常你们之间应该有很多相同的喜好吧。 相同的喜好谈不上, 平日里我与于白大哥接触的时间, 还没有与风二哥的关系近,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测, 也是因为这外面的风格实在是与于白大哥的性子相续甚远。 这一次, 于红夕口中明显带着别样异味的话语, 冷凌云半点也过脑, 反而摇头失笑着开口。 倒是冷凌云的话音落下之后, 于红夕渐眉紧臭, 眼中快速流露出惊异之色, 心中挣扎了片刻之后, 尴尬地笑了笑, 才再度开口。 嗯, 外面的电语确实与于白无关, 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 这个我们也是挺无奈的, 不过总归是不好更改的, 至于于白的喜好你也应该看到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只是, 凌云丫头, 你与风家那臭小子关系走得近,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伯父有意要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风家那臭小子, 从小就是个魂不恋, 他的事, 整个八重镜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不知道的, 尤其是他对待男女之事的态度。 这些年, 拜倒在他身下的女子少说也有十几个, 风之镜的老镜主因为这个事, 可没少和他生气, 可是他去。 唉, 反正那臭小子, 绝对不是个让人省心的主, 你这丫头, 可千万不能被他三两句的花言巧语就骗了去。 于红夕一脸神色激动地数落着流风的不适, 然而冷凌云却忽然眼唇倾笑出声。 伯父, 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与他们之间可都是兄妹之情, 半点儿女私情也没有, 所以纵然风二哥再有本事也与我无关呢, 还是说在您眼里, 我与那些容易被人蛊惑的小姑娘并无差异。 凌云丫头与那些容易被骗的女子自然是不同的, 伯父也不过是担心而已, 这才提醒你一下, 毕竟感情是会变的, 尤其是相处久了, 日久生情也不一定啊。 于红夕说着, 意味深长地看了老凌云一眼, 似乎是想要探寻老凌云的真实想法。 日久生情? 只可惜他这番话, 听到冷凌云的耳中, 最后在脑海里反复回荡的却只有这四个字, 甚至让他情不自禁地红了脸, 不由地在心中感叹着, 嗯,嗯, 好像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这对象也只是限定于特定的某人。 啊, 请原谅作为一个现代的灵魂, 听到日久生情这个词, 好像条件反射一样的, 就会联想到某种寿而不移的运动。 嗯, 那个, 思维跑得有点远, 拉回来拉回来。 虽然心神被强行拉了回来, 但是显然, 此时老凌云并不适合与靖主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于是环视了一周之后, 开始转移话题。 嗯, 伯父, 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过来, 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啊, 他们呢, 我方才就让他们都回去了。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于白的居所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他们自然是不够格的。 于鸿西文言脸上快速生起一抹淡淡的骄傲。 老凌云知道, 他之所以会露出这样的神色, 都是因为于白大哥的优秀, 可是理解是一回事, 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 老凌云不喜欢靖主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表达方式, 所以并未作答, 只是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就在于鸿西想要继续夸耀一番的时候, 迎面却传来一个女子温婉的声音。 晚清见过靖主, 不知靖主驾临有失远迎, 还请靖主恕罪。 话音落下, 一个白裙翩翩的女子款步而来, 微微汗手扶身败礼, 仪态礼数没有半分欠缺, 端得是一派大家闺秀的风姿。 就在老凌云还在心中感叹这女人气质不俗的时候, 一旁的靖主却是脸色微微一沉, 全然没有了方才 对待冷凌云的热情和欣喜, 声音微冷。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告诉你今天有贵客, 没事不要出来吗? 难道这位就是? 靖主, 对, 对不起。 晚清收到消息, 本想着既然有贵客要来要金阁, 自然事前要安排打扫一番的,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 都是晚清的错, 冲撞了贵客, 晚清单愿受罚。 面对靖主的呵斥, 叫做晚清的女子脸色猛的一变, 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忙不迭地道歉, 然后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态度极为诚恳地求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不是冷凌云敏锐地感觉到她眼中的打量, 恐怕也真的会被她这般精湛的演技给骗过去, 忍不住心生怜惜。 不过可惜了, 那一瞬间女人眼中的忌惮和哀怨并没有逃过冷凌云的眼睛。 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冷凌云, 很快就想到她露出这般神情的缘由, 心中不由的苦笑。 啊, 莫名其妙被人家当成假想敌了, 这个罪名可是有点冤啊。 行了, 行了, 起来吧。 眼见着婉卿这副柔弱的楚楚可怜的模样, 镜主于红夕, 显然也生出了侧眼之心, 白手示意她起来, 同时口中还轻声嘀咕着, 反正早晚都要见的, 不过是早了一点而已, 想来鱼白该不会怪我的吧。 虽然她的声音很低, 但老连圆却还是听到了, 眼中腾得闪过一道金光, 似乎想到了能够让自己脱身的办法。 秀眉一挑, 做出一副没有听清的懵懂模样, 出声问道, 伯父可是在和我说话? 啊, 没, 没有, 我是让晚清准备东西招待你呢。 虞红夕急忙收回心神, 神色中明显带着几分心虚地说着, 然后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一样, 立刻又沉声对着还跪在地上的晚清喝道。 我方才的话难道你没听清吗? 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还是说与干活相比你更喜欢跪着? 虞红夕这话可是说得一点都不客气, 甚至让冷凌云有一种下一刻他就会伸脚踹出去的感觉。 想到这里, 冷凌云的嘴角微微勾起一抹诡异的笑, 心中暗暗叹息道。 静主啊, 你的反应未免有些过激了, 难道不知道有一个词叫欲盖弥彰吗? 就在这时, 冷凌云琢磨着要不要现在出面打圆场的时候, 跪在地上的晚清却已经慌忙起身。 不, 不是的静主, 晚清明白, 这就回去带人准备。 说完, 再度朝两人扶了扶身, 便倒退着快步离开。 直到那个叫晚清的女子身影消失不见, 静主于红夕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才看向身边垂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冷凌云, 笑着问道, 凌云丫头, 可是被伯父刚才的语气吓到了。 吓得, 听到这个词, 冷凌云觉得有些好笑,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 抬起头, 对上于红夕眼中的探究和询问, 摇头说道, 吓得倒是没有, 不过却有些好奇这个女子的身份。 听了冷凌云的话, 于红夕的心中不由地咯噔一下, 心中暗道, 人家都说女人对于这方面的事很是敏锐, 还真是不假啊。 于是, 生怕冷凌云会察觉到什么端倪, 倾壳亮声, 缓解自己此时的情绪, 开口解释道, 咳咳咳, 这有什么好好奇的? 于白几乎常年不在, 药金阁这么大的院子, 怎么也要有人照看着才是啊, 晚清就是负责药金阁日常事务的人, 对于她呀, 你也不用太过于放在心上, 现在你住进来, 只将她当成服侍你的丫头一般对待就可以了, 该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 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放不开的。 听她这样一说, 冷凌云心中猛的一喜, 果真如自己所想的那样, 若是好好加以利用的话, 自己这一趟金之境之行不但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还会收获不小呢。 冷凌云在心中打定主意, 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点了点头, 做出一副我懂了的样子, 极为乖巧地出声回道, 原来是这样, 多谢伯父提点, 凌云知道该怎么做了。 殊不知, 冷凌云此时的表情, 再配上这番话, 落在于红夕的眼中, 却全然是另一番意思。 有谷至今, 大宅大院中都少不了通房丫头的存在。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真正能包容的正妻, 却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都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 却在暗地里使手段, 她见得多了。 不过, 眼前这丫头看起来, 明显是听懂了她话中隐含的意思, 只是表现出来的, 孤单没有半点抵触的情绪, 反而是高兴。 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表面上的敷衍, 于红夕自问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此时, 她对冷凌云的好感度顿时蹭蹭地上涨, 还隐隐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高兴, 毕竟未来有这样一个有度量的女子成为她的正妻, 别的不说, 但是后院便能让人省心不少。 于红夕越是这样想, 看着冷凌云的目光越是满意, 恨不得立刻就给他们筹备婚礼。 一想到婚礼, 于红夕见眉微微一皱, 对冷凌云试探着开口道, 于白那臭小子将你送回来, 他自己呢,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终于问到正题了吗? 冷凌云心中暗笑, 立刻说出了已经准备好的说辞。 啊,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人来一仙谷捣乱吗? 整顿完之后, 鬼手圣衣给他们准备了一些晋级的丹药, 说是可以帮他们提升实力, 这不是他们一起闭关了? 闭关之前告诉过我进入八重镜的方法, 所以我无聊就自己来玩了? 一边说着, 还一边耸了耸肩膀, 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因为冷凌云不知道于白大哥究竟是怎么和他父亲说的, 又说了多少, 所以他想了很久, 还是觉得这样半真半假的话更加稳妥。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最近一直都没有消息, 这臭小子也真是可以啊, 本来说好了要带你过来的。 忽然又闭关了都不告诉我一声, 还好我事先知道一点, 不然岂不是要怠慢了你? 话音落下, 便听到于红夕一边数落于白, 一边仿若自言自语地说着。 啊? 于白大哥早就和您说了, 要带我回来? 冷凌云故作不知地开始套话。 自然是啦, 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你刚到不久我就发现了, 而且还亲自出去迎你。 要知道, 别人可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就连于白那小子我可都是不理的。 于红夕说着, 笑眯眯地看着冷凌云, 纵然冷凌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此时还是被他看得有些头皮发麻, 善善地笑了笑。 啊, 是啦, 凌云回去一定好好和于大哥炫耀一下, 自己的待遇可是比他还要好。 啊, 不行, 还得要多逛逛才行, 这样回去才能和于白大哥有更多的坦资。 冷凌云话音落下的同时, 人也已经再度朝前走去。 倒是于红夕, 看着面前女子明显有些加快的脚步, 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了, 心中暗道, 这小丫头是害羞了呢, 看样子和于白的感情也不错。 好, 好啊。 然后也抬步跟了上去, 殊不知, 此时转过拐角的冷凌云, 眼中快速划过了一丝得逞的笑容。 主人, 您又在打什么主意呢? 这转变得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跟在冷凌云身后的金童, 又是一脸不解的开口。 若是说主人会放弃男主人移情别恋,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所以, 唯一的解释就是, 主人又有了什么打算。 嗯, 说出来都没意思, 你等着看就是了。 冷凌云看了金童一眼, 似笑非笑地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也不停留, 再度朝着不远处的小楼迈开了步子。 就在这时, 于红夕也转过拐角, 看到冷凌云所走的方向, 笑着介绍道, 前面就是于白平日里的居所, 这一次你便住在这里, 正好一起去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添置和改动的地方。 不用麻烦了, 我不过就是过来玩玩而已, 又不会待多久,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冷凌云急忙摆手推剧, 可于红夕却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凌云丫头, 你不能这么说, 不管你只是来玩玩, 还是以后永远都住在这儿, 伯父都不会让你有半点委屈, 走。 说完便带着冷凌云快步朝着小楼走去。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于红夕和冷凌云便已经一左一右, 坐在小楼的大厅之中。 金童一脸正色地站在冷凌云身后, 眼睛时刻留意着周围的情况, 写满了警惕。 见此, 镜主于红夕看了金童一眼, 有些不自在地说道, 凌云丫头, 方才光顾着和你聊了, 没有照顾到你身边的这位, 呃, 他是你的随从吗? 你让他也坐下休息一下, 老这么捧着做什么? 难道说, 到了伯父这里, 你还怕有什么危险不成? 金童原本对于红夕的印象就不好, 现在又听到他这么说自己, 心中更是不悦。 但碍于冷凌云之前的交代, 也不敢有明显的表态, 只是站在远地, 好像没有听见一般, 不予理会。 但是却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对冷凌云抱怨道, 就是因为在你这里才危险呢, 竟然还好意思问出口。 冷凌云没有理会金童, 而是开口, 缓解于红夕的尴尬。 伯父, 在这件事情上, 您可能是误会了, 金童他并不是随从, 而是我的契约契灵, 可能是因为契灵的关系, 他并不太擅长与人交流。 至于这般警惕, 也不是因为安全问题, 只怕是因为感受到金之镜中异常的金属性灵力波动, 若是有什么失礼和得罪之处, 还请您多多见谅。 冷凌云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传来于红夕满是惊讶的声音。 什么? 你是说他, 他是契灵? 此时的他, 一改方才对金童的态度, 眼中满是震惊地死死看着金童, 似乎生怕他会忽然间消失一样。 不错, 伯父, 这种事情我怎么会拿来开玩笑呢? 真说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我可能还不会来到静之镜呢。 冷凌云一脸笃定地点了点头, 凌云丫头,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听到冷凌云的话, 于红夕的心也瞬间提了起来, 神情复杂地追问道, 这个还要从金童的身份说起。 他身为妻, 然而就在这时, 大厅门口一行人鱼贯而入, 硬生生地让冷凌云已经到了口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37集 于红夕刚要听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就被打断了, 心情哪里能好得了, 一个凉嗖嗖的眼神直接便射向了门口。 何巧, 为首的来人正是方才所见的那个晚清, 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方才就险些坏了事, 现在好容易要听到有关气灵的事, 他竟然又出来捣乱, 哪里还有轻饶的道理, 没有丝毫控制, 立刻就冲着来人吼了起来。 谁让你们进来的, 都给我滚出去。 门口的人被他这么一声吼, 顿时扑通扑通地跪了一地, 手中托盘上也发出了一连串 乒乒乓乓的催响, 同时响起一片慌乱的惊呼。 晚清知尊, 净主息怒啊。 气氛一时间陷入僵持, 真落可闻。 朗玲云也缓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声音轻柔地开口。 伯父, 您发这么大的火做什么, 看他们的样子可都是来给我们送吃似的, 难道不是之前您让晚清给我准备的? 这。 于红夕满腔的怒火, 瞬间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 看了一眼众人托盘中的东西, 想起之前自己的话, 也发现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了, 但是显然此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之中。 伯父, 之前于白大哥就曾经与我夸耀过 新知境的食物很精致, 现在一看果然很有食欲呢, 咱们能不能先吃东西啊? 朗玲云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托盘中的食物, 做出一副垂涎的样子。 送食物是我吩咐的这不假, 可是他们却没有经过通报就擅自入内, 明显不合规矩。 伯父, 之前您也说了我是金之境的贵客, 那能不能看在我这个贵客的面子上, 放过他们一次? 毕竟他们是为了给我送东西才会犯错的, 如果真的被罚了, 我会于心不忍的。 朗玲云一边说着, 一边朝余红西眨了眨眼睛, 满是求情的意思。 这…… 余红西眉头紧皱, 此时脑海中想的都是如何能够继续方才的话题。 见他一脸犹豫, 朗玲云秀眉一挑, 压低声音, 神神秘秘地说道, 我知道您是担心他们听到我们的对话, 不过我方才不是及时住口了吗? 所以他们应该没有听到。 等一会儿, 他们把东西放下, 您再将他们赶出去不就结了?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谈话了不是? 听到冷灵云还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于红西心中猛的一席, 她就是因为重要的谈话内容被人打乱, 才会恼羞成怒。 现在既然确定了可以继续, 自然没有再抓着不放的道理, 于是脸上的神色放缓, 对着跪了一地的侍女们沉声开口。 哼, 算你们运气好, 今天有凌云姑娘给你们求情, 赶紧将东西放下, 立刻离开。 若是再有下一次, 别说本镜主不讲情面。 是, 多谢镜主开恩, 谢过凌云姑娘。 众人急忙外泄, 然后手脚麻利地将东西摆在两人中间的桌子上, 便湿湿然地向外退去。 就在为首的婉清马上要退出去的时候, 忽然一道清悦的女生传来, 等等, 婉清转回脸, 一脸怯懒地看着说话的冷凌云。 贵客, 您, 您叫我。 不用这么声说, 你叫我凌云好了, 国父已经和我说了, 药金阁一直由你负责管理, 所以这段时间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 冷凌云脸上勾勒出浅浅的微笑, 宛如一个邻家小妹妹。 这, 您是贵客, 照顾您是我应该做的, 您这么说折煞我了, 婉清愧不敢当。 女人一脸惶恐地看着冷凌云, 一边说还一边摆手。 冷凌云脸上的笑意收敛, 秀眉微正。 我以为经过方才的事, 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 但是从你这称呼上来看, 似乎是我自作多情了。 说到这里, 又转头看向一旁的镜主于红西。 伯父, 我看我也不要住这里了吧, 毕竟我出来乍到的什么都不懂, 在每个相熟的人指点一二, 万一犯了什么忌讳就不好了。 听到冷凌云这么说, 于红西眉头瞬间便皱了起来。 这怎么行, 别的不说, 但是你与于白的关系, 也不能委屈了你。 整个金之镜除了于白的药金阁, 也就只有镜主阁才能配得上你的身份了。 听他说到这里, 冷凌云心中一惊, 生怕他接下来会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 急忙打断了他表示拒绝。 不不, 伯父您误会了,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 我连住在药金阁都觉得不方便, 更何况是镜主阁。 我的意思是, 这金之镜也来过了, 看也看完了, 所以没必要在这里逗留, 可以去其他几重镜瞧瞧, 之前便听二哥说, 风之镜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呢。 一听冷凌云提到刘峰, 于红夕心中顿时就警惕起来, 立刻开口反对, 那怎么行, 方才伯父不是和你说过了, 风家那小子不是个好的, 就算他把风之镜吹出花来, 也绝对不会有我金之镜条件好。 不是伯父自夸, 放眼整个八重镜, 我金之镜要是称第二, 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话是这样说, 可是凌云留在这里似乎不太方便。 冷凌云说话的时候, 秀眉微皱地朝晚清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于红夕也瞬间明白了冷凌云的意思, 倾壳了一下之后, 沉生对着晚清命令道, 晚清啊, 你不要拘泥于一些小事, 而惹得大家都不愉快。 你手礼是好事, 可是既然凌云丫头不喜欢拘礼, 你若是再坚持, 就难免让人怀疑你心中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了。 闻言, 冷凌云心中冷笑, 真不愧是于白大哥的父亲, 三言两语就将晚清方才的推去, 定性到了手礼上, 让自己没有办法再抓住不放。 看似是在维护晚清, 可言辞中却又暗含了警告, 既全了冷凌云的面子, 又没有给他为难晚清的机会。 不得不说这手段还真是厉害呢。 晚清不敢, 一切都听清楚的。 就在冷凌云沉思的时候, 面前的女子一脸惶恐地跪地回道。 见到他死时的模样, 冷凌云眼中不由得一出一丝淡淡的良意, 暗自叹息。 面对于家人的心智, 有点手段他可以理解, 但是过犹不及。 看样子, 这晚清即便是最后一拜大哥真的娶了他, 两人也难以成为理想的眷侣。 正在冷凌云心中琢磨的时候, 晚清湿湿然朝着冷凌云走来, 却不想在距离冷凌云还有三不远的地方, 被金童毫不客气地挡住了去楼, 眼中满是恳求意味地看着冷凌云。 那个, 凌云, 方才我不该拒绝你的, 对不起, 我以后都会按照你的要求来做, 只希望你不要再说离开的事, 不然静主一定会怪作我的。 冷凌云伸手拉了拉挡在面前的金童, 看着晚清点头笑着说,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我要是再不留下, 不是显得不尽人情了吗? 我可不乐意看见有人因为我而受罚。 要不这样吧, 为了让你有一个表达歉意的机会, 不如你现在就带着我在这楼里逛逛熟悉一下, 顺便也好告诉我有什么禁忌的地方怎么样? 这…… 晚清听了冷凌云的话, 一脸的为难, 似乎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应, 下意识地将目光看向于红西。 一听说冷凌云要走, 于红西顿时心中焦急, 也没有多想, 立刻就开口笑道, 凌云丫头, 别说这药金阁, 就连我这金之镜, 对你都没有什么禁忌的地方,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熟悉什么。 再说, 方才你不是还说金之镜的食物精致, 现在这东西都上来了, 你可是还没动一口呢, 什么事也不急在这一时不是? 要知道, 此时他心中可是一直惦记着气灵的事, 如何能够就这样不清不楚地就让他离开了? 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冷凌云心中一喜, 但是面上却还是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推举着。 凌云丫头, 你也不用觉得惊讶, 既然我已经这样说了, 你就一定有这样的资格。 好了, 这些事儿, 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细说, 现在还是先吃东西吧, 不然于白那小子知道了, 还不得埋怨我亏待你。 于红夕说到最后, 一脸的认真, 根本就不再给冷凌云拒绝的机会, 率先返回到桌边坐下。 冷凌云一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自然也不会再磕待自己的胃, 于是也随之落座。 既然这样, 那凌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半晌, 两人一边品名, 一边谈论精致的吃食小点, 全然没有理会一旁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晚清。 而金童则是一直规矩地站在冷凌云身边, 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 还时不时地将自己观察到的情绪变化, 在心中告知给自家主人。 就这样, 冷凌云看似注意力半点都没有关注晚清, 却不想连她的一个表情变化都没有错过。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两人将面前的吃食解决得七七八八了, 于红夕这才抬头, 看了一眼一旁的晚清。 晚清啊, 你去和后厨的人交代一番, 日后要金格一切吃食, 都按照凌云丫头的喜好准备, 切不可有丝毫怠慢, 明白了吧? 是, 晚清明白, 这就去。 话音落下, 俯身朝外退去的时候, 还特意朝桌子上扫了一眼。 直到她退出房间之后, 于红夕才清了清丧的, 看着冷凌云试探着开口。 那个, 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了, 伯父有些好奇你身边的这位。 伯父, 是想说气灵的事儿吧? 冷凌云闻言放下手中的酒杯, 语气极为平静地反问了一句。 是啊, 你也知道的, 金属性与炼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能够多了解一些有关气灵的事, 对于整个金之境来说, 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集, 于红夕一脸激动地看着冷凌云, 嗯, 如果说你是想要了解气灵形成的经验, 想要批量去复制的话, 恐怕又让你失望了。 冷凌云秀眉微皱, 略微沉引了片刻之后, 才开了口。 听到他这样说, 于红夕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为什么这样说? 很多天才地宝的孕育和生成,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一点相信以您的见识一定是清楚的。 您觉得, 气灵难道还比不得那些天才地宝不成? 冷凌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出口反问。 这, 冷凌云的话一出口, 顿时也将于红夕问得一愣, 脸上的蕴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失望。 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或者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认为最关键的形成条件是什么? 冷凌云翻了个白眼, 在心中暗道, 如果能告诉你这个, 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 根本就相当于全都直接告诉你了好吧? 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是面上却是神色不变地摇了摇头。 既然都说了是可遇而不可求, 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毕竟气灵难得呀。 余红夕微微皱眉, 眼眼带着几分蜥蜴地看着冷凌云。 冷凌云被他看得有些无奈, 伸手指了指身边的金童。 你看, 他本人就在这里, 要不您亲自问问他。 这方便吗? 余红夕虽然还是在征求冷凌云的意见, 但是目光却已经落在金童身上, 眼中满是狂喜。 方便, 只要你问, 金童一定知无不言。 冷凌云笑着说, 听到自家主人这番话, 金童猛地一致。 这什么情况啊? 自己之所以可以凝成气灵,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关系 都与主人当初的血气分不开的。 现在让自己说什么? 难道对着一个刚刚认识的人, 告诉他主人是灵血之体吗? 开什么玩笑? 然后一脸难以置信地在心中询问自家主人。 主人,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我连于白大哥他们都没有明说, 你觉得我会让你告诉他? 你就这么跟他说。 冷凌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然后一字一句地交给金童。 金童听到后, 眼中闪过一道精猛, 然后看向于红夕, 语气微冷地说。 按说主人有命, 我不得违抗, 但是你的问题, 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虽然我是气灵, 也可以化成人形, 但是距离接受最后的聚灵传承, 还有一步之遥。 这也是为什么主人会带我来金之境的原因。 本来是想要看看, 能不能借助这里浓郁的金属性灵气, 让我更近一层。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届时我会获得全部的聚灵传承, 应该便能够知晓你所询问的, 有关气灵形成的关键条件了。 可是现在…… 金童说着, 难言语气中的失望和落寞。 聚灵传承, 竟然还有这样的说法? 于红西有些困惑地低语着。 确实, 这个词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聚灵传承是专门针对气灵的一种传承形式, 因为气灵少见, 你没听说过也属正常。 不过, 您总应该听说过其他灵兽的族内传承吧。 就是那种, 每晋升到一定程度, 便会接受一部分的传承, 直至最后达到神级之上, 接受所有传承, 便相当于彻底了解了这一族的发展和传承历史。 聚灵传承, 究其本质上来讲, 与这种传承也颇为相似。 只不过, 聚灵传承涉及的内容可能会更多, 更广, 甚至还包括炼气和控火方面的内容, 毕竟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一次开口解释的是老凌云, 只见他话音刚刚落下, 于红夕眼中立刻便燃起灼灼的希望之火。 这么多年, 作为金之镜的镜主, 他比谁都更加清楚, 炼气和火焰对于金属性修炼的影响。 如果真的能够促成气灵的突破, 即便最后不知道气灵的成因, 只要能够多了解一些, 炼气和控火方面的内容, 对于金之镜来说, 也将会迎来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变革。 想通了这其中的事情, 于红夕立刻便拍着胸脯保证道, 这个好说, 晋级的事, 我可以帮忙。 帮忙? 别开玩笑了, 晋级的事就连主人也是没有办法, 你又能怎么样? 金童脸上露出一丝暗讽, 你们来金之镜不就是为了晋级的事吗? 我身为金之镜的镜主, 难道还帮不上你们了? 于红夕眉头一挑, 脸上的笑意显露出来, 隐隐带着几分骄傲的神色。 听他这么说, 金童面露狐疑之色。 你真的愿意帮我? 要知道, 我这一次可不是普通晋级, 这中间所需要的金属性灵气, 很可能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而且, 从我这一路过来的感知来判断, 若是真的想要满足我晋级的需求, 怕是要将你整个金之镜的灵气抽光, 才堪堪够用。 这样你也舍得吗? 哼, 要说别的, 金之镜没有。 但若说到金属性灵气, 那不是我自吹啊, 你尽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 若是到时候灵气不足, 哪怕拼着散尽全身的修为, 我也定会助你冲击成功。 于红夕轻笑着说道, 一脸的笃定, 最后甚至还不惜放下了狠话, 就连冷凌云都被他的话震了一下, 心中琢磨着, 看样子, 静主的底气不小啊, 不然哪里敢开口说这样的话。 这样看来, 这一次纳金珠应该是有着落了。 但是冷凌云面上却还是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白手挽去。 伯父, 这样不合适, 如果真的因为金童的事儿, 而对金之镜造成什么不可逆的影响, 以后我见了于白大哥都没有办法交代啊。 你这丫头啊, 什么都先考虑别人, 这事儿我不知道便罢了, 既然知道了便没有不管的道理。 你放心, 伯父既然这样说了, 就是有绝对的把握。 毕竟身为一静之主, 伯父绝对不会拿族人的利益开玩笑的。 至于你于白大哥那里, 你不用担心, 是伯父自己提出来的, 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有伯父去解释, 绝对不会累积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样你可能安心接受啦。 冷凌云做沉思状, 看了看金童, 然后一脸纠结地点了点头。 既然伯父这样说, 那凌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只是, 伯父, 您要答应我, 一旦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 宁愿前功尽弃, 也绝对不能让您和金之镜有半点损失, 不然, 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于红夕笑着摆摆手打断了。 放心吧, 凌云丫头, 你担心的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希望一切都如伯父所言。 冷凌云微笑点头, 算是默认了, 见此于红夕急忙趁热打铁。 凌云丫头啊, 既然你已经同意了, 那你看看,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自然是越快越好, 只要你们方便, 现在开始我都不介意。 这一次, 回答他的却换成了金童, 只见他一路都没有多少表情的脸上, 此时满是跃跃欲试的激动之色。 金童, 别闹。 冷凌云脸上微微显现韵色, 轻声喝道。 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并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地方是现成的, 随时都可以。 于红夕巴不得可以马上开始, 毕竟早一刻成功, 他便可以早一点得到他想要知道的内容。 伯父, 您说地方是现成的? 冷凌云面露狐疑之色。 不错, 看样子, 凌云你也应该很好奇。 这样,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 你要是觉得可以, 正好也可以让他早些开始。 我看你的气灵啊, 还是挺着急的。 于红夕笑笑开口邀请, 冷凌云眼中也出现了一丝蜥蜴。 真的可以吗? 虽然我并没有来过金之镜, 但是之前也听大家说过, 各镜之中都有一些禁忌之地。 我…… 不等冷凌云的话说完, 于红夕便沉声开口。 凌云丫头, 难道你忘了伯父之前的话了? 别的镜我不管, 也管不着, 但是金之镜对你而言, 没有任何禁忌。 以后这样的话, 不要再说了, 果然伯父可是要生气了。 啊, 是凌云不好, 伯父, 您不要生气了。 冷凌云点了点头, 一脸认真的应声。 想要伯父不生气也简单, 只要你答应, 现在陪我一起去就行, 怎么样啊? 于红夕认真地看着冷凌云说道, 心中却是苦笑, 平常都是别人求着她要进禁地休息, 可是今日到了这丫头这里, 竟然完全反过来了, 自己连哄带骗地求着人家, 天生人家还不乐意, 现在甚至连威逼利诱的招数都使出来了, 这简直是…… 就在她心中苦恼的时候, 冷凌云脸上的表情小小地挣扎了一番之后, 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好吧, 我们就去看看。 好, 咱们这就走。 于红夕说着, 便起身走到大厅中间, 站定在距离最近的一个金制竹台前, 很快, 在她的手中浮现出一层亮金色的光芒, 随之, 一股浓溢的金属性灵力扩散开来。 见此, 冷凌云微微皱眉, 就在她的手即将触及金制竹台的时候, 一级出声。 伯父, 您这是要直接带我们走? 怎么? 凌云丫头方才不是已经硬了? 难道还有事儿吗? 于红夕说话的时候, 同时也中断了手中的灵力。 那倒是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们就这么走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怎么着也应该和婉青说一下, 不然我们都不见了, 她会担心的吧? 冷凌云摇了摇头, 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想于红夕却微微皱眉, 脸上显出一丝傲剧, 好端端的, 提她做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集 好端端的, 提她做什么? 就算她有点不同, 也不过就是一个婢女罢了。 我们去哪里做什么, 她还没有资格过问。 冷凌云文言心中微韵, 但是面上却没有显露出来, 淡淡地开口。 是这样啊, 那凌云就听您的安排了。 于红夕这一次没有说话, 只点了一下头, 便再次凝聚金属性灵力。 没过多久, 整个大厅中就呈现出一片 流光溢彩的绚丽场景。 冷凌云微微一愣, 压低声音与一旁的金铜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金属性灵力 竟然可以这样用。 自然是可以, 只要灵力是自己的, 想做什么还不就是一个念头的事吗? 只不过, 主人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罢了。 金铜虽然说得一本正经, 但是看着冷凌云眼中的惊喜, 心中确实笑得得意。 哼, 想不到主人竟然也喜欢这个调点, 等自己这边的那金珠熔炼成功之后, 别说是这么片刻绚烂的场面, 即便是让主人所过之处千里留金 也不在话下, 只希望到时候不要吓到主人才好。 就在金铜这边憧憬未来的时候, 于红西那边也已经完成了, 伸手招呼冷凌云和金铜, 好了,你们快点过来, 这连接的时间有限, 我们这就走。 冷凌云抬眼望去, 只见那金制竹台与其他竹台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 其中念力细看之下, 冷凌云却能够看到竹台周围隐隐散发着的金光, 而且, 其周围的空间排列似乎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 在最终确定了没有危险之后, 冷凌云与金铜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然后抬不上前。 于红西见两人靠前, 心中也终于松了口气。 我在前面带路, 你们只管跟着我就好, 我怎么走, 你们就怎么走, 什么都不用担心。 说完之后, 便转身直直地往金制竹台上撞了过去。 然后, 冷凌云和金铜两人, 就眼睁睁地看着于红西在撞到金制竹台的那一刻, 整个人便瞬间消失了。 冷凌云在脑海中回放了一下方才的一幕幕, 然后眯眯着毛子开口道, 看样子应该是利用金属性灵力, 以金制竹台为媒介, 与外界的某个固定地点建立了连接。 这种连接的时效性确实不成, 我们赶紧跟上。 冷凌云说完, 便拉着金铜, 齐齐朝着金制竹台撞了过去。 下一刻, 两人便置身在一个昏暗的空间之中, 对上了于红西那微微有些焦急的神情。 在看到他们的一瞬间, 于红西拍了拍胸口, 长舒了一口气, 看着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唉, 可算是来了, 我还真怕你们不敢跟过来。 那个, 伯父并没有嘲笑你们胆小的意思啊, 只是金制竞这法子确实诡异了些, 我是怕你们不习惯而已。 刚一开口, 就发现自己的话说得容易让人误会, 又立刻解释起来。 老林云笑着摇了摇头, 伯父, 您肯带我们来, 就已经是对我们天大的帮助了, 我们怎么会误会您呢? 方才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跟上来, 纯粹是被你这种另辟蹊径的传送方式给惊住了, 这才耽搁了时间。 哦, 对了, 您不是说连接时间有限吗? 我们也别在这儿说了吧, 有什么话等出去再说, 万一出不去就麻烦了。 对对, 咱们先离开, 出去再说, 被老林云这么一提醒, 于红夕回过神来, 立刻带着两人迈开了步子。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一行三人终于走出了通道, 出乎意料的是, 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地下通道的走廊, 但是这里与普通通道有着很大的不同, 单说整个通道中的材质, 不是泥墙也不是砖墙, 而是一种可以反光的金属材质。 走廊的两侧还各有一排火把, 斑驳的火光摇曳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 在火光的映尘下, 整个走廊里都透着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气息。 这里是…… 朗林云看向走廊的尽头, 目光幽深地皱眉问道, 这里是金之镜主殿的地下空间, 从这里一直往前, 便是金之镜所谓的禁地, 里面有最为纯正和浓郁的金属性灵器, 想要修炼金属性, 在这里最适合不过啊。 于红夕一边出声解释, 一边看着走廊深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此时的目光中包含着很多情绪, 有骄傲, 有蜥蜴, 隐隐还有一股子莫名的沉重。 看着他忽然外露的情绪, 朗林云似乎想到什么, 在心中悠悠叹息了一声。 看样子, 整个八重镜还真的都沉浸在不合时宜的气氛里, 希望这一次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困扰上千年的问题。 哼, 那个, 很久没来这里了, 难免想到了一些过往, 实在是太失礼了。 不过眨眼间, 于红夕便回过神来,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伯父, 别这么说,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 未来都是充满希望的, 一定会越来越好。 朗林云出口的话, 让于红夕不由地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 他隐隐有一种感觉, 这丫头好像知道些什么。 但是这种念头只是在心中一闪而过, 立即自嘲地笑了笑。 怎么可能呢, 家族的事情太过久远, 如果不是碍于家族的传承, 他自己都不会知晓, 更别说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了, 想来也就是随口的一句宽慰罢了。 想着想着, 于红夕笑着点头应下, 是啊, 灵云丫头说得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走吧, 我这就带你们去修炼的地方。 于红夕在前面带路, 朗林云刚往前走了两步, 围头看了一眼, 只见他们背后竟然也是一堵墙, 这面墙体的材质 与周围墙体的材质看上去, 并没有什么不同。 朗林云快速四下打量了一番, 将周围每一个细节 都硬刻在脑海中, 然后伸手, 朝着背后那堵墙上 连弹了几下手指, 这才满意地快步跟了上去。 走廊是一直延伸向下的, 周围的岔路很多, 几乎每到一个路口, 就会出现五六条岔路, 再加上通道里特殊的材质 和斑驳昏暗的光影条件。 接连走了几个路口之后, 就连冷凌云 都已经有些分辨不清方向了。 冷凌云秀眉微皱, 愈发认真地按照之前的回忆, 在脑海中仔细搭建这里的平面图。 就在这时, 一直走在前面的余红西回过头来, 看到冷凌云眉头紧锁的模样, 停下脚步开口笑着, 凌云丫头, 是不是被这里的地形绕得有些晕了? 对上余红西的目光, 冷凌云有些尴尬地笑了下, 挠挠头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伯父, 还真的是被您说中了, 我原本方向感觉不太好, 现在更是一头雾水。 哼, 凌云丫头, 不用怕, 伯父虽然很久都没有来了, 但是绝对不会走错的, 一定会安全把你们带到禁地去。 余红西笑着宽慰冷凌云, 这一点我自然是知道的。 冷凌云也笑着打起了哈哈, 一时间沉默的气氛, 也在两人的谈话间缓和了不少。 静主, 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 就在两人说话的间隙, 一直没有开口的金铜, 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哦, 你说, 余红西有些诧异, 似乎没想到她会开口。 我就是有些好奇, 周围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金属? 不瞒你说, 我方才试过了很多种方法, 都没能在上面留下一丝半点的痕迹。 我自问也是金属性灵力, 而且修为不俗。 可是却…… 金铜一边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一边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神情间还隐约带着一点心虚的意思。 冷凌云故作称怪地低喝一声, 金铜, 你…… 不等冷凌云喝斥出口, 余红西便笑着打断了她的话。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理解她作为金属性的修炼者, 到了这里, 她要是能够忍住不做什么手脚, 我倒是会好奇了。 这种材质的炼制技术啊, 是我们瑜伽所特有的, 我们一脉的仙族给她命名为液体金。 之所以会叫这样的名字, 就是因为这种金属在一定的条件下, 并不是传统金属的固有形态, 而是会流动的。 也正是因为液体金的这种特性, 所以便决定了, 不论你在上面做了什么记号, 在它转化成液态的那一瞬间, 都会消失于无形。 于红烯的声音刚刚落下, 冷凌云和金铜便齐齐惊呼出声。 金属会转化成液态, 这怎么可能啊? 看到两人一脸震惊的, 难以置信的模样, 于红烯似乎很受用, 眼中笑意满满地继续说道, 嗨,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然要怎么解释你的手段都失效了呢? 液体金的其中一个特性, 便是在不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 每隔半盏茶的时间, 便会自动液态化一次, 而每一次也只会持续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会再次凝成固有的形状。 当然, 这一切都需要很多条件来辅助的。 你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通道, 可以说凝聚了我们一脉上千年的智慧解经, 也不为过。 原来竟然是这样, 难怪了。 金童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低头嘀咕着。 还有这样神奇的金说,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这一趟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呢。 老凌云也是眼中闪着精亮的光。 哈哈, 凌云丫头若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以后可以让于白好好给你讲讲啊。 于红西说着, 脸上的笑容中带着一丝暧昧的看着冷凌云, 但是冷凌云却好像根本没有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一样, 饶有兴致地点头。 嗯, 自然是好的, 这么有意思的东西, 我一定要弄清楚, 到时候也让金童练出来一些给我玩玩。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0集 原本以为, 镜主会继续暗中点拨一下两人的关系。 殊不知, 出乎冷凌云意外的是, 于红西听到冷凌云的话后, 脸色却微微一僵, 口中下意识地低难着, 液体筋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见冷凌云微微皱眉, 还不等他询问出口, 于红西便已经一边摇着头, 一边抬步向前走去, 甚至都没有再开口招呼两人。 金童一阵不解, 忍不住在心中询问冷凌云。 主人, 这液体筋虽然是特殊了一点, 但是也不至于会让它如此吧, 难道还有什么眼前不长? 其实, 以冷凌云和金童的阅历, 这液体筋自然是认识的, 方才之所以会有那样一番问话, 也全都是两人早在念力石海中商量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于红西对他们产生怀疑。 可是现在他这态度, 不得不让金童怀疑是不是他们对液体筋的了解有所偏颇,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少不得要另做打算了。 冷凌云看了一眼已经走出一段距离的于红西, 皱眉示意金童先跟上, 然后才一边走, 一边在心中回答金童提出的疑问, 我觉得应该不会, 毕竟我们获得这个消息的方式不同, 如果说一个人得到的消息可能会出现偏差, 可我们的信息完全相同, 出现这样偏差的几率太小, 如果说是于家隐瞒了一体筋的某些特性, 我看他的反应也不太像, 更多的反倒是哀伤, 对,就是哀伤, 似乎沉浸在某种情绪中缅怀什么。 说到这里, 冷凌云眼睛猛的一亮, 想到了之前他提及禁地时曾经露出的那种情绪, 似乎找到了癥结所在。 如果, 我没有猜错的话, 当年于家之所以会被变相贬入八重镜, 只怕与这液体筋脱不了关系。 啊, 难不成这液体筋也与魔族有关? 金童顿时一脸的惊诧。 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要不然你自己去套的花? 我看镜主对你的兴趣明显比我大啊。 冷凌云一脸戏谑的语气说着, 只是让冷凌云没想到的是, 等待着她的, 不是金童气急败坏的反驳, 而是反过来也与其他来了。 主人, 您就别逗我了, 人家镜主明显都将您看成最佳儿媳的人选了, 对我再有兴趣, 那也是因为您的关系不是? 哟哼, 是谁见你的胆子啊? 冷凌云文言心中问道, 同时还挑眉看了一眼身旁的金童, 眼中的威严不容挑衅。 金童一见这阵仗, 立马就怂了, 搭了着脑袋, 在心里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 咳咳, 那个, 主人, 我这不是变相地提醒您一下吗? 毕竟我看着您这戏演得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万一假戏真做了呢? 要是说谁借的胆子, 那必须是男主人了, 您是知道的, 之前他见我们的时候, 可是哪一次都有交代我们好好照顾你, 顺便还要帮你防着身边的烂桃花呢? 啊? 他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听到他口中提起云念紧, 冷凌云先是一愣, 片刻之后才开口。 虽然冷凌云的语气中依然有一丝淡淡的不满, 但是看到自家主人眼眸深处涌上的那一抹温柔, 金童便知道自己过关了, 心中狠狠松了一口气, 继续嬉皮笑脸地解释, 这个嘛, 可是有好几次呢, 您是知道的, 男主人向来都把对你的感情隐藏得比较深, 再者, 这本来也是男主人私下交代的, 您不问, 我们自然不会主动提及, 所以您不知道也算是正常的吧? 你, 就在冷凌云还想要继续从金童口中套出点与云念锦有关内容的时候, 前面的余红溪却开了口, 到了, 就是这里了, 冷凌云抬头看去, 只见这里已经是通道的尽头, 前面看起来依旧是一条死路, 与他们进来时的地方无异, 这里, 可是明明就还是一条死路啊, 金童这一次并没有压抑心头的疑惑, 这面液体筋背后就是禁地的入口, 你们之所以什么都感觉不到, 也与液体筋有一定的关系, 液体筋有一定程度的屏蔽作用, 再加上禁地有封印的加持, 所以没有力量外泄也实属正常, 许氏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这一次再提及液体筋, 于红溪并没有像方才那样失控, 脸上的表情很是平静, 让人看不出端倪, 没有看出她的异常, 冷凌云立刻摆出一副急切的神情, 转而催促着, 伯父, 你赶紧演示一下, 我要看看如何才能将这液体筋打开, 实在是太神奇了。 这一次, 冷凌云的急切并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他们所了解的关于液体筋的消息中, 真的没有开启液体筋的方法。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一点也在正常认知之中, 毕竟这样特殊的东西, 即便是在瑜伽一脉中, 其操作方法也一定是掌握在少数核心成员的手中。 果然, 冷凌云的话音落下, 余红西脸上的笑容带着几分苦涩的开口, 就算我给你掩饰了, 也是没有用的, 你打不开。 闻言, 冷凌云眼眸深处快速刮过一道暗毛, 郁佳肯定了自己方才的猜测, 然后对上余红西的眼睛, 一脸好奇地追问, 啊, 很难学吗? 这一次, 余红西没有再说话, 沉默地摇了摇头之后, 便站定在墙壁前, 手中快速地翻转着各种手印, 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 只是不管手速还是语速都快得离谱, 即便是冷凌云也没有办法保证, 自己能将她的动作百分之百地复制下来, 这个认知让冷凌云的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但是她却并没有半点放松, 继续仔细地观察着, 直到一股醇厚的金属性灵力从镜主的手中溢出, 朝着面前液体金铺就而成的墙面上积射而去, 然后以这一股金属性灵力为中心点, 一瞬间, 液体金铸就而成的墙面上, 有一圈圈金色的灵光层层荡开, 那样子看上去好像真的是荡漾着波纹的水面, 紧接着, 所有的墙面都跟着活了过来, 原本死气沉沉的通道空间, 仿佛瞬间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一扫之前的晦暗和诡异, 当无数道迪荡开去的灵光, 再次被返回到最初那股灵力激荡出去的位置之后, 金光越来越盛, 范围也越来越大, 渐渐地变成一人大小的门形轮廓, 看着面前的这一幕, 冷灵云眼中有错愕一闪而过, 然后便听到余红西的声音, 好了, 走吧, 盐碧, 于红西伸手朝着那一扇金光闪闪的大门推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丝异样的气味传来, 与此同时, 大门开启, 金色的流光四溢, 伴随而来的是不雅于现有空间中金属性休息之地的浓郁灵气, 方才那一丝异样的味道, 历史间就在这股灵气中被冲淡得再也寻不到半点痕迹, 冷灵云愣愣地站在原地, 直到余红西连换了三声之后, 眼神才渐渐聚焦, 旋即便迎上余红西满是笑意的眸子, 灵云丫头啊, 可是被吓到了, 是啊是啊, 这里的金属性灵气竟然浓郁到这样的程度, 真是前所未见, 还有, 方才您的手法, 难怪您之前说演示了也没用, 不但需要那么快的手速, 而且还要配合口诀, 就是您愿意放慢了一点一点的焦, 灵云怕是也练不到您那样的程度, 冷灵云立刻点头如捣蒜地对余红西说着, 而一旁的金铜则是在心中暗暗吐槽自家主人的话, 就您现在的能力, 随便挥挥手就能造出一个九重锁灵阵, 还会将这样程度的金属性灵气放在眼里, 也就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镜主才会拿你的话当真, 余红西显然并不知道金铜的心声, 看着冷灵云那一脸崇敬的样子, 冷笑着开口, 让你这丫头说的好像真的有多了不起一样, 这一套手法啊, 你余白大哥也是会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是熟能生巧, 只要你愿意学, 余白一定会耐着性子教到你会为职, 冷灵云确实急忙摆手, 一副认怂的模样, 算了吧, 就算余白大哥有耐心教, 我还没有耐心学呢, 就算是熟能生巧, 想要练到您方才那般的手术, 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 而且, 放着您和余白大哥这样现成的熟人不用, 干嘛要去折腾自己啊? 冷灵云一边说, 一边认真观察着余红西的表情, 果然在他眼中看到了一抹如释重负,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但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冷灵云也不揭穿, 只是猛地伸手, 一手一个拉起金铜和余红西, 露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朝着门里跑去, 同时口中还喊着, 快点快点啊, 咱们进去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刻, 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 镜住余红西一瞬间微微皱起的眉头, 金之镜进地之中, 一行三人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 冷灵云发现这里除了浓郁的灵气之外, 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连金铜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应, 于是只得暂时这样, 再次回到入口的时候, 冷灵云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 引得余红西不解地问道, 怎么了, 可是哪里有什么问题? 冷灵云深深地看了余红西一眼, 深吸了一口气, 好像给自己鼓足了勇气, 然后才开了口, 伯父, 这里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说, 这里是最适合金铜晋级的地方, 可, 可是, 灵云丫头, 可是什么? 虽然我们接触的时间并不短, 但是在伯父心里, 对你的印象可一直都是坦率直言的, 怎么现在反而吞吞吐吐了, 都不像你了, 有什么事儿不妨直接说出来, 看见冷灵云犹豫不决的样子, 余红西的眉头都紧紧地皱了起来, 伯父, 这里一切都好, 我只是担心, 这里毕竟是金之镜的禁地, 而金铜晋级所需要的灵气又十分庞大,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1集 冷灵云的话才刚一说完, 余红西便摇头失笑道, 你这丫头啊, 这个问题不是早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就说好了, 怎么这会儿又提起来了? 你放心, 如果没有把握, 我怎么会带你们两个来呢? 作为金之镜的镜主, 这点小事儿我还是能够做得了主的。 主人, 你看镜主都说了, 你怎么还犹豫呢? 哪里有您这样的, 还把到手的好事儿往外推? 不再给冷灵云开口拒绝的机会, 金铜上前一步说道, 那眼神, 语气, 无不表达着此时他心中的哀怨。 气灵说的有道理, 晋级这样的好事儿, 哪有人会往外推的? 这事儿啊, 你听伯父的, 让他安心在这里修炼, 你只管好好在金之镜做客, 伯父保证, 等到他这边一有消息, 一定第一时间带你过来, 如何呀? 余红夕也在一旁帮枪, 可是, 冷灵云秀眉微重, 刚刚开口, 就再度被余红夕打断了。 如果你是因为担心他的安慰, 伯父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 整个金之镜, 除了我和你余白大哥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启那一扇门。 他一边说, 还一边伸手朝那扇 依旧闪耀着金光的大门处 指了指。 好吧。 冷灵云沉默了片刻之后, 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金童嘱咐着。 自己小心啊, 一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一定不能为了晋级而强行突破, 明白了吗? 金童听出了冷灵云话中暗含的意思, 笑着坚定地点了点头。 主人放歇, 金童还要回去照顾主人的。 得到肯定的答复。 冷灵云平静地站回到余红夕的身边, 轻声开口道, 伯父, 我们走吧。 嗯, 好, 灵云丫头, 你不用担心, 方才你也看过了, 这里并没有任何危险, 而且一旦禁地中有什么异常的动静, 我都会第一时间觉察到, 自然会立刻通知你的。 余红夕一边同他朝着来时的大门走去, 一边还不住地出声宽慰。 直到两人离开, 冷灵云看着面前渐渐闭合消失的金色大门, 才悠悠开口道, 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从禁地离开之后, 余红夕就将冷灵云送回到了药金阁, 不过他自己却没有多留, 只是交代了一番, 便好像有什么急事一样匆匆离开了。 冷灵云也没有在意, 缓步走出了一层大厅, 正想要找那个婉卿聊一聊, 却发现院子里一众小厮和丫头们, 正脚步匆匆地四下里张望着。 又想到方才竟主离开, 好像也有几分突然。 冷灵云不由地心生好奇, 几步走到距离他最近的一个丫头身边, 出声询问。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背对着冷灵云的小丫头, 原本正聚精会神地寻找着什么。 没有任何预兆的, 忽然听到自己身后冒出这么一个女声, 顿时吓了一跳。 妈呀! 这么一嗓子, 周围的人也都被惊动了。 怎么回事? 可是发现了什么? 众人一边发问, 一边纷纷围了过来, 但是却在看见小丫头身后的冷灵云时, 一个个都默契地愣在了原地。 差不多过了两个呼吸的时间, 才有一个侍卫模样的人回过神来, 大声吩咐身后的人。 快点去通知晚清姑娘, 就说人找到了。 他的话音落下, 外围立刻便有人快速跑了出去, 将面前的一切尽数收入眼中。 冷灵云多少也明白了几分, 看向发号施令的男人, 轻声问道, 你们难道是在找我? 除了您这样的贵客, 还有谁能让我们如此兴师动众? 您下次如果想要闲逛, 劳烦您提前找个人交代一声。 男子的脸色未变, 淡淡地看了冷灵云一眼, 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满。 冷灵云闻言, 眉头微微皱起, 虽然有几分不悦, 但是也体谅他们苦寻的心思, 耐着性子开口。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 不想却直接被侍卫模样的男子挥手打断。 您是贵客, 不用和我们解释什么, 就算您不习惯让人跟着, 至少也要让我们知道您大致的去向。 毕竟, 我们没有您这么尊贵的身份, 不但需要对您的安危负责, 而且还要和上面的人交代。 如果说方才的不满, 可能有负气和埋怨的意味, 冷灵云还可以理解。 那么现在, 虽然口口声声说着贵客, 但是不仅打断他的话, 还明朝暗讽地说辞, 摆明了他心中已经对自己有了强烈的不满。 而且显然, 这样的情绪,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找人的事就可以引发的。 那, 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冷灵云微眯着眸子, 目光略过这位侍卫模样的男人, 在人群中扫尸了一圈, 发现不只是这个男人, 其他人看着自己的目光中, 也隐隐带着一丝敢怒而不敢言的意思, 不由得心中冷笑。 哼, 看样子, 应该是有人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吧? 想到这里, 冷灵云的嘴角忽然勾起一抹冷笑, 轻斥道。 原来, 金之镜竟然是这样对待贵客的。 说实话, 这样的方式, 我还真是第一次领教, 不过倒也胜在心气, 所以我就不计较了。 不过,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搞特殊, 而且脾气也不如表面上看起来这般温和。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怕是不会这么好说话了呢。 冷灵云说完, 也不顾众人或错愕或震惊的目光, 转身往回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回头看着此时面色极其难看的视为男子, 挑眉开口。 对了, 就正一件事情。 方才我之所以开口并不是想要解释什么, 只是出于礼貌想要告诉你, 下一次如果我不见了, 不用如此兴师动众。 且不说这金之镜中还没有能够奈何我的人和地方, 就算我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觉得你们这些人有保护我的能力。 说到这里, 冷灵云微微停顿了一下, 看到视为男子已经是一脸铁青, 双拳也紧紧地坐着, 好像在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怒气。 然后, 冷灵云摊摊手, 一副不以为然地继续说道, 可能我的话直白了些, 不过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如果让你们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你们最好选择性地忽略, 因为如果和我较真的话, 最后倒霉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至于让我交代行踪的事, 你就更不用想了, 想让我主动汇报行踪, 你们恐怕还没有那个资格。 如果你们实在好奇的话, 也可以直接去问问你们的镜主大人, 他或者应该很乐意帮助你们。 冷灵云说话的同时, 也一直都留意在观察众人的表情变化。 不甘, 激动, 羞愤, 恼怒, 到最后的掩齐息鼓, 那叫一个精彩分成。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落下之后, 那个侍卫男子的周身狠狠的一阵, 脸色也猛得一白, 有些不确定地追问的。 你的意思是, 镜主大人带你离开的? 哼, 都说了, 你没资格问呢。 冷灵云痴笑一声, 嘴角弯起的糊涂, 怎么看都有一种嘲讽的味道。 刚要转身, 后面另一个做侍卫模样打扮的年轻小子上前, 口中大喝。 你太过分了。 一边说, 一边靠近, 貌似要与冷灵云动手, 却被围首的侍卫男子拦住了, 嘀吼了一声, 姨妃, 不得无礼。 楼大哥, 就算他是金之镜的客人, 可是这态度, 未免也太嚣张了, 你让我教训教训他, 不然他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到时候受苦的, 还是清洁。 年轻小子说着, 一脸气愤地狠狠瞪着冷灵云。 冷灵云听到他的话, 眉眼微微一闪, 心中冷笑。 果然是他。 然后, 抬眼向面前的年轻男子, 冷声开口。 嚣张吗? 说我嚣张的,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不过你要知道, 胸腹处更是一阵翻脚的剧痛, 几乎让人窒息。 鱼楼一边挣扎着起身, 一边震惊于这女人的实力。 要知道, 他们一脉修炼的可都是金属性, 别的不说, 一身防御力堪称变态。 没想到, 他不过是轻鸟淡写的一道气节, 便能将人重伤。 更可怕的就是, 这还不知道他有没有使出全力。 就在鱼楼暗自琢磨的时候, 一双精致小巧的绣花鞋, 出现在他的眼前。 抬眼看去, 正看到冷凌云那一张清澄绝丽的容颜, 只是此时那双灵动的水眸中尽是寒意。 见此, 鱼楼心中不由地咯噔一声,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吸上心头。 下一刻, 便见冷凌云红唇清起, 低声对他说道, 下次替人出头之前, 也最好打听清楚了, 不要被人当枪使啊, 当然, 也不排除你心甘情愿的可能。 不过, 是不是也应该亮令而行? 不然一不小心在家人心中的形象, 从英雄变成狗雄, 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冷凌云口中的话, 更是让鱼楼暗暗心惊, 急切地开口辩解。 你别乱讲,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看着他眼中的欢乱, 冷凌云面色平静地摇了摇头。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都没有丝毫兴趣。 只要你不招惹到我身上来, 我甚至不会多看你们一眼。 这一次就算是小长大戒, 全当是我给于白大哥一个面子。 如果再有下一次, 哼。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2集 冷凌云嘴角一扬, 缓缓伸出手, 在鱼楼惊恐的眼神中, 从他的掌心中生腾起一大团银紫色的火焰。 火焰出来的一瞬间, 整个药金阁的温度, 仿佛一下子都升高了起来。 就不要说此时距离火焰不足一米的鱼楼了, 来自于火焰的灼烧感太过强烈, 不过眨眼间, 便逼得他额迹的汗水大颗大颗地滑落。 当然, 不单单是因为火焰灼热的温度, 更多的还是惊吓。 毕竟, 如此恐怖的火焰悬在头上, 估计让谁都淡定不下来吧。 更何况, 还是专门克制他们金属性灵力的火焰之力? 鱼楼丝毫不会怀疑, 若是这火焰落下来, 自己会在眨眼之间被焚烧殆尽。 鱼楼咽了一下口水, 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等他再看向朗陵云的时候, 他已经收了手中的火焰, 蹲在鱼飞的身边, 用上有余温的手掌, 在鱼飞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满是警告的低语, 相信我, 再有下次, 招呼你们的便是我的紫银盛宴。 朗陵云说完之后, 便起身, 没有丝毫留恋地朝着小楼走去, 徒留下身后众人惊慌的目光。 这会儿, 朗陵云没有心思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而是静字在小楼里转了起来, 现在他的当务之急是要选一处住所, 虽然自己有空间可以随时回去, 但是毕竟是在金之境, 总不好忽然消失吧, 那样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了。 朗陵云轻叹一声, 脚步轻快地上到了第三层。 这里作为小楼的顶层, 无疑视线是最好的, 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到整个要金阁的风景, 自然是朗陵云的首选。 只是……可惜了, 三楼的房间并不少, 只不过大多都被用作他图, 书房、画房、琴房。 在冷陵云看来, 一些原本明明可以合并在一起使用的房间, 却被单独分离了出来, 而目测可以供人居住的只有两间房。 观察房中的陈列和摆设, 显然都还是有人居住的。 一间毫无疑问应该是于白大哥的, 而锦麟的一间, 房间中的用品颇为女性化, 是谁的应该也就不言而喻了。 见此, 冷陵云微微摇头叹息, 这女人的野心还真是昭然若揭呀。 片刻之后, 冷陵云退回了二楼, 并不是他有意向那个女人妥协, 只是他不愿意屈尊在 别人用过的房间里, 而重新整理一个房间居住, 又委实太过麻烦。 所以, 最后冷陵云在二楼, 选了一个偏僻角落里没人居住的房间, 动用水属性清洁术后, 满意地住了进去。 毕竟是少主的居所, 就算没有人住, 里面也是一应俱全, 该有的东西全都配置得很齐全, 这一点还是让冷陵云很满意的。 躺在床上, 冷陵云在脑海中构想着自己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 第一时间便否定了之前与晚清合作的想法。 冷陵云并不讨厌有手段的女人, 但是看不清形势就到处耍心机, 冷陵云就不待见了。 更恶心的是, 他竟然还利用其他男人对他的感情来搬弄是非, 给自己使绊子。 这样小家子去的女人配不上于白大哥, 冷陵云自然也不屑再与他合作。 排除了晚清可能给自己提供的帮助, 冷陵云重新将思路整理好, 再三确定了不会有问题之后, 转过身刚要休息, 便听到房门发出咣当一声巨响。 冷陵云秀眉顿时狠狠一皱, 冷声道, 看来你们并没有将我的话放在心上,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话音落下的同时, 手中一道银紫色的流光闪过, 直直地朝着房门的位置射去。 一道刺耳的女声惊呼, 划破了药金阁的宁静, 冷陵云闻声俐落地从床上翻身而起, 看向门口的位置。 紫银盛宴的力量太过惊人, 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束, 但是面对木制结构的房间, 其破坏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眨眼的功夫, 房门处便已经是一片火海。 炎紫色的火焰将那一整扇木制大门尽数包裹在其中, 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饶是如此, 以冷凌云还是可以透过灼灼的火焰, 准确地看清火焰中的情况。 只是入木见的并不是自己心中所想的人, 而是双眼紧闭, 脸色惨白的鱼飞。 看见她的一瞬间, 冷陵云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因为知道她不会有事, 所以冷陵云也没有急着收回银子圣焰。 随手丢出几张隔火符, 确定火势不会继续蔓延之后, 才不紧不慢地朝着房门处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戏谑地开口。 还真有胆大的, 看样子你们根本就没有将我的花往心里去啊, 这是急着上门求死呢。 冷陵云话音落下的同时, 刺耳的女声便再度响了起来。 啊,啊,杀,杀人了。 冷陵云皱眉, 闻声看去便看到站在鱼飞身后, 正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叫唤的婉青。 此时, 她哪里还有自己之前见到的温婉贤淑的模样, 花容失色地捂着自己的脸, 全身都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着, 根本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看着这样的场景, 冷陵云似乎能够想象出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着婉青的目光渐渐沉了下去。 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立刻收拾这个狠毒的女人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显然是这边动静太大, 已经惊动了其他人。 冷陵云沉默了一瞬, 然后嘴角微扬, 抬手祭出一道空间之力, 直接将前面还沉浸在恐惧中的渔妃完全包裹在其中。 此时在外人眼中, 已经完全察觉不到渔妃的存在, 不过渔妃却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外面的一切。 怎么回事? 很快, 外面便传来一声男子的低贺, 听声音, 这人正是刚刚在冷陵云手中吃了亏的鱼笼。 听到她的声音, 原本准备现身的冷陵云忽然来了兴致, 她想要看看, 这个叫婉青的女人, 究竟能将事情做到哪一步。 于是并没有急着出面, 而是直接将房间中的桌椅就近挪到门边, 一边品茶, 一边隔着火焰, 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 老大哥, 一声凄惨的痛哭声骤然响起, 冷陵云坐在椅子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婉青扑向鱼楼的方向, 手中端着的茶杯都是狠狠一抖, 心中暗骂了一句, 擦, 想不到这女人还是个戏精啊, 真是说来就来啊。 果然, 下一刻被她扑到之后, 明显手足无措的鱼楼, 那原本带着怒意的声音, 竟然奇迹般地平复下来, 甚至还奄奄透出一股温柔的味道, 一边拍着她的后背, 一边轻声哄着。 楼大哥在呢? 婉青, 这是怎么回事? 你先别哭, 快点跟楼大哥说说。 楼大哥, 都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非要进来找人, 一非他, 他也不会跟着过来, 也就不会。 婉青一边抽气着, 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 不过明显哭的时间比说话时间长, 以至于鱼楼根本就没有听清, 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不过, 因为他口中提及了于非, 再加上面前依旧烈烈燃烧的银紫色火焰, 终于让他心中猜测到了什么, 脸色骤然一沉, 将婉青从怀里拉了出来, 语气凝重地追问道, 婉青, 你说一非他怎么了? 还有这火,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一非他, 他? 说到这里, 鱼楼想起了之前那种受制于火焰的感觉, 忽然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很清楚, 被那霸道的火焰进身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于非难道已经? 婉青艰难地点点头, 然后一边乌液一边开口。 方才房门刚刚一打开, 里面忽然就冲出来一大团火, 于非, 他, 他就被大火给缠住了, 然后, 然后他, 老灵云听到这话, 正在喝茶的他, 嘴角弯起一抹淡淡的笑语。 果然呢, 这说一半留一半的本事, 用的还真是恰到好处呀。 心中叹了一句, 然后看了一眼被他陷置在空间结界中的于非, 只见他惨白的脸上, 一双眸子中满是纠结的, 看着哭得伤心不已的婉青, 口中还滴滴地轻唤着, 青青, 你, 你怎么会, 明明不是这样的, 不会的。 于依非不傻, 听到他断章取义的话, 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不过很显然, 他还是不太愿意相信, 他此时所看到的, 听到的一切。 足以见得, 这女人平素里装的还是很不错的, 冷凌云也没有出声提醒, 或者做点什么的打算, 继续坐在那里喝他的茶水。 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让人从心里幡然悔悟, 彻底认清事情的真相, 就算自己出面, 说不准还会因为已经根深蒂固的印象, 而被人反咬一口。 就像现在, 明明他才是救人的那个, 如果他就这么出去, 于非不但不会相信, 反而还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故意制造出来, 挑拨他们之间关系的手段。 所以, 静观其变反而更好。 你是说, 亦非退一惊。 沉默了好半声之后, 鱼楼才哑着声音开口。 此时落在后面的一众小丫头、 小丝们, 也陆陆续续地全都跟了上来。 看到面前的场景, 又听到鱼楼一句暗指意味极强的话, 历史就认定了心中的想法, 纷纷出声议论道。 天哪, 方才那女人就说过, 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就…… 有什么不敢的, 你们方才难道没见到她的实力? 就一下子, 咱们所有人都给先飞了, 连娄侍卫长都没有反抗之力, 说不准, 就连镜主都不是她的对手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3集 别瞎扯啊, 就算她再厉害, 这里也是咱们金之境的地盘, 哪里容得了她嚣张? 咱们这么多人, 就是实力不济, 好也能耗死她。 说得不错, 她也太放肆了, 竟然在咱们金之境里放火伤人性命, 这事儿必须要敬主出面做主。 娄侍卫长, 你赶紧下令吧, 我们这就去请敬主大人。 对, 请敬主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一时间群情激愤, 老林云已经完全变成了众矢之地。 老林云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 似乎已经料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依旧安安静静地品查, 将众人的反应一一收入眼底。 此时, 面对众人的声讨, 被限制住的于飞在空间结界中又是拍又是打的, 似乎想要说明什么, 可是众人却完全感觉不到她。 努力了好一会儿之后, 于飞渐渐安静下来, 视线一遍遍扫过众人, 又看了看一直抽气不停, 却并不开口解释的晚清, 眉头微微皱了皱, 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 而被众人点名催促的于楼, 则是面露难色, 神情间尽是纠结。 终于, 晚清停止了抽气, 一脸挨挽地开了口。 大家就不要逼楼大哥了, 里面这位姑娘可是静主的贵客, 她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因为不喜欢被人打扰, 虽然确实重了一些。 而且,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位姑娘只怕还会成为未来的少主夫人, 你们也知道她的实力了, 静主大人很喜欢她, 对她甚至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所以, 你们就不要闹了。 不然, 不但楼大哥为难, 而且即便真的将静主大人请来, 静主大人也不一定会将她怎么样。 毕竟, 如果不是依妃没有礼貌地乱闯, 一切也都不会发生。 至于依妃, 虽然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但是毕竟也是金之静的人, 我们就帮她立一个衣冠桌, 每年祭拜一番, 也不枉我们与她相识一场了吧。 一番话, 看似是在帮朗林云说话, 而且逻辑和言辞也都说得合情合理, 但实际上却是不断地在给朗林云拉仇恨直。 朗林云这才放下茶杯, 抬头看了站在人群中的婉青一眼, 然后又看了看空间结界中, 脸色铁青的, 好像吞了苍蝇一般的鱼飞, 嘴角的笑容越阔越大, 心中暗道, 说吧, 说吧, 现在你说得越多越是得意, 待会儿也就会摔得越惨。 还真是让人有些期待了呢。 不过, 等你的真面目被无情地揭开, 解剖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真不知道你那玻璃心的承受能力, 能不能经受得起啊。 朗林云正想着, 众人果然再度骚动起来, 这哪里只是下手重一点,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一非多好的人, 就这么说没就没了, 不过就是因为打扰到她休息而已, 这是什么理由? 不行,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就是就是, 这么狠毒的女人, 竟然还想要成为咱们金之静的少主夫人, 开什么玩笑, 那以后, 金之静要是落在她手里, 咱们不是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没有了? 到时候她一个不顺心, 说杀就杀了, 当我们是什么? 就算是下人, 也是有尊严的, 凭什么要任由她处置? 我不服。 对啊, 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人成为少主夫人, 今天这事, 更是不能这么随便就算了, 咱们这就去找静主讨个说法, 一非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楼大哥, 你有顾忌我们理解, 你不去, 我们去, 也省得你到时候左右为难, 就算是不能给一非报仇, 咱们也要把这女人从金之静赶出去。 对, 赶出去, 赶出去。 听着众人越来越激愤的情绪,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鱼楼脑海中想起那个女人曾经提醒她的话。 下次替人出头之前, 也最好打听清楚了, 不要被人当枪使。 鱼楼不得不承认, 她心中确实是喜欢满清的, 但是这份喜欢, 还不至于让她失去判断能力, 尤其是在她与冷凌云接触过之后, 她并不认为冷凌云会做出这样的事。 虽然从她嚣张的态度上看来, 做出杀人放火这样的事并不是不可能, 而且她之前也确实放出过这样的话, 是她做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这一刻, 她莫名的就是打心里排斥这种可能, 或者说, 她觉得, 像冷凌云那样的人, 应该不屑于做出这样的事。 毕竟, 方才她在外面的时候, 不论是举动, 还是言辞上的挑衅, 从哪方面来看, 都要比于飞开门打扰的事要严重得多。 即便那样, 冷凌云也不过就是动手警告了一番,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 如果冷凌云真的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嚣张的话, 没道理, 方才还隐忍着, 等到现在才下杀手。 就算之前在外面, 她就完全可以将他们全都杀了, 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婉清的话, 却怎么都有一种暗中挑拨的嫌疑。 在想到自己过来找冷凌云之前, 婉清的一番话, 心就更是沉了几番, 难道婉清真的被冷凌云说中了吗? 想到这里, 鱼楼看了一眼面前柔柔弱弱的婉清, 目光微深。 就在鱼楼琢磨的功夫, 众人便已经推推嗓嗓地朝着楼外走去, 而婉清却没有半点阻拦的意思, 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原地, 头垂得很低, 让人看不清表情。 鱼楼眼中情绪翻涌, 明明灭灭地挣扎了好一会儿之后, 终于在众人走出视线范围之前, 开了口。 大家等一下, 楼大哥, 你不会是想要阻止我们吧? 如果是的话, 你就不要开口了, 这事儿是一定不能就这么算了的。 不等鱼楼说话, 人群中率先有人开口, 回绝了他可能的阻止。 大家放心, 我叫住你们并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应该都知道, 鱼飞是我的好兄弟。 远的不说, 就是方才在外面, 还是鱼飞主动站出来, 帮我们打抱不平。 他出事了, 我自然也是要为他讨回公道的。 鱼楼摇了摇头, 沉声说道, 说话的同时, 还一直在观察着 面前婉清的动作。 果然, 在说到讨回公道四个字的时候, 明显看到他肩膀颤动了一下。 鱼楼眉头微皱, 没有立刻表示出来, 反而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叫住大家, 不是为了别的,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考虑。 你们想想看, 如果说, 依飞不过是因为开个门, 就被他一把火给烧死了, 那我们呢? 可是已经在这门口, 七嘴八舌地说了好一会儿了。 按理说, 应该是我们打扰他更多一些吧? 谁能保证里面的人听不到我们谈话? 可是却没有半点动静。 而且, 你们看看这火, 从我们过来的时候,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没有扩散, 也没有熄灭, 你们不觉得诡异吗? 你们可以大胆地猜一猜, 里面那个女人, 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如果她知道你们要去找静主告状的话, 又会怎么做? 鱼楼的这番话说完之后, 众人全都沉默了, 整个药金阁都是一片鸦雀无声, 甚至安静地可以听到吞咽口水的声音。 两久之后, 终于有人大着胆子开了口, 楼大哥,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还有胆子, 将我们都弄死不成? 谁知道呢? 不过如果是我, 杀一个人也是杀, 杀一群人也是杀, 尤其是为了维护自己在静主心中的形象。 你们说, 他会不会直接一把火, 将整个药金阁都烧了, 然后说成是自己不小心? 那样本就喜欢他的静主大人, 又能将他怎么样呢? 所以,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等待我们的决定, 所以我才会阻止你们离开。 鱼楼这么一说完, 众人只觉得脊背发凉,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岂不是刚刚在鬼门关上转了一圈? 楼大哥, 他真的敢这么做吗? 这一次开口的是婉青, 明显可以听出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这个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毕竟是你亲眼看见伊妃被他烧死的。 鱼楼痴笑了一声说着, 此时看到婉青的反应, 他几乎可以确定了, 虽然这火做不了价, 伊妃很可能真的是被烧死了, 只是过程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恐怕就有待伤鹊了。 我, 我确实是看见伊妃, 他被火焰攻击, 说不定真的就像楼大哥说的那样, 要不然, 这火为什么一直都这么诡异, 他, 他可能真的会对我们下手啊。 婉青自顾自地说着, 下意识开始朝后面退去, 眼中带着惊恐。 我的天哪, 楼, 楼大哥, 那, 我们怎么办? 如果我们方才的话, 真的都被他听到了, 他, 还会放过我们吗? 人群中有人吞咽了一下口水之后, 犹豫地开口询问。 这个问题, 你们问错人了, 我又不是当事人,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清楚啊。 于楼说着, 朝着银紫色的火焰后面看了一眼, 不过可惜, 因为有火焰的阻挡, 他什么都看不到。 那, 那楼大哥, 你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就这么耗下去吧。 万一, 万一他一个不痛快, 把咱们都弄死了, 怎么办? 后面的话开口的人, 小心翼翼地藏在心中并没有说出来, 生怕因为自己的话, 而提醒了房间里正在关注着他们的女人。 楼大哥, 要不咱们做个保证, 或者发个誓怎么样, 只要咱们不将依妃的事说出去, 不就行了? 反正本来也是个意外。 鱼楼的目光顺着声音锁定在开口之人的身上, 赫然是已经退到人群之中的晚清。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集, 就在他准备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房间中忽然传来冷凌云清悦, 而带着玩味的话。 哦?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之前可是说了, 方才那个小子是为了救你才被烧死的。 现在你却连个公道都不愿意为他讨回来, 不知道那小子会不会被你气得死不瞑目呢? 说话间, 冷凌云缓步从火焰之中走了出来, 朝着空间中已经抓狂的于妃看了一眼, 然后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震慑人心的火焰中, 一身的风姿清华桀骜, 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胡乱取人性命的人。 你, 你胡说, 哪里是我不想为他讨回公道, 分明就是…… 晚清看见冷凌云出来, 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直到确定自己被众人包围在中间, 这才开口反驳。 哼, 分明就是什么, 怎么不说了, 难道你怕我吗? 不对啊, 你要是真的怕我, 之前做这些事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想自己的下场呢? 冷凌云看见晚清的样子, 毫不客气地笑着反问。 我做什么了, 火明明就是你放的, 与我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敢否认不成? 冷凌云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晚清的眼中快速闪过一丝 做坏事被发现的惶恐, 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 与冷凌云对峙。 冷凌云却好像听到极为好笑的事情一样, 嘴角弯起愉悦的糊涂, 挑眉看着他, 否认? 我为什么要否认? 难道不是我, 你还有本事驾驭这火不成? 冷凌云一边说着, 一边随手在一旁的火焰中轻抚了一下, 然后,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中, 便清楚地看见一小团火焰, 好似讨好一般, 顺势依附在冷凌云鲜白的御手之上, 任由他把玩着。 看着众人瞠目结舌的样子, 冷凌云嘴角的笑意更甚, 对着脸色惨白的婉青逗弄道, 要不借你试试? 说着, 还把手往前伸了伸, 那样子好像真的要将手里的火焰抛过去一样。 不, 不要, 我不要死, 楼大哥, 救, 救我。 晚清像是被冷凌云的举动吓到了, 惊叫一声, 立马拉住周围的两个人, 颤颤巍巍地躲在两人身后, 同时还朝着鱼楼大声地呼叫。 而被他抓住的两人, 先是愣了一会儿, 待到反应过来之后, 心中原本对晚清的好感, 顿时消失全无, 齐齐立声喝道。 你快放手。 奈何晚清发了狠,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两个大男人与他拉扯了半手, 硬是没有能够将他拉开。 最后, 还是被点了名的鱼楼, 神色复杂地站定在晚清身边。 你不想死, 别人也同样不想死, 你可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鱼楼似乎通过他的表现, 已经将之前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原个大概, 所以此时他的声音中带着浓浓的痛心和失望。 听到鱼楼的声音, 晚清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瞬间便松开拉着两人的手, 同时看到众人对他排斥的眼神, 急忙白手解释。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被吓到了, 你们相信我, 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我只是太害怕了, 他一定是故意想这样做, 让我出丑的。 说到最后, 竟然还捂着脸哭了起来, 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真是好不让人心疼。 见此, 历时便有人心软下来, 就连方才被晚清拉住挡在身前的两人, 看着晚清的目光中, 也染上了挣扎之色。 就在这时, 安静的药金阁中, 却突兀地传来一记嘲讽的笑声。 你是想说我故意针对你, 是吗? 不论是实力, 还是颜值, 甚至就连静主的态度, 我哪一点会输给你? 真不知道,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朗铃云的一句话, 似乎是戳中了晚清的软肋, 只见她的眼中极为快速地闪过一丝记恨的光, 然后, 立刻又做出委屈的小媳妇模样。 是, 我是什么都比不过你, 我也并没有想过要和你比,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守着药金阁, 并没有想要和你争什么, 可是, 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 将一妃的死再挡到我头上? 我知道, 你不想在静主和少主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那我又何其无辜? 我…… 她的这番话一出口, 众人也不由地在心中多想了几分。 要知道, 晚清的身份, 大家都是心知动明的。 而这新来的女人, 据说是未来的少主夫人, 那么如果想要耍手段除掉晚清,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这么想着, 一时间众人看着老连云的目光也变了味道。 老连云扫视了一圈, 将大家的神色尽数收入眼中。 此时他们看向她的眼神, 分明与看心机表的目光无异呀。 就连鱼楼的目光中都带上几分狐疑之色, 不得不说, 晚清方才的一番话, 还真是起到了翻盘的效果。 朗连云都不得不在心中为晚清的机制和谋算点赞, 只是……可惜了。 就在冷连云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敏锐地觉察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正在靠近。 看了晚清一眼, 心中冷冷一笑, 越来越有意思了, 还真是让她有些期待, 不想这么快结束了呢。 这样想着, 冷连云看了一眼空间结界中, 正看向她露出哀求之色的鱼飞。 淡淡地别过头, 为了自己的恶趣味, 看样子暂时还不能放她出来了。 几下清脆的鼓掌声响起在众人耳中, 大家一脸错愕地看着从火焰中款款而出的美丽女子, 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 在众人的瞩目中, 冷连云开口了。 不错啊, 脑子转得够快, 一环又一环衔接紧密, 最重要的是演技还在线, 难怪能在药金阁中占有一席之地啊。 不过可惜了, 你不该对上我, 因为你不管怎么做, 最终都赢不了我。 冷连云刚刚说完, 晚清便一脸无辜地开口。 你这是承认, 一切都是你做的了吗? 此时她的声音, 不同于之前的轻柔, 反而透着几分尖利刺耳, 回荡在药金阁中, 久久不去。 朗连云嘴角忽然扬起一抹邪笑, 就连眼中都渐渐染上了一层邪似的幽光。 承认什么? 承认于一妃是我杀的吗? 难道你还想否认吗? 你之所以这样做, 并且费尽心机地, 想将所有事都推到我身上, 就是想要名正言顺地, 将我从药金阁中赶出去吧, 你好歹毒的心思。 此时晚清一改之前的畏惧, 说话的底气越来越足, 甚至已经演变成红果果的致吻。 哼, 怎么, 现在不怕我了吗? 这么跟我说话, 就不怕我脾气上来, 一下子把你弄死? 毕竟, 你可是亲眼看见我烧死了一个人的, 还是说, 你现在已经有恃无恐了? 冷凌云轻笑了一声说着, 同时目光若有似无地朝着三层的某处扫了一眼。 满清文言, 目光先是出现片刻的躲闪, 然后才平复下来, 一脸正色地开口。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有恃无恐? 难道我怕你, 求你, 你就会放过我吗? 反正, 横竖都是一个结果, 我还不如畅所欲言, 将事实的真相说出来, 这样也总好过一个人委屈。 哦, 原来是这样, 既然你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总不好让你失望的。 冷凌云说着, 舌头在烟红的唇瓣上轻舔了一下, 颇有几分跃跃欲试的兴奋。 然后便见他手掌平斩, 猛地一个翻转, 刹那间周围的空气 好似受到某种莫名的吸引一般, 逆时针旋转出一个漩涡。 原本还在冷凌云身后 灼灼燃烧的银子盛宴, 顺着漩涡的轨迹, 缓缓汇聚到冷凌云的手中, 越聚越大, 越来越亮。 紧接着, 冷凌云抬眸锁定了晚清所在的位置。 晚清似乎意识到不妙, 立刻想要移动身体, 却发现他根本就动弹不得。 仓皇间, 晚清对上冷凌云的毛子, 此时那双眼中尽是森冷而是血的光。 一瞬间, 晚清只觉得自己就像是被锁定的猎物一样, 心瞬间便凉了半截。 你… 你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 晚清立刻开口, 想要说些什么来震慑住冷凌云。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冷凌云手中那一大团火球, 便已经朝他所在的位置丢了过去。 呼拉一下, 原本围在晚清身边的人, 眼见着力量恐怖的火球袭来, 瞬间坐鸟受散。 与此同时, 于红夕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凌云丫头, 使不得啊! 闻声, 冷凌云并没有任何惊讶, 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存在一般, 甚至连眼神都没有移动过半分, 只是定定地站在原地, 看着晚清毫无形象, 歇斯底里地大叫。 等到于红夕出现在二层, 看到晚清虽然被火圈围在其中动弹不得, 但是周身并没有半点损伤的时候, 悬着的心这才终于放了下来, 看着冷凌云摇头无奈地指了指, 你呀你, 伯父还真以为你要动手啊。 冷凌云秀眉一条, 戏谑地眨了眨眼睛。 伯父说得没错, 我是要动手的, 只不过不能让他死得这么便宜就是了, 冷凌云的话, 让在场包括于红夕在内的所有人皆是一愣, 倒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的晚清, 第一时间向于红夕求救。 静, 静主, 您都听到了, 他不但杀了于妃, 现在还想杀我, 还请您给晚清做主啊。 于红夕看了晚清一眼, 然后又看了看朗凌云, 轻声问道, 凌云丫头, 你真的要这么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5集 冷凌云不在乎众人惊诧的目光, 平静地点了点头。 嗯, 我的意思很明显, 我要他死。 这种人, 今天会拉着一个无辜的人替他挡住危险, 谁能保证明日他拉的不是自己的亲人? 伯父, 你赌得起吗? 面对冷凌云的质问, 于红夕一时间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确实, 如果身边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无疑相当于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让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遇到危险, 实在是太可怕了。 看到静主的犹豫, 晚清立刻出言辩驳。 静主, 这一切都是他凭空编造的, 你们来之前, 他明明都已经承认了, 就是他傻了一非, 他还想要嫁活给我, 目的就是为了独占少主的宠爱。 哦, 对了, 之前他还想杀了我们所有人灭口的, 这一点大家都可以作证。 静主, 他说的全都是假的,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不然, 无太一非死不瞑目, 整个金之境都会跟着一同蒙羞的。 反清的话音落下之后, 四下里也断断续续响起了附和的声音。 于鸿西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 确实是对老铃云颇为不利, 事宜也不好太过偏袒, 看向老铃云皱眉问道。 铃云丫头,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说? 怎么说? 我觉得这件事, 只有当时在场的人才有发言权吧。 至于其他人, 难免因为受人言辞诱拐, 而做出什么不理智的决定, 所以还是不要取心为好。 冷铃云耸了耸肩膀,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当时在场的, 只有我们三个, 而依妃又已经被你害死了, 现在我们各执一词, 你这样说, 明摆着就是想要静主为难啊。 晚清立刻开口驳斥。 不为难, 有什么好为难的? 虽然我们各执一词, 但是你也说了, 当时在场的一共是三个人不是吗? 所以不论如何, 肯定都会有一个结果的。 朗铃云瞥了他一眼, 然后又将目光放到静主身上, 似乎在征求他的同意。 这, 不, 不可能? 难道你还能让死人出来说话不成? 于飞甚至连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不, 我不信。 一定是你又想耍什么手段? 静主大人, 你一定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晚清立刻双目远征, 脸上写满了慌乱。 朗铃云却笑得灿烂。 我自然而言之后, 我自然是没有让死人活过来的本事。 不过, 从始至终都是你一个人在说我杀了于飞, 我何时承认过? 你是说, 你是说于飞他没有死吗? 可是真的, 他在哪里? 什么? 于飞他没有死? 不可能。 老铃云的话音刚落, 立马就有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开口的分别是鱼楼和晚清, 不过两人的语气却是截然不同, 一个惊喜, 一个惊恐。 同样都是质疑, 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伯父, 相信您应该能从中分辨出来一些什么吧? 朗铃云在两人之间来回打亮了一眼, 然后将目光转向一旁的于红夕。 此时, 于红夕面色微沉, 显然是看出了一丝端倪, 但是却并没有直接挑明, 而是看着朗铃云笑得一脸的无奈。 你这丫头, 别疲了, 明明就有立刻弄清楚事实的方法, 却偏偏还一直藏着掖着的。 快点说吧, 人在哪儿呢? 我 冷凌云刚要开口, 便听到婉卿尖利的声音猛地响起。 庆主大人, 他撒谎, 我明明亲眼看见那银紫色的火焰朝着我。 依妃, 不可能还活着, 他根本就是想炸我, 在公寓这么说的, 您不要相信他。 他说话的同时, 伸手指指着冷凌云, 脸上的表情争鸣可恶。 见到婉卿的举动, 冷凌云冷冷看了他一眼, 我不喜欢有人伸手指着我。 话音落下的同时, 原本围成一圈, 安安静静将婉卷在其中的银子上宴, 似乎受到某种刺激一样, 猛地窜了起来, 不偏不倚, 正好就烧在婉卿那一根伸出的手指上。 啊,啊! 凄厉的哀嚎声回荡在药金阁,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敢当着镜主的面公然行凶。 可是众人再怎么不信, 她却已经错了。 好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银子盛宴只是烧光了婉卿的一根手指后, 便停下了。 在众人的注视中, 婉卿满脸的泪痕与惊恐地看着朗凌云, 一边不住地颤抖着。 现在, 她哪里还有半点与朗凌云针锋相对的勇气? 此时在她眼中, 朗凌云就是一个魔鬼, 一个她根本就惹不起的魔鬼。 朗凌云的脸上却是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 平静地开口。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休息火属性脾气有点急, 尤其是见不得有人指着我。 每到这个时候, 火焰就容易不受控制。 相信晚清姑娘这么善解人意, 应该是可以体谅的哈。 朗凌云的话虽然是这样说, 可是此时却没有人真的相信 她的火焰会失控。 不说别的, 但是这只烧了一根手指的精准控制, 就可以肯定不是任何一个火属性的修炼者都能做到的。 只不过, 见识了朗凌云说动手就动手的性子之后, 在场却没有一个人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晚清这一次, 真的是被朗凌云逼得走投无路了。 此时说也不敢说, 动也不敢动, 甚至身边连一个帮她说话的人都没有, 只得将目光投向了净主。 净主大人! 这一声患得, 当真是七晚哀怨, 不知道的怕是会以为, 她的冤屈下一秒就会赶天动地, 引得六月飞雪了。 凌云丫头! 净主眉眼微尘地患了冷凌云一生, 那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冷凌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口中嘀咕着, 就这么几招啊,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原来不过如此。 行了, 左右也没什么意思了, 不玩了。 话音落下, 众人便见冷凌云随意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令众人诧异的事情便出现了。 就在他们目光所及的房门处, 凭空出现了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被死亡的余丝飞。 此时, 她除了那张脸, 阴沉得可怕, 浑身上下连半点伤痕都没有, 很难让人将她与被火焰焚烧的情况联系在一起。 一拳猛地捶在于飞的肩膀上, 神情间满是激动地说着, 楼大哥, 你轻点, 没事也被你打出事了。 于飞原本目光正死死地锁定在婉青的身上, 被于楼一拳砸回了神志, 捂着肩膀闷哼一声蹲了下去。 同时忍不住抱怨着。 一飞啊, 楼大哥一时有点激动, 手重了点, 你多担待啊。 于楼倒是没和他计较, 挠了挠头笑着说了一句, 看着两人还有说下去的架势, 敬住轻咳两声, 打断两人。 行了, 你们两个想要续旧, 以后有的是时间。 于飞, 你先来说说, 你们之前究竟是怎么回事? 随着敬主的声音落下, 周围一时间真落客闻, 众人的目光全都定在于飞身上, 等待着他的回答。 楼大哥, 经过这一次我才知道, 什么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之前这位姑娘说得没错, 一直都是我们太上, 被人当成枪使, 还由不自知。 于衣飞冷笑一声, 看似是在与鱼楼说话, 但是任谁都能看出, 他目光看向的人正是婉轻。 这番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真相, 但是谁又能听不出其中的意思呢? 这一句直接就坐实了, 说谎的人是婉轻无疑了。 我,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 所以你才会被蒙蔽了, 我没有说谎, 明明放火的就是他。 即便到了这样的程度, 婉轻还是在极力辩驳, 因为他太清楚, 一旦今天的事情被落实, 那么他以后所有的一切就都毁了。 原本我还想念在楼大哥的面子上, 给你留几分尊严, 没想到直到现在, 你竟然还是执迷不悔。 那就不要怪我了。 于衣飞一脸饥讽地说着, 然后目露坚定之色, 缓步走到镜主面前, 恭敬地行了一个礼, 才缓缓开口。 镜主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 我们被这位贵客教训了一番之后, 满清匆匆赶了回来, 听到我们说人已经回了要经格, 连说什么都要进楼寻人。 楼大哥不放心, 让我陪在他身边。 我们一路从三层开始往下找, 一直找到这里, 房门是被婉清一脚踢开的。 我当时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所以就只是站在他身后, 可是却不想一阵灼热的气浪袭来。 我刚伸出手想要拉婉清躲避, 却被他一把拉住, 然后只觉得身子一晃。 等我回过神来, 入目的便已经是这位贵客银紫色的火焰, 直接朝着我的面门扑了过来。 当时我一度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可是等我睁开眼睛才发现, 自己竟然在一个诡异的地方, 那里是透明的, 我可以听到和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但是你们却看不到我, 也听不到我。 原本我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从你们的对话中, 我才渐渐理清了事实。 原来在发现危险的第一事件, 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温婉善良的婉清, 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了出去, 给他做挡箭牌。 至于最后, 我为什么会安然无恙? 这个问题, 恐怕还是要询问这位贵客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集, 于飞说明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同时目光带着善意和感激地看向冷凌云。 听完她的描述, 整个场面鸦雀无声, 鱼楼一脸怒涩地瞪视着婉清, 愤愤地吼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义飞与你无怨无仇, 甚至一直将你当成姐姐护着, 你竟然就这样对她? 我糊涂啊, 错信了你这样的女人, 我竟然还让她跟着保护你, 险些就害了她的性命。 面对鱼楼的质问, 宛清再也顾不得断指的疼痛, 抓住于飞话中最后的疑点为自己开脱。 楼大哥, 我, 我没有, 你相信我, 那火焰的力量, 你们也能感受得到, 那样的力量一旦接触上, 怎么会毫发无损? 还有, 他口中说的什么诡异的空间, 一定都是他搞的鬼, 他故意想用这样的方式取得依飞的信任, 然后借他的口来陷害我, 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圈套, 你们要相信我。 众人神色诡异地看向于飞, 目露迟疑之色, 就在这时, 冷连云缓步上前轻笑一声。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好, 我一定让你死得明目。 花烟落下之后, 冷连云伸手在婉清面前的火焰中拨弄两下, 抬眼看着婉清问道, 你面前这些火焰的力量, 你已经亲自试验过了, 想必还是认可的吧。 婉清搞不清楚, 面前的人究竟想做什么, 一边色缩着抱紧自己的身子, 一边惶惶不安地发出警告, 你, 你想要做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啊, 所有的问题解释清楚之前, 如果你杀了我, 就等于是你心虚, 所以, 才杀人灭口的。 放心好了, 我既然说了要让你死得明目, 在解释清楚你所有的问题之前, 绝对是不会杀你的。 不过解释清楚之后嘛, 那就另当别论了。 朗林云说完, 还在心中补充了一句。 说完, 鲜白的玉纸穿过火焰, 用一根手指抬起婉清的下巴, 一脸淡淡的笑意, 用一种轻柔的声音哄道。 乖, 回答我的问题。 你,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婉清被老林云这样反复无常的态度, 折腾得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试图挣脱开朗林云的手。 但是朗林云看似娇弱的手指却力道十足, 宛如铁钳一般死死钉在他的下巴上, 就是不松手。 摇摇头, 有些惋惜地开口道。 你说的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呢。 这张小脸还是挺漂亮的, 难道你想让我用它再验证一下吗? 朗林云说着, 嘴角的笑意愈发灿烂, 眼中的神情却是一点点冷了下去, 同时手臂也一点一点地往回缩。 婉清心中一凉, 此时她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再不开口, 下一刻这女人真的会用自己的脸。 想到方才手指上传来的疼痛, 婉清立刻喊道, 不要, 我说, 我认可, 我认可啊。 老连云这才满意地松开了手, 转头对着鱼楼开口道, 现在你将手伸进去。 完全是命令的口吻, 没有一点转环的余地。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婉清立刻又叫唤了起来, 老大哥, 不要啊, 你看到了吧, 这个女人分明就是不安好心, 但是要害你啊, 你不能听她的话, 不……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冷凌云目光一冷, 回头瞪视一眼, 口中吐出两个字, 过躁。 随着两个字出口, 婉清便再也无法发出声音了。 冷凌云又看了鱼楼一眼, 微微挑眉说道, 你不是想知道啊, 鱼飞为什么没有被我的紫妍圣燕所伤吗? 现在我告诉你, 你也同样可以, 怎么, 不想试试吗? 这一次轮到鱼楼诧异了, 反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的诧异。 你是说我, 我也可以不被这火焰所伤? 不错。 老凌云说着, 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催促着她行动。 灵云丫头, 你这火焰的力量连我都不敢妄动, 万万不可而戏啊。 就在众人将目光汇聚到鱼楼身上的时候, 敬主于鸿夕终于开了口。 伯父放心, 冲着于白大哥, 我也不会在金之镜故意闹事的, 不然哪还会等到现在啊? 冷凌云抬出了于白, 这才让于红夕眼中的狐疑淡去几分。 好, 我是。 就在这时, 鱼楼声音传来, 然后便见她大步上前, 站定在银子盛宴之前, 左手钻拳猛地抬起左臂, 放入银子色的火焰之中。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银子盛宴仿佛有灵性一般, 绕开她的手臂并没有伤其一分异好。 竟然是真的,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鱼楼一脸惊喜地看着自己在火焰中穿过的手臂, 惊呼出声。 其实很简单, 还记得当时我将你们击倒之后, 曾经靠近过你们两个吧? 当时便觉得以你们两个的性子, 说不准还会一时冲动对上我, 所以便多给了你们一次机会。 朗凌云耸了耸肩, 说得极为轻松。 你是说, 我们之所以不怕你的火焰, 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 便在我们身上动了手脚。 鱼飞一脸诧异地上前冒出一句, 咳咳, 什么叫在你们身上动手脚? 好像我要害你们一样。 朗凌云轻壳两声, 显然对他这种表述有些不满意。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嘴笨, 就是没想到你会在那个时候就想那么远, 我…… 被朗凌云这样一说, 鱼飞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说法有问题, 急忙解释, 生怕会惹他生气。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用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看另一位当事人的意思吧。 朗凌云说着, 将目光转到已经被他见生的婉青身上。 只是, 被他这么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 婉青就感觉到自己又可以开口了, 立刻出声反对。 你们, 不要这样就被他蒙蔽了, 这本就是他的火焰, 在早就有准备的情况下, 他当然可以控制。 可是你们别忘了, 当时我们是忽然闯进房间的, 他根本就来不及准备, 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做不得数。 让你这么一说, 看来我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 要不然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朗凌云说完, 冷笑着看着婉青。 婉青脸色猛的一变, 不知道因为没想到朗凌云会这样说, 还是害怕还原当时的场景, 总之此时的脸色很是难看。 见他不语, 朗凌云继续笑着说, 你若还是有顾虑, 我倒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 保证你见识过之后, 绝对不会再有任何意义。 怎么样, 要不要试试? 试试就试试。 婉青也算是破釜沉招了, 哪怕有一丝希望也不能放弃, 不然就彻底没希望了。 好。 朗凌云应了一声, 嘴边勾起一抹是血的笑意, 然后束手轻轻一挥, 婉青以及他周围的银子盛宴尽数升腾而起。 感觉到这样的变化, 婉青立刻惊了, 脸上的血色瞬间便退了个干净, 惊呼出声。 你要干什么? 你不能动我! 放心, 你说来说去, 不就是质疑我对于火焰的操控能力吗? 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 如果你除了那根手指之外, 周身上下出现半点损伤, 就算我输。 冷凌云的话音落下, 周身气场全开, 一股同样叫嚣着磅礴力量的银子盛宴, 不断朝着半空中的婉青飞去。 围绕在婉青的周身, 缠绕、包裹、腾挪、拉扯, 每一次变化都会与婉青为中心, 组成一幅让人耳目一新的绚丽画面, 让下面的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 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姑娘, 对于火焰的控制力, 已经达到何种恐怖的程度? 能够将火焰玩成这样的人, 想要控制火焰不伤人而已, 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不知过了多久, 下面的众人仿佛看到一场绚烂的流火盛宴, 可是身为当事人的婉青, 却感觉糟糕透了。 银子盛宴虽然没有伤到她半分, 但是那灼热的温度, 却一直都炙烤着她的周身, 她甚至有一种感觉, 火焰虽然没有在她身体表面上留下什么痕迹, 但是却已经深入到她的体内, 好像已经将她身上的水分都蒸发了个干净, 不然她怎么会嗓子干涩到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呢? 正想着, 婉青整个人忽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道, 从半空中坠落下来, 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朗灵云缓步走到她落下的地方, 抬手间一股无形的气劲 将婉青扶了起来。 朗灵云上下打量她一番之后, 满意地点点头。 嗯, 我就说嘛, 不会退步的。 别说我在她们身上留下过火焰气息, 紫银盛燕根本就不会攻击她们。 就算我什么都没做过, 凭借我对火焰的操控, 一样可以保她们安然无恙。 你现在可愿意承认了? 面对冷灵云的质问, 婉青原本还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最后张了张嘴, 什么都没说出来, 便双腿一软跌坐在地。 这一刻的婉青, 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 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了翻盘的机会。 目光都空洞了起来, 甚至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口中絮絮叨叨地说着。 为什么? 我一直都那么努力, 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足够优秀, 能够配得上少主。 可是你一来, 毫不费力就挤掉了我的位置。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呢。 说完便浮在地上, 呜呜地哭了起来, 算是彻底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时, 众人看着她的目光很是复杂, 同情, 惋惜, 哀叹。 而看向朗陵云的目光, 则一改之前的憎恶与恐惧, 变成了懊悔和躲闪, 似乎有些不知道应该要如何面对她。 朗陵云却对众人的态度视而不见, 对镜主于红夕摆摆手。 伯父啊, 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那我就回去休息了啊。 一边说着, 一边转身朝着房门进会的那间房间走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7集 丁云丫头, 等等, 余红夕出声叫住了她。 怎么, 伯父, 您还有事? 朗陵云止步, 回头有些不解的开口。 陵云丫头啊, 今日的事是伯父疏忽了, 让你平白受了这么大委屈, 伯父这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呀。 不过, 不过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一切都是因晚清而起, 自然就不能这样轻易做吧。 这样, 伯父将它交给你处置, 全当是给你出气, 如何? 伯父的好意我心领了, 至于出气就不必了, 不过是看了一场戏而已, 心情还不错, 何来的气可处呢? 至于他要怎么处理, 陵云就不插手了, 毕竟是金枝镜的家务室, 岳祖带袍, 向来都不是我的风格。 朗陵云浅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便再次挪动了步子。 这…… 于红夕还想再开口, 但是却还是有些吃不准朗陵云的性子, 刚开了口, 却不知道后面的话应该要如何说, 只得善善地住了口。 眼见着朗陵云一脚要跨进房门的时候, 鱼楼却开了口。 凌云姑娘。 嗯? 你有事? 冷凌云回头, 此时眉宇间已经隐有不耐之色。 凌云姑娘, 这房子都已经这样了, 怕是不能住了, 要不再让人帮你重新收拾一间吧。 鱼楼说着, 指了指面前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房门。 啊, 没事, 我对住的地方不挑剔, 而且这样也挺方便的, 正好也省得再有人来打扰我了。 朗陵云话音落下的同时, 银子盛宴从她的指尖窜出, 如同众人来时一般, 将房门所在的位置再次包裹在其中。 在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朗陵云抬步走了进去,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一般, 回头看了鱼楼和鱼衣飞一眼, 提醒道, 对了,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 我在你们身上留下的火焰气息, 只能有效地阻隔一次紫银盛宴的力量, 所以你们懂得, 千万不要乱碰哦。 说完之后, 朗陵云俏皮地眨了眨眼, 然后便镜子走进了房间之中, 我的天哪, 竟然就这样走了? 人家姑娘那是大度, 你没听她和静主的对话吗? 人家根本就没把这事往心里去呢, 反而是当成看戏, 难怪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反击。 不错不错, 有实力有实力, 要模样又有模样, 最重要的是还有分寸, 有度量, 怪不得静主大人中意她, 要是我呀, 也想娶这样的女孩当儿媳妇啊, 就你呀,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 给你当儿媳, 你应该回去看看 你家祖坟上有没有冒青烟。 我呸, 就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怎么也比你连个儿子都没有得强。 你…… 一时间众人的议论声和笑骂声, 扫平了方才沉重而压抑的气氛,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之前。 好了,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仅限于药金阁内, 如果传出去, 让本静主查到, 休要怪我不留情面。 静主于红夕一脸正色地 打断了众人窃窃私语的议论声, 然后微微顿了顿, 看着坐在地上失魂落魄的婉青, 开口决定了她最后的命运。 至于婉青, 其所作所为危及同族性命, 所以从即日起, 除去其金之境族人的身份, 废除所有修为, 送入禁地, 终身囚禁, 永不得烦。 话音落下, 众人眼中皆有不仁闪现, 但是最终却没有人开口为她求情。 于楼, 属下在? 废除修为一事, 由你亲自监管, 有没有问题啊? 属下遵命。 于楼微微沉默了片刻之后, 坚定地应声。 在她看来, 这样的结果对于婉青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了。 毕竟犯了这么大的事, 还能活下来, 已经是静主念着旧日情分 格外开恩了。 同时她也知道, 这一刻她也是时候 要真正放下心中的执念了。 好, 你执行完刑罚之后, 便让人将她送去我那里。 本静主亲自送她去禁地。 于红七说完, 目光微深地朝着房门处 灼灼燃烧的银子盛宴上 看了一眼, 然后便如同来时一般 轻身而去。 恭送静主! 只留下众人齐声相送的声音。 很快, 所有人都各自散了, 只留下于楼, 于依妃, 以及贪坐在地的婉青。 楼大哥, 难道就这样了? 于妃神情有些纠结地 看着灼灼燃烧的房门。 你还想要怎么样? 于楼邪腻了她一眼, 意味深长地问道, 楼大哥, 你别乱说, 灵云姑娘是未来的…… 我能想什么? 我不过就是觉得, 当时咱们那么对她, 人家都没记仇, 反而还救了我一命。 而我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于飞脸上猛得一红, 挠挠头解释着, 行了, 没听到刚才灵云姑娘的话吗? 你觉得她的性子 会在意你那一句道谢的话? 于楼清笑了一声, 只是嘴角的笑意 奄奄带着几分牵强。 楼大哥, 我也知道, 只是就这么憋在心里, 总觉得压着什么一样, 不舒服。 于飞声音憨憨地嘟囔了一句, 哼, 我还不知道你这小子吗? 屁大点事都记心里。 行了, 我看灵云姑娘也不像是短时间 就会离开金之镜的样子, 所以你就算想报恩, 也不急于一时。 如果你真的想做点什么, 那眼下不是就有你力所能及的事吗? 于楼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 一边说, 还一边看了一眼地上的婉青。 看到地上的人, 于飞脸色一样, 一沉, 然后有些不满地抱怨着, 楼大哥, 明明就是镜主大人交给你的任务, 你是不是自己下不去手, 所以才会找我来? 于楼眸光微闪, 然后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 原本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就算了。 说着, 于楼便运起一股钢猛的金属性灵力, 直接便朝着婉青的头顶拍去, 于一飞一见就急了, 立马出声制止, 哎, 楼大哥, 你别见呀, 这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呢? 不行, 这个机会你可别跟我争, 之前明明就是她推了我一把, 所以就算不是为了凌云姑娘, 为了我, 你也得让我自己动这个手不是? 说着, 于飞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确定? 于楼看着于飞粉问呢? 确定, 确定, 我不但可以给自己报仇, 顺便也算是间接帮凌云姑娘做了一件事, 这样一件双雕的好事, 楼大哥, 就别跟我争了。 看着于飞笑得一脸的谄媚, 于楼终于卸了手上的灵力, 松了口, 好, 看你说得这么诚恳的份上, 那就依了你。 不过, 你小子下手可干净点, 要不然回头敬主责怪下来, 我可不会替你扛着。 于楼嘱咐了一声之后, 便走到一边, 别过头去不再看了。 于飞一见此, 脸上的笑意骤然一脸, 灵力运转, 灵力运转, 大手猛地往婉青头上压去, 与此同时, 压低声音耳语的。 这些年, 你眼中只有你的少主, 从来都不曾回头看过, 楼大哥为你承受了多少, 付出了多少, 你也从不在乎, 反而不断地索取, 现在因为你的自私和贪婪, 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 连楼大哥伤心黯然地离你而去, 清姐, 你可有一丝后悔。 话音落下的同时, 鱼妃掌中的灵力也狠狠拍了下去。 片刻之后, 板青才有些吃力地抬起头, 随着嘴角的笑意扩大, 一缕阴红的血迹溢出, 然后便传来一阵轻笑声。 只是那笑声听起来满是苦涩, 直到最后化作一道若有似无的叹息。 我毁了, 如果再来一次, 我定不再相复。 话音落下的同时, 双眼一闭, 整个人便昏了过去。 于飞看着躺在地上的人, 心中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滋味。 正在他内心挣扎的时候, 原本已经离开的鱼楼, 背对着于飞站着, 口中低声说着, 想不到你下手还挺快的。 嗯, 做得不错, 我这就带他去复命了。 虽然是一副玩笑的口吻, 但是于飞还是敏锐地察觉到 鱼楼声音中略带的一丝颤抖。 于飞眉头微皱, 难得没有再拿鱼楼开玩笑的意思, 只是点了点头。 楼大哥, 快去吧。 嗯。 鱼楼慢慢地应了一声, 然后便弯腰抱起地上的婉青, 头也不回地往阁楼外走去。 看着两人远走的背影, 于飞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敬历两久之后, 又回头看了一眼 被银紫色火焰覆盖的房门, 轻声滴语道, 为什么一个两个的 都让人看不明白呢? 然后也摇着头远离了耀金阁。 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冷铃云在耀金阁中的地位 顿时就高大起来, 有很多人甚至还想要去表现一下自己, 不过最终努力了很多次之后, 都碍于那一道隔火的房门, 而不得不打消这样的念头。 这样一来, 冷铃云算是度过了自己 来到八重镜之后, 最为安逸的一段时光。 直到一日, 他正在房间中的小型九重锁灵阵中修炼, 突然心间猛地一跳,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主人! 这是金铜的声音, 虽然因为激动和雀跃, 而让音调有少许的变化, 但冷铃云还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分辨得出来。 冷铃云心中有些诧异, 因为自从他回来之后, 已经尝试过几次主动与金铜联系, 奈何最后都失败了。 他一直将原因归咎为那种诡异的液体金。 没想到, 今天金铜竟然主动联系上了他, 难道是那边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想到这里, 心中急切更深, 连忙追问金铜具体情况。 金铜, 你那边怎么样了? 主人, 主人, 那金铜已经淬炼成功了。 金铜的语气中满是欣喜。 成, 成功了? 这么顺利? 为什么我一点异动都没有感觉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8集 冷灵云被金铜的话说得愣了一下, 脸上显出惊讶之色。 主人, 主人, 我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顺利。 不过, 这金铜镜的禁地确实有些特别, 里面的金属性灵气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因为没有受到灵气的约制, 所以这一次, 纳金珠萃取的过程才异常地顺利。 纳金珠炼制成功的时候, 确实是有异象的, 这一点金铜可以保证。 至于, 您没有感受到异动, 会不会是与禁地外围的液体金有关系? 有关系是一定的, 不过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少就不好说了。 冷灵云说着, 双眸微眯起来,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主人这么说, 难道是你发现了什么? 金铜听到冷灵云的话, 历时间就警惕起来, 追问道。 也不算吧, 只是我觉得金之镜的镜主大人对你的兴趣不小, 说不定是想要和你好好谈一谈呢。 冷灵云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着, 主人, 他可是为难你了。 金铜的语气瞬间愣了下来, 原本他就不喜欢那老头, 如果他真的对主人不利的话, 别说是帮他了, 自己还要好好收拾他一顿为主人出气。 没有, 你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近地发生的事, 他不可能毫无察觉, 说不准现在就已经在去你那里的路上了, 所以你最好先想好怎么应对他。 主人, 我才不要面对他呢, 我这就离开, 反正现在纳金珠已成, 整个金之境我都可以来去自如, 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近地了。 金铜有些不悦地嘀咕着, 语气中还有一种有所倚仗的自豪感。 冷灵云文言却是倾笑出声, 你想得还挺美, 那近地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即便你有纳金珠在手也出不来, 不信你大可以试试。 不会吧。 金铜一声质疑过后, 便陷入了沉默, 看样子似乎真的是去尝试了一样。 约梦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金铜的语气中尽是沮丧。 主人, 竟然真的不行, 怎么可能啊? 你和金铜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上一次去的时候, 我暗中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事, 还是受到你当时说话的影响。 回来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那液体金确实与我们所了解的有些不一样。 所以, 你仅仅凭借纳金珠对金属性的影响, 是不足以离开的。 朗铃鱼刚说出自己的发现, 金铜立刻就惊了。 啊, 那怎么办? 按照您的意思, 我真的要自己用对金之镜的镜主啊? 不行不行, 它要是来了, 纳金珠肯定藏不住啊。 现在只不过是为了炼器, 控火的法子就能缠上我, 要是让她知道纳金珠现世, 那还了得。 主人, 您倒是赶紧想个办法呀。 冷凌云眉头微皱,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回道, 你暂时不要妄动, 只装出一副尚在修炼中的样子, 不论她说什么都不要理会就是了。 主人这个注意好, 可是, 我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我要怎么出来? 金童有些不解地追问, 冷凌云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轻声说道, 既然你都说了, 那里的金属性灵器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要浪费呢? 啊? 金童发出了一声嘀呼, 虽然有些不解, 但是以她对主人的了解来看, 既然她这样说了, 那么心里必定已经有了打算, 原本以为主人会说出来的, 可惜, 冷凌云却并没有开口的意思, 只是扔下一句, 安心等着就是了, 便主动切断了联系。 另一面, 金智静静主于红西, 确实在第一时间便感觉到了禁地之内的动静, 那庞大的金属性灵器流失, 让她也跟着狠狠震惊了一下。 来回在房间中夺步了良久之后, 终于还是决定先去查看一番。 于是没有惊动任何人, 直接动用金属性灵力, 按照之前的方法, 将房间中的金质烛台变成了通道。 只是等她进入通道之后, 入口并没有立刻消失, 而是又持续了一会儿之后, 才渐渐消失, 其间还隐隐出现了一道波纹起伏的涟漪。 静主于红西一路来到禁地之外, 许是因为这一次并没有其他人同行, 所以也完全没有那些繁杂的手印和灰色的咒语, 而是直接咬破自己的指尖, 将鲜血按在面前的液体金的墙壁上。 金光流转, 一道耀目的金色大门缓缓开启。 进去之后, 明显可以感觉到里面的金属性灵气吸不了不少。 虞红西心中微微一喜, 脚下的步伐越发快速地朝着里面走去。 可是等他走到里面, 看到一个悬浮在半空中, 散发着金光的光球时, 眉头渐渐拧了起来。 虞红西站在原地, 犹豫了两久之后, 终于下定决心开了口。 气灵大人, 我感觉到这里灵气俱力地波动, 所以过来确定一下, 你没事吧? 气灵大人, 你情况怎么样? 好不好的, 你应一下, 我也好回去和灵云丫头说一下情况啊。 气灵大人…… 回应他的只有一事的寂静,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离开了。 好一会儿之后, 确定他是真的离开, 悬浮在半空中的光简才晃动了一下, 然后露出金铜那张 略显年轻的脸, 长虚了一口气感叹道, 啊, 还好主人的办法好用, 不过这么下去, 要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 看你那一脸怨妇的模样, 我这不是就来了? 一声轻笑声突兀地响起, 然后, 在金铜诧异的目光中, 朗林云的身形在他不远处, 缓缓现身。 主人! 金铜惊呼一声, 立刻冲了上去。 噓, 小点声, 禁地中有什么大一点的风吹草动, 他应该都可以感应到, 你这么大声, 难道就不怕他再回来? 朗林云闪身闭光, 立刻压低声音警告了起来。 唉, 不怕, 主人, 您在这里坐镇, 我还怕他, 让他来吧。 正好, 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离开了不舍。 金铜并没有因为没报道朗林云, 而有任何失落, 反倒是善善地收回手, 摆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走什么走, 你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话了。 主人之前说过的话? 金铜一脸的迷茫, 显然已经将事情忘到脑后去了。 难道你不想成为我的本命金灵? 朗林云挑眉出声问道。 本命金灵? 主人您说真的, 我真的可以。 金铜一脸狂喜地看着朗林云, 甚至都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 见他如此, 朗林云摇了摇头, 有些无语地开口。 唉, 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不, 不行, 主人说的话, 向来都是一言九鼎的, 说了就不许返回。 金铜眼睛猛地一亮, 然后立刻将那金珠 好像献宝一样, 双手捧到朗林云的面前。 那金珠上流转着淡淡金色纹路, 煞是好看, 在闪烁间释放出极为浓郁的金属性气息, 让朗林云的眼睛都猛得一亮。 不用说禁地之中的金属性灵气, 就连朗林云空间中金属性灵气也没有办法预知相提并论。 主人, 快点开始吧。 就在冷灵云沉浸在那金珠带来的经验中的时候, 金铜出声催促着。 冷灵云秀眉微微皱起, 我记得之前融合其他几种属性灵珠的时候, 至少都需要三种同属性的灵兽发动灵力, 才能激活融合那金珠为己用。 现在只有你自己, 想要融合成功恐怕是不够的。 这个简单, 主人空间中那么多灵兽, 想要找出几种金属性灵兽, 应该不难才对。 金铜则是不以为然历史间出生的。 话是这样说没错, 不过金铜, 如果我再找来两只金属性灵兽, 虽然我与你的关系更加亲近, 但是我不能否定其他人的付出, 那么本命精灵的位置。 金铜, 这件事是我疏忽了。 冷凌云说着这份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几分明显的歉意。 金铜文言, 脸上带上几分笑意, 摇头失笑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主人, 你不必为这种事情发愁, 你是我们共同的主人, 但凡有关于你的事情, 我们一定都会将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知道, 只有你强大了, 我们才会更好。 至于谁来做本命精灵? 主人,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人觉得不够公允, 所以您不用纠结。 你们自己的判断标准? 冷凌云挑眉, 神情间有少许的不解。 其实很简单, 实力至上才有话语权, 实力不济, 说什么都是枉然呢。 所以, 即便还有其他灵兽, 最后, 我成为本命精灵, 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金童说出了让冷凌云没有办法反驳的话, 毕竟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 即便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 更何况是竞争更为激烈的灵兽呢。 好, 既然这样, 那就按你的说法来。 冷凌云话音落下的同时, 也从空间中的金属性领地中, 召唤出两只实力最强的灵兽, 选毛猴和金精兽。 说明了此番的意图之后, 两兽不但没有半点不情愿的意思, 反而还满心欢喜, 表示可以参加主人融合纳金珠的过程, 便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对他们本身来讲, 更是一种境界上的历练。 于是, 犬毛猴、 金精兽以及金铜, 同时催动自身的金属性灵力, 作用于纳金珠上。 刹那间, 满室的金光肆意流转, 连带着禁地中的金属性灵气都翻涌了起来。 金属性灵气在几股强大力量的作用下, 不断地压缩、 扩张、 再压缩、 再扩张。 反复地凝唇、 精炼, 动静之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于红西再一次遣返回禁地, 刚刚打开房门, 就险些被翻涌而出的精纯力量给先飞出去。 回过神来的于红西一脸的震惊, 尝试了几次之后, 都没有办法进入禁地, 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心中却愈发坚定了, 一定要得到气灵凝行之法的决心。 在他离开约某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原本在一旁关注着进城的夏云梨, 听到了金筒的召唤。 主人, 快点滴血认主。 好,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 所以冷凌云并没有迟疑, 立刻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割破手指, 任由一滴鲜血滴落在纳金珠上。 在鲜血落下的一瞬间, 所有的光芒随着血滴的渗入, 也一点点收敛起来。 渐渐地, 所有的金光连带着大部分金属性灵气, 都收归于纳金珠之中。 等到纳金珠停止了吸收灵气, 整个禁地中原本浓郁的金属性灵气, 也已经消失殆尽。 当一人三寿将震惊的目光投射到纳金珠所在的位置上时, 勿由地皆是一正。 因为原本药木的珠子, 此时已经变得平淡无奇, 甚至在珠子的纹路中还透着斑驳的嗅迹, 就好像经历了无数的时光, 被腐朽了一般。 如果不是已经认主成功, 冷灵云能够感受到珠子内里蕴含的恐怖力量。 但是凭着纳金珠这个模样, 连他自己都坚不住要怀疑纳金珠的真实性。 毫不夸张地说, 这颗秀迹斑斑的珠子, 就算是送到他手上, 他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东西会是传闻中的精细灵珠。 主人,这是什么情况? 金童作为本命精灵, 自然也是能够感受到纳金珠力量的牵引。 但是看着面前好像生性了的珠子, 心中也有些不确定, 一脸困惑地看着冷灵云。 冷灵云沉思了片刻之后, 低声说道, 这... 纳子的含义是包容并蓄,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的接纳力可以超越时间。 所以, 经历过漫长时间之后沉淀下来的, 才是纳金珠真实的模样。 我想, 可能便是返璞归贞的极致了吧。 说完这番话之后, 感悟突生。 一直以来, 原本想不通的一些问题, 顿时豁然开朗, 就连砍在平静的宁元角, 此时也有了松动的迹象。 冷灵云心中一喜, 自然不会就此错过, 于是甚至还来不及交代, 并已经进入了一种空前玄妙的境界。 而此时, 金童并没有注意到自家主人的变化, 一心都沉浸在他方才的话中。 返璞归贞? 金童口中无意识地低难着, 一边细细品味自家主人的话, 一边打量着面前已经发生变化的纳金珠。 琢磨了半晌, 似乎隐隐碰触碰到了什么, 但是却还是差了一点。 主, 主人? 就在金童准备与自家主人深入探究的时候, 一抬头, 却发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整个禁地都已经处在金属的包围中, 而且, 所有的金属奇奇地发生着变化, 就好像方才纳金珠所发生的变化一样。 从明亮的金属光泽, 一点点变得暗淡, 直到最后被腐蚀出斑斑绣迹。 整个过程仿佛被无限放慢了一样,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整个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等到冷凌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中金光大盛, 整个人的气势仿佛发生了质的飞跃。 然而, 不过仅仅维持了一瞬间, 就尽数收敛起来, 就连之前她自身那种锐利的锋芒, 都完全察觉不到。 此时的冷凌云看起来, 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年轻女子。 如果不是熟悉她的人, 任谁都不会将她和修为登峰造极的高手联系在一起。 恭喜主人的实力精健! 金铜和另外两只金属性灵兽齐声道喜。 同喜, 我这一次实力的提升, 领悟的大部分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 相信对你们也会有诸多帮助。 冷凌云脸上露出一抹甜静的笑, 点头硬了下来。 是, 主人, 我们准备回到空间之后, 便继续闭关提升实力。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下次再与您见面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成功划行了。 实力相对低一些的金铜兽点头说着, 眼中满是喜色。 不错, 精神层面的提升向来最为不易。 之前我们就说, 能跟着主人一起历练便是我们的荣幸, 现在看来果不其人。 主人, 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事, 也一定要想着我们哪。 卷毛吼说话的时候, 还朝着冷凌云眨了眨眼睛, 那感觉真的与人类卖蒙无异。 听到卷毛吼的话, 金铜心中立刻就泛起了笛咕。 原本主人自身的实力强横, 用到他们出面的时候便不多。 再加上主人的契约兽众多, 即便召唤也不是所有的灵兽都有机会。 所以, 平常就连他们这些与主人关系近一些的高等级契约兽, 都鲜少有机会能实时陪在主人身边。 如果现在连其他空间中的灵兽们都要来争宠, 那他们以后的机会岂不是就更少了? 这必须不可能啊。 于是, 金铜看向卷毛吼和金鲸兽, 语气微悦。 你想的都是美, 怎么可能什么好事都被你们占了? 作为冷凌云空间中金属性修炼的第一人, 金铜的话无疑是有效果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见到卷毛吼和金鲸兽已经色缩着身子有了退意。 冷凌云眉头微皱, 立刻打断了金铜后面的话, 解释道, 金铜的意思是, 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就算我真的每次都找你们来, 也不一定每次都会有今日这样的领悟。 所以, 我还是先送你们回去, 把握住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嗯, 主人的话很有道理, 是我们贪心了。 金鲸兽立刻垂头应声, 一副受教的模样。 不错, 有劳主人了, 以后若是有什么地方用得到我们的, 您尽管吩咐。 卷毛吼也微微躬身行了一礼, 恭敬地道别。 冷凌云见他们都想明白了, 也赞同地点来点头。 嗯, 稍后我会直接将你们送入金属性领地的九重锁灵阵中, 同时在里面还多融入了一点, 我心尽体会到的原力, 希望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 多谢主人。 两兽目录惊喜, 齐声道谢。 冷凌云点头应想, 下一刻便已经将他们送回了空间之中。 主人, 您明明就知道金童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不让我说出来? 现在让他们知道也是为了他们好。 不然, 最后被其他几位知道了, 他们不是会更惨。 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可以更加委婉地表达, 为什么一定要用最糟糕的办法呢? 可是主人, 他们…… 金童有些不服地想要开口解释, 冷凌云摆摆手阻止了他下面的话。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金童, 他们虽然并不像你们一样直接与我契约, 但是他们同样叫我一声主人, 而且, 只要他们生活在空间中, 我便要为他们负责。 更何况, 之前他们也曾经为了我而不惜舍命向助, 所以, 我必须要对他们一视同仁。 金童, 我知道, 对你们来说可能有些不公平, 但是, 我真的做不到。 冷凌云的话还没有说完, 金童便上前, 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在冷凌云诧异的目光中摇头说道, 主人, 您别这样说, 也千万不要在心里责怪自己。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您, 我们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大家庭, 我们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您, 不论好与坏, 只要是您认可的, 便绝对不会放弃。 只要对您有一分好, 您便会十倍百倍地偿还。 而且, 我听其他领兽们说, 现在很少有人会像你这样对待七月, 七月兽的。 通常来讲, 与人结气的七月兽, 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大部分都是将七月兽当成奴役的对象, 什么危险的事情都是让七月兽冲在前面。 所以相对于他们, 我们实在是要幸福太多了。 虽然不能像其他人的七月兽那样, 时时刻刻守着主人, 但是实际上, 我们跟着您, 从您身上获得的 已经太多太多了。 如果您这样还自责, 我, 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了。 金童看着冷凌云的目光, 满满的都是感恩。 忽然间被这样感性地对待, 一时间, 冷凌云都有些不知所措。 正愣了片刻之后, 倾壳一声开口道, 你这样弄得好像我欺负了你一样。 主人, 金童并不是这个意思。 金童还想要解释, 但是冷凌云秀眉微皱,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侧耳倾听了片刻之后, 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镜主于红夕来了, 有什么问题, 稍后再说。 话音落下的同时, 立刻施展空间结界, 将两人一同笼罩在其中。 金童在感觉到空间结界阻隔的一瞬间, 先是一喜, 立刻就明白了, 先前主人之所以可以进来, 想必就是利用这种方法, 尾随在金之竞竞主的身后。 但是还没有高兴多久, 脸上立刻又出现了些许凝重之色。 主人, 如果金之竞竞主发现我不在了, 难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啊? 我反而觉得是件好事。 你身为金属性气灵, 在成功晋升之后, 能够脱离禁地, 难道不是一种另类的炫耀吗? 我跟你打赌, 金之竞竞主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 不但不会过来询问你是如何离开的, 反而会愈发认可你的实力, 对我们的态度也会愈发地敬畏。 朗林云摊开手, 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着。 就在金童想要说话的时候, 一道闪耀着金色的大门骤然打开。 下一刻, 于红夕的身影从金光中一闪便出现在禁地之中。 先是瞠目结舌地扫视了一眼已经空荡荡的禁地, 然后才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四下在禁地中转了一圈, 直到确定了禁地中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一脸的颓腾之色。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0集 于红夕一脸的颓腾之色, 口中禁不住下意识地嘀咕着, 这怎么可能呢? 人真的就这么离开了? 难道进入神级之后, 便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了? 听着于红夕的话, 金童一脸的尴尬, 可是侧目看了一眼自家主人坦然的神情, 也淡定下来。 直到于红夕原地站了半个时辰, 准备离开的时候, 金童看着冷凌云并没有动身的打算, 才忍不住开口。 主人, 难道我们不跟上去吗? 冷凌云摇了摇头, 红唇清齐。 不用, 即便他离开之后立刻就去寻我也没有用, 以他的实力, 还不敢贸贸然地冲击我留下的炎子上宴, 所以我们晚一点离开也没有关系。 主人, 难道你有办法离开? 金童文言瞬间瞪大了眼睛, 一脸差异地看着冷凌云。 在他的认知里, 如果没有金之镜的镜主打开通道, 即便是他们可以凭借空间之术隐秘, 也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的。 哼, 你未免也太小看主人我了, 我既能够发现这处禁地的异样, 又敢就这样直接进来, 怎么可能没有离开的方法呢? 冷凌云瞥了他一眼, 浅笑着说道, 果然还是主人厉害。 金童眼睛瞬间一亮, 门口称赞。 就在主仆二人说话间, 于红夕便已经离开了禁地。 金童忍不住开口催促, 主人, 现在我们要怎么离开啊? 不知道你在之前那次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金之镜的镜主 有什么异样的举动? 冷凌云不答反问。 异样的举动? 好像没有吧, 不过就是笔划了几个手艳, 念了一堆不知道是什么 用处的口诀。 难道说你弄明白了 他那些都是什么意思啊? 金童说着一脸的诧异, 他还依稀记得, 当时自己还因为金之镜镜主 变换的速度, 诧异了好久。 如果现在主人说他能够看清楚, 并且还全都研究明白了, 他绝对要顶礼膜拜了。 那些东西, 就算弄懂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就是为了掩人耳末, 掩藏他真正的意图。 冷凌云轻笑一声, 微微摇头。 真正的意图? 看着一脸懵逼的金童, 冷凌云浅笑着,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 轻轻晃晃。 嗨, 就在这里。 这里面是什么? 金童好奇地看着瓷瓶, 等待着冷凌云的解释。 当时, 我虽然也被他的手速所震撼, 但就在一切进行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我嗅到了一丝微弱的血腥味, 然后在他手上发现了一个极小的伤口。 当时我还不能确定什么,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留了一手。 而这一次, 我之所以隐匿之后, 尾随金之镜的镜主过来, 也是为了验证我的判断。 事实证明, 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确的。 血腥味? 伤口? 所以主人, 您的意思是, 你这个小瓷瓶里装的是血? 金童面线震惊之色。 不错, 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我这一次过来的时候, 镜主也并没有再弄那些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手艳和晦涩的皱纹, 而是直接用带着血的手按在液体筋上, 开启了禁地大门。 所以, 有了这里面的东西, 我们自己便能够在这禁地之中畅通无左。 朗铃云说着, 带着几分得意之色, 朝金童挑了挑眉。 主人, 那我们还等什么? 听完冷凌云的话后, 金童看着冷凌云手中的小瓷瓶, 眼中隐隐冒出七亿的神采。 走吧, 不过出了这道门就看你的了。 冷凌云轻笑一声, 看着金童算是下达了指令。 主人, 放心吧, 在金之镜, 作为您本命精灵的我, 自然会为您开路的。 金童立马笑着应声。 冷凌云淡笑不语, 伸出手指堵在小瓷瓶的瓶口, 然后将小瓷瓶倒置过来。 不多时, 指甲上多出了一点烟红的血珠, 将血珠没入之前出现金光大门的位置。 不多时, 一阵异动之后, 闪耀着金光的大门再度缓缓开启。 冷凌云对着金童露出笑脸, 微微仰头示意, 走了。 说完, 便带着金童一起, 穿过金广大门离开了禁地。 两人出来之后, 禁地大门便再度闭合, 面前出现了熟悉的通道。 冷凌云放出原力查看了一番之后, 收了周身的空间结界。 这里没有其他器械, 用不着藏匿。 冷凌云淡淡说了一句, 算是解释。 金童立刻便施展金属性灵力, 尝试与外界连接。 不过几次下来之后, 最终却无中而及。 低垂着头, 一脸失落地看着冷凌云。 主人, 我的金属性灵力, 没有办法与外界建立联系。 这里, 就好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 我感觉不到可以建立通道的地方。 冷凌云微微一笑, 伸手在她肩膀上拍了拍。 别着急啊, 我有办法。 话音落下的同时, 一只通体晶莹剔透的小蜜蜂便出现在主婆二人的面前。 金童顿时便面露喜色。 这是寻陆风? 冷凌云点了点头。 你之所以无法建立联系, 应该是因为没有在特定的位置。 再加上这里液体金的作用, 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进来的地方, 所以才会这样。 现在由她来带路, 我们试一试能不能找到。 之前只听说过寻陆风, 寻陆的本事一流, 不承想竟然连这样封闭的环境中都可以。 金童有些难以置信, 冷凌云再度开口。 我也不确定, 所以当初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做了一点小小的准备。 放心吧, 说是万无一失也不为过。 冷凌云眨了眨眼, 便率先跟在寻陆风后朝前走去。 有了寻陆风带路, 过程要比之前顺畅很多。 等到主婆二人最终停在一处通道尽头的时候, 金童四下查看了一番之后, 有些不解地看着冷凌云追问道。 主人, 我看这里与其他通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寻陆风究竟是怎么确定的呢? 究竟是怎么确定的, 我是不知道。 不过, 当初我判断出这里是液体金的时候, 便撒了一些碧幽花的花粉。 所以, 即便寻陆风自身能力找不到, 只要它可以分辨出碧幽花的气息就足够了。 冷凌云一边将停留在尽头墙面上的寻陆风收回了空间之中, 一边对金童解释道, 主人, 你实在太厉害了, 原本我还为自己当时故作不知的演技所折服, 没想到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实在是让人想不佩服都不行, 我…… 金童还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冷凌云却已经抬手制止了她, 一脸戏谑地看着金童,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样, 拍马屁的嫌疑太过明显了? 金童一听历史间反驳, 主人, 我明明就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就变成拍马屁了呢? 我…… 好了好了, 我逗你的, 不用那么认真, 咱们现在应该走了, 虽然有所依障, 但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 不然恐生变过, 而且你不是说了要为我开路的吗, 还不赶快? 冷凌云挑眉, 朝着面前位置指了指, 好吧, 金童撇了撇嘴, 虽然有些不情不愿的样子, 但还是听话地上前干活去了, 淡淡的金属性凌厉, 从金童的周身萦绕而出, 这一次再没有像之前一般消散, 而是渐渐又凝聚的趋势, 原本没抱多大希望的金童, 猛地睁开眼, 一脸惊喜地看着冷凌云大声说道, 主人, 果然是这里, 成了, 成了, 我终于可以与外界建立联系了。 冷凌云闻言也是一喜, 立刻将自己居住的房间位置告诉了金童, 同时叮嘱道, 位置的定位一定要准确, 不然我们出现在房间以外的地方, 如果被别人撞上, 可能会有些麻烦。 好, 主人, 我会小心的。 说完之后, 便宁神锁定冷凌云提供的位置, 很快, 金光满溢在通道之中, 猛地一闪之后, 两个人便失去了踪影。 药金阁外, 跪了一地的侍女和小丝, 一个个都瑟瑟发抖地, 看着正在大发雷霆的镜主于红溪。 你们都是怎么伺候的? 接连几日, 凌云丫头闭门不出, 你们连饭都送不进去? 这么大的事, 竟然一直没人禀告本镜主。 静主, 这药金阁一直都是晚清姑娘负责, 可是…… 一个胆子稍大一点的小丝, 壮着胆子回话。 不想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静主于红溪狠狠地一脚踹倒在地上。 一副被气得不行的模样, 愤愤地说, 大胆奴才, 你还有理了? 难道这么大一个药金阁, 离了他就不行了? 晚清晚清, 还叫得挺亲的。 上一次他犯了什么事, 你该不会是不知道吧? 本镜主记得上次曾经警告过你们, 可是我看你的样子, 似乎还对他念念不忘。 还是说, 其实你是故意这样说的, 目的就是想要去陪他? 镜主大人明察啊, 您就算是借小的一百个胆子, 小的也不敢这样做呀, 小的就是一时口误, 求您放过小的吧, 我与他真的没有半点交情的。 小丝一边说着, 一边跪在地上猛地磕起头来。 那一日的事情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生怕自己也会被镜主一同废了, 关进境地, 那一辈子就都没有指望了。 砰砰砰砰, 磕头的闷响声, 不断回响在阁楼前的空地上, 因为镜主在气头上, 又一直都没有开口, 所以谁也不敢去招惹这种眉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小丝, 一个接一个地磕着。 其力道之大, 不过多久便磕得见了血, 却丝毫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就在众人以为小丝会就这样被活生生磕死的时候, 一道清悦的女生传来, 伯父啊, 怎么这么大火气, 还好我选在二楼, 不然还不得见我一窗户血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1集 众人齐齐寻声望去, 正好看见浩整以下, 站在二层窗口处的冷凌云。 此时的冷凌云在众人眼中尤其的美好, 特别是在那个已经只剩下半条命的小丝眼中, 已经美好的没有任何词语可以形容了。 不知道是因为投科的时间久了, 有些眩晕,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总之那小丝此时看着冷凌云的眼神中, 除了有感激之外, 还带着几分迷醉。 不过显然, 此刻并没有几个人有心思刻意地去关注他, 所以他的举动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这样过去了。 镜主于洪熙看到老凌云本人, 瞬间便收敛脸上的怒意, 换上欣喜的表情, 有些急切地询问道。 灵云丫头, 伯父这几日一直都亲自盯着禁地那边, 有些忽略了你, 原本以为前些日子刚刚出了那样的事, 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将你照顾得好好的。 可是今日一来才听说, 你被怠慢了, 都是伯父欲下不言, 实在是惭愧啊。 你放心, 伯父一定…… 伯父, 您言重了, 哪里是他们的错, 明明是我自己在房间之中闭关呢。 我不喜欢被人打扰, 所以那日便在房门口设下了银子盛宴拦路。 他们如何进得去啊? 难道非要他们冒死闯进来给我送饭吗? 那岂不就是我的罪过了? 朗凌云摇头, 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呃, 闭, 闭关了。 难怪, 难怪。 正好, 伯父有事找你, 如果你方便的话, 那就撤了门口的银子盛宴, 伯父进去和你谈。 于红西试探着开口, 同时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朗凌云的神色。 好啊。 朗凌云没有任何变化地应了一声, 下一刻便消失在窗口。 这时, 于红西脸上的表情才再次沉了下来, 对着依旧跪在自己脚下的众人冷声道, 行了, 既然凌云丫头开口,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不过, 你们也都看到了, 现在凌云丫头已经出关了, 若是日后你们再有哪个清待了她半分, 就别怪本净主不留情面了。 是, 净主大人。 众人一脸忐忑, 齐声应试。 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了, 现在都该干嘛干嘛去吧。 此时, 于红西的心思已经全部都在冷凌云那里了, 哪里还会顾及这些人的情况。 一边说, 一边挥手示意众人离开, 然后也不等众人回声, 他便已经快步朝着药金阁走去。 与此同时, 房间中的金铜, 狼眼打亮着脚步匆匆的金枝镜镜着, 语气中满是不屑的开口。 果然还是被主人说中了, 看他那一脸虔诚的样子, 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其实, 不过是因为进不来主人的房间, 所以才故意在主人窗户下面弄出这么大动静, 老奸巨滑。 别竟说大实话, 有时候也要适当给人家留点面子不是? 朗玲云邪腻了金铜一眼笑道。 就在朗玲云话音落下的时候, 老远便传来于红西的声音。 玲云丫头啊, 我今天过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主仆二人寻声望去, 便见于红西整个人愣愣地站在洞开的房门口, 叮叮地看着金铜, 还没有说完的话, 就那样假忍而止。 嗯哼哼, 静主大人, 您好啊。 金铜看见他此时的表情, 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出声满是戏谑地与于红西打了个招呼。 你, 这, 这是怎么? 于红西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办法完整地表达出来。 冷灵云第一时间将话题接了过来, 面带愧色地开口。 伯父, 金铜已经和我说了, 这一次他晋级所用的力量不小, 已经将近地之中的金属性灵气抽取一空, 对此, 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啊, 不, 不用, 一开始我便说了, 近地之中的灵气随便他用, 现在没了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好奇, 他是怎么从近地之中出来的? 灵云丫头, 你不知道, 发现他从近地中消失, 着实是将我吓得不轻啊, 我过来也就是想要和你说他失踪的事, 可是却不想他竟然已经回来了。 要知道, 我这金之镜的近地, 还是头一次有人在没有任何人带领的情况下来去自如, 这实在是太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于红夕立刻更正了冷凌云的话, 将话题引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来。 冷凌云秀眉微微皱, 先是一脸叹咎地看了金童一眼, 然后又看向于红夕郑重地开口。 伯父, 对不起, 我在闭关的时候, 被金童的气息影响, 才从冥思中清醒过来, 一直以为他是通过我们之间的契约联系才回来的, 却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您放心, 事关金之镜的近地, 我一定会让他说清楚。 同时我也向您保证, 不管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也绝对不会向外界泄露一丝半点。 冷凌云话音落下之后, 于红夕立刻就白手解释道, 凌云丫头啊, 你别多想, 伯父可没有不信任你们的意思, 如果真的不信任, 当初根本就不会将你们带进去。 伯父这么问, 真的只是出于好奇, 尤其我之前也说过, 金之镜对气灵的形成和成长很有兴趣, 所以, 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判断出, 这会不会也是契约气灵的一种能力? 契约气灵的能力? 这还真是不好说。 冷凌云嘀咕了一句, 然后将目光看向金童, 微微皱眉问道。 金童, 你来说说吧, 究竟是怎么从禁地里出来的? 怎, 怎么出来的? 主人, 您这么问真的是难住我了, 我什么也没做呀。 要是真说的话, 我当时成功之后, 一心就想着要赶紧告诉主人这个好消息, 于是我就回来了。 金童挠挠头说着, 一脸为难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 你什么也没做就出来了? 不等冷凌云开口, 于红夕便急切地开口追问。 对啊, 镜主大人你也说过了, 禁地除了您和少主之外, 没有人能进去, 难道还能是其他人进去 将我领出来的不成。 金童点头, 一脸认真的模样反问道。 这,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于红夕被金童的话说得有些无言以对。 哦, 既然大人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特意来告诉主人 我不见的消息。 您也看到了, 我现在好好的在这里, 所以您的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 实不相瞒, 我这一次晋升成功, 有很多感悟和体会想要和主人分享, 所以您看看, 是不是可以先给我们一些时间。 金童并没有给于红夕再开口的机会, 丝毫没有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不耐和催促。 于红夕面露难看之色, 老连云急忙打圆场呵斥道。 金童, 不得无礼, 这种事也不急在意识, 即便是晚说一会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主人, 这怎么行? 趁热打铁, 可是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要是现在不抓紧, 万一后面的领会中少了些什么, 耽误了修炼可不是小事。 金童一脸正似地说着, 那义正言辞的模样, 让知情的冷凌云都是一愣, 更别说是余红夕了, 当即就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一样, 有些尴尬地开口。 那个, 修炼要紧, 要不你们先沟通, 至于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反正也有的是时间。 于红夕的话才刚说完, 金童便抢先开口道。 就是就是, 主人, 您看, 镜主大人都这么说了, 他想要知道的那些东西, 随着传承, 可是都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 什么时候都可以告诉他。 不过, 这晋升过程中的领悟可是转瞬即逝的。 一听, 气灵并没有忘记当初答应自己的事, 于红夕一高兴, 也跟着开口。 啊, 气灵说得对, 你们之间是契约关系,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至于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这么久都等了, 也不在乎多等些日子。 听他这样说, 冷凌云脸上为难的神色, 这才渐渐散去。 既然这样, 那就对不住伯父了。 凌云丫头啊, 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 我们至今…… 于红夕还想说点什么来拉近一下关系, 但是却瞥见了金童满是不耐的目光, 历时间便收了声, 白白手笑道, 行了, 不耽误你们时间, 你们先办正事要紧, 有什么话,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说完, 便识趣儿地朝外走去。 那伯父慢走。 冷凌云的声音传来, 在于红夕离开的同时, 房门口再度被烈烈燃烧的银子盛宴所覆盖。 于红夕回头, 看着那蕴含着浓郁力量的火焰, 眉头微皱, 一时间神色有些复杂, 驻足了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看着他远去的身形, 金童忍不住开口道, 主人,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自然是要找机会前往下一镜了。 一路走来, 现在就只剩下雷之镜和空间之镜了。 如果我们要猜错的话, 下一镜应该便是雷之镜。 只是按照以往各镜的规律来看, 通往下一镜的入口, 多数都在各镜的禁地之中。 可是, 这金之镜的禁地, 已经被我们弄得名存实亡,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所以, 这倒是有些难办了。 随着出口的话, 冷凌云的神色也凝重起来。 金童沉默了片刻之后, 笃定地开口。 雷之镜? 猪人, 如果下一镜真的是雷之镜的话, 那金童可以肯定, 下一镜的入口绝对不在禁地之中。 这么肯定? 冷凌云照眉看着金童有些不解。 嗯, 金, 眼雷, 如果雷之镜的入口真的在禁地中, 且不说之前那里便有那么浓郁的金属性灵气, 便是这一次, 那金童出世时弄出的动静, 就不可能没有任何异动。 金童言之凿凿地说着, 冷凌云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2集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可是如果不在禁地之中, 金之镜地域这么大, 我们想要找到下一镜的入口, 只怕是难上加难了。 主人, 要不然我们直接用镜主想知道的事情, 来和他交换通道的入口不就行了? 看他那急切的样子, 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金童脑中灵光闪现, 开口说道, 冷凌云却是摇了摇头。 这个金之镜的镜主, 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现在我们再开口, 他怕是立刻就能想到我们的目的。 到时候, 如果他反过来利用通道入口的位置 来要袭我们, 难道还要告诉他, 你可以成功脱离炼器 本身得以化形的原因吗? 怎么可能? 如果真的让他知道是因为主人的关系, 那他更不可能会让主人离开了吧。 金童眼睛猛地一瞪, 不用多想他就知道, 金之镜的镜主会怎么做。 所以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死循环, 我们必须要自己想办法, 而且还要尽快。 冷凌云有些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这一次金童也没有再开口, 因为他也知道, 现在对于他们来讲, 时间有多重要。 两久的沉默之后, 冷凌云似乎想到什么, 微眯着毛子开口道, 或者我们应该再去地下查看一番。 看到冷凌云的样子, 金童也来了精神。 主人, 你可是有什么新发现? 还记得那个婉青吗? 你不在的时候他设计我, 结果被我揭穿了阴谋, 最后据说是被废了修为, 关到禁地之中。 但是我们在禁地中折腾了那么久, 却根本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所以我在想, 我们可能还是忽略了什么。 冷凌云一边仔细地回忆, 一边开口解释。 那个可恶的女人, 竟然敢设计到主人头上, 活该她最后是这样的下场。 谁知道, 冷凌云的话说完之后, 金童却一脸愤恨地开口。 冷凌云看了他一眼, 有些无奈地叹口气。 唉, 你关注的重点能不能正常一点? 主人, 或者是我们之前的猜测有问题, 下一镜并不是雷之镜。 金童这才发现, 自己确实有点偏离了重点, 认真思考了一下, 轻壳两声说道。 冷凌云淡淡地摇头, 在这件事情上, 他更相信自己的感觉。 应该不会错, 我隐约记得凡空曾经提及过, 他所在的那一镜, 是八重镜中的最后一镜。 而且根据我的判断, 我也更倾向于最后一镜是空间镜, 毕竟这样才能解释 要如何开启通往上神域的通道。 不错, 如果是在空间镜中, 确实更可能存在空间连接点。 金童通过这一次的金之镜的禁地之行之后, 受到禁地摩世的启发, 对于这种两点之间的连线式的移动方式,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冷凌云被金童的话弄得一愣, 他没有想到, 自己前一刻还在吐槽他偏离重点, 可是现在竟然一下子道出了问题的根源, 很快便笑着开口道, 看样子, 你这一次在金之镜的收获还真是不小, 还不是借了主人的官, 如果不是您给我这个历练的机会, 我哪里会了解这些呀。 金童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傻笑着说, 既然这样, 那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体验一下。 冷凌云朝着金童眨了眨眼睛, 是主人。 金童会议立刻应声, 然后与回来时一样, 再度运起金属性灵力, 一眨眼便又从房间里消失了。 再睁开眼, 主仆二人便已经出现在通往禁地的通道之中, 冷凌云释放原力感知探查了一番, 确定没有人之后, 才撤掉了空间之力。 然后, 主仆二人摸索着朝前走了一段距离, 在走过三个岔路口的时候, 金童停了下来, 回头对冷凌云说道, 主人,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禁地之中的情况, 我可以以性命担保, 里面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真的忽视了什么, 那唯一的解释, 就只剩下这迷宫一样的通道了。 毕竟我们离开时是利用寻路方, 所以要是真的错过了什么, 也不是不可能的。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想要彻底探查这里, 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冷凌云点了点头认同他的话, 同时看向前方通道的目光中, 带着一股子优色。 主人怕什么, 这通道再复杂, 岔路再多, 难道还能有咱们空间中零售的数量多不少? 金童似乎看出了自家主人的顾虑, 立刻笑嘻嘻地提议道。 冷凌云文言心中猛地一惊, 旋即放松下来, 也跟着笑道, 哼, 是我忽略了大家的力量, 你的建议很好, 就按你说的做, 现在我们分工合作, 你催动纳金珠的力量, 全面封锁整个通道, 让任何人都无法进入。 然后我放出灵兽们帮我们查探, 尽量争取以最短的时间弄清楚这里的情况。 冷凌云说完自己的安排也不耽搁, 催动灵力将纳金珠取出送到金童面前, 示意它可以立刻开始。 面对冷凌云的举动, 这一刻金童心中满是动容。 原本是主人与纳金珠融合, 所以控制纳金珠这样的事, 由主人做起来会比他更加得心应手。 可是现在主人却让他来, 很明显就是给他机会, 让他可以通过与纳金珠的互动, 获得更多的领悟, 也好更快地进步。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人都还能为他考虑, 能有这样的主人, 何尝不是他的荣幸? 想到这里, 金童深深看了冷凌云一眼, 郑重地双手接过纳金珠, 认真地开口道。 主人, 金童一定完成所托, 绝对不让您失望。 这一刻, 冷凌云眼中的笑意更深, 连连点头。 好, 不过这里的情况复杂, 面积也不小, 你又是第一次控制纳金珠, 所以务必要小心, 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 第一时间通知我, 万不可拖大逞能。 主人, 金童明白。 坚定地点了点头, 然后催动周身的灵力。 很快, 金童的身形渐渐淡去, 直至变换成点点金光, 没入纳金珠中。 下一瞬, 纳金珠猛地绽放出 夺目的金光, 仿佛激光一般 急速四散开来, 煞事间, 充斥着通道的各个角落。 很快, 金童的声音 响起在冷凌云的脑海中。 主人, 金童不负所望, 已经成功控制 整个进地通道, 保证不会有任何人进来, 您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做得好。 冷凌云赞了一句, 下一刻便放出了 空间中的众多灵兽们, 用兽语寻求帮助。 很快, 灵兽大军仿佛潮水般 领命四散而去。 冷凌云将自己的原力 覆盖在整个通道中, 仔细感受着细微的变化。 不知过了多久, 整个通道的地形 终于在冷凌云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个大致的容阔, 竟然是一个 类似于蜘蛛网一样的 六角形网状图。 其中, 很多通道之间 都是相互联通的, 再加上液体金 这种特殊的金属性质,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不是冷凌云 这种近乎于变态的 探路方式, 换成是任何人 都绝对走不出这里。 所以, 也不怪静主 在知道金童离开之后, 会是那种反应了。 实在是因为 他对这里太有信心了, 所以在巨大的反差之下, 才会越是无法接受。 所有的路线 都清晰了之后, 冷凌云很快就锁定了 禁地和出入口的位置。 在一番仔细观察 和感知之下, 没过多久 便发现了问题, 在原历史海中 对众灵兽下达指令。 所有灵兽 集中前往东面查探。 命令下达之后, 很快, 数量极为可观的灵兽们 便将东面的所有通道 尽数填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有丁点的异样 也逃不出冷凌云的感知。 几个呼吸的时间之后, 冷凌云嘴角勾起 一抹满意的笑。 到了泄后, 将所有的灵兽们 尽数收回空间之中, 然后招呼金童。 金童, 回来吧,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 指一个字, 语气中透着轻快。 一颗金光闪闪的珠子 很快出现在 冷凌云的面前。 然后, 淡淡的金色气息 从珠子里溢出, 渐渐凝聚成金童的轮廓。 还不等完全成形, 便听到金童的声音 极不可待地传来。 主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凌云看了他一眼, 利用原力 凝成实质化的地形图虚影, 开口说道, 金童, 你看这里是禁地所在, 这里是我们之前进来的地方, 而方才我让灵兽们集中在这一片查探, 还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事。 你跟我来。 说完之后, 冷凌云在前面带路, 两人在地图的指引下, 来到了东面最宽敞的一条通道之中。 看看这里。 冷凌云伸手向脚下一指, 金童寻声望去, 仔细看去, 能够发现在液体筋中间, 有星星点点的淡青色碎屑, 不由地好奇地追问道, 主人, 这是什么东西? 这些淡青色的东西, 是一种直系的碎屑。 冷凌云淡淡地开口解释, 直, 直系? 金童一脸难以置信地说道, 怎么? 不信吗? 你看看。 冷凌云说完, 掌心腾起淡淡的木属性灵力, 很快, 地上淡青色的碎屑, 在木属性灵力的影响下, 散发出极浅的淡绿色灵光, 极为显眼。 真的是木属性, 可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金童说着, 一脸的茫然。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冷凌云摇了摇头, 带着几分无奈地开口解释, 方才我已经让你看了这里的地形图, 我们进来的位置是地图的左侧, 西方属金, 所以我们可以连通金属性灵力自由进出。 禁地的位置在地图的中央, 中央属土, 土生金, 所以才会有那么浓郁的金属性灵气。 而这里是地图的右侧, 东方属木, 金刻木, 所以你在这里才能看到直系的碎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在这些液体金的下面, 应该有一个直系的囚牢, 而那里就是关着碗青的地方, 说不准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冷凌云的话还没有说完, 金铜便已经催动那金珠的力量, 作用在液体金上。 冷凌云眉头微皱, 出声唤道, 金铜, 你要做什么? 那个女人竟然敢算计到主人头上, 如果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就算了, 既然就在这里, 怎么还能轻易放过她? 金铜一边加大灵力输出, 一边回答冷凌云的问题。 没用的, 别白费力气了, 这液体金的属性有些特殊, 即便你现在可以借助那金珠的力量, 也没有办法开启它的。 怎么会这样? 这液体金再怎么特殊也是金属性啊, 竟然连那金珠都没用吗? 金铜有些诧异地开口, 还记得当初我们是如何打开禁地大门的吗? 冷凌云不答反问, 主人是说那血吗? 金铜眉头皱得紧紧的。 不错, 之所以说这液体金特殊, 是因为他常年被瑜伽嫡系一脉的血液滋养, 虽然还没能形成独立的人格, 但是却已经有了灵性。 所以, 金之镜的镜主之所以这么迫切地想要知道 气灵形成的条件, 怕是也与此脱离不了关系。 冷凌云说着, 双眸微微眯起, 这一刻似乎发现了真正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那还真是…… 金铜闻言一脸地赞同, 然而下一刻, 脸色猛得一僵, 出现了一丝惶恐之色, 急忙开口催促道。 不行, 主人, 咱们还是赶紧找到通道的入口, 离开金之镜吧。 万一真的被镜主发现了什么端倪, 这么多液体金, 怕是抽干您的, 也不够用吧, 实在是太恐怖了。 现在知道怕了, 不过你放心, 先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奈何得了我, 便是碍于于白大哥, 他们应该也不会真的将我怎么样的。 你要知道, 镜主现在可是将我当成 他未来的儿媳妇人选, 寄予厚望的。 所以, 这种恐怖的事情, 暂时还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冷连云摇头, 轻笑着宽慰他。 谁知道, 金铜却并没有将冷连云的话放在心中, 反而还正色道。 主人, 您千万不能抱有这样的心理, 虽然我与这个金之镜的镜主接触得不多, 但是给我的感觉, 他绝对是那种可以为了足中利益牺牲一切的人, 主人不能不乏。 嗯, 你说得不错, 而且水之镜那里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不过, 现在离开也不是什么难事。 老连云说着, 叹息了一声, 然后并将目光转移到两人面前凝成的地形图上。 你看, 这里中央为土, 西属金, 东属木, 这三处我们已经一一验证过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里完全是按照一定的五行规律排列的, 而这两处应该分数火和水。 冷连云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 在地形图的南面和北面各点了一下。 金童认真看了半场, 还是一头雾水, 不由地出声问道, 主人, 您即便能看出这些, 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帮助啊, 这里面又没有雷属性。 老连云有些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摇头叹道, 你呀, 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之前自己便说过, 金引雷, 而我们弄出那么大动静, 禁地中却半点反应也没有, 那么只能说明一点, 我们还缺少了一个媒介。 现在你再想想, 这几种属性里, 有哪种可能会成为金属性与雷属性之间的媒介? 面对冷连云的问题, 金童陷入了沉思, 口中还嘀咕着, 图属性不是, 金属性不是, 木属性也不是, 难道, 难道是火? 不对啊, 火刻金, 金之镜的人应该不愿意靠近那里才是, 那唯一剩下的就是水了? 终于在念叨了一番之后, 金童的眼睛猛得一亮, 主人, 我知道了, 是水, 金生水, 水可以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来引雷, 对不对? 嗯, 如果我推断的没有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 至于具体是不是, 我们只要到北面看一下不就清楚了? 冷连云点头映下, 好, 事不宜迟, 主人, 我们这就走,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说不准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了。 金童的神情顿时便激动起来, 立时便拉住冷连云的手, 定位好最北面的中心点, 直接来了个连接点位移。 眨眼之间, 主仆二人便已经出现在北面的区域, 金童又立即催促着, 主人, 你快看看, 这里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冷连云点了点头, 原力启动的一瞬间, 蓝色的水属性灵力便从身体中倾泻而出。 随着水属性灵力愈发浓郁, 青红珠也缓缓从冷连云的体内悬浮出来, 一明一暗间, 散发出幽蓝色的光波, 两者相互交缠着远去, 像是迪荡开来的水波, 一圈又一圈, 层次分明, 煞是好看。 眼前的一幕, 金童也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因为金属性与水属性之间的连带感应, 金童沐浴在水属性灵力中, 只觉得通身舒畅, 忍不住微眯着眼睛享受着。 轰的一声, 类似于金涛拍案般的巨响, 瞬间将金童的精神拉了回来, 然后便看见以朗陵云为中心的地上, 出现了一个水蓝色的灵力光阵, 将液体金的地面映衬得分外迎则, 光可见人, 而方才的巨响便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金童一脸困惑地看向自家主人, 希望他可以为自己解惑。 可此时, 冷凌云不但没有结束的意思, 而且周身释放出来的水属性灵力, 比之前还要更加浓郁, 就连向外扩散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一圈一圈的蓝色光阴, 已经隐隐又连成一片光幕的趋势。 看到这样的变化, 金童眉头紧锁, 却也不敢贸然开口打扰, 只得静静地等待着一个结果。 差不多相持了快一盏茶的时间, 此时在冷凌云水属性灵力的催动下, 液体金的表面已经凝聚了一层水珠。 由于重量的累积, 水珠的重量已经达到液体金表面 可以承受的极限范围。 眼见着液体金的表层, 已经有了开始扭转的征兆。 一旦水珠被融合进液体金之中, 那么冷凌云这半天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于是,冷凌云当机立断地对金童命令道, 利用纳金珠的力量帮我压制住液体金的动向。 是。 金童原本就一直聚精会审地观察着情况的变化, 此时收到冷凌云的命令, 第一时间便已经做出了反应。 与此同时, 冷凌云下方的水蓝色灵力光阵下, 一下又一下水浪涌动的撞击声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 金童定住液体金的一瞬间, 水蓝色的灵力光阵中央一股强劲的水流冲了出来, 直接将中央的冷凌云包裹在水柱之中。 金童心中先是一惊, 片刻后便镇定下来。 主人的水属性修为与真化镜, 而且又有青红珠, 任何水属性的能量都奈何不得的。 并没有给他更多考虑的时间, 金童便感觉到已经被自己暂时压制住的液体金, 开始快速而不安地躁动起来。 两者之间努力较量了好一会儿, 然后,液体金好像忽然间收到了某种力量, 猛地一下子奋力挣脱了金童的钳制, 快速退却, 直至最终消失在事件里, 金童才反应过来。 而此时, 四周的一切异象都消失了, 只剩下空荡荡的通道, 还有散了水属性灵力, 缓缓下落的冷云云。 主人, 都是金童没用, 没有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面对着金童的歉意, 冷云云摇头, 看着液体金消失的位置, 一脸的若有所思。 不用自责, 不是你的错, 是我疏忽了, 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只可惜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金童却以为冷云云这样说是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一点, 心里愈发地难过了, 脑袋垂到前胸, 极为低落地开口道, 主人, 您就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是我做得不好, 您明明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都是我没用。 就在金童还想要继续谴责自己的时候, 冷云云双手扣住金童的肩膀, 制止了他下面的话, 让他与自己对视, 狠狠地道, 你听好了, 我没有安慰你, 真的不是你的错, 是不是安慰,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下面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你最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主人, 我……, 金童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 只觉得轰隆一阵巨响, 紧接着便是一阵地动山摇, 整个通道里不断有岩石碎屑, 从头顶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 要塌了吗? 金童到了口边的话, 历时间就变了, 再也没有了方才的颓废, 神情一领, 话音落下的同时, 运起金属性防御之力, 将两人尽数笼罩在其中, 隔绝掉外界的伤害。 不是要塌了, 而是我们在无意中 放出了禁地里压制的东西。 冷连云淡淡地说着, 秀眉紧促。 禁地中压制的东西啊? 面对冷连云的话, 金童有些不解。 禁地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主人怎么会这么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集。 那你以为方才跑出去的是什么? 之前我便和你说过, 液体金已经有了灵性, 现在看来, 不只是有灵性这么简单, 只怕禁地中的液体金已经有了成为气灵的其他特性。 所差的一点也只是不能脱离本体单独存在而已。 之前我一直以为, 这里布下的阵法是为了混淆视听, 控制前往下一径通道的入口。 不过现在看来, 布置这阵法的目的, 更多的, 怕是为了压制液体金离开此地。 而我们方才应该是误打误撞地, 打破了五行之间的平衡, 以至于让液体金脱离了压制的力量。 所以它第一时间的反应才会是逃离。 冷凌云说着谋色渐深,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一次他们只怕是给金之镜惹了不小的麻烦。 主人,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 那液体金并不在金之镜的控制之中? 金童也从冷凌云的话中听出了隐含的意思。 只怕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去收拾烂摊子了。 就在主仆二人说话的功夫, 整个通道内晃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越来越大了。 冷凌云当机立断地做出了决定。 主人, 可是这里现在阵法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我根本就感觉不到外界的金属性连接点,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了。 金童感应了一下之后, 脸色立刻便沉了下来。 冷凌云沉默了片刻之后, 收回外放的原力。 区区这么个地方, 怎么可能困得住我们? 准备好, 我这就带你离开。 话音落下的同时, 冷凌云手中快速地刻画起了传送阵法。 由于距离并不太远, 所以并没有耗时太久, 几个呼吸的功夫便已经完成了。 冷凌云拉过江丽的金童, 便走进了传送阵法之中。 一阵金光闪现之后, 伴随着天旋地转的眩晕感。 等一切都消歇下来, 主仆二人已经出现在了熟悉的房间中。 同时, 耳边传来更加震耳欲聋的轰隆声, 以及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看样子, 真的向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 冷凌云侧耳倾听了片刻之后, 神色凝重地开口。 金童的话还没等说完, 房门外就响起急促的呼喊声。 凌云姑娘, 凌云姑娘, 你在里面吗? 走, 先出去看看。 冷凌云看了金童一眼, 出声道。 然后, 一边快速朝着房门走去, 一边收了门口的银子盛宴。 当看到门口的来人时, 冷凌云的绣眉微微一簇, 怎么是你? 来人的额头上, 还有一大片血肉模糊的青紫色瘀痕, 正是之前, 被净主当众惩罚的那个小丝。 凌云姑娘, 来不及解释了, 那怪物朝着药金阁这边来了? 您先跟我离开这里再说, 要不然, 怕是来不及了。 小丝有些语无伦次地开口解释着, 好像是为了配合她的话一样, 这时外面便传来极为沉重的光光的声音。 伴随着这个声音, 整个药金阁的楼梯都跟着轻轻颤抖着。 寻声望去, 窗外可以看到一个极为巨大的尖人, 缓缓从远处走来。 方才那沉重的声音便是她落脚的时候发出来的。 来了, 来了, 凌云姑娘, 你快, 快走。 小丝显然也看到了, 吓得脸色都白了, 却还是站在原地, 焦急地催促着冷凌云离开。 卧槽, 这家伙什么东西。 金童猛地咽了一下口水, 从不远处的巨大金人身上, 他能感受到一股极其恐怖的金属性。 力量。 如果他本身的实力已经问鼎, 同时又有纳金珠做底气, 只怕此时也要掉头跑了。 电, 电, 电主活了, 就连镜主都惊动了, 可, 可, 可是没有用啊, 拦不住, 快走吧, 妖精哥根本就扛不住他的破坏力。 完了, 完了。 小丝颤声断断续续地说着, 可是还不等他的话说完, 便眼见着, 金人的一条足足有铲车一边宽窄的胳膊甩了过来。 轰隆一阵剧烈地撞击过后, 冷凌云看着护在自己身前的小丝, 一瞬间眼神有些复杂。 就在这时, 感觉到碰撞和震颤过去, 小丝紧闭的眼睛也慢慢睁开。 看了一眼面前没有丝毫损伤的两人, 又四周打亮了一圈, 诧异地开口。 竟然, 什么事都没有? 不对啊, 我之前明明看到这怪物一下子毁坏一座房子的, 怎么会这样? 开什么玩笑, 有主人在的地方, 无论哪里都是最安全的地方。 看着比自己快一步挡在主人面前的小丝, 金童语气有些不善地说道。 小丝并不知道冷凌云的能力, 所以此时听到金童这样说, 一脸不解地将目光转回到身后的冷凌云身上。 此时冷凌云眼中复杂的神色已经散去了, 看着小丝一脸平静地出声问道, 你既然知道有多危险, 为什么还要过来? 难道你不怕吗? 怕, 怎么不怕? 可是怕也不能成为我不来的理由啊, 之前是您开口救了我, 现在明知道有危险, 如果我都不能过来通知您, 我会一辈子心中不安的。 小丝并没有忌讳, 点了点头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冷凌云闻言, 眸光轻闪了一下, 但是声音却一片冰寒, 冷冷到, 我并不记得自己曾经救过你, 如果你是说你头上的伤, 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应该是理解错了, 我当时之所以开口, 不过就是因为你们的声音太大了, 吵到我了而已, 如果让你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我很抱歉。 小丝闻言猛地一愣, 片刻后才轻呼出一口气, 不论您是怎么想的, 但是您救了我却是事实, 所以…… 就在小丝还想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从楼下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冷凌云皱眉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又向下指了指, 小丝立马消声, 紧紧捂住自己的嘴, 金铜则是与冷凌云对视了一眼, 然后手中便已经运转起了金属性灵力, 随时准备攻击。 凌云姑娘, 一道喊声传来, 声音隐约有几分熟悉。 是她? 冷凌云听出是于飞的声音, 伸手示意金铜卸下灵力。 然后, 看着三步并坐两步跑上来的狼狈身影, 冷凌云皱眉问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怎么进来的? 自然是冲进来的呗, 你是没看见? 方才我一来就看到那怪物的胳膊 往药金阁上抡了过来, 吓得我, 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就在我喊着你名字往楼里狂奔的时候, 从攻击的中央位置出现了一道 板如实质般的防御罩, 硬生生地挡住了那变态的攻击。 不过就是一个愣神的功夫, 那防御罩就朝着整个阁楼快速包裹起来。 好在我及时反应过来, 这才在最后一刻冲了进来。 也还好你没事, 要不然, 我死的心都有了。 于飞说到这里, 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 有些善善地停了下来。 看了一眼面前毫发无损, 且神色平静的几个人,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吞了一下口水继续说着, 你, 你别告诉我, 方才那变态的防御罩, 是你弄出来的? 再看到冷凌云一脸淡定地点了点头, 于飞的一双眼睛, 险些没有瞪得脱框而出。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个防御罩吗? 等会儿, 主人收拾了那个怪东西, 还不得吓死你们? 金童鄙夷地看了于飞一眼, 别开玩笑了, 静主, 娄大哥, 以及众多族中的高手都出动了, 可是却连丝毫阻拦之力都没有, 所以, 在看到他朝这边过来的时候, 娄大哥才第一时间吩咐我, 过来带你离开的。 于飞的话音刚落, 金童便一脸嗤之以鼻地对了回去。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还有什么好不相信的? 除了我家主人, 你可看到别人拦住他的攻击了? 你觉得这样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被金童这么一说, 于飞也愣了, 又想到之前冷凌云的绝对实力, 仔细琢磨了一下,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于是试探着开口道, 这么说, 你真的有办法? 看着于飞那阴气的目光, 冷凌云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见此, 于飞立刻开口求道, 凌云姑娘, 求你出手帮忙吧, 不然这一次, 金之静怕是要毁于一旦了。 冷凌云文言, 秀眉微醋, 淡淡点头道, 嗯, 即便你不说, 我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毕竟此事也算是因我们而起。 只是后面的半句话, 冷凌云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凌云姑娘, 您实在是太好了。 好了, 这些话留到一切结束了以后再说吧。 如果我们再不出去, 怕是即便我有降服那怪物的能力, 他也已经将金之静给毁了。 听了冷凌云的话, 于飞立即眼中带笑地赞倒。 只不过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冷凌云打断了。 一方面是因为他心有愧疚, 听不得这样的话。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面情况不明, 不能再耽搁了。 文言于飞猛地一拍脑门, 惊呼出声。 哎呀, 你看我这, 快走快走。 楼大哥和静主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凌姑娘, 我跟你说啊, 你别看楼大哥没来, 但是他心里可是惦记你的, 如果不是他实在脱不开身, 这会儿绝对也亲自过来了。 于飞一边说着, 一边就要拉着冷凌云离开, 然而却被金童猛地一把拍开, 恶狠狠地道。 少来, 别和我家主人套近活, 而且也不是我鄙视你, 就你这速度, 只怕等跟你出去了, 外面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老连云看着两人孩子气的表现, 无奈地摇头叹息了一声。 哎呀, 行了, 都别争了, 我带你们出去。 不过, 出去之后, 我要对付那怪物, 没有时间顾及你们。 所以不想死的, 就赶紧自己找地方躲好, 不然, 死伤不论。 好。 看见于飞和那个小丝忙不跌地点头, 老连云历史间便使出了一招瞬移, 眨眼间, 众人便消失在原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5集 出了药金阁, 耳边立刻便传来野兽般轰隆隆的咆哮声, 两连云的绣眉立刻便皱了起来, 又看了一眼不远处正在发狂的金色巨人。 此时从整体上看, 这金色巨人足足有一幢摩天大楼那么高, 其身侧还明显可以看出之前主殿的轮廓, 以及金碧辉煌的模样。 在金色巨人正前方不远处, 站着一个不足他身量一半大小的金人, 正手持一把金光巨剑与金色巨人对峙着, 想要阻止他继续破坏。 冷凌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于非的解释。 凌云姑娘, 那个小金人正是集金之镜 集大高手之力联合组建而成的, 已经算得上是现在金之镜的顶级合击技能了, 不过现在看来, 好像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冷凌云闻眼淡淡地摇头, 不是坚持不了多久, 而是根本就没有用, 这边的话音刚落, 好像是为了要验证冷凌云的话一样。 金色巨人猛地双臂一伸, 直接将避闪不及的小金人掐在了手中。 然后, 金色巨人的一双大手渐渐收紧, 看起来异常坚固的小金人, 竟然没有半分反抗之力, 一点点变成了虚影, 直至在金色巨人的一记爆赫之下, 化成点点光影散落。 最后, 消弭于无形。 距离金色巨人不远处的假山后, 传来奇奇的吐血声。 冷凌云暗道不好, 当即飞身而起, 朝着那处而去。 与此同时, 金色巨人的手臂 也已经朝着那里狠狠挥了过去。 轰隆一下震天的响动, 金色巨人的胳膊 狠狠抡在了假山上。 整个假山分崩离析, 再也看不出原来的半点模样。 满地的尘埃散去之后, 冷凌云一脸凛然之色, 注立在原地, 以他为中心。 一层透明的七彩流离光壁, 将他和他身后六位浑身血迹的 金之镜高手, 尽数笼罩其中。 看着面前的金色巨人, 嘴角刮过一丝淡淡的饥讽。 不过初开灵智, 便如此不受规矩, 确实有些欠教训。 回答冷凌云的是一阵嘶吼, 虽然听不懂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这一生中的恼怒 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趁着这个空挡, 冷凌云原力外放, 感觉到整个金之镜现在的情况, 心中猛地一紧, 看向金色巨人的眼神也遇见冰冷, 沉声道, 你仗着自己金属性的能力, 便敢如此胡作非为, 今日我就好好教教你, 这样我也不欺负你, 你不是仗着自己的金属性厉害吗? 今日咱们就来试一试, 谁的金属性更加厉害, 说的人就要无条件听命, 你敢是不敢? 冷凌云的声音落下, 面前的金色巨人微微看着他, 侧了侧头, 似乎听懂了, 也似乎没有听懂,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 倒是冷凌云身后, 传来一道虚弱的反驳声, 不,不行, 他很强, 即便你有气灵, 也不行, 不要, 冷凌云回头, 说话的人是鱼龙, 此时他的嘴角还挂着尚未干涸的鲜血, 大手捂在染满血字的钱筋上, 有些吃力地开口, 眼神中更是毫不掩饰地担忧和焦虑, 又扫了一眼鱼楼身边的镜主余红夕, 此时他也正看着自己, 不过他眼神中的情绪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而是一种矛盾和挣扎, 介于想和不想之间, 神色闪躲, 而其他几位自己并不熟悉的人, 看着他的眼神无一例外地 都带着红果果的不信任, 甚至其中还有一位眉眼狭长的中年女人, 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还隐约藏着几分鄙夷, 那样子分明在说, 我就知道你目的不纯, 无非就是想要借此机会来证明自己, 好让众人知道, 你有资格坐稳少主夫人的位置, 这样的感觉让冷凌云心里极其不舒服, 强忍下心中的不悦, 快速收回目光, 生怕自己再看下去, 会忍不住转身离开, 然后对着鱼楼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有分寸, 让他不用担心, 可鱼楼哪里会陷, 见他心意已决, 急忙出声提醒, 你不能与他硬碰, 也别有顾虑, 将你的能力都使出来, 尤其是你那火焰之力, 如果能够压制他, 获胜的几率很大, 文言于红夕眼睛一亮, 也边咳边说道, 对, 灵云丫头, 不用客气, 不然, 我们都有大, 大麻烦, 看到他出生, 冷灵云冷冷一笑, 您放心, 我一定尽量我弄死他, 说完便不再理会众人, 转头对上金色巨人,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他此时的被痒, 于红夕心中隐隐有些慌乱, 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 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我看你的样子, 一时半会儿也做不了决定, 还是我来帮你选吧, 冷灵云说完, 也不再给金色巨人反应的声音, 猛地从七彩琉璃结界中腾身而起, 便直接朝着金色巨人飞掠而去, 灵云, 于飞见此, 心猛地一提, 就在他刚刚出生, 话还没有完全喊出来的一瞬间, 就被一旁的金童给限制住了, 此时别说是想出生, 就是动都动不了一下, 只能用眼神狠狠地瞪着金童, 满是空缩的意味, 你还好意思瞪我啊, 你知不知道, 能够跟在主人身边的机会有多难得, 都是因为你们这两个脱油瓶, 害得我要在这里守着你们, 先生还是个不老实的, 说到这里, 金童微微停顿了一下, 然后看了一眼, 一旁虽然一脸担忧, 却紧咬下唇一声不吭的小思, 继续对于飞说道, 我说啊, 你也和人家学学, 知道自己帮不上忙, 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主人的叮嘱都忘了, 别尽给我惹麻烦, 到时候你死了不打减, 还要连累我被主人贤借, 说完也不再理会他, 再度将目光集中到半空中 飞速移动的自家主人身上, 只见此时的冷凌云 周身散发着浓郁的金属性灵力, 没有半分迟滞, 身形快速地在金色巨人身边闪现, 每一次现身都会在金色巨人身上 留下一个散发着金光的掌眼, 只不过对于金色巨人来讲, 这样的公鸡就如同挠痒痒一般, 不疼不痒的根本就没有半分作用, 此时七彩琉璃结界中的鱼楼, 眉头紧正, 因为他完全看不明白, 冷凌云这样做用意何在, 这些看起来完全就是 没有意义的公鸡而已, 看见冷凌云的做法, 那个中年女人忍不住一脸鄙夷的冷嘲热讽道, 哼, 我还以为内定的少主夫人有什么了不得的手段, 看来只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也就知道放几句大话而已, 他不会真的认为, 就凭他这样软绵绵的公鸡, 就能奈何得了封禁之寿了吧, 哼, 真是天真哪, 面对中年女人的话, 镜主于红夕脸上的神色极为难看, 剑眉拧成一条线, 锦敏的唇也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 面露隐忍, 看样子并没有开口帮冷凌云辩解的意思, 倒是鱼楼忍不住, 毫不客气地出声反驳, 您这样说话是不是有些过了, 不说别的, 单是他这样的勇气便值得我们尊敬, 不知道如果让您自己去面对封禁之寿, 您可有这样的勇气, 而且您也别忘了, 方才便是您口中这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在我们合体之术失败, 毫无反抗之力的时候, 挺身而出, 以一己之力将我们护在身后的, 甚至就连现在, 您也身处在他的庇佑之下, 所以, 您有什么资格, 一边坐享着别人的守护, 一边还要妄议人家的是非? 不得不说, 鱼楼这番话说得极为不留情面, 但也确实就是事实, 让人无法反驳, 顿时让被点了名的中年女人, 羞得一阵面红耳赤, 好不尴尬。 而听了鱼楼的话, 其他几人看向冷凌云的神色, 也都缓和了不少, 就连镜主烟沉的脸色, 也好看了几分。 看到众人的变化, 中年女人显然并不甘心, 冷笑着看了鱼楼一眼, 语气中满是讥讽和调侃地说道, 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于大统领以前对我可不是这种态度啊, 曾经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对我们晚清有几分心思, 不过现在看来嘛, 其实是一直在抱大腿吧, 怎么, 这是看到我们家晚清 现在没有成为少主夫人的机会了, 便又开始找新靠山了, 所以也觉得不用将我放在眼里了。 如果说鱼楼之前的话是不留情面的话, 那他现在的这番话就是难听了, 甚至还带着人身攻击的意味, 就差没有直接说两人之间有一腿, 所以才会这样袒护了。 鱼楼原本在晚清那里所受的情伤便还没有愈合, 现在又被这样毫不留情红果果地扯开, 甚至还带上了冷凌云, 顿时就受不了了, 双目赤红地瞪着中年女人, 冷声指责道, 鱼林, 我敬你是个长辈, 也请你有长辈应有的风度, 我对晚清的感情是我的私事, 这么多年, 我虽然喜欢, 但是对晚清也从来都没有半分不轨的举动, 现如今对凌云姑娘更是敬畏和尊重, 如果说对她有情的话, 那也是出于她帮助我的感恩, 如果你非要如此恶意地揣夺, 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哼, 说得倒是好听, 谁知道这中间, 就在鱼林还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敬主于红夕终于开口了。 你给我住口!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集 敬, 敬主大人, 鱼林历时间便哑然失声, 看向鱼红夕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敬畏, 原来你还知道我是敬主啊, 看你的样子, 我还以为这金之敬要由你说了算了。 鱼红夕沉声呵斥, 鱼林见她真的动气了,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急忙开口解释。 鱼西不敢, 只是看不过眼罢了, 您也清楚鱼林的性子, 向来都是直言不讳的, 根本就不懂得藏着掖着。 那一副略带着几分撒娇味道的道歉, 才配上她此时, 看着鱼红夕那种满是崇拜意味的目光, 只怕是个人就能察觉到她对鱼红夕的心思。 鱼林心里略显得意之色, 原本以为自己这屡屡好用的招式, 这一次也会奏效, 然而现实却狠狠打了她一个耳光。 这一次, 鱼红夕不但丝毫不为所动, 而且脸色明显又沉了几分, 冷冷道, 哼, 如果说年轻不懂事儿, 那叫单纯, 是情趣, 但是到了你这把年纪再不懂事儿, 那就叫愚蠢, 还有什么好值得拿出来显摆的吗? 你还好意思提婉青那丫头, 好好一个女儿嫁, 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你都是怎么教导的,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儿, 我这个镜主都替你脸红。 还有, 婉青的事情是本镜主处理的, 你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大可以冲着本镜主来, 我要将火器牵扯到无辜的人身上。 于鸿熙的一句话, 无疑是将于林方才那番说辞尽数否定了, 而他口中这个无辜的人指的是谁, 大家都不言而喻了。 没有想到于鸿熙会这样对自己, 于林此时张大了嘴巴, 一脸错愕地看着面前的人, 眼中写满了质吻, 而于鸿熙只是微微皱了皱眉, 便再度开口。 就像娄统领说的那样, 刚才凌云丫头可是救了我们的命, 所以不管你有再多的不满, 做人最起码的感恩, 还是应该有的。 这一次本静主念你初犯不予计较, 不过如果再有下一次, 让本静主知道你的言行举止有失身份, 你便好自为之吧。 这番话不但澄清了冷凌云的名声, 同时还暗含警告。 于林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心中满是震惊, 亮呛着后退了几波。 他自幼与于鸿熙一起长大, 太了解他了。 知道如果不是他心中已经有了衡量和决断, 是断然不会开口的。 而他既然说了, 那别再无转环的余地, 就像晚清这次的事情, 他求了多次也是无用。 没想到他们某女二人, 竟然都栽倒在了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女子手上。 心中虽然还有不甘, 但是却再也没有了开口的勇气。 你们快看呐。 就在气氛陷入僵持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忽然喊了一声, 瞬间便将众人的精力 再度重新转移到半空中的战场上。 经过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此时金色巨人已经被冷凌云带得远离了这里。 远远看去, 原本他身上那些不起眼的灵力掌印, 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有些恐怖的数量。 而且如果仔细看去的话, 也能够看出, 那些灵力掌印并不是胡乱打出的, 而是有着一定的规律。 大部分都集中在金色巨人周身, 各大关节可以活动攻击的位置。 这样的发现, 让众人不由地眼前发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位灵云姑娘, 并不是毫无章法的胡乱周旋, 而是真的有着自己的想法。 一时间, 所有观看的众人, 心中都对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子, 多了几分期待。 先前的种种情绪, 已经完全消散一空。 此时被金童控制住的虞飞, 努力发出几声, 试图引起金童的注意。 金童回头, 脸上闪过一抹不悦, 没好气地问道, 你又想做什么? 虞飞看了一眼远去的老林云的方向, 然后立刻对着她狂眨眼睛, 表示自己绝对听话, 一定不会再做出出格的举动, 让她为难。 金童挑眉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看已经远去的自家主人, 淡淡开口道, 看不清楚了, 想让我带你过去啊? 话音刚落, 便见虞飞将眼睛眨得飞快。 金童丝毫不怀疑, 如果她的身体部件可以拆分的话, 就以她这个速度, 说不准眼皮都能原地飞起来。 心中忍笑, 但是面上却故作严肃, 放开了对虞飞的禁锢, 然后从两人身上扫过, 拿枪做调地说道, 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但是应该怎么做就不用我说了吧。 看见两人点头如捣蒜一般, 金童顿时心情大好, 大手一挥就带两人追了上去, 心中却在偷笑,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我自己早就巴不得跟上去了呢。 相较于他们几个此时愉悦的心情, 下面被冷凌云保护在七彩琉璃戒壁中的六个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虽然他们也想要看清楚, 冷凌云最后究竟能不能制服封禁之寿, 然而郁闷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戒壁的范围。 这无疑再一次从侧面证实了冷凌云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最后, 几个人只得无奈地坐在原地, 听着奸货传来的嘶吼声, 在脑海中想象可能的情况。 此时另一边, 冷凌云扫了一眼大致的方位之后, 周身的气势突然一领, 将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 从对金色巨人的上本身, 转移到了双腿和脚踝的位置。 看到冷凌云的这一变化, 金童沉默了片刻之后, 眼中猛地闪过一道精芒, 然后狠狠地一拍巴掌说道, 我就说主人那么聪明, 没有道理会做无用的攻击, 原来早就计划好了。 厉害, 实在是太厉害了。 金童口中说着, 此时看向冷凌云的目光, 满满都是崇拜。 如果不是此时时机不对, 她一定会冲上去, 好好表达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 那, 那个, 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凌云姑娘费了这么大力气,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于飞内心挣扎了好一会儿, 终于壮着胆子开了口。 脸带着她身边那个, 一直极其没有存在感的小丝, 都一脸好奇地拼命点头。 而显然, 此时的金童也迫切需要一个宣泄自己激动情绪的出口, 于是也没有卖关子, 立刻便开了口。 你们看这个地方, 难道不觉得眼熟吗? 只不过, 出口却是一个问题, 顿时便让两人一愣, 认真看着下方, 打量了好半生后, 对视一眼, 才试探着说道, 这里是之前的大殿。 实在不是两个人敷衍猜测, 而是这里已经被金色巨人破坏的惨不忍睹, 如果不是根据大致的方位来推断, 只怕他们也无法给出这个答案。 不错, 之前你说过, 大殿活了, 对不对? 金童指着之前通风报信的小丝笑着问道, 对啊, 原本都好好的, 可是一阵剧烈的晃动之后, 他, 他就起来了。 小丝忙不低地点头, 回顾着自己之前看到的情况。 这就是了, 所以主人将这个大家伙引回到这里, 自然就是为了让他恢复到本来的样子了。 金童点头, 说出了自己的理解。 啊, 真的假的, 我可不认为这个大家伙会乖乖听话呀。 于飞明显有些难以置信, 不由地质疑出声。 金童看了他一眼, 伸手揽上他的肩膀, 上下打亮了于飞一眼, 笑得一脸的不怀好意。 不信, 要不然,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于飞碍于金童之前的于薇, 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一时间明显极其的不适应。 打了个寒战之后, 带着几分躲闪地开口道。 赌, 赌什么? 金童眨了眨眼睛, 戏谑地开口。 就赌, 我家主人一定能让他乖乖听话。 如果我赢了, 那么你…… 说到这里, 金童故意停顿了一下, 然后阴侧侧地一笑, 直让于飞起了一层的脊皮疙瘩, 立马摇头, 一脸赌定地说道, 不赌, 我信, 凌云姑娘那么厉害, 绝对会赢。 这个, 那不用怀疑。 哟, 你这是认怂了。 金童笑着看着于飞, 忽然觉得这小子 好像比一开始看着顺眼多了, 不由得起了玩笑的心思。 怂就怂呗, 反正啊, 你绝对没憋什么好事, 我才不上你的当。 于飞倾咳一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探了探手, 毫无压力地说着。 啊, 看来没得玩了。 金童有些无趣地叹息了一声, 然后再度将注意力 转回到冷凌云内处的战局之上。 此时, 金色巨人的膝盖和脚踝位置 也已经在冷凌云的攻击下, 被密密麻麻的金色光点所笼着。 金色巨人已经无法再移动半步, 就那么定定地立在原地, 口中不断地发出不甘的嘶吼声。 冷凌云的嘴角勾起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手指快速地动作, 结了一个复杂的手印,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 就在冷凌云画音落下的同时, 金色巨人各大关节处的金色光点, 以众人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显现出腐朽的痕迹。 原本金灿灿的光泽感, 渐渐地变成腐朽的铜绿色, 甚至开始斑驳, 窝落。 围观的众人甚至都忘记了逃跑, 驻足看着这极为罕见的一幕。 虽然金之镜的众人修炼的都是金属性灵力,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想过, 金属性灵力竟然还可以这样用。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冷凌云似乎是刻意控制了各个关节的腐朽程度, 金色巨人右侧的脚踝处率先腐化, 失去了右腿的支撑, 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然后依次是右侧手臂, 左侧手臂, 以及左侧的膝盖和脚踝, 直到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冷凌云这才松开手中掐着的印诀。 悬浮在半空中, 看着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金色巨人, 出声问道, 怎么样, 你服还是不服? 嗯。 金色巨人发出一声轻轻的乌液, 哪里还有之前的气势, 明显已经服软了。 好, 既然如此, 便认主吧。 冷凌云说着, 再次掏出之前那只装着金枝净净煮血液的小丝瓶, 就在他将契约阵刻画完成, 准备滴血认主的时候, 金童已经极吼吼地来到冷凌云身边, 皱眉出声。 主人, 你该不会真的想要帮他们契约了这个家伙吧? 为什么不啊?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之前禁地中我们的判断错了, 所以只要帮他们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他们也不会再纠缠你了, 这有什么不好吗? 冷凌云挑眉说道, 主人, 我是怕那净主得到这个强大的助力, 实力增强之后, 强行将你留下给他当儿媳妇, 难道你不怕吗? 金童上前一步压低声音, 面露担忧之色, 哼, 你想多了, 就算净主真的会这样做, 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既然能收拾他一次, 便能收拾他第二次, 并不会因为他有了主人, 便有什么改变。 冷凌云不禁摇头失笑, 文言金童不由的一正, 心中暗道, 这还真是一高人胆大呀, 感情自己在这儿瞎担心了半天, 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 行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就算是我们对于此次 破坏了金之镜的补偿吧, 而且, 我们也需要分散净主的注意力, 来争取一点时间。 冷凌云伸手拍了拍金童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争取时间? 金童还在心里琢磨着 主人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冷凌云便已经将小瓷瓶中的血液 滴落在契约镇的中央, 随着金色的契约之力闪现之后, 冷凌云来到了于妃和小丝两人面前, 手伸出来。 原本两人对冷凌云便很有好感, 在目睹了方才的过程之中, 对冷凌云的感情已经完全上升到崇拜的地步, 对于她的话完全没有半点怀疑, 没有任何迟疑便齐齐伸出了右手。 冷凌云也不含糊, 手腕上的玲珑手镯随着心念变化成匕首, 快速刮过两人指尖。 指尖有鲜血滴落, 正好被冷凌云手中的东西接了个正着。 等两人反应过来, 各自的手上已经多了一枚样式普通的戒指, 于飞率先诧异地开口。 这是储物戒指? 不错, 里面是我觉得对你们各自有益的小东西, 算是给你们留点念想吧。 这里还有两枚戒指, 分别帮我交给鱼楼和静主, 千万别弄火了。 冷凌云点头交代着, 同时又将两枚戒指塞进了于衣飞的手中。 于衣飞闻言, 原本心中因为收到礼物的欢喜, 瞬间便被冲散了。 赵梅看着冷凌云问道, 凌云姑娘, 难道你是要离开吗? 冷凌云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点了点头。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有聚便有散, 很正常。 可, 可是静主她说过, 你…… 这一次开口的是那个小丝, 磕磕巴巴的, 并不太敢说的样子。 你们不会真的将少主夫人的传言当真了吧? 忘了我早就说过, 对少主夫人的身份不感兴趣了? 其实啊, 你们少主是我大哥, 我与他之间, 充其量算是师兄师妹的关系, 而且, 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可是已经成亲的人, 不但如此, 而且连孩子都有了,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的。 哦, 对了, 这个事属于我的隐私, 就连于白大哥都没有告诉静主大人, 所以你们也要帮我保守秘密。 好了, 若是有缘, 我们以后再见吧。 冷凌云轻笑着说完这番话, 也不顾处在绝对震惊中的于飞和小丝两人, 便带着金铜施展空间之术, 再度顿回了地下通道之中。 当然, 在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 撤了静主等人周身的几彩琉璃戒壁。 戒壁消失的一瞬间, 契约之力便作用在金之镜的静主身上, 顿时惊得他一个蹴不及防。 于红夕带道感受到体内多出来的力量, 心中顿时一通狂喜, 立刻招呼身边的人, 朝着原本大殿的位置狂奔而去。 与此同时, 冷凌云主仆二人 已经再次回到了之前的通道之中, 因为之前便开启过水灵光阵, 所以此时还能感受到周围浓浓的水属性灵气。 金铜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应该要如何下手, 于是开口询问道, 主人, 这里现在已经没有了液体机, 我们要如何以水为媒介, 开启通道的入口呢? 液体机作用是什么? 冷凌云听他问出这样的问题, 邪逆了他一眼, 反问道, 您之前不是说为了引雷吗? 金铜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显然不太明白, 主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主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呀, 我们要引雷, 难道非要那液体金的本体不可吗? 冷凌云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这金铜时而聪明, 时而糊涂的情况, 实在是让他有些无语。 对呀, 单说引雷的话, 我们有那金珠, 可是不知道比那液体金厉害多少了。 金铜一拍手, 兴奋地说道, 行了, 那还等什么, 赶紧开始吧, 还不知道上面液体金的灵体契约 能拖住他们多久, 万一让他们反应过来追过来, 还真的有点麻烦了。 冷凌云见他明了, 伸手在金铜头上敲了一个暴力, 然后目光微眯了一下说着, 哦, 原来主人之前说的争取时间, 指的就是这个, 您竟然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计划我们怎么离开了。 主人, 您实在是太厉害了。 金铜文言, 想到自己之前的困惑, 顿时有一种啼呼灌顶的感觉, 伸出大拇指对冷凌云赞道。 你呀, 留着拍马屁的尽头, 以后遇到事的时候多想想, 少让我说些话就行了。 冷凌云说着瞪了他一眼, 然后便站在水灵光镇的中央, 示意金铜可以开始了。 金铜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然后立马正色脸神, 开始配合主人催动那金珠的力量。 一时间, 金光营绕在这一方空间之中, 直到感觉到周围的金属性灵力 已经达到一定的浓度, 冷凌云这才调动青红珠的力量, 将一层同样浓郁的水属性灵力 覆盖在中央的那金珠表面。 随着两股灵力之间不断地摩擦, 那金珠周围的金属性灵力 隐隐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已经有浅浅的电弧 在两股灵力之间来回穿梭。 从一开始, 劈啪的小股电流, 渐渐愈发明显, 变成一道一道闪烁着 盈盈蓝色的电光。 两股灵力之间的间隙 也因着光电范围的扩大 而慢慢扩大, 直至形成一条 约有两米左右直径的通道。 里面满是大片的雷光闪电, 乍看之下, 竟然与曾经的雷玉一般骇人。 眼见着雷光闪现得越来越急, 冷凌云心中一喜, 大喊一声。 来了,金童准备好, 我数一二三, 我们一起跳进去, 然后我会直接将你 收进空间之中。 金童知道, 这一次回到空间之后, 很可能便意味着 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再跟在主人身边了。 但是这样的时候, 显然不是任性的时候, 于是立刻应声道, 是,主人。 然后便静静等待 主人的倒计时。 另一边, 于红西一行六人 赶到主殿的时候, 看到已经被制服 倒在地上的金色巨人, 一时间神色各异。 镜竹脸上 竟是难以掩饰的喜色, 忙着上前 与金色巨人 进行深入的交流, 其他几个脸上 竟是复杂之色。 而于楼 则是焦急地 四下张望着, 终于让她看到了 于飞两人 愣愣地站在 不远的地方, 急忙皱眉, 上前询问, 凌云姑娘人呢? 被她这么一问, 两人才缓缓 回过神来。 于飞看清 面前的人之后, 先是被她满身的血 看得一惊, 惊呼出声道, 楼大哥, 你受伤了, 严不严重啊? 于楼皱眉, 垂头看了一眼, 立刻白手说道, 方才一瞬间 被反噬导致的 气血翻涌, 休息了这么久 已经没事了。 这封禁之兽 是凌云姑娘做的吧? 在哪儿? 怎么没看到她? 凌云姑娘她? 提到冷凌云, 于飞的神色 顿时便沉了下去。 她怎么了? 不会是出事了吧? 于楼立刻紧张了起来。 啊, 楼统领, 你, 你别急, 凌云大人她没事儿, 只不过, 她说她要走了, 临走前 还送了我们这个。 看出于楼的情绪, 小丝赶紧接过于飞 没有说完的话, 同时还亮出 自己手上的储物戒指。 走, 走了? 于楼闻眼 也猛地愣住了。 楼大哥, 这是凌云姑娘 让我转交给你的, 另外一枚 是留给净主的, 你低血认主就好了。 此时, 于飞拿出了 冷凌云离开时 交给她的两枚储物戒指。 这是给我的? 凌云姑娘 可又说里面是什么? 于楼接过 属于自己的那枚, 有些不知所措。 只说是 一些对我们 有帮助的小东西, 听她的意思, 留给我们的东西 应该都不一样。 我们也没来得及看, 楼大哥要是想知道, 自己认主之后看看 不就清楚了。 于飞说完, 自己也盲不迭地 让精神力 进入储物戒指中 查看了起来。 于楼身上本就有伤, 随便蹭了一点血上去, 认主之后 也将精神力 探入了其中。 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三人脸上 竟是震惊之色, 尤其是那个小丝, 如果不是 储物戒指 已经底血认出, 他非得要吓得 直接将东西 扔了不可。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8集 向来藏不住话的于飞 率先惊骇出声。 原来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 不过是小东西, 难怪他根本就没有 将金之镜 放在眼里啊。 鱼楼少有的 没有因为他这番 对金之镜不镜的话 而责备他, 因为在他眼中 也确实如此。 灵器、丹药、 甚至功法和武器, 甚至细致到 连美晋升一级之后, 应该要如何使用 辅助丹药 和替换的武器、 功法都做了详细的计划。 对于他们来说, 完完全全 就是一套定制好的 傻瓜版生级教程, 可以确保他们 一路畅通无阻地 修炼到 新级巅峰。 这样的东西, 那是有多少钱 都换不来的。 就在这时, 前方金色巨人 躺下的位置 忽然震动了一下, 将众人的注意力 全部吸引了过去。 紧接着, 便看到 金之镜的上空 风云变换, 原本和煦的天气 猛得刚风阵阵, 阴云密布, 那样子 就好像有什么 恐怖的东西 即将要出现了一般。 见到这般场景, 镜主于红夕 率先想到了什么, 立刻回头, 朝着于飞 奔了过来。 灵云丫头呢, 方才本镜主 见到她的气灵 带着你们二人 过来的, 现在, 他们人在哪里? 这……, 于飞迟疑了一下, 还是选择 隐瞒了一部分真相, 于是摇头说道, 镜主大人, 我们虽然是被带过来了, 但是方才 灵云姑娘 制服了那大家伙之后, 便带着 契灵大人消失了, 属下并不知道 他们的去向, 会不会是累了 回去休息了? 毕竟属下 先前去的时候, 药金阁 并没有任何损坏啊。 她的话, 让于红夕 不由地震了了片刻, 但是当她看到 越来越易变的天色, 立刻否定了于飞的话。 不对, 她绝对不是 回去休息了。 娄统领, 你立刻带人 随本镜主。 于飞一见镜主, 要让娄大哥 一起去找老陵云, 哪里还能让 娄大哥为难? 再加上她清楚, 离开是 陵云姑娘自己的意思, 自然要帮忙 拦上一拦。 于是眼珠子一转, 立刻打断了镜主 于红夕的话。 镜主, 您稍等。 等什么等, 事态紧急,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于红夕立刻 一脸不悦地喝道, 说着便要招呼 于楼离开。 谁知刚迈出一步, 立刻又被于飞 窜上去挡在面前, 一脸焦急地解释着, 镜主, 属下真的是有事, 是与陵云姑娘有关的。 于红夕皱着眉冷声道, 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汇报, 不然, 本镜主绝不饶你。 镜主大人, 属下不敢, 是这样的, 陵云姑娘离开前留下一样东西, 让属下转交给您, 说不定就是告诉你什么消息呢, 也省得您乱找一通不是? 于飞尽量说得莫朗两可, 好拖延时间。 于红夕果然被他的话唬住了, 闻言, 立马一把拉住于飞追问道, 灵云丫头给你什么了, 快给本镜主看看。 于飞这才慢慢地拿出另一枚储物戒指, 交到镜主手中。 这是储物戒指? 于红夕接过戒指之后, 皱眉仔细端详了一下, 有些诧异地开口。 啊, 镜主大人, 灵云姑娘只是将东西交给我, 并没有具体说是什么。 就在于飞想要继续和她扯上几句的时候, 于红夕显然没有再理会她的意思, 镜字咬破了指尖, 将一滴血滴落在戒指上。 淡淡的光芒闪过, 还不等她去查看储物戒指中都有什么东西, 猛地一道道狂雷便从风云变幻的天上砸了下来, 轰隆轰隆, 连续响过几声之后, 地面上好像被这股巨大的力量贯通了一样, 一个黑洞洞的漩涡状气旋从地下猛地冲了出来。 气旋中不断有电光溢出, 与空中的雷光交相呼应, 眨眼间便连成了一片。 雷光闪电缠绕在一处, 越来越宽, 渐渐地形成一个足足有十米左右的巨型通道。 见此, 镜主面色大变, 朝着冲天而起的电光通道, 高声喊道, 凌云丫头! 不过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一异状仅仅维持了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尽数消散。 天空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走, 走了? 余红夕看着恢复如初的天空, 愣愣地说着。 镜主, 什么走了? 第一次看见通往雷之径通道的余楼, 一脸诧异地追问。 余红夕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她的话, 而是看着天空出神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发出一声叹息。 唉, 方才的意象是开启通往雷之径入口, 才会出现的。 看样子, 她从来都没有想要留下来。 雷之径? 余楼口中呢喃着, 皱眉在心中琢磨着。 原来余飞口中所说的离开, 是去了雷之径, 那么, 是不是用不了多久, 便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呢? 然而还不等她眉头舒展, 一旁便传来一道让她深恶痛绝的女声。 这下子, 某人可是傻眼啊, 想抱大腿却没抱住, 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当回事儿啊。 以后, 她是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 说话的正是鱼林, 此时她看向鱼楼的眼神中, 竟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嘲讽, 甚至还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成分在里面。 虽然方才静主因为那个丫头警告了自己, 但是现在, 那丫头竟然自己选择了离开。 鱼林相信, 静主绝对不会为了一个无法留下的人而得罪自己的。 所以此时, 说起话来也愈发有恃无恐了。 原本以为, 被戳中心事的鱼楼会忍不住对她出手, 到时候, 她便有机会报复方才鱼楼与自己针锋相对, 害自己出丑的丑了。 可是谁知道, 鱼楼不过只是抬头淡淡看了她一眼, 嘴角也含着一抹笑意, 那笑容怎么看都像是在嘲笑她的无知。 倒是鱼飞, 看到自己的楼大哥被人这样明朝暗讽, 有些受不住了, 立刻张口就要对回去。 你不知道情况, 别在这里乱说话, 谁说凌云姑娘没将我们当回事, 她明明就给我们, 鱼飞。 不过, 鱼一飞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鱼楼一声轻贺给打断了。 鱼飞愤愤地看向鱼楼, 她不明白, 明明说出来便可以澄清, 甚至狠狠地打那个老女人的脸, 让她闭嘴。 为什么楼大哥不让她说出来? 就在这时, 看到鱼楼冲着她微微摇了摇头, 然后又看向鱼林, 冷声说道, 哼, 究竟有没有将我们当回事, 不是单单看表现出来的一切就可以衡了的, 更不是你凭一句话就能够挑拨得了的。 即便她真的就这么离开了, 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心中对她的感激。 而你嘛, 就算你对我们千好万好, 我们也不会将你放在眼里。 鱼楼的话说完, 就那么静静地, 看着鱼林因为她的话, 而气得抽搐发白的脸。 心情忽然愉悦了起来, 似乎银银有些明白了当时冷凌云面对晚清的指责, 笑着看她挣扎时的心情。 鱼飞虽然还没有理解楼大哥制止她说话的原因, 但是丝毫也不影响她对鱼楼这番话的肯定, 忙不迭地点头道, 就是就是, 不管铃银姑娘在哪里, 只要她需要我们, 我们一定义不容辞。 不过像你这样的人, 竟然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交成那副样子, 别说为你办事了, 就算是共事都会怕被你在背后咽一把呢。 说完这些话, 只觉得胸中一口恶气得以舒解, 说不出的畅快。 这番话说得不可谓不狠, 至少在场的几位高手, 以后在面对这个鱼鳞的时候, 心中多少都会有几分忌惮。 这样的结果, 可要比将她打死打伤来得有意思得多。 你…… 鱼鳞自然也清楚鱼飞这番话可能带来的后果, 轻喝一声便准备对她出手。 鱼楼上前, 一步挡在鱼飞身前, 态度表达得很是明确。 鱼鳞一脸愤恨地看着面前的两人, 想动手, 却也知道一旦两人联手自己敌不过, 于是只好将目光转向一直凝神没有开口的静主。 静主, 你看他们, 当着您的面就这样说, 背后还不知道要怎么诋毁我的。 万卿他确实有错, 可是您罚也罚了, 现在这般, 分明就是欺负我一个女人啊。 此时, 于鸿西刚刚从储物戒指中收回精神力, 饶视他身为一镜之主, 也被里面的东西震撼得无以复加。 尤其让他惊讶的是一张冷凌云留给他的精神玉碟, 里面详细地记载了一套与金属性气灵同修的功法。 据冷凌云介绍, 只要按照这套功法修炼, 随着家族传承的延续, 液体金的灵体, 与主人血脉之间的牵绊也会越来越深。 虽然不能让气灵像独自凝行, 但是长久下来, 与主人的契合度不断提升, 可以与主人并肩作战, 完全理解并服从主人的命令。 这样说来,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气灵无异。 于鸿西心中惊喜的同时, 也没有忽视冷凌云的嘱托, 尤其是他特别提及了鱼楼, 于飞和那名小丝。 在冷凌云的口中, 三个人心性不错, 这要是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信任, 日后一定会成为金之镜的中流砥柱。 所以, 于鸿西收回精神力的第一时间, 听到鱼林对冷凌云夸奖之人的质疑, 第一反应便是不悦, 在想到之前的种种, 立刻便沉声呵斥。 他们有没有在背后诋毁你, 本镜主并不知道。 不过, 本镜主倒是亲眼看到你多次出言挑衅, 所以, 有现在的处境, 也只能说你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鱼林睁大了眼睛,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镜主。 他心中很清楚, 原本镜主是绝对不可能 让另外两个人的地位凌驾于他之上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59集 现在, 镜主之所以会站在他们那边, 绝对是有人说了或者做了什么, 破坏了他在镜主心中的印象。 几乎是历史间, 鱼林的脑海中便出现了那个女子的身影。 再加上, 方才鱼飞最后提及到了他女儿晚清的事。 鱼林心中愈发肯定, 就是因为晚清的事情, 才让那个女子迁怒到了自己身上, 顿时满心地不甘。 对于鱼林来讲, 他几乎努力了一辈子, 才终于让自己在镜主于红夕的心中, 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分量, 又怎么忍心如此轻易地被人破坏了? 于是, 这一刻的鱼林什么也顾不得了, 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已经离开的朗铃云。 庆主, 我这么多年为你, 为金之镜做了多少, 您是清楚的, 您不能因为那臭丫头几句话, 就这样对我呀, 这不公平啊。 为了我, 为了金之镜? 你还真敢说, 这些年你确实做了不少, 但是你敢说, 你做这些就没有任何私心吗? 其实你自己心里应该最为清楚, 你做这些, 更多的还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确保你在金之镜中高人一等的位置。 而且, 本庆主自问也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 你也得到了实质的好处, 权力, 地位, 尊重。 所以, 你犯不着在这里和本庆主抱怨什么。 至于我对他们几个的态度, 我承认, 确实是受了凌云丫头的影响, 不过, 却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对她的喜悟, 我之所以愿意相信凌云丫头的话, 完全是她自己用行动换回来的, 也正好体现了你口中所谓的公平。 所以, 你最好收回那些诋毁她的话, 不然, 本庆主不介意送你去和你的女儿团聚。 于红西冷冷地看着有些疯狂的于林, 眼中带着警告。 不会的, 她不过就是耍手段, 放倒了封印兽而已。 虽说这样的做法, 变相地救了金之镜, 但是, 她却将封印之兽给弄成了这样, 最多也就能算是功过相抵而已。 我不相信, 她一个小丫头, 不过来了金之镜几日的时间, 便能够超越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竟然让你产生了放弃我的念头。 我不信, 我不信! 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于红西说得这么不堪, 于林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不信吗? 曾经本镜主也不信, 可事实证明了, 凌云丫头不但做到了, 而且还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于红西眼中快速地闪过一抹自嘲, 停顿了片刻之后, 才又开了口。 原本我并不想这么快就说出来, 不过现在看来, 本镜主还是有必要让你们知道, 凌云丫头竟为我金之镜做了些什么? 镜主说完, 心中便默默地运转起冷铃云留下的玉剪中所记录的功法。 金色的灵力营绕而出, 快速地将金色巨人已经被破坏殆尽的各个关节位置连接了起来。 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眼见着之前肆虐金之镜的怪物再度站了起来, 人群再一次惊叫着四散开去。 一时间的慌乱, 让众人都忽视了已经站起来的金色巨人, 只是静静地站着, 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胡乱地攻击。 镜主大人, 您怎么能为了他, 这金之镜的族人于不顾? 余林瞬间一脸惊恐地看着余红西, 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为了要给那个臭丫头证明, 而不惜用这么疯狂的方法, 顿时出言指责。 然而话还没有说完, 便见余红西眼神一愣, 冷声吐出四个字。 无可救药。 然后便闭上眼, 口中念叨了几句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原本不见动作的金色巨人, 竟然缓缓将头转向了余林, 下一刻便抡远了胳膊, 猛地朝余林的身上砸了过去。 余林猛地被一下子砸飞出去老远之后, 吐出一口鲜血, 眼睛在金色巨人和余红西之间来回看了看, 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脸的难以置信, 想要起身, 可是挣扎了几下, 却愣是没有站起来。 余红西走到她面前, 语气冰冷地扔下一句, 看到了吗, 这就是凌云丫头留给金之镜的。 与她相比, 你所做的那些根本就不值一提, 现在可福气了。 余林艰难地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便面如死灰的贪软在地, 嘴角不断地有血液溢出, 然而此时却没有人关心她的情况, 众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金色巨人的身上, 其中一个高壮的中年男人, 满是惊喜地开口。 静主, 这封禁之兽可是听从你的号令? 不错, 凌云那丫头已经让封印之兽与本静主达成了契约, 再通过她留下的修炼方式, 可以控制封禁之兽为我所用。 那丫头, 不声不响地解决了一直困扰我金之镜的最大的问题。 静主于红西也满是兴奋地说着, 难怪啊, 静主一直那么看重的丫头, 没想到她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呢。 又一个干瘦的小老头, 一边捋着灰白的胡子, 一边笑着问道, 这个, 你可是问住我了, 我也是从于白那小子口中听到过一点有关凌云丫头的事, 听说她是跟着鬼手圣衣来到谷中的, 而且, 太乙尊上一直有心想要收小丫头为徒, 只是这丫头却从来都不肯吐口。 至于灵云丫头的身世, 臭小子还真是从来都没有与我讲过。 不过, 你也应该知道, 于白那小子眼镜有多高, 能够让他主动开口提及的人, 必然是有独到之处的。 于红夕也面现难色, 之前呢, 并听说她有狠霸道的火焰, 现在又表现出这样强横的契约能力, 而且, 她既然能够让苍蓝大陆上两位顶级医者看中, 想必她在医术之上的造诣应该不浅呢。 这么多的能力急于一身, 这丫头的天赋可谓是得天独厚了。 难怪呀, 镜主你属意她成为少主夫人。 唉, 可惜了。 干瘦的小老头听完镜主的话, 口中不停地感叹着, 对呀, 你不说我都没往这方面想, 她若是有医术, 便代表她能够掌控水属性灵力, 难怪她能够开启通往雷之镜的通道入口。 于红夕听了她的话, 猛地反应过来, 拍了一个巴掌, 口中念念有词道, 同时修炼火属性, 水属性, 金属性, 甚至还能够掌握医术和召唤术。 我的天哪, 真的有人可以厉害成这样吗? 能够有这样的天赋, 他的身份, 只怕也绝对不简单呢。 中等身材的男人一脸艳羡地惊叹道, 他的话音落下, 于楼和于飞对视了一眼, 接在对方眼中看到一丝淡淡的嘲讽。 那意思分明在说, 这样就不简单了, 凌云姑娘会的应该还远远不止这些, 而且从她给他们留下的东西来看, 她的身份岂止是不简单啊, 就算是用恐怖来形容也不为过了。 毕竟, 那些东西便是放眼整个苍蓝大陆, 能够拿出来也没有几个吧。 不过, 想归想, 对于他们来说, 凌云姑娘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 他们在意的只是她这个人本身。 就在众人各自抱着自己想法的时候, 于红夕沉声道,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 现在我们都无可奈何了, 也不知道于白那个臭小子究竟在干什么, 这么久了, 竟然还没有消息。 看看等她回来之后,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挽回吧。 另一边, 鬼域大殿之上, 一身红衣的阴落尘, 斜靠在椅子上, 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精致的白玉杯, 目光放空,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报, 启禀鬼王大人, 属下们在下酒域中抓获一名年轻男子。 下酒域, 那又如何?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还是说, 你们现在已经无能到连这样的小事都办不了了。 燕落尘的目光没有移动半分, 语气中带着淡淡的薄月。 不, 不是的, 室内人说, 说, 感受到语气的变化, 来人跪在地上, 连手都微微颤抖着, 出口的话更是语不成句。 本王现在懒得动手, 你要么说清楚, 要么立刻滚出去。 燕落尘的语气已经彻底烟沉下来, 吓得前来汇报的下酒域御长, 连忙一边磕头, 一边快速地解释。 鬼王息怒啊,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年轻男子, 他, 他说他要见夫人。 说到这里, 御长顿时感受到了一股森寒的目光射来, 立刻意识到自己言辞有误, 瞬间打了个机灵, 急忙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纠正道, 属下有罪, 是, 是鬼后, 鬼后娘娘。 你是说, 下酒域有个年轻的男人找灵儿? 这一次, 阴落尘终于有所动容, 风眉微微促起, 就连捏着杯子的大手, 也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 是的, 鬼王大人。 御长应声, 同时额头上有一滴冷汗滑落。 啪的一声, 气敏碎裂的声音响起, 阴落尘手中的杯子, 终于因为不堪重负而碎了, 旋即便只听到烈烈风声拂过。 等御长再度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这个年轻的新任鬼王捏在了手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0集 只见鬼王那张俊美而邪美的脸上, 满是阴霾, 声音中没有半丝温度地说着, 哼, 本王看你这个御长, 也是当到头了, 鬼后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给本王弄死他, 竟然惦记到灵儿头上。 本王要他魂飞魄散。 鬼王, 属下冤, 冤枉啊, 他, 他是人。 被提到半空的御长, 一阵猛烈咳嗽之后, 艰难地挣扎着开口。 你说什么, 是人? 听他这么说, 因洛尘的手猛地一松, 口中下意识地呢喃着。 此时他脑海中第一个反应, 便是那男人找来了。 脸焰的眸光闪动了一下, 然后犀利地瞪视着倒在地上, 不停喘息地御长, 立声贺问。 你确定, 人是你们抓住的? 如果这真的是那人, 就连他亲自动手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更别说他手下的这帮人了, 能抓住才奇怪呢。 鬼王明鉴啊, 人确实是我们抓住的, 而且他似乎还与下酒狱中的两个魂魄, 有些焦急。 狱长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可是因洛尘却抬手制止了他后面的话。 皱眉默默地立在原地,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又开口问道, 你说说, 是哪两个魂魄? 回鬼王, 这两个魂魄有些特殊, 当初老鬼王亲自定罪, 要他们经受十八层地狱不得轮回, 但是却并未说明原因。 狱长显然还不太适应 新鬼王这阴晴不定的性子, 小心翼翼地开口。 闻言, 因洛尘微微凝眉, 当初这事他也是知道的, 因为有关魔眼转轮镜牵扯太大, 所以并未对外公布, 甚至这样的重罚, 一度还演得不少鬼臣 对老鬼王颇有悲词, 认为鬼王独断专横, 量刑不公。 最后, 还是在私下里请了几位 在鬼狱中极有分量的老者 说明情况, 得到他们的支持后, 才平息了这件事的影响。 年轻男子, 与那两个特殊的魂魄有关, 并且还认识灵儿。 在心中将信息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 很快, 因洛尘的眼中显出一丝轻松, 然后, 对跪在自己脚边的御长沉声吩咐, 去, 将人给本王带过来。 是, 是。 御长心中猛地长嘘了一口气, 急忙应声, 然后躬身快步向后退去, 似乎生怕自己走慢了一步, 而再发生什么变故。 可是, 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他马上就要退出门外的时候, 烟落沉的声音响起, 等等, 御长脚步猛地一顿, 紧张地猴杰上下滑动, 差一点就要跪了。 就在他以为自己今天可能要难逃此劫的时候, 终于等到了一道柔和的难以置信的声音传来。 记住, 好生礼遇, 不可怠慢。 御长闻声猛地抬头, 竟然意外地在新任鬼王的脸上看到一丝极浅的笑容。 虽然一闪而逝, 但还是让他看得呆住了, 心中震惊不已。 传言, 这位新任鬼王手段很利, 性格阴冷, 叫之老鬼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他上任以来, 也是全然不顾老鬼王的颜面, 各种雷霆手段齐齐使出, 以最快速度收服了整个鬼域的势力。 甚至一度有人传言, 他做鬼界少主的时候, 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根本就无心无情。 可是自己现在看到了什么? 这样的笑容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说自己抓住的这个年轻男子, 有什么特殊之错? 一时间想得出神, 狱长正愣在当场, 完全忘记了反应。 你还愣在这里, 是等本王送你吗? 见他久久不动, 燕洛尘的声音再多冷了下来。 属下不敢, 这就去, 这就去。 狱长说完, 立刻如蒙大赦一般, 忙不迭地退出了大殿。 直到他离开之后, 燕洛尘才坐回到王座之上。 此时才摊开手掌, 掌心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 之前被他捏碎的那只白玉杯的碎片, 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大掌之中。 燕洛尘见此, 不但没有半分痛楚和懊恼的意思, 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半分。 然后, 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一个锦盒, 像是对待珍宝一般, 小心翼翼地将已经前进掌中的碎片, 一块一块地取出, 收入锦盒之中, 嘴角还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 当他处理好伤口, 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 燕洛尘望向大殿门口的眼神中, 隐隐流露出焦急之色, 口中还小声嘀咕着, 怎么还不来? 话音刚刚落下, 殿外便传来首位的通病声, 鬼王, 下九玉玉长带人在殿外等候, 您是否要见? 快请进来。 燕洛尘几乎立刻回答, 说完之后, 微微整理了一下衣服, 便正今微坐在王座之上, 似乎十分重视接下来的会面。 很快, 下九玉玉长便带着一个身形消瘦的清秀男子走了进来, 恭敬地给燕洛尘行礼。 属下见过鬼王, 您。 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燕洛尘拂袖打断, 此时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对面的少年身上, 一边打量他, 一边出声问道, 你此番前来, 可是为了你的父母。 在燕洛尘打量少年的同时, 少年也在打量着他。 在看清楚他长相的同时, 眸光微微一缩, 然后上前两步, 看着燕洛尘不打反问。 原本只是为了亲人而来, 不过现在看到你, 忽然想起来, 或者还有别的事要做。 放肆, 你竟然敢对鬼王如此无礼, 该当何罪? 站在少年身后不远处的夏九玉玉掌, 立刻立声喝倒。 我无礼, 我无礼, 你知道什么? 你们鬼王可都还没有说话呢, 反而是你这样大呼小叫的, 难道不是更无礼吗? 少年冷冷一笑, 看了王座上的燕洛尘一眼, 然后又转头看看夏九玉玉掌, 语气中满是嘲讽。 你…… 夏九玉玉掌怒不可遏地正在发作, 却直接被鬼王一拂袖给掀飞了出去。 本王让你以礼相待, 你当着本王的面还敢如此, 其罪当诸…… 在鬼王淡淡的声音中, 夏九玉玉掌飞在半空中的庞大身形,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直至完全消散之后, 燕洛尘才将目光转回大殿中的少年身上, 笑得一脸灿烂地开口道。 本王这样处理, 你还满意吗? 平静地就好像在询问, 今天的天气如何, 一样地轻松。 哪里能够看出来, 刚刚夺人性命时的冷酷模样? 见此, 少年眉头微皱, 看向燕洛尘的眼中, 戴上几分警惕。 同样满不在乎地回答, 你的人, 愿意怎么处置是你的事, 与我无关。 怎么说, 咱们现在也算是瞻亲带故啊, 你要是这么说, 岂不是让本王伤心吗? 燕洛尘一边说, 一边缓缓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朝着少年的方向走去。 这个少年不是别人, 正是跨越卫面, 从穷华大陆赶过来, 寻找冷凌云和父母的方元斌。 我呸, 谁要跟你占亲带过? 不要以为你是新任的鬼王, 我就要讨好你。 就算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逼迫我姐成了你的鬼后, 那又怎么样? 在我姐心里是不会承认你的。 别说我姐了, 便是在我这儿, 你也不过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罢了, 永远也不可能比得上我姐夫。 冯元斌狠狠地脆了一口, 态度也激动起来。 燕洛尘文言, 眼中快速闪过一抹杀意, 但是很快就冷静下来, 然后耸了耸肩膀,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笑道, 哼, 看在你姐的面子上, 本王原谅你言辞中的不敬, 不过本王又纠正你一点。 在别的事情上, 本王或许确实用过些手段, 比如当初对你。 不过对于女人而言, 本王向来不屑于使用什么手段, 尤其是像成亲这样的事, 如果不是你情我愿, 很有什么乐趣可言。 你放屁, 闭上你的臭嘴, 你的话, 小爷一个字也不信。 还不等燕洛尘说完, 冯元斌便一边大喊着, 一边冲上去, 那势头大有与燕洛尘 同归于尽的意思。 然而, 在距离燕洛尘一臂之遥的地方 却停住了, 任他如何努力, 都没有办法移动半分。 燕洛尘上前, 笑得极为灿烂的, 伸手在冯元斌脸上拍了两下, 同时开口说道, 原本方才还觉得许久不惦你成熟了不少, 不过现在看来, 还是和以前差不多啊, 也没有多大涨金。 今天的事情我不与你计较, 不过你最好记清楚了, 你姐是心甘情愿做我的女人, 而你现在的姐夫也应该是本王才对。 冯元斌此时动不了也开不了口, 只能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瞪视着面前的燕洛尘, 咬牙切齿地在心中诅咒她。 看见冯元斌的眼神, 殷洛尘轻笑一声, 继续说道, 怎么, 看样子你是不信呢, 要不要我带你去证实一下? 冯元斌一听, 眼睛猛得一亮, 心中暗道, 证实? 怎么证实? 他这样说, 是不是自己便有机会见到姐姐了? 哼, 想见你姐姐? 殷洛尘明知故问, 冯元斌虽然身体各个部位动不了, 但是却快速眨了几下眼睛, 算是回应。 见此, 燕洛尘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继续说道, 哼,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与你姐姐大婚的消息, 相信也一定听说了 你姐姐她有孕, 甚至是生产的消息了, 对吧? 而且, 如果本王所料不差的话, 你之所以会被抓住, 多半也是因为 你寻遍了苍蓝大陆, 也没有找到 你姐姐的所在之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集 所以, 本王是不是可以认为, 其实, 你心里已经相信了 我与你姐姐的事情是真的, 不然, 你为什么别的地方都不去, 偏偏来找本王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你笃定, 本王一定知道 他们母子的下落, 对不对? 所以, 要见灵儿, 你真的确定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殷落臣说完, 笑着看着冯元斌的神色变化, 直到看到他眼中的激动和愤怒 一点点地熄灭下去, 被一种淡淡的酬绪 所取代之后, 便放开了对他的禁锢, 然后便听到冯元斌的声音传来, 是, 你猜得不错, 你们的事我也都听说了, 我不信, 我想要找姐姐求证, 可是王宫, 密室, 地牢, 无论是鬼界还是仙境, 能找的地方我几乎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姐姐的踪迹, 我找不到姐姐, 可是我知道, 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离开王宫几天, 后来, 甚至还有了鬼欲小王子降生的消息, 我便知道, 你一定知道姐姐的下落, 所以这一次, 我寻到了爹娘之后, 才主动暴露了行踪, 我想知道, 姐姐和姐夫在开启了卫免通道之后, 究竟都遇到了什么事, 而姐姐她现在人又在哪里? 看向阴洛晨的毛子里, 一改之前的针锋相对, 竟然还隐隐带着一丝祈求, 本王说过了, 你现在的姐夫只是我, 怎么就是记不住呢? 阴洛晨轻叹一声, 周身隐隐透着一丝危险的气息, 你想要做什么? 冯元斌一直没有摸清楚阴洛晨的性子, 再加上, 现如今, 鬼界对这位新任鬼王的风平, 以及方才他挥手间, 便取下了九玉玉长的性命, 这些都让冯元斌心中没底。 哼, 做什么? 实话说, 看在你姐的份上, 本王并不想对你怎么样, 不过嘛, 本王脾气比较急, 尤其是生气的时候会做出什么事, 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要不然, 你试试看换个称呼, 或者本王心情会好点, 也说不定呢。 阴洛晨单手摸着下巴, 看着冯元斌轻声笑着说道, 冯元斌不傻, 此时怎么会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是他如果现在改口的话, 总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 更何况, 这人曾经还绑架自己去要挟姐姐, 不然, 或者现在的一切都不会是这样。 想到这里, 冯元斌心中一定, 然后坚定地摇头说道, 哼, 我明白你意思, 但是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除非你能让我见到我姐姐, 让他亲口承认, 他不是被你所要挟。 不忍, 不管你将要对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如你所愿的。 哦, 有点意思, 不过, 难道你就不怕我不对付你, 而是将手段用到你爹娘身上吗? 要知道, 他们现在可是近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就算本王要他们魂飞魄散, 也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 阴洛晨眼中精芒闪过, 然后挑眉看着冯元斌。 冯元斌沉默了片刻之后, 双拳在袖口中微微攥紧了些许, 而后自嘲般地笑着开口, 我爹娘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是事实, 用他们的话来说, 现在所遭受的这些不过是因缘果报, 是他们应得的, 他们并不愿, 更何况他们还欺骗过姐姐。 如果知道我是因为姐姐的事 而累积他们, 不但不会怪我, 说不准还会感谢我, 终于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 你…… 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有言不尽, 一时间阴洛晨也有些懊恼, 但是很快也无奈地笑了。 行了, 看你小子对你姐姐这般忠心的份上, 本王自然不会为难你。 这样吧, 你先下去, 好好休息一日, 等本王将诡计的事情安排一下。 明日便带你去见你姐姐和小外甥, 如何? 你…… 你真的带我去? 冯元斌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一瞬间也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 要是你不想见, 那本王也没必要…… 听见阴洛晨话中明显有拒绝的意思, 冯元斌立刻摆手打断他的话。 啊, 当然想见。 还有, 你说小外甥, 我姐他真的已经…… 说到最后, 看向阴洛晨的目光中满是探究和困惑。 自然是你姐生的, 若不是借着你小外甥的光, 本王想要继承下鬼王的位置, 怕也不会是那么顺利。 说来, 那小子还真是本王的小福星啊。 只可惜…… 燕洛晨信誓旦旦地说着, 语气中满是自豪, 只不过眼眸深处快速刮过一丝暗淡, 就连冯元斌都没有察觉。 此时的冯元斌几乎已经完全相信了他的话, 心中复杂无比, 翻涌着惊涛骇浪。 这一刻他愈发想要知道, 在这一段时间中, 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才能够让那么深爱着姐夫的姐姐, 做出这样的选择, 甚至还连孩子都有了。 看着冯元斌失神的模样, 燕洛晨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 伸手在冯元斌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语重心长地劝道, 行了,别多想了, 本王让人给你安排休息的地方, 你好好调整一天,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不近呢, 别到时候走到一半没力气了, 本王可不会管你。 到时候见不到你姐姐, 你就怪不得本王了。 哼, 小爷才用不着你管呢。 冯元斌说完, 便一脸负气的模样, 转身朝着大殿外走去。 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燕洛晨没有丝毫阻拦的意思, 嘴角挑起淡淡的弧度, 然后朝着大殿的一个位置做了一个手势, 立刻便有一道暗影快速地闪出大殿。 三日后, 一仙谷外谷迎来了两位身份不俗的贵客。 燕洛晨在说明来意之后, 仙谷外谷的第一大势力掌门人直言不讳地开口。 这, 一个称呼还没有说完, 便被燕洛晨猛地瞪视了一眼, 到了口边的话硬生生地改了。 贵客, 您要是想去内谷, 这事真的不是我们不帮忙, 而是实在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前一段时间, 据说是内谷出了一点事, 从那以后, 我们外谷的人被勒令, 没有传召不得靠近。 而且, 想必你也看见了, 那股谷口处已经布置了一个大型的阵法, 现在除了里面的人主动走出来, 或者有了解阵法的人带路, 否则想要进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出事了? 什么事你可知道? 听到这话, 燕洛晨的脸色顿时便凝撞起来, 自己上一次来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 可是现在怎么忽然就这样了? 一时间心中猛地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唉, 这事我也不太清楚, 您也应该知道, 只要是内谷的人不想让我们知道, 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 不过, 有件事, 老夫总觉得应该有些关系。 掌门人说完, 看了看四周, 然后刻意压低声音对两人说道, 在这之前, 听说内谷的二爷曾经受过重伤。 文言, 燕洛晨没有再开口, 有关太乙尊上排行第二的弟子, 刘峰, 受伤的事他是知道的。 上一次暗中过来的时候, 冷凌云也曾经大致与他提了一嘴, 但也只是说刘峰是自己在外面受的伤, 希望他关注外界的动向。 和他派人追查了一段时间, 最后所有的线索都是指向刘峰性子风流挑衅, 所以才会被人教训。 而且至此以后, 那些人也彻底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了行动的迹象, 以至于最后他便作罢了。 只是他却不知道, 后来内骨之中还发生过什么事, 想来应该是灵儿刻意瞒着他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刘峰当初的事情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先是一仙谷中二弟子重伤, 而后谷中又出了事, 还能让灵儿开口的同时有所保留, 必然是事关重大。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一次的反常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能与此有关, 能够让人屡次针对一仙谷, 背后的诱惑必然不小。 一仙谷中能够被人如此惦记的东西有什么呢? 想到这里, 燕洛尘心中猛的一紧, 似乎想到了一种可能。 当即也不顾掌门人的反应, 立马拉起身旁的冯元斌, 便朝着内骨的方向而去。 怎么了? 你忽然这么激动, 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路上, 冯元斌一边气喘吁吁地跟着, 一边不解地问道, 现在还不能确定, 不过, 如果你还想见到你姐姐, 就什么都别问, 我们必须要尽快进入内股。 看着他脸上严肃而又凝重的表情, 冯元斌也不好意思打击他, 但还是忍不住吐槽, 小声嘀咕着, 之前就是因为进不去, 所以才想着到外骨找办法呢。 现在就算赶过去了又有什么用啊? 就算再急, 进不去还是进不去啊? 你懂个屁, 若是没事的时候, 自然是选择代价最小的方式, 可是有事的情况下就不同了。 阴洛晨猛地回头, 恶狠狠地吼了一句, 此时仔细看的话, 还可以看到阴洛晨的眼眶都微微有些泛红, 显然是动了真怒了。 冯元斌见词, 顿时心中咯噔一声, 哪里还有与他斗嘴的心思, 立刻追问道, 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我姐姐出事了? 一仙谷在苍蓝大陆上是怎么样的存在,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就连鬼界和仙境的王室都要礼让三分, 能够让一仙谷做出这么大的反应, 他们的对手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可有认真想过? 阴洛晨脚步微顿, 开口看着冯元斌说了一句, 然后不去理会他瞬间苍白的脸色, 又急急地朝着前方掠去。 草, 姐,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冯元斌没好气地骂了一声, 心中嘀咕着, 也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极致, 追了上去。 站在通往内谷的谷口, 因洛晨和冯元斌两人看着面前的阵法, 这一次, 冯元斌也收起了之前不以为然的态度, 认真研究起来, 别说, 还真的就被他发现了一丝端倪。 这阵法好像是出自于姐姐的手臂。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集 就在殷洛晨准备启用秘法的时候, 冯元斌嘟嘟囔囔地嘀咕了一句, 这么说, 你认得这阵法? 殷洛晨动作猛的一顿, 然后面露喜色地说道, 冯元斌立刻摇头, 旋即又点点头说道, 不认识, 不过姐姐当初给我讲过一些基本的布阵知识, 所有的阵法都离不开这些内容。 虽然我不能破除这个阵法, 但如果给我一点时间, 想要通过阵法的阻挡, 应该不难。 那还等什么, 你抓紧时间, 越快越好, 不然我担心, 你姐姐那里会有什么变故。 印洛晨猛地拉住冯元斌的手, 神情紧张又欣喜地催促着。 嗯, 这一次冯元斌没有多言, 轻应了一声, 然后便将所有注意力转移到了面前的阵法之上。 这一言就, 就是整整一天一夜。 终于, 冯元斌长叙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找到了! 听了他这一声, 阴洛晨猛地一下从一旁的地上弹了起来, 眼中闪够狂喜。 我们可以走了。 嗯, 快点跟着我, 看好我的脚步。 记住了, 一步都不能错。 冯元斌快速点了点头, 认真地与阴洛晨交代。 放心, 就你的速度, 本王还不至于会看错。 阴洛晨摆摆手,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 你, 是不是不想去了? 冯元斌听出他语气中的嫌弃之意, 咬牙切齿地挤出了一句。 原本一直是自己求着他, 站不了上风也就罢了。 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 自然要再扬眉吐气一把。 咳咳咳咽。 别, 别, 现在可不是闹的时候, 一切都要以你解为前提。 你要是针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等咱们找到你解, 确定她没有事之后, 再说也不迟。 千万别耽搁了时间。 殷洛晨能屈能伸, 轻咳了几声立马认怂, 在他心里,现在没有什么比灵儿的安危更重要 冯元斌文言快速收敛了自己的情绪 看了他一眼,然后便转头在前面带路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两人面前的场景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草地茅屋,一片室外桃源般的景象 两人对视了一眼,快步向前走去 等两人走遍了整个山谷,却一个人影都没发现 冯元斌忍不住好奇地开口道 难道是我们找错地方了 不是,我之前来过,灵儿确实住在这里无疑 现在所有人全都不在 看来事情真的像我想象中最坏的方向发展了 殷洛臣一边说着,一边若有所思地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这么说,你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冯元斌看着他就没问道 应该把酒不离时了,那里是一仙谷的秘密 本来不应该告诉你 不过因着灵儿的关系,本王相信你 为了节省时间,咱们边走边说 殷洛臣说完,一边朝着河水方向走 一边对冯元斌说起了一仙谷禁地的秘密 等两人都站在河边,看着对岸的两座山峰的时候 冯元斌也前前后后理清了方才听到的内容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打禁地的主意 所以我几和他们一起去了禁地? 现在只能这样希望了 殷洛臣点点头,不过还有一个可能他并没有说 因为涉及到那个人的下落 在他的私心里,并不希望那会是灵儿前往禁地的初衷 可究竟是与不是,一切都要找到他们之后才能确定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进去吧 冯元斌说着,便准备拉着殷洛臣过河 却被殷洛臣反手拉住了,看着他宁没说到 禁地又名八重镜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身为鬼王,已是神级之躯,有王器护体 而你则不行 进去之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你都不能离开本王身边一尺之巨 否则会有性命之用 你可明白 好,只要能找到我姐,我什么都听你的 冯元斌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 于是忙不爹地点头 殷洛臣见他硬下 这才放出周身的鬼气 将两人笼罩在其中 化作一道黑气朝着对岸激略而去 两人站在禁地前 看着面前那一道闪着银色光泽的大门 殷洛臣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看样子,他们确实已经进去了 殷洛臣说着,脸上引现出一种复杂的情绪 不过,此时心中同样急气的冯元斌并没有在意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大门催促着 那快进去吧 你放心,我一定不离开你身侧的 嗯,殷洛臣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婆婆妈妈的 长虚了一口气之后 缓缓伸出自己的一只手 抵在面前的银色大门上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冯元斌似乎看见他方才那一掌中 黑色的鬼气里缠绕着丝丝金色的流光 下一刻,银色的大门便忽然间光盘大盛 然后缓缓开启 两人相视一眼 齐齐台步跨了进去 我的天哪,什么情况 与冷凌云初见水之镜的反应相同 冯元斌在看到脚下连成一片的水势戒后 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呼 而殷洛臣却与他的惊讶不同 眉头紧皱着 好像遇到了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一样 很快,殷洛臣神情凝重地开口 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有问题 啊,有什么问题啊 冯元斌顿时紧张起来 同时警惕地四下打量 按理说,初次进来的人 应该猝不及防直接落入水中的 可是你看 现在我们就这么立在水面上 即便是想下去都做不到 所以,这水之镜中 一定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殷洛臣笃定地说出自己的判断 心中控制不住地开始胡乱猜想起来 听到殷洛臣的话 冯元斌脸上浮现出一丝恍然的神色 不但没有半点忧色 反而一派惬意地开口 这里是水之镜 难怪是这个样子 不过,如果是水之镜的话 就不用担心了 姐姐,她的水属性修为厉害得很 即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也绝对是占优势的那一方 她的花音落下 殷洛臣似乎想到什么 正带开口 却被由远及近传来的一道男声给打断了 何人竟敢擅自闯境 语气柔和 但却不失肃然之气 北首的领队 是一个看上去年约三十左右的男人 一身水蓝色长袍 整个人儒雅清秀 但却不失威严 想来,方才的话应该便是出自于他口 就在两人打量着来人的同时 来人也同样打量着他们 盖道他看清楚 缠绕在两人周身的黑色气雾时 男人的脸色猛的一变 皱眉,有些不确定地询问出声 你们身上这是 难道你们是诡计之人 本言 冯元斌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暗道不妙 就在他以为要糟的时候 燕落尘忽然将头一抬 没有一丝退窃之意 只是来人 神情巨傲地开口 鬼戒心主前来水之境拜会 劳烦你通知一下敬主吧 你 你竟然是鬼戒之王 文言 男子脸上浮现出一丝诧异 一方面他没有想到 鬼戒之主竟然这般年轻 另一方面也没想到 鬼戒心主竟然会亲自前往八重镜 按理说这里并没有他们在意的东西才对 哼 怎么 看样子你并不相信 在这苍蓝大陆上 应该还没有人敢盗用本王的身份吧 燕落尘似笑非笑地看着男人脸上的惊讶 戏谑地反问道 这 这确实没有 不过 您怎么会突然来到八重镜呢 男人看样子有些为难 却还是委婉地想要证实他的身份 燕落尘如何能听不出来 冷笑了一声打断他的话 本王为什么会来八重镜 稍后自然会与贵镜的镜主说明 这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还不够格啊 想要本王亮出证据 就换个人来谈 一番话说得男人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好半场没有开口 皱眉似乎在努力权衡着利弊 燕落尘哪有时间等他想明白 立刻出言继续说道 本王时间有限 可不是你能耽误得起的 见了镜主之后 一切自有分享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燕落尘的语气中表现出少许的怒意 以此来催促来人 眼见着无法再拖下去 男人这才不得不开口 这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镜主正在闭关 所以 可惜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燕落尘拂袖喝断了 你该不会是以为本王到了你们水之境的地界上 就可以任由你们说什么是什么了吧 此时他的脸上虽然还有笑意 但周深却已经散发出宛若实质的烟尘气息 首当其冲感受到的 便是距离他最近的冯元斌 只觉得周深 好像被一股无形的气劲给锁定住了 根本动弹不了半翻 之前虽然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 但是远没有现在这股危险来得强烈 冯元斌下意识地朝着小队的一干人等看去 只见他们一个个的脸色都是一片铁青 甚至有个别的额头上都渗出了痘大的汗珠 就连为首的男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好像都在极力隐忍着什么似的 还请贵王息怒啊 在下所言 句句数十 绝对不敢欺瞒 前段时间 少主带人回来之后没多久 不单是镜主 就连老镜主和大祭司也一并闭关了 男子隐忍着痛苦 尽量让自己平静地说着 你是说少主带人回来了 殷落尘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周深的气势收敛了几分 千真万确 这是镜中众所周知的事 当时还闹出好大动静 这才将老镜主都惊动了 您随便问水之镜的族人 都是知道的 男子拱了拱手 认真地说道 那少主带回来的人呢 他们可又离开水之镜 殷落尘猛地抓过男子的手臂 问出了自己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集 离开 应该没有 当时他们都集中在这一带 并没有发现有人潜入通往木之镜的地方 男子皱眉 若有所思地朝着水天交接的方向投去一眼 然后一边说着 一边在众人脚下的区域 比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真的没有离开 快 快帮本王联系他们 因落尘文言 心中顿时一喜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是说 灵儿就在水之镜中 那自己最担忧的事情也就不存在了 鬼王 这个请恕在下无能为力了 实不相瞒 自从越狱之前 这里出现了诡异的阵法之后 我们尝试了很多次 一直都没能与他们取得联系 这也是方才我为什么会阻拦您的原因 男子摇摇头 颇有些无力地说道 你是说这下面有阵法 所以才联系不上 在感受到过 燕落尘的实力之后 此时男子对于他的身份 已经没有半思怀疑了 因此面对他的疑问 也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合盘托出 正是如此 原本那么大的动静 我们一度都以为 是封印出了事情 可是后来出现了阵法 隔绝了一切 得不到一点消息 不过 几位大人的祠堂中 供奉的灵牌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猜测 只怕是有了什么不得了的机缘 才会集体闭关 耽搁了出来的时间 因落尘沉默了片刻之后 一把拉过站在身后的冯元斌 往前一推 开口推荐道 那正好 本王带来的这小子 精通破阵之法 这样 你带着我们去这片区域 外围的水下 近距离研究一下 说不准 他就能解开此阵 到时候 不但能够找到 本王要找的人 你们也能得到 你们两位敬主 和大祭司的消息 这样 岂不是一举两得 冯元斌一脸懵逼的伸手 指着自己的鼻尖 刚想开口反驳 却被印落尘 狠狠地瞪了一眼 历时间就缩了缩脖子 将到了口边的话 憋了回去 男子稍稍迟疑了片刻之后 最终点了点头 也好 毕竟时间都已经这么久了 如果再没有消息 实在是难以扶重啊 不过 在下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还请鬼王大人 可以考虑一二 你说 因落尘此时的心思 全都在冷凌云身上 只要能够让他 见到冷凌云 只要不是什么 太过分的要求 他都愿意答应 在下琢磨着 如果阵法打开之后 里面的人 还没有完成闭关的话 我们能不能 不要贸然打扰 毕竟 很多时候 机会稍纵即逝 我 男子有些为难地说着 然而还不等他说完 因落尘便无谓地抬手 带着一丝不耐烦地制止了 本王可没有那样的闲心 去管别人的事 本王只是要找我的人 只要看到人就好 不用你提醒 本王也不会做那种 惠人机缘的事 行了行了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赶紧带路 是是 多谢鬼王 在下 这就带着两位下去 得罪了 男子 还是一贯雅致的笑意 微微攻了攻身 然后一挥手 再两人周身 加持了一道 水蓝色的隔水屏障 便带着两人 朝水下前去 半个时辰之后 在水下 仔细转了一圈的冯元斌 在阴落尘 三番五次的催促下 终于开了口 这个阵法 与我们之前 在内谷谷口所建的阵法 大体上基本一致 一致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小子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将阵法破了 还不等冯元斌说完 燕落尘便已经迫不及待地 打断了他的话 同时眼神也满事不悦地 瞪视着冯元斌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既然知道破解之法 那你还在这里费什么话 难道你不着急见你姐了 冯元斌看到他这样的神情 便知道他一定是误会了 于是也没好气地 白了他一眼 恶狠狠地说 鬼王大人 您不懂阵法 能不能不要断章取义啊 我是说基本一致 又没有说完全相同 就算是完全相同的阵法 在不同的地域 布置起来 也会有细微的差异 阵法意图 看似只是简单的 五行八卦推演 但是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绝对不能因为大致相同 便草率对待 否则 停停 哪里来的一番歪理邪说 你就说 面对着冯元斌 眼看着有长篇大论的趋势 因洛臣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毫不客气地说着 然而不等他说完 冯元斌便好像被人踩了尾巴一样 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惊呼 你竟然敢说我姐姐的话是歪理邪说 我方才说的这些话 可都是当初姐姐亲口交给我的 想不到 你竟然对我姐有这么大意见 很好 等我待会儿见了我姐 一定将你的原话告诉姐姐 哼 说着还轻哼了一声 一副我要你好看的傲娇模样 一直将冯元斌压制得死死的阎洛臣 这时好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 一脸僵硬的表情 正愣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反应过来 摸了摸鼻子 清了清嗓子 有些讨好意味的开口 那个 我哪敢对你姐有意见呢 刚才是我一时间太着急了 这才有些口不择言 出口的话都没有过脑子 当不得真的 所以吧 那个 你就千万不要到你姐面前去说了 我想你也一定不想看见 你姐姐她因为这些小事而不高兴 是吧 面对着阴洛臣的服软 一旁的水之镜的众人 皆是一脸震惊的见鬼的表情 而冯元斌心中偷笑不止 哼 经过这么长时间 终于让我找到你的软肋了 原来这么在乎我姐 这下子 看你以后还怎么耀武扬威 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还是一脸不情不怨的开口 哼 算你运气好 我确实是见不得我姐 有半点不高兴 这次就算了 不过 如果再有下一次被我抓到把柄 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你可要小心了 放心 放心 绝对不会了 原本这样做 应该是给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冯元斌却忽然高兴不起来了 其实 如果不是今天感觉到 燕洛晨外露的紧张和担忧 他真的要以为 这位新近的鬼王 真如外界所传的那样 冷酷残暴 他很清楚 燕洛晨之所以会有这么明显的情绪 全都是因为自己的姐姐 可见 这位新近鬼王对自己姐姐的感情 绝对没有参加 可越是这样 冯元斌心中越是没底 且不说他现在还没有清楚 姐姐与姐夫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即便是他们感情依旧 此时鬼王的这种感情 对于姐姐来说 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事吧 这样想着 冯元斌一时间的心情很是复杂 脸上的喜色 一下子便隐匿无踪 冯元斌这样的表情变化 落在原本就还不太确定的燕洛晨眼中 立刻就让他的神经紧绷起来 试探着开口问道 那个 要不你再好好看看 破了阵法 咱们赶紧进去确定一下 你姐是不是真的在里面 要不就这么一直等着 也不是办法呀 冯元斌看了他一眼 然后面无表情地说着 不用麻烦了 这阵法 我已经知道要怎么破了 你方才不是还说 只是基本一致 现在就知道了 燕洛晨文言诧异地开口 我还真没有说错你啊 果然就喜欢断章取义 我只是在和你解释 基础的阵法知识 并没有说我就没弄明白啊 冯元斌这番话落下之后 燕洛晨顿时摆出一脸 便秘的表情 试着让自己深吸了几口气 这才将自己隐隐要爆发的情绪 给压了下去 然后尴尬地笑了两声 说道 哼 那感情好 连时间都省了 那你就直接说 我们要怎么做 冯元斌这一次 倒是没有再买棺子 淡淡地开口说道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 这个阵法 对应的方位中 应该买有同属性的晶石 只要能够破坏掉其中的一颗 这个阵法自然便可以破解了 对应的方位 可是我们现在连阵法都进不去 要怎么找到对应的方位属性啊 殷洛晨有些不解的赵梅 用姐姐的话来说 无论是什么阵法 既然是人布置出来的 便一定会有对应的破解之法 就以现在的阵法为例 虽然所有对应的晶石 都在阵法的范围之内 但是按照方位来推算的话 至少应该有一颗 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弄到手的 冯元斌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朝着水底的部分指了一下 然后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 开口说道 虽然这里是土之境 但是总不至于从上到下 全部都是水吧 这阵法主要便是针对水之境的 所以只要排除了水属性之外的 其他介质 是不受阵法控制的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下面应该有一处属风的阵眼 只要想办法将那里的精石取出来 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冯元斌的声烟落下之后 领队那名男子立刻不解其意地问道 你说得不错 水之境确实不可能从上到下都是水 而且这水下确实有其他介质 只不过并不是风属性的 而是图属性啊 冯元斌淡淡地摇头 出声解释 你的理解有误 风属性灵力与阵法中所谓的属风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下面是图属性 不过在方位上来看 却是属风的 所以按照阵法的对应来看 必然有风属性精石的存在 啊 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们宅家所修习的 尽是水属性 要说在水中是绝对没问题 可若是图属性 我们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 所以若是要取精石的话 我们怕是帮不上忙了 男子清秀的脸上 微微显出一丝难色 这 冯元斌文言也是一脸的纠结 他本身虽然也有几种属性共存 但是图属性的话还真的没有 一时间也为难了起来 这个事情交给本王吧 就在众人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 因洛辰站出来开口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4集 你 冯元斌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猜不出他究竟是什么属性 又或者他是像姐姐一样变态的存在吗 或许是冯元斌此时的想法太过于明显 所以 阴洛辰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当即便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开口道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本王早就说过 因为有王气加深 所以 即便没有对应的属性伶俐 在这八重境内 本王也是畅通无阻的 这就厉害了 冯元斌摸着自己被敲得生疼的脑袋 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赶紧告诉本王那晶石的具体方位 本王一会儿也不想再浪费了 阴洛辰立刻追问着 你观察好阵法中心的位置 然后直上直下的距离 一路向下寻 应该差不多千米左右 就可以看到 由七颗晶石组成的小型阵法 而其中一颗青色的 便是枫树性晶石 千万不要拿错了 不然 一旦阵法发生变动 阵法中的人 保不齐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冯元斌认真想了一会儿之后 叮嘱道 好 你们在此等候 本王去去就来 阴洛辰说完之后 便立刻化成一道黑器 沿着阵法边缘 快速朝着深处而去 当阴洛辰按照冯元斌的说法 差不多 深入到水底地下 深度千米左右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了七颗晶莹闪烁的晶石组成的小型阵法 心中一袭 力时加快了速度朝着那里而去 然而 等他人到达小型阵法面前 近距离观察的时候 眉头顿时便皱了起来 原本以为 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的风属性晶石 此时却成功地让他犯了难 七颗晶石组成了阵法 彼此之间的颜色交相辉映 其他属性的晶石还好 因为颜色差异较大的原因 即便是相互之间存在一些影响 也还没有达到分辨不出来的程度 可是 木属性与风属性的两颗晶石就不同了 原本颜色就相近 又是相邻的位置 所以此时 青和绿 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真心分辨不出 哪个是哪个呀 因落尘抓了抓头 一脸烦躁的 恨不得想要随便抓一颗了事 这样想着 手便已经朝着其中一颗伸了出去 千万不要拿错了 不然一旦阵法发生变动 阵法中的人 保不齐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然而就在这时 脑海中忽然出现了冯元斌的叮嘱 一想到阵中的灵儿可能会有危险 因落尘伸出去的手 好像触电一般 瞬间便又缩了回来 只得深吸了一口气 再度沉下心 认真观察着两颗颜色相似的晶石 希望可以从中看出一丝端倪 可是看了半晌之后 不但没有丝毫帮助 反而觉得愈发的眼花缭乱了 甚至在闭上眼睛的时候 阵落尘只觉得 眼前已经出现了大片的红色 显然是长时间盯着绿色 而造成了视觉迟滞 阵落尘伸手 在自己深深皱起的眉心处捏了捏 沉思了片刻之后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通过实际的接触 再一瞬间快速判断出晶石的属性 然后再以最快速度做出反应 保证在阵法没有来得及变化的情况下 就成功取走了风属性晶石 破了阵法 思来想去之后 只有这样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于是 阵落尘长嘘了一口气之后 便将两只手 分别朝着两颗晶石伸了过去 一只手上 感觉到了蓬勃的生命力 而另一只手上 则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阵落尘心中猛地咯噔一声 满心的不解 这是什么情况 如果是风属性晶石 难道感觉到的不应该是风吗 可是现在 没有给他多加思考的时间 因为两颗晶石被外力作用 所以整个阵法笼罩的区域内 都出现了剧烈震动 取舍的时间到了 阵落尘几乎是想也不想的 就选择了右侧那颗 什么感觉都没有的精神 哼 一声爆喝 阵落尘强忍着胸口翻涌的 星田之气 再度化作一道黑影 直直地朝着来时的方向 又冲了回去 不过这一次 与之前相比有些不同 速度明显较之下来的时候 要快上不少 而且还夹杂着呼啸的风气 阵落尘好似隐隐猜到了什么 朝着自己手中看去 只见此时 一颗散发着 碧青色幽光的八灵形晶石 正静静躺在他的掌心 阵落尘知道自己成功了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阵落尘刚刚离开地下范围 正想要借着风属性晶石的力量 一鼓作气冲上去 与冯元斌众人会合的时候 周围的阵法限制 骤然消散了 面前出现的场景 让阵落尘停住了脚步 原本什么都看不到的水域中 此时灵星出现了几个 盘坐在地的身影 阵落尘心头压抑不住地狂喜 然后直直地奔了过去 眼中满含期待地 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这里有八个人 无论是从年纪 还是从人数上来看 应该就是一仙谷的 八大内谷弟子了 但是却并没有 他最迫切想见到的那一个 阵落尘的眼神 快速暗淡下来 看到他们一个个 依旧紧闭着眼睛 丝毫没有因为阵法的变化 而受到任何影响 便也没有过多停留 立刻就开始在阵法范围内 寻找起来 在后面的一番寻找中 殷落尘看到了 为师兄弟八人护法的太乙尊上 看到了同样盘坐在不远处 自己修炼的鬼手圣衣 甚至还看到了 在阵法另一边 无故转悠的老镜主 镜主 以及大祭司三人 可是 直到他寻遍了整个阵法中的区域 也没有看到自己最想见的那抹倩影 现在的结果 无一步朝着自己最害怕的方向发展 然后 殷落尘口中喃喃低语着 完了 灵儿他一定是 殷落尘的一句话还没等说完 便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然后 倒地 不省人事 等他再度醒来的时候 头上是青纱曼照 身下则是柔软舒适的大床 殷落尘眨了眨眼睛 想到老灵云猛得起身 瞬间只觉得胸口处一阵闷痛 让他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嘶 这声一出 立刻便引来众人的注意 立刻便有嘻嘻嘟嘟的脚步声 快速朝这边靠近 鬼王 您可算是醒了 你这说晕就晕 可是吓到老头我了 您这身份何等尊贵啊 要是在我这水之境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老头我 就可以直接以死谢罪了 人未到 声先到 然后率先进来的 便是水之境的老镜主 翟老 殷落尘闻言 微微皱眉 他如何能够听不出来 老镜主话中的意思 只是此时 心中惦记着另外一件事 哪里有心思和他扯些场面话 直接忽略了翟老的话 看向跟在一行人身后 满色不悦的冯元斌问道 看见你解了吗 冯元斌见到他自己都已经这样了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冷凌云的下落 心中不由地涌起一阵感动 难得的给了他一个好脸色 立刻开口道 不知道 不等冯元斌后面的话说出来 老镜主立刻笑眯眯地上前 剑缝插毡地接言道 鬼王 您放心 老夫在知道 你是前来寻找鬼后的 所以 已经派人在整个水之境的地界中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消息传回来 所以 在这段时间内 鬼王还是安心养伤 稍恩勿躁 不然 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本王这是怎么了 好端端的 怎么会忽然这么弱 文言 因洛臣皱眉问道 您这是思虑过度 再加上没有休息好 就连日奔波 就算您身体底子再好 也禁不住这样的消耗啊 这不是就表现出来了 您这是思虑过度 再加上没有休息好 就连日奔波 就算您身体底子再好 也禁不住这样的消耗啊 这不是就表现出来了 唉 其实原本 那破阵的反噬之力 对您根本造不成什么影响的 可是 积攒得久了 就在这一次 一下子爆发了 不过 您尽管放心 我们已经用了水之镜中 最好的灵真丹药 保证您康复以后 绝对不会因为这个 而留下任何病根的 但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建立在 您要好好休息的基础上 在收到老镜主一记眼神之后 镜主翟静宇 看着殷落尘笑嘻嘻地开口 刷起了自己的存在感 此时殷落尘原本就心骄 再听到他们左一个 右一个 一口一个全都让他休息 顿时就急了 红着眼睛对翟静宇吼道 休息个屁 你信不信 本王就算伤得再重 也有杀了你的本事 你若是想要休息 本王不介意成全你 翟静宇 顿时就被这嗓子给吼蒙了 愣愣地僵立在原地 一脸尴尬地下不来台 老镜主见此 立刻第一时间出面调节 鬼王啊 你别动怒 静宇也是出于一片好心 毕竟你这属于内伤 如果不好生调养 确实有可能酿成病根 不利于以后 别和本王说这些没用的话 这套话 本王听得多了去了 我现在就问你 灵儿人在哪里 如果你们不知道 本王就亲自去找 谁再敢阻拦 休怪本王不留情面 燕落尘一边说着 一边从床上起身 冷冷地看了老镜主 和镜主二人一眼 满是警告的意味 鬼王 你别激动啊 实不相瞒 老头子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四处派人 去寻找鬼后的下落 你身边这位小兄弟 也可以证明的 不过 现在还没有消息 毕竟 鬼后的本事 你也应该是知道的 他当初只用了一个阵法 就将我们所有人 都给控制住了 而且这一晃 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很多痕迹也淡了 就算你亲自去 也不可能马上就找到 总得要给我们一些时间吧 哼 确实是派人去找了 不过 我怎么听着老镜主 这话里话外 对家姐 都有一股子怨怼的意思 您这么卖力地 寻找我姐姐的下落 该不会是 想找她秋后算账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5集 冯元斌轻笑了一声 一边说 一边挑眉看向老镜主 虽然笑着 但是那话中 却暗含着质问的意思 不待老镜主反应 因落尘犀利的目光 便猛地投射在他身上 老镜主此时 被他这么一看 也顾不得计较冯元斌的话 立刻摆手 对阴落尘解释道 鬼王 这位小兄弟理解错了 老头可没有这种想法 就算之前并不清楚 他鬼后的另一重身份 可是他好歹 也是我那孙子 带回来的人啊 就算是看在太乙尊上 和鬼手圣衣两人的面子上 老头子也不会真的将他怎么样的 哦 那本王是不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他不是你孙子带回来的人 或者是没有其他的身份背景 你就有可能对他怎么样了 阴落尘说话的同时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只让人心里发毛 这 这话也不能这样说 如果真像鬼王说的那样 他也进不来 我这水之境不是 老镜主笑得有些牵强 此时的气氛 颇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好像稍有不慎 就能动起手来 然而还真的就有不怕事大的人 冯元斌冷冷地看了老镜主一眼 一脸鄙夷地哼了一声 态度巨傲地开口道 哼 真以为你这水之境有什么了不起啊 如果我姐愿意的话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水之境 就算是整个八重镜都困不住他 你 年轻人说话 不要太嚣张了 我承认 你姐姐能够独占我水之境的封禁之兽黑蛟龙 确实厉害 不过 想要接连通过八重镜 可不单单只有十例就可以的 唉 老头子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还真没见过一个 你吹牛也要有个限度 如果他能做到 那岂不是可以直接封神了 老镜主说完之后 脸上满是讥讽之意 吹牛 小爷从来不屑在口舌上讨便宜 哼 你就等着看吧 冯元斌不以为然地笑着开口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阴落尘便已经猛地上前 抓住老镜主的肩膀 你方才说什么 独占黑蛟龙 你给本王说清楚 灵儿他好好的 怎么会和封禁之兽斗起来 阴落尘虽然并不清楚 封禁之兽是怎么回事 但是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这 这 老镜主一脸为难地纠结着 毕竟这是水之境守护的秘密 可是如果不说的话 看着新晋鬼王这般模样 只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就在这时 冯元斌上前两步 满不在意地摆摆手 安抚阴落尘过分紧张的情绪 后部姐夫啊 不用担心 不过就是一只黑蛟龙罢了 想当初 我姐修为上前的时候 还曾经对上过水蛟龙呢 绝对有惊讶 何况她现在的实力 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你要是关心 也应该关心老镜主 封禁之兽呢 嘿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也不知道落在我姐手里 还能不能留个全尸 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手拖着下巴 摆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模样 也提有多气人了 尤其是老镜主 听了她的话之后 老脸更是一阵阴晴不定 想要反驳 却是真的不知道 应该要如何开口 毕竟人家说的也是事实 她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自己当初赶到时 四周飘荡的烤肉香气 还有黑蛟龙那副惨兮兮的样子 看着便已经是出气少 进气多了 而且最后 真的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可不算是死无全尸了吗 燕洛尘完全没有看到 此时老镜主诡异的脸色 而是将所有注意力 都转移到了满是得意的 冯元斌身上 看着他微微皱眉问道 姐夫就姐夫 后补姐夫又是什么意思 嗯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我的姐夫真的有什么 你就是我心中 第一位的姐夫人选 我跟你说 我之所以会有所让步 都是看在你是紧张我姐的态度上 并不是真的就站在你这边啊 毕竟我姐夫一直以来都比你做得好 原本以为燕洛尘会不高兴 甚至可能还会对他动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燕洛尘却滴滴地笑了起来 一改之前的燕冷很利 就连眼睛中都是暖暖的笑意 看得冯元斌都不由地愣住了 然后便听到燕洛尘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后补就后补 总好过半点关系都沾不上 而且我一定会超过他 让你将后补两个字去掉 一旁老敬主几人听得云里雾里的 还不等他们分辨清楚这中间的关系 一阵耀眼的各色灵光骤然亮起 即便隔着大殿的门窗 也丝毫没有削减半分 与此同时 浓郁的灵气也渐渐弥散开来 让人忍不住一阵心旷神疑 这是 不等其他人反应 老敬主第一时间便推开门 入眼便看到不远处 有一道七彩的光柱冲天而起 突破了 他们的修炼已经结束了 身后响起燕洛尘略带兴奋的声音 然后只觉得一道黑影闪过 几人回头 哪里还有燕洛尘和冯元斌的身影 快快点 我们也过去 老敬主急忙对翟敬宇和大祭司说道 很快 三人的身形也消失在原地 你们可算是成功了 如果再不成功 老夫都要忍不住打断你们修炼了 师父 这是什么话 您要是真的打断我们修炼 哪里还能破开这阵法呢 刘峰一边刷的打开扇子 删了两下 一边嘚瑟地开口 刚刚从修炼中醒来 便感觉到跟之前限制他们的阵法已经解开了 根本就没有多想 下意识地就以为是他们集体晋升直接冲开了阵法 哼 想得挺美 不过 这阵法还真不是你们破开的 为父之所以说忍不住 就是因为阵法已经破解了 而你们还迟迟没有动静 已经有违你们闭关晋级的初衷了 他以尊上轻哼了一声 丝毫不给面子 揭穿了他大言不惭地吹嘘 啊 师父 您说阵法解开了 谁 谁解开的 那么厉害 难道是鱼儿妹妹回来了 刘峰一脸惊诧地喊道 与此同时 视线也开始在四周瞟了起来 寻找记忆中熟悉的身影 为师也不清楚 不过 为师察觉到阵法破解之后 曾经在周围查看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凌云丫头的气息和踪迹 他以尊上有些失落的开口 八师弟 你赶紧看看 会不会是云二妹子 用了空间之术 故意藏起来跟我们闹着玩呢 七师兄狂测挠了挠挠的 憨憨地笑着说道 被点到名字的凡空 连事都没事 就一脸无力地摇头 七师兄 凌云空间力量的修为在我之上 别说是真的是他回来了 如果他有心想要藏匿 就是他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也根本发现不了他 凌云妹妹不会回来的 按照他的性子 如果他会回来 当时就不会有那样的方式将我们困在阵法之中了 依我看 我们与其在这里纠结阵法的问题 还不如赶紧去找凌云妹妹 我们这次闭关修炼了这么久 搞不好他已经快要冲破八重镜了 于白的声音落下 众人的心情顿时全都沉了下来 我同意于白的观点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 是要确定凌云那丫头的位置 这样才能看看 是否还有机会阻止他冲动行事 就在众人沉默的时候 鬼手圣医也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老鬼 看样子你也有所收获了 探乙尊上仔细打亮了鬼手圣医一眼 便看出此时 他周身的气息已经稳定下来 出声恭贺道 嗯 那丫头既然能够给我 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虽然未必能保证百分百成功 但是至少也有八成以上的把握 现在看起来 效果确实还不错 鬼手圣医那粗嘎的声音中 也带着少有的愉悦 得得 夸你两句就喘 你也就能仗着这臭丫头 和老夫这儿显摆吧 太乙尊上一脸不服气地说着 有本事 你也找个能够让你显摆的人呗 鬼手圣医轻描淡写地吐出一句 瞬间 太乙尊上连同余白等一干师兄弟的脸色都是一将 这个也太狠了 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 别说太乙尊上了 几个未面加起来 想要再找到一个像冷凌云这样的妖孽 怕是都困难吧 这个话题没法继续下去了 您聊了个死天 您老自己知道吗 翟玉 正在众人因为这个话题而尴尬不已的时候 随着一声轻呼 在众人身边不远处 老镜主带着镜主和大祭司 缓缓献出身形 翟玉见过爷爷 父亲和大祭司 翟玉眉头微皱 眼中快速闪过一丝不难 但是很快便收敛起来 上前几步 恭恭敬敬地坐一换倒 好孩子 又升级了 不错 不错 翟老爷子满意地上下 打量了翟玉一番 然后点头说着 爷爷 此番晋级 孙儿不敢鞠躬 全都依赖于云儿妹妹的点拨 不然怕是很难再进一步 翟玉不卑不亢地说着 索性 直接将所有功劳 都放在冷凌云的身上 此时他心中想着的是 如果自己的爷爷和父亲 还要因为封禁之寿的事情 而迁怒冷凌云的时候 好歹自己 还可以拿这件事情来抵过 是 是 都是贵后的功劳 你这孩子当初回来的时候 也不介绍清楚一点 不然哪里会有这样的误会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6集 老庆主满脸堆笑地说道 慈祥的就好像林家老爷爷一样 然而翟玉立刻就感觉到 其中不对劲的地方 她太清楚自家的爷爷和父亲了 绝对地利益至上 之前抓着凌云妹妹不放 无非是想要从她身上 得到更多的好处 现在忽然有这么大变化 难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吗 不由得一脸狐疑地 看着自己爷爷 一副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的样子 果然 老庆主善笑两声 然后继续开口道 那个 可能是见到鬼后久久不归 所以如今 鬼王驾临八重镜 一会儿你们见了 老庆主 有什么事本王自会开口 就不劳您费心安排了 就在老庆主要嘱咐些什么的时候 因落沉微沉的声音 猛地从身后传来 顿时便将众人的目光 尽数吸引过去 少 少 哦 不对 现在应该叫鬼王了 你怎么忽然跑到这里来了 难道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在众人愣神地供奉 一向少言的鬼手圣衣 两步急赶到燕洛臣面前 有些焦急地追问 此时 他无比希望燕洛臣可以带来有关那个人最新的消息 这样 或者 他们能够在说服凌云丫头的时候 多几分把握 燕洛臣对鬼手圣衣的态度 明显要随和得多 不但没有撕好鬼王的架子 反而还带着几分熟人 笑着摇摇头 哼 您就别打趣我了 都是这小子到鬼街来找灵儿 我也是被他闹得没办法了 所以才寻到这里来了 圣衣 灵儿疼 说到这里 燕洛臣顿住了 目光紧紧锁定住鬼手圣衣 虽然有风貌遮挡 看不清楚他的面部表情 但是从细微动作上 也多少能看出一丝端倪 果然 观察到鬼手圣衣 缩在袖子中的手微微一抖 燕洛臣的心 顿时便已经凉了半截 然后便听到 他带着几分暗哑的声音传来 灵云丫头 她 说到这里 鬼手圣衣 微顿了一下 叹息了一声之后 将事情的真相 和盘托出 唉 那丫头 用阵法 将我们困在这里 自己离开了 现在肯定 已经不在水之境了 但是应该还没有离开八重镜 至于他现在究竟在哪里 怕是还要倚仗太乙的诸位徒弟了 鬼手圣衣说着 便转向了太乙尊上 示意让他表态 太乙尊上还是第一次正式见到燕洛臣 上下打量了一番便开了口 鬼王 可是还不等他说完 燕洛臣便抢先一步 上前拉住太乙尊上 焦急地催促着 太乙尊上 我虽然是第一次见您 但是我对于您并不陌生 一直以来 您对我们帮助良多 用不着这些虚理 至于灵儿的事 事态紧急 还请您再帮帮忙 燕洛臣的这番话 可以说是 已经将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了 甚至已经有了恳求之意 太乙尊上一时间 受宠若惊的白白手 保证道 鬼王这话说得严重了 灵云那丫头 老夫也喜欢得紧 就算你不说 老夫也不会看着那丫头 独自涉嫌 你放心吧 老夫的徒儿们 对于灵云丫头的事 绝对会尽力而为 不然也不会有 这一次的八重镜之行了 就是 云二妹妹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当初如果不是云二妹妹 我这条命早就交代了 行了行了 不说了 我这就回风之境看看 咱们回头再联系 第一个开口硬喝的 就是刘峰 说完还不等其他人说话 便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然后不知道 嘀嘀咕咕的念叨了些什么 一阵刚风凭空出现 眨眼间便圈住流风 消失在原地 我 诶 这臭小子 不等说清楚就跑了 这样 大家都先各自回到自己境中 如果哪里有 灵云丫头的消息 便立刻发出通知 我们就在这里等消息 一有消息 立刻赶过去 不过 有一点你们要注意一些 回去之后 千万要谨慎一些 最好隐秘一点 不要大张旗鼓地暴露行踪 毕竟 相处了这么久 那丫头的能耐 你们也是清楚的 如果被她察觉到 我们已经破开阵法 只怕 再想找到她 就难了 是 师父 爱以尊上的话音落下之后 众人齐声应道 然后 便像方才流风那样 取出遗物 一个个口中念念有词 眨眼间 随着一道道灵力的闪现 众人也接连消失 不过最后 却还剩下一人 一身紧袍 长身而立 颇有几分轻贵之气 正是大师兄 于白 你是何人 殷落臣 皱眉 看了他一眼 开口问道 于白 似乎猜到 这位新静鬼界少主 问题背后的意思 立刻出言解释 鬼王大人 在下金之静少主 于白 与他们不同 我金之静有特殊的联系方式 并不需要来回跑这一趟 文言 因落臣顿时便眸光一震 然后眸底涌出狂喜 太好了 那劳烦你 快点看看凌云 有没有出现在金之静 现在这种情况来说 有这样的方式 无疑相当于节省了不少时间 能够跳过中间的几个环境 快速锁定冷凌云的大概位置 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更为有利的 嗯 好 于白也没有推诿的意思 话音落下之后 直接从怀中取出一个 四四方方的物件 这东西光可见人 两面也极为平整 表面上散发着一层 淡淡的银质光泽 乍一看到 估计会将它当成是一面 别致的镜子 但是再看一眼 便可以肯定 这东西绝对不是银 毕竟那亮度绝对不是银 那种乌灰的色泽 可以比拟的 没有给众人过多思考 和好奇的时间 于白接下来的动作 便再度将众人的注意力 拉了回来 只见他咬破指尖 将一滴血滴在上面 紧接着截了个手印 然后闭目念起了 听不出是什么东西的 晦涩语句 精灵之境 显影 随着最后一句清晰的低喝声响起 于白刷的一下睁开眼睛 与此同时 手中的雾件上 散发出一阵柔和的淡金色光晕 随即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声音传来 你这混小子 终于舍得联系为父了 于白手中 那四四方方的 不知名金属上 传出一记爆喝声 瞬间乍蒙了在场的所有人 于白也是一个机灵 险些没有直接将 手中的东西扔出去 脸色瞬间通红 急忙盖住手中的东西 然后一脸尴尬地对着众人 勉强笑着解释道 那个 这段时间 一直都没有和家父联系 所以才 让大家见笑了 见谅 见谅啊 你这个臭小子 干什么呢 还不说话 是想急死我吗 一阵愈发高昂的咆哮声 从另一边传来 于白眉头狠狠一皱 心中顿时觉得 有几分不对劲 平日里 父亲一贯都是沉稳睿智的 就算自己长时间 没有与他联系 这样的反应 也有些太过不正常了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想到这里 于白心中猛地一惊 立马将金灵之静 捧到面前 急切地开口询问道 父亲 我刚刚出关 师父还在身边 你冷静点 好好说 是不是金之静 出了什么事 于白的一句话 让众人忍俊不禁的神情 瞬间也是一正 一个个都屏住呼吸 等待着另一边的回答 周围安静地 真落可闻 你还好意思说呀 让人家姑娘自己过来 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就跑去闭关 为父也不知道 那姑娘性子这么烈 只怕是 好心办了坏事啊 不过 好在她临走前 还帮金之静 办了一件大事 看样子 应该不像是 没有回转的余地 你赶紧追去 好好解释一下 就将所有的事 都推到为父头上 说不准 还有可能 于红西捡着重点 努力地想要 将事情说清楚 只是不知道 于白这边 早就已经是 一头冷汗了 不单是她 此时估计在场的 几个人 感觉都好不到哪里去 毕竟 任谁感受到 鬼王周身 那愈发森老的气息 都没有办法 从容以对吧 父亲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 我 于白的话还没说完 只觉得手中一空 金之静便已经脱手而出 等她想要伸手 去抓的时候 正好对上 阴落尘 一双满含冷意的毛子 瞬间就收回了心思 然后 便听到阴落尘 凉凉的声音响起 说 灵儿她去了哪里 你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无礼 于红西没有想到 竟然会忽然出现一个 自己完全没有见过的面孔 一时间忍不住 弄意上涌 无礼 你确定要比较 谁更无礼吗 那这么说 本王是不是也应该和你好好算一下 你对鬼后 无礼的账呢 阴落尘冷笑一声 眼底却只有冷漠和讽刺 听到他这样说 于白心中猛的一惊 自己的父亲不认识鬼王 也不了解凌云妹妹的身份 方才的那些话 要是鬼王真的要计较 可大可小啊 于白这样想着 正想要出言提醒 一旁太乙尊上便已经开了口 红西啊 这位是鬼界新晋鬼王 方才你口中那位姑娘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便是鬼后 虽然说不知者无罪 但是 如果你知道鬼后的去向 理所应当要告知实情啊 新 新晋鬼王 金灵之境另一面 传来于红西 一生满是错恶的惊呼 我岂会骗你啊 想必鬼界一主的事 你也应该有所耳闻 只不过 你一直无缘得见罢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7集 太乙尊上声音落下 光当一声 众物落地的声音传来 因落成的眉头 顿时狠狠一拧 似乎是在责怪他 耽误了时间一样 片刻之后 另一边的金之静静主 于红西 好像才消化了 这样的事实 一阵嘻嘻嘶嘶的声音响过 金灵之境中 才再度出现了 于红西的身影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忙不迭地 向阴落成打招呼 唉 不知道是鬼王大驾光临 是我莽撞了 本王现在就问 鬼后的下落你可知道 阴落成一脸不耐地 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这 冷凌云 不 是鬼后 鬼后 他在三日前 便已经离开了 离开 去了哪里 你可知道 阴落成的声音 又是一尘 继续追问 这 看样子 他是开启了 去往雷之境的通道入口 不过 已经过去三日有余 鬼后他现在 还在不在雷之境 这我便不好保证了 不过 如果您 于红西的话 还没有说完 金灵之境上的画面 便猛地一晃 消失了 最后 只来得及听到 鬼王一声 焦急的召唤声 立刻赶往雷之境 于红西 跌坐在椅子上 愣愣地看着 面前的金灵之境 脑海中 思绪翻涌 两久之后 好像终于想通了什么 滴滴 滴滴 嘻嘻嘻喃了一句 原来那丫头 竟然是鬼后 难怪会那么厉害 另一边 雷之境中 冷凌云已经在其中 转悠了整整三日 这三日里 冷凌云将 雷之境中的每一处 都翻了个遍 别说通往 空间之境的入口了 甚至连半点 异常之处 都没有发现 此时 冷凌云正站在 镜主的釜底之上 一筹莫展地 想着雷之境 是不是也像金之境一样 有秘密通道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 一抹熟悉的身影 狂七哥 难道 他们已经破开阵法了 按理说 不应该这么快啊 看清楚来人的模样之后 冷凌云心中 一阵不解 不过 在看到狂测 一路走向釜底深处 脑海中 立刻蹦出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身形一闪 然后便快速跟了上去 爹 爹 狂测进了一个 较大的院子之后 立刻便放开了声音 急切地吼了起来 哎哟 我的少主啊 您快别喊了 静主这两日 身体不适 今儿好不容易 才刚刚睡了 刚刚两声落下 立马就有一个 管家模样的人 匆匆从一侧偏殿里 跑了出来 面露忧色地提醒他 啊 红书 我爹他怎么了 狂测虽然不再喊爹了 但是这一声 不但没有比方才的喊声小 反而还因为担忧 而不自觉地拔高了几分 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还不等被称作红书的管家回答 中间的房间里便传来一道厚重的中年男生 爹 听到声音 狂测惊喜地换倒 然后三步并坐两步 朝着房间中跑去 趁着狂测开门的功夫 冷凌云也一个侧身 快速溜了进去 因为周身有空间屏蔽 和避雷珠的双重加持 半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爹 红书说你不舒服 怎么回事 狂测大步窜到里间的床榻前 皱眉询问道 没事 就是有点咳嗽 小毛病 不碍事的 是你红书啊 大惊小怪罢了 冷凌云循着声音望去 便看到躺在床上的中年男人 合一起身 露出一张满是正气的果子脸 竟然与狂测有八分相似 只是这脸色啊 冷凌云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显然 狂七哥父亲身上的毛病 并不像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样简单 不过 显然 狂测并没有冷凌云那么犀利的眼力 再加上他本身性子就大咧咧的 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便糊弄过去了 你没事就好 狂测长嘘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 看了一眼刚刚跟进来的红书 有些责怪地说道 红书你也是的 明明没什么事 还摆出那样一副表情 害得我以为爹怎么样了 白白吓了我一跳 说完并静止走到车边 给自己倒了杯水 仰着脖子一眼而近 也因此 错过了他爹与管家红书之间的眉眼交流 倒是被一旁的冷凌云看了个正着 他眼中的神色不由得再度伸了伸 对了 爹 这段时间 雷之镜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狂测喝完一杯水之后 这才想起来自己此番回来的目的 看着床上的父亲问道 特别的事情 你这也太笼统了点 咳咳咳咳 在为父的艳想里 你似乎除了修炼方面的事 就连医术都不慎上心呢 咳咳咳咳 所以 你口中的特别 可不太好界定啊 躺在床上的雷之镜镜主 狂天晴笑着问道 很明显的 可以听出他极力隐忍的咳嗽声 只是不知道是因为忍笑 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您就别取笑我了 我这回是真的有正事 嗯 我就这么说吧 这段时间 雷之镜有没有发现 外人进入的痕迹 或者 雷之镜通往第八重镜的通道 有没有什么异样 狂策挠了挠头 有些烦躁地说道 侧儿 你的意思是 已经有人进入雷之镜了 难道你们之前担忧的事情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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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别着急,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确实是有人进了八重镜,不过这个人也绝对不会对八重镜造成什么危害。 儿子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怕他一个人在八重镜里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困难,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其实,我心里也不认为他现在能够抵达雷之境。 毕竟,八重镜每一镜入口的通道都不是那么好找的,而且还有不同程度的危险。 就算他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要是这么快就到雷之境了,那岂不是要逆天了? 我也就是随口问问,也好回去去回师父的话罢了。 狂策一边给狂天晴顺气,一边不以为然地解释着。 此时听着他的话,朗铃云嘴角则是勾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心中暗道, 哼,你没有想到就最好,这样就更方便我行事了。 不过,既然你们都出来了,我也必须要加快速度了。 朗铃云这边刚刚打定主意,便听到狂天晴的声音传来。 竟然是太乙尊上的要求吗? 难道你口中说的,便是那个被太乙尊上看重,而且一直住在医仙谷中的姑娘? 因为服用了药物的关系,此时他咳嗽的症状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 狂测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有些无奈地开口。 不错,就是他,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进来的,原本是想要带他来见识一下。 谁知道,他听说了八重镜的厉害之后,竟然非要自己闯上一闯,所以就…… 虽然承认了朗铃云的身份,但是却并未泄露他的真实意图。 本言,狂天晴认真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才开口。 这段时间,雷之静中平静得很,并没有发现有人来过。 不过,那位姑娘既然能被太乙尊上看重,必定有过人之处。 如果她真的来了雷之静,没被发现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既然她的目标是要闯静的话,那势必会寻找通往下一静的入口。 这样,你亲自带人去通往空间之静的入口守着。 一来可以查看有没有她活动的痕迹,二来也可以守株待兔,等她来了也好及时阻止。 侧儿,你看这样如何呀? 好,果然还是爹有办法,就这么办。 儿子,这就去带人守住下一静的通道。 你好好休息,儿子办完事再回来看你。 说完,便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 这…… 洪叔想要开口阻止,但是却被狂天晴微微摇头制止了。 让他去吧。 老洪啊,你是知道的,我并不想让他担心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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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狂天晴的病情 已经确定了七八分 他微眯着毛子沉默了片刻 朝着狂侧离开的方向 看了一眼 然后收回目光 轻叹了一声 看来离开之前 还有事要做 话音落下之后 人便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等他再度出来的时候 手中已经多了几个小瓷瓶 而管家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雷之静的静主 一人躺在床上 冷凌云将周身的结界范围扩大 直至笼罩住整个房间 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到床前 便看到此时 狂天晴额头上 浸出细密的汗珠 浓黑的剑眉微微醋着 看起来睡得并不安稳的样子 冷凌云伸手 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 然后鲜白的玉手 扣上他的脉门 细细感受了片刻 直到差不多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这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还好 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严重 还有救 然后 缓步走到房间中的焚香炉前 轻轻嗅了嗅 打开手中的一个小瓷瓶 轻道进去一滴 煞事件 整个房间中都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冷香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此时原本躺在床上的狂天晴 却睁开了眼睛 朝着冷凌云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但是很快又陷入了昏睡 只是那一道略显模糊的倩影 就那么深深地映入在他的脑海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8集 三天之后 因洛晨亮明鬼王身份 带着众人以最快速度来到雷之境 一路上 听闻冷凌云坐下的一桩桩骇人听闻的事情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阴晴不定 敬佩的同时 也深深地震撼着 他们与冷凌云待在一起大半年的时光 直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他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 众人甚至丝毫地不会怀疑 如果不是鬼王的突然介入 提前打开了阵房 等到他们破阵出来 冷凌云绝对已经是一路冲破八重镜了 而且 还是在各境尽数被屏蔽 没有丝毫焦虑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 估计也就只有老凌云一个人了 由于鬼王的忽然造访 管家洪叔不得不过来 请一直缠绵病态的雷之境境主出面 境主 信进鬼王来访 与他同来的还有太义尊上 鬼手圣医以及各境的少主们 老奴已经将人安排在大殿了 也是不得已才过来打扰您 您看看您 话音落下的同时 床上的狂天晴便已经坐起身子 一边起身整理衣衫 一边开口说道 胡闹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早通知我 岂不是要让人觉得 我雷之境里数不周 快点 咱们这就去 话音落下的同时 已经穿戴整齐 大步朝着洪叔走去 静 静主 您 您这是没事了 洪叔脸上又是惊喜 又是震惊地看着静主 有些不可思议地说着 嗯 是有点奇怪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近这两日 好像见好了 身体舒爽了不少 就连咳嗽都几乎没有了 黄天晴也是一脸琢磨不透的神情 然而他没有说的是 这两天 他总是会做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一直有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姑娘 在自己床榻前忙忙碌碌 甚至还给自己施针 或者 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 便是与他有关也说不定呢 可是这个念头才刚刚兴起 便被他摇头否决了 不过就是一个梦 整个静主府邸中 自打结发夫人过去之后 他这院子里可是连个丫头都不曾有过 又哪里来的 医术了得的漂亮姑娘呢 说出去 就连他自己都不信 又要如何取信于人呢 这真是太好了 静主啊 正好太乙尊上和鬼手圣衣都在 您再让他们给好好瞧瞧 说不准之前的诊断有误 如果不是之前见过您那副样子 老奴都以为您没事了 红书情绪有些激动 说着还拂袖逝去了眼角的泪痕 哎呀 你看看你 多大岁数的人了 怎么还抹上眼泪了呢 我这是要好了 又不是要死了 你至于吗 静主 快别乱说 什么死不死的 您还有千百年寿术未尽 还要看着少主娶妻生子呢 红书立刻打断了静主不吉利的话 笑着说道 黄天晴文言也是摇头失笑 哼 我也希望啊 不过以那小子的性子 谁知道要几百年才能娶上媳妇 我都不盼着能看到孙子的那天了 那臭小子 他能在我怀活着的时候 让我少生点气 我就知足了 这话说完 黄天晴又开口催促道 行了行了 这些话还是等空了再说 现在还是赶紧去大殿吧 鬼王亲自驾连 没有第一时间出面 本来就多有不妥了 再是让人一直等着 可就太失礼了 是是 红书急忙应声 两人同时快速朝着外面走去 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之后 房间中显现出冷凌云的身形 他透过窗户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 口中低语着 来得真快 看来不得不离开了 说完走到桌子旁 将一排小瓷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上面 然后一个一个认真地备注了名字和用法 正待离开之际 冷凌云忽然又歪头想了片刻 走回到桌子前 拿出纸盒笔 洋洋洒洒地 很快便写了满满的一页 冷凌云吹了吹墨迹 看到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满意地笑着点了点头 将纸瓶放在桌上压好 这才起身离开 另一边的大殿之中 殷洛臣两位大师 以及除了狂策和凡空之外 所有师兄弟们齐聚一堂 殷洛臣与太乙尊上 以及鬼手圣医 三人坐在位置上喝着茶 时不时聊上几句 看起来很是平静 但是那时不时 看向门口的眼神 还是出卖了 他们心中的急切 而在场 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他们三人一般 沉得住气 像是性子火爆的货质 则完全装不出 他们那样的淡定 来来回回 在大殿之中躲着布 口中还念念有词地嘀咕着 这凌云妹子 怎么能这么厉害呢 要不是真真切切 看到家里的变化 我真的完全没办法相信 那可是 他怎么能说收就收了呢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行 我一定要见到凌云妹子 好好确定一下 她没事才行 我说老六 你能不能别晃来晃去的了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着急吗 我比你还急的好不好 云儿妹妹 好歹是将你们几个静的 封禁之寿 或收服或带走的 可我们封之静呢 虽说上古易寿 好好的 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 但是却被刺激的 怎么安抚都无法平静下来 直到现在 封之静的众人 还活在时不时 巨风肆虐的环境中 小爷我活了这么久 呸 别说是我了 就是我爷爷 都没见过 都没见过昆蓬被弃成这样的时候 这头已经这么久了 还没消气呢 所以呀 我这一次来 可是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和责任的 刘风 蹭的一下子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一副义正言辞的模样 说着 就你们两个戏多 看看别人 哪个像你们这样了 赶紧都坐下 晃得人脑袋疼 听着两人你来我往的话 坐在角落里的于白 忍不住俯额说着 一见大师兄都发话了 刘风和霍智对视了一眼 这才善善地住了口 刘风坐回到于白身边 刷得一下子展开手里的折扇 朝着于白撇了撇嘴 没好气地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其实比谁都急 你就装吧 早晚有一天能憋死你 你小子是不是又皮痒了 要不 于白看了刘风一眼 对着刘风攥了攥右手的拳头 语气中满是威胁 可惜话还没说完 就被门外传来的 红亮声音给打断了 不知鬼王和两位一尊大人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啊 说话的同时 一身暗紫色衣衫的 雷之静静主黄天晴 一脸笑容的抱拳走了进来 静主大人客气了 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阴洛晨率先从椅子上起身 同样抱拳赢了上去 想必您就是新晋的鬼王了 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黄天晴一边打亮着殷洛晨 一边出声暗叹 您过奖了 我们小辈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 与父辈的培养是脱不开关系的 我之前有幸见过令子 以他的年纪 在雷属性修为方面能有如今的成就 在整个苍蓝大陆上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由此可见 您与太义尊上 功不可没 阴洛晨也笑着说着客套话 不过这话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的 同时也是阴洛晨 故意将话题演到狂测身上 好快速带出冷凌云的事情 我那儿子与您年纪相仿 不过要是从本事上来看 可就差得远了 他再厉害 也就只是在雷属性修为上 才能拿得出手 可是您 却已经将整个鬼界 治理得井井有条了 不能比呀 不能比 黄天晴看着阴洛晨的目光中 满满的都是赞赏 比之前更甚 好了 天晴 客套话以后再说 这一次我们前来 是有事想要让您帮忙 想必 黄测回来 应该已经与你说了吧 眼见着第一次见面 因洛晨不好直接开口说事 他以尊上当即出面 说明了来意 黄天晴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了解一些 然后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哦 你们说的应该是那丫头的事吧 黄测已经和我说了 不过直到现在 雷之境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外来的人 也没有什么异样啊 测儿采纳了我的建议 这次回来之后 便直接去守着通往空间之境的入口了 如果没有通知你们的话 想来应该是通道那边也一直都没有发现 太好了 如果通道那里没有凌云妹子的消息 那就说明凌云妹子现在还在雷之境中没有离开 那我们就一定有办法阻止他了 霍智文言立刻一拍大腿激动地说着 这一嗓子 顿时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被众人这样看着 霍智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往太义尊上身后缩了坐 小声说道 师父 我说的应该没错吧 您好歹也帮我说句话呀 你这性子 他以尊上摇头叹息着 还不等他开口解围 一旁的狂天晴笑着摆了摆手 无妨无妨 你是火之静的小子吧 我经常听侧儿提起你 惯说平日里你们的性子最是相投 原本我还以为是他为了给自己找面子 今日看来果然如此啊 让您见笑了 霍智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逼垂着头应了一声 看到他此时脑袋都抬不起来的样子 于白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一边开口为他解围 一边将事情再度引回到正轨之上 伯父 我们已经从家父那里得知了准确的消息 灵云妹妹是在六日前离开尖之境的 如果现在还没有离开的话 那确实应该还在雷之境中 如果这样的话 雷之境的情况您是最熟悉不过的 怕是要劳烦您出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9集 这话就客气了 难得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又没有外人 说什么劳烦 黄天行连犹豫都没有 立刻便点头硬了下来 不过一直站在他身后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管家 却是出声道 靖主啊 老奴已经遣人去换少主回来了 这会儿应该也快要到了 要不寻人的事 您还是等少主回来 让少主动手吧 毕竟您现在 管家后面的话还没有出口 便被狂天行抬手制止了 无妨 不过是找个人而已 花不了多少力气 让那小子好好守着就成了 怎么 靖主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殷落臣见状出言问道 小毛病 这两日已经见好了 不碍事的 黄天行摆摆手 一副不打紧的模样 不知 靖主是否方便 让老夫帮你看一看 就在众人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 鬼手圣衣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这 好吧 犹豫了一下 黄天行想着 原本也是想要让两位一尊大人 帮忙看看呢 既然人家主动开口了 哪里还有拒绝的道理 而且把把脉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于是便欣然同意了 缓步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伸出手 对着一身黑袍 看不清楚样貌的鬼手圣衣说道 一尊大人 有劳了 嗯 鬼手圣衣淡淡地应了一声 然后伸出一双枯稿的手 附上了黄天行手腕的脉搏戳 半嗓的沉默之后 鬼手圣衣沙哑的声音 滴滴询问道 靖主 年轻的时候 可是曾经被离机伤过 似乎没想到 对方会问及这样的问题 黄天行微微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简单将曾经发生过的事 说了出来 确实如此 大师果然厉害 竟然只通过把脉 便能看出那么久之前发生的事 早年 确实因为急于求成 贸然进入禁地之中 实不相瞒 当年若不是家父 以周身功力相度续命 只怕我这条命 早就交代了 而父亲却因此 早早地就去了 此事 说起来惭愧啊 没想到 会勾起他伤心的过往 鬼手圣衣健壮 立马出面致歉道 抱歉啊 老夫并非有意 想要探究竟主的伤心事 只是 你身体的脏气 已经表现出 崩雷症的特征 除了这个以外 老夫再想不到 其他原因了 话一落下 还不等 竟主狂天擎反应 他以尊上 便眉头狠狠一皱 看着鬼手圣衣 面露惊诧之色的追问 崩雷症 老鬼 你没有搞错吧 那可是要命的病啊 而且情况一旦出现 便不可逆转 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 可是说到这里 太乙尊上自己 也说不下去了 他太清楚 自己这位老友的能力了 更何况 还是崩雷症 那般明显的症状 就算是他的徒弟们 都不应该会判断错的 而且 以他对鬼手圣衣的了解 能够让他主动开口 便已经很难得了 至于主动诊脉 也必然是因为 他看出了什么端倪 有所怀疑 现在既然开口 定然是已经确定了 可是就这样 看着雷之镜的镜主 发现他除了脸色稍差之外 并没有觉察到什么不对 这老鬼 怎么就感觉到了 难道说 他们之间的医术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拉开这么大的距离了 此时疑惑的 不单是太乙尊上自己 一旁的众人 也皆是眉头紧锁地 看着鬼手圣衣 显然也与太乙尊上 有着同样的疑惑 正等着鬼手圣衣 开口为他们解释呢 可惜啊 鬼手圣衣 并没有开口解释的意思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因为有风貌的遮挡 大家都无法分辨出 鬼手圣衣 此时真实的情绪 似乎是在看着狂天晴 又似乎是在尽力发呆 一时间气氛 很是沉重 就在这时 一道突兀的低语声 闯入了众人的耳机 竟然真的是崩雷症 众人寻声望去 正好便看到 站在狂天晴身后 正一脸惊恐和抗拒的 管家洪叔 这样的一句话 在配合上管家 此时的表情 毫无疑问地 相当于证实了 鬼手圣衣的诊断 就在这时 鬼手圣衣的声音 再度传来 哦 看样子 静主和管家之前 便已经知情 只是不知道 是哪位高人 帮静主医治的 老夫可有幸见上一面 直到这时 狂天晴才回过神来 摇头笑得一脸的苦涩 医治 医尊大人说笑了 方才太乙尊上 都已经说了 崩雷症不可逆 就连你们两位 苍蓝大陆上 最厉害的医尊 都拿崩雷症 没有办法 我这区区一个雷之静 还能去哪里 请什么高人呢 不对啊 静主 明明这两日 您的症状都已经缓解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还有办法的 感受到 狂天晴情绪的变化 管家激动地开口道 狂天晴起身 伸手在管家肩膀上 安抚式地轻轻拍了拍 然后轻笑着开口道 缓解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 可是现在连鬼手圣医都这样说了 这两日之所以会有所缓和 只怕是人们口中常说的 回光返照吧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然后才转身 对众人鞠了个躬 正色道 没关系 做不过都有这一日 正好趁着今日大家都在 我就将侧儿交予众位了 还望日后 大家能帮则帮 对侧儿扶照一二 我就算是死 也能瞑目了 这番话 分明就是在交代后事了 一时间 殿内静得吓人 所有人都不知道 应该要如何开口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响起 狂测惊慌失措的声音 什么回光返照 又是死 又是明目的 爹 你胡说什么呢 话音落下的同时 他整个人跌跌撞撞地 跑到狂天晴身侧 拉着他上下打量着 然后红着眼眶说道 爹 您开玩笑的对不对 您明明说只是小毛病啊 怎么就会死了呢 不会的 对不对 从狂测的话和反应中 可以看出 显然他已经在外面 听了有一会儿了 自然知道 并不是开玩笑的 之所以这样问 不过是因为 不想接受这样的结果罢了 狂天晴被自己的儿子 这样看着 心中顿时涌出一股 说不出的酸涩感 然后用少有的柔和语气 笑着拍了拍狂测的肩膀 缓缓开口道 多大的事啊 还要哭鼻子不成 也不怕被他们笑话 不过 既然你都已经听到了 为父也就不瞒你了 不是开玩笑 就是你听到的那样 为父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身为雷之静的少主 不管你心里再难受 也得给我挺住了 当年你爷爷过世 可还是因为我 我那会儿的心情 可比你现在要难受多了 可我不也照样挺过来了 要知道 即便是为父不在了 可你肩上 还有背负着雷之静的 未来和希望 所以绝对不能软弱 更不能倒下 明白吗 话音落下的同时 大手用力地 在狂测肩膀上按了下去 狂测眼眶中 一直隐忍的泪水 终于夺眶而出 在肩膀上 基于入肉肉的痛处中 坚定地点了点头 这样一幕骨肉离别的场景 让在场的人 心中都好像 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难受 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 想要给这两父子一些空间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却传来鬼手圣衣 极为不合时宜的声音 打断一下 你们是不是理解错了什么 别人下意识的反应 都是不解皱眉 而狂测却好像重新燃起了希望一样 带着蜥蜴的目光 直直地盯着鬼手圣衣问道 圣衣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许是因为狂测 那过于殷切的眼神 所以 鬼手圣衣并没有卖关子 立刻便出声回答 你爹 他没事 没 没事 狂测一下子愣住了 不单是他自己 就连身边的众人 也全都忘记了 应该要如何反应 老鬼 你把话说明白 不是确定是崩雷症吗 怎么就 就没事呢 最后 还是太乙尊上出声 问出了众人心中的疑问 这个 不好说啊 你亲自看看就明白了 鬼手圣衣 轻壳了两声说着 然后示意太乙尊上自己上前 太乙尊上一脸的不解 缓顾上前 皱眉探上了静主的脉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紧皱的眉头 渐渐松了开来 好一会儿之后 才一脸惊喜地开口道 这 竟然是真的 崩 崩雷症可以逆转 这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 我才说要看看 是哪位高人 鬼手圣衣一边说着 一边还暗中 对太乙尊上 做了一个手势 只见太乙尊上猛的一震 然后好像忽然间想到了什么一样 深吸了一口气 竟然也附和着鬼手圣衣的话 继续说道 就是 就是 这样的人 老夫也必须要见上一见 天晴啊 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 快点 别耽搁 赶紧将人带来 哦 对了 你们去请人的时候 千万别透露 我们来雷之静的消息 就说 是你身体忽然不舒服 正好 也让我们看看 他究竟是怎么给你治疗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0集 得到两人肯定的答案 雷之静静主的心中 无疑是高兴的 可是却也被两人的要求 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赵梅与管家对视一眼 同样看到了管家 一脸的不明所以 别人不清楚 管家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 自从他猜测到 自己可能的病症之后 掩饰都还来不及 又哪里会大张旗鼓地 找人来医治啊 而且 雷之静中医者的水平 连狂测都急不上 狂测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看出来 就更别提其他医者了 高人更是完全谈不上 此时两个人的互动 落在众人眼中 完全就是暗中商量着什么 所以狂测也忍不住开口劝道 爹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难道您还怕师父和医生 会做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来吗 何况 儿子也想要当面好好谢谢这个 医治好您的人 所以啊 您就不要再推辞了 这 并不是我们刻意隐瞒 而是真的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大可以想想 事到如今 我根本就没有欺骗大家的必要 而且 从我隐约猜到自己的情况之后 除了管家之外 整个雷之静并没有第三个人知晓 所以才会闭门不出 就是为了不引起雷之静的动荡 狂天晴一脸为难地说着 那认真的神情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这点儿老奴可以作证 自从静主闭门之后 除了那一日少主忽然回来 整个雷之静中再也没有人见过静主 少主如果不信的话 大可以现在出去找人查问 管家一脸信誓旦旦地对着众人说道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爹的崩雷症就这么不要而遇了 难道说崩雷症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般恐怖 狂测不由地皱眉嘀咕道 绝无可能 老夫方才仔细检查了一下 你爹内夫的情况 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 你爹的情况应该已经到了最后崩解的阶段 从伤口愈合的痕迹来逆向推理 当时内脏上的伤口应该已经有一尺宽了 仅仅只有最后一层薄薄的磨衣向连 如果不是有人插手 你现在见到的便已经是一具血肉模糊的身体了 回首圣衣简单粗暴地说明了他的判断 然后转而对靖主和管家二人语气犀利地开口 事到如今 老夫就直接与你言明吧 崩雷症不可逆的说法不是假的 就以你之前的症状 即便是我与太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 而能够治愈你的人 老夫不敢说这世间只有一人 不过能够凑巧出现在这里的人 绝对不做他想 一定是他出手了 老夫现在告诉你 他便是我们要找的人 而他之所以避开我们 就是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 如果你继续帮他隐瞒 不是在帮他 是在害他 现在你还不打算说吗 一时间除了太乙尊上以外 在场的众人都被鬼手圣医 这番质问的话给说懵了 什么 您是说救了我爹的人便是凌云妹子 他 第一个惊呼出声的是狂测 那一脸的表情简直不要太精彩 不用怀疑 当初流风的事你们也都清楚 凌云丫头的医术 绝对要在我和你们师父之上 这世界上能够使得崩雷症出现逆转呢 也就只有他的九转还魂针法 配合顶级治愈术才能够做得到 鬼手圣医的声音淡淡地传来 好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但是却在众人心中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可是老奴天天守在偏殿 并没有见到过什么姑娘啊 就在管家红书一脸愁眉不展的时候 狂天情脑海中忽然闪过一道美好的倩影 猛地开口 等等 姑娘 我好像曾经在迷迷糊糊中 看到过一个姑娘的身影 可是我一直以为 那不过是一场梦境 难道是真的 这么说 很有可能就是云儿妹妹了 以她的能耐 如果她真的要闭过众人的眼睛 绝对能够做到悄无声息的 不被任何人发现 如果不是她在给您医治的过程中 不得不现身 恐怕就连您也发现不了 刘峰猛地合上扇子 一脸激动地说着 那还等什么 咱们这就去将她揪出来 黄策文言 立刻急吼吼地喊了一声 一想到那丫头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救了自己的爹 她竟然半点都不知情 心中就是一阵懊恼 恨不得立刻亲手去将她抓住 狂策说完便率先转身 大步向外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门边 都没有开口的冯元斌 却忽然开了口 只怕是已经晚了 事都没事 你怎么就知道晚了 狂策有些不悦地 看着这个忽然说话的小子 即便知道他是鬼王的人 可是现在鬼王都没开口 他却这样说 哼 因为这些人中 我是最了解姐姐的人 若是他一心想要做成的事 我们根本就拦不住 他既然敢花时间 来医治镜主的崩雷症 就一定已经算好了 离开的办法 如果你没有从禁地回来 说不准还能碰上他 拦上一拦 不过他算准了你会回来 所以我们追不上他 不信你们大可以试一试 冯元斌说着探了探手 同时嘴角扯出了一抹 了然中透着苦涩的笑 这 冯元斌的花音落下 狂策终于再也找不到 反驳的语言 灵元妹妹不是在给镜主 医治崩雷症吗 那会不会在镜主 没有完全治愈之前 他暂时不会选择离开 毕竟这病症 只有他可以治疗 宅玉从冯元斌的话中 寻找到了一个可能性 抱着一丝希望说了出来 从天晴的情况看 他的伤势已经完全愈合了 接下来需要的 就是一些辅助的丹药条理 就算没有灵云丫头的密法 也不过就是时间上慢一些罢了 所以 他以尊上的话还没等说完 众人只觉得脚下一阵剧烈的晃动 然后是一声响亮的鸣啼 这声音是 糟了 是雷雕 大殿中最先反应过来的 就是镜主狂天晴 说完之后 脸色猛的一变 就急急地朝着殿外跑去 众人自然也都是跟在他身后 快步追了上去 殿外 入目只见一道通天的暗紫色雷电光柱 在雷之镜后山的位置直冲天际 其间隐隐伴随着越来越急促和响亮的提叫声 看样子 里面应该正在进行着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 见到这样的场景 众人再傻也能猜到是发生了什么 对视了一眼之后 立刻朝着后山的禁地处赶去 然而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等众人赶到的时候 禁地外围还站着一圈侍卫 甚至与狂测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是此时 他们却对周遭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这显然太过诡异了 无暇顾及他们 众人快速走入禁地之中 便看到一道足足有八米多宽的雷电光柱 静静地耸立在那里 此时 雷雕的声音便已经消失了 只有光柱的周围 还不住地交替着 劈啪作响的电弧 让人忍不住心计 竟然连雷雕也只能坚持这么一活 这姑娘 实在是太 太厉害了 狂天晴一脸诧异地说着 此时心中尽是震撼 雷雕都拦不住她 如果这样的话 凌云妹子就真的要走了 不行 我必须要阻止她 狂测在一旁小声嘀咕着 然后在众人失神之际 运起自身的雷属性灵力 便直直地朝着雷电光柱冲了过去 狂测一心想着 想要去阻止冷凌云 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然而碍于修为上的差距 在即将进入雷电光柱的前一刻 还是被后面赶上来的狂天晴 给拦住了 此儿 你疯了 忘了为父曾经叮嘱过你的话了 当年 为父便是这样误入雷电光柱 才会落下崩雷症的病根 难道你 还想要再走为父的老路不成 为父当年的教训 绝对不会再让你经受一次 我知道 你是担心那丫头 为父的修为比你高 进取之后的胜算 也比你大 而且 还是那丫头救了为父的命 不管怎么说 为父都应当当面向他道谢 所以 还是为父去最为合适 你们在这里等着 狂天晴 狂天晴说完之后 便一把将狂策推回到众人身边 转身往光柱中钻了进去 爹 不要啊 狂策的嘶吼还没有完全喊出来 便因为看到狂天晴再度出现的身影 而戛然而止 然后 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中 狂天晴连续消失又出现了好一阵之后 终于一脸颓躺的回到众人身旁 他认认真真的看了冯元斌一眼 开口说道 看样子 真的被你说中了 现在 就连我这个镜主 都无可奈何 果然 我们都拦不住他 连您都没有办法吗 狂策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其实从一开始 他便清楚 他们师兄弟与灵元妹子之间 是有差距的 原本他以为 只要他够努力 他们之间的差距 是可以不断缩小的 可是现在看来 这已经不是单靠努力 就可以弥补得了的 他们中间 岂只是差距这么简单 说是鸿沟 也不为过了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1集 此时 不单单是狂测一个人 有这样的想法 在场的众人 就连镜主和两位一尊 都未能免俗 看着大家脸上的神情 冯元斌主动开口宽慰 你们也不必如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姐姐应该是动用了 雷玉的力量 所以现在 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 说完之后 还耸了耸肩膀 雷玉 听到这个词 狂天晴瞬间就无法淡定了 他猛地上前 一把拉住冯元斌 追问道 你说的 可是当年 仁皇所创建的雷玉 被他这样抓着 冯元斌的心中 是极为不悦的 但是看在 他们父子二人 方才为了冷凌云 相继冲上去的份上 冯元斌 还是耐着性子 开口为他们解释 雷玉 具体是谁开创的 我并不清楚 我只知道 雷玉受百炼和 圆武两位大师的召唤 后来 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落到姐姐手中 之后 便直接为姐姐所用 虽然 两位大师没有说过什么 可是 据传言证实 当年这雷玉 在两位大师手上的时候 都没有在 姐姐手中 这么听话过 风元斌的这番话中 满满的 都是对冷凌云的崇拜 百炼 元武 是了 他们便是 人皇传承的弟子 当年 也曾经来过 苍蓝大陆 那就不用怀疑了 里面的 一定就是 人皇建立的雷玉了 难怪 竟然连我都进不去 真是想不到啊 没想到有朝一日 我狂天晴 竟然会距离雷玉 这么近 狂天晴说着 似乎完全陷入某种 狂热的情绪之中 甚至忘记了 此时周遭的一切 就那么冷冷地 看着前方的雷电光柱 一脸地羡慕 现在 似乎并不是研究 这个问题的时候吧 难道 我们就这么 眼睁睁地看着 殷洛 终于开了口 此时他看向 雷电光柱的目光中 满是焦虑和担忧 鬼王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不过 雷玉中的空间 自成一体 眼下的情况来看 除非他自己愿意出来 否则 我们别无他法 面对殷洛臣的话 黄天晴 这才缓缓平复 自己激动的情绪 别无他法吗 本王不信 念洛臣眼中 闪过一丝坚定 然后化作一道 黑色残影 瞬间便掠了过去 黑影飞快地 钻入雷电光柱之中 很快 光柱周围 便产生极其细微的 空间扭曲 然后这种变化 渐渐地扩大 扩大 直至将整个 雷电光柱的范围 都囊括其中 然后 一道刺目的金光 猛地一闪 众人下意识地 闭上眼睛 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 等到众人 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面前的一切 都已经归于平静 通天的雷电光柱 整个消失了踪迹 好像从来 都不曾出现过一样 而半空中 缓缓降落下 一道黑色的身影 在众人一片惊呼声中 鬼手圣衣 第一个冲上去 接住阴落尘 下落的身体 待到看清楚 他身上的伤口时 口中忍不住 气脑的低喝道 疯了 一个个的都疯了 一个不顾劝阻 硬闯拔冲净 一个为了阻挠 竟然不惜以鬼体 轻闯雷阵 我但凡心狠一点 就应该顺了 你们作死的意愿 直接成全了 你们才是 嘴上虽然说得极狠 但是出手的速度 却是越来越快 以最快速度 封住阴落尘周身 最重的几道雷击伤口 防止鬼气外散 然后 又掏出一个贴身的小瓷瓶 倒出一颗丹药 给阴落尘服下 这才长叙了一口气 对狂天晴说道 静主 麻烦您派人将鬼王带回您的寝殿中休养 可这 鬼王的身份入住怕是不妥吧 不是我舍不得 只是毕竟是我住过的地方 现在这情况 怕是也来不及收拾啊 我们雷支镜中 有专门给贵客休息的房间 论规格和等级 绝对不会比我的院子逊色 不如 还是将鬼王安置在那里 比 狂天晴的话还没说完 鬼手圣衣便摇头说道 静主 误会老夫的意思了 老夫让鬼王去您的寝殿 并不是为了彰显身份 而是因为您的寝殿中 有可以平复累积伤害的熏香 有利于鬼王恢复伤势 熏 熏香 黄天晴被鬼手圣衣的话 说得一脸不明所以 您可能并不知情 不过 您以为 我是如何看出 有人为你医治崩雷症的 虽然你已经换过衣物 不过仔细闻 还是可以分辨出 你身上那股淡淡的 来自于芙蕾草 特有的冷香 鬼手圣衣的话音刚落 和狂天晴第一时间 同时近乎出声 芙蕾草 师父倒是曾经说过 芙蕾草是医治 雷系攻击的特效药 即便是对天结雷霆 所造成的伤害 也有很好的效果 不过 芙蕾草的成长条件 实在太过奇特 竟然真的存在 这样的东西吗 狂测也是挠挠头 一脸不解的样子 口中嘀咕道 别的 老夫不敢说 但是灵芸丫头吗 只要她想 别说是芙蕾草 就是绝世神木 她都能培育得出来 鬼手圣衣 信誓旦旦地开口 虽然语气不善 但是却不难听出 这句话背后 隐隐有一股子 淡淡的自豪感 不错不错 姐姐的木系之宠 便是上古神级的 盘腾神木 再有空间相左 在空间中 想要变换 什么样的环境 还不是手道擒来的事吗 区区芙蕾草 自然是不在话下 冯元斌在一旁硬合着 看着众人古怪的神色 还在心中 傲娇地捕了一句 哼 这就接受不了了 要是让你们知道 姐姐空间中 还养着金光宁莲 龙果子等旷世起针 你们还不是得 吓晕过去 看样子 灵云丫头 是已经前往空间之境了 天晴 你先安排大家 安顿下来 老夫这就联系防空 让她那边 务必要牵制住 灵云丫头 我们再从长计议 她已尊上轻壳两声 以掩饰自己内心的震撼 然后对着狂天晴说道 好好 我这就安排 狂天晴立刻应声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便朝着禁地外围 招呼了一声 来人 可是声音落下之后 才恍然想到 他们进来时 看到门口的守卫们的样子 显然是对外界 并没有感知的 禁地中 除了特定的守卫 其他禁中族人 不能进入的 还请大家稍等片刻 我这便去 将他们带过来 可是这一去 便是一盏茶的时间 黄天晴回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 而且脸色极为难看 看了鬼手圣衣 和太乙尊上两人一眼 沉声道 这 不知道陵云丫头 用的是什么方法 我方才试过了 我所有知晓的方法 可是那些守卫 还是与之前一般无二 没有半点反应 一时间 众人皆是无语地 面面相去 冲不破雷玉也就罢了 可是现在 竟然连控制守卫的小伎俩 都破解不堪 这就有些尴尬了 不过这样的想法 也仅仅只是一瞬间 众人的神情 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 要知道 这里可是雷之境 在这里静主的能力 基本上相当于空间之主 对于空间的掌控力 他之所以这样说 定然是已经试过了 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 可是在自己的空间中 竟然还有自己 做不了主的事情 这岂不是太不正常了吗 你确定 所有办法都解不开 不会是人一惊 太乙尊上 有些不确定的开口 虽然在他心中并不认为 凌云那丫头会胡乱杀人 但是保不准 事情紧急的时候出手 会有所偏颇呢 不会的 我已经检查过了 他们的气息 甚至都没有减弱半分 那感觉就好像 被什么东西屏蔽了一样 不过 却又不是空间之术 不然我不会解不开啊 黄天晴一脸笃定地说着 说到最后 脸上再度露出困惑之色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假手他人了 我们带后补姐夫出去吧 顺便一起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们也要回去的 就在众人愁眉不展之际 冯元斌开口说着 虽然不太认同 他对鬼王这个 后补姐夫的称呼 但其他的话 他说的也没问题 于是众人 欣然点头应允了 黄测和于白两人 抬着阴落尘 一行人便再度朝着 禁地入口走去 看到门口站着 一动不动的守卫时 众人先是认真打量了一番 然后也一个个面露不解 不是灵力 不是空间禁锢 甚至也不是阵法 可是人就这样 被定在原地 动也不动 这完全解释不通啊 而冯元斌沉默了片刻之后 嘴边缓缓扬起了一丝笑意 哼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话音落下的同时 从身上掏出一张符咒 口中念叨了几句什么 然后伸手一甩 一道明晃晃的金光 从他手中的符纸上射出 覆盖在一众守卫们的身上 不过眨眼的功夫 原本没有任何反应的守卫们 便一个个儿清醒了过来 但是却好像完全不知道 方才发生了什么似的 看着众人的目光 先是茫然 而后才是震惊 纷纷跪地行礼道 属下见过敬主 少主和各位贵客 虽然他们并不清楚 众人的身份 但是既然能够在敬主 和少主的陪同下 前来禁地 便足以说明 他们特殊的身份 狂天晴看了冯元斌一眼 然后皱眉 看着跪在地上的人 出声询问道 你们方才 可曾看到过什么人 回敬主 并没有看到什么人 为首的一个男子 恭敬地回道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心中却隐隐 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 忍不住琢磨 方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的事 不然为什么敬主这一行人 都已经到了眼前了 他们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到他的回答 敬主又看了冯元斌一眼 挣扎了片刻之后才开口道 行了 留下两个 守在这里 再派四个人 去台张软榻来 剩下的人 交给管家分配 回到院子里 快速将寝殿 整理干净 是 敬主 管家和守卫们 齐声应等 然后 在几个首饰过后 便已经分工完毕 以最快速度 各司其职 带众人回到敬主院子 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的事了 刚刚走进院子 管家便脚步匆匆地迎了出来 不难看出 此时他脸上 还有尚未散去的震惊 怎么了 这 这里面应该是那位姑娘留下的东西 老奴没有让任何人靠近 敬主 您最好还是亲自进去看看吧 管家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 但是最终还是开了口 然后 还不等狂天晴回话 冯元斌便率先一步冲进房间 反应过来的众人 也急急地朝着房中而去 想要看看 冷连云究竟都留下了什么东西 刚刚进入房间 就被桌子上的东西给震在了当场 只见 一张直径约为两米左右的圆桌上 摆满了整整一桌子 大大小小的瓷瓶 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弹药的数量 已经完全可以与 规模不大的弹药铺子相媲美了 不过 这种想法 也就仅仅是陷于第一眼 等众人看清楚 一个个小瓷瓶上标注的丹药名称和功效之后 所有人立刻便明白了 管家之前为什么会是那种表情 桌子上的丹药 分明是一些只存在于丹药典籍中记载的 八品九品丹药 甚至还有一些从来都没听说过 但是却功效惊人的丹药 此时众多的丹药齐聚在这一张圆桌之上 简直就像是打劫了某个炼丹大师的丹药库 不错 不错 确实是姐姐的笔迹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冯元斌手中拿着桌上的一封信 眼中满是惊喜地说道 此时说不激动 绝对是假的 自从那一日冷凌云开启卫免通道消失之后 这还是冯元斌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她的存在 应该是凌云丫头留下的 那些顶级丹药 就算是我和太乙两人合力 都不可能一下子拿得出来那么多 所以除了凌云丫头 根本就不做她想 鬼手圣衣一边查看桌上 不同种类的丹药 一边点头附和着冯元斌的话 这 这么多珍贵的药材 凌云姑娘信上可说了 要如何安排 庆祝狂天晴刚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看着冯元斌手中的信淡淡地开口 给你自己看吧 冯元斌文言 直接将手中的信递到狂天晴手中 然后走到一身黑袍的鬼手圣衣身侧 朝着床榻位置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寻闷的 异尊大人 鬼王现在的情况 大概需要多久才能清醒 虽说太乙尊上与鬼手圣衣同为异尊 但是出于自己的直觉 他感觉鬼手圣衣应该更擅长治疗鬼王的情况 原本至少要休养各把月 不过现在有了这些丹药辅助 三日应该就可以恢复过来 鬼手圣衣沉默了片刻之后 说出自己的判断 三日 冯元斌微微皱眉 口中喃喃自语 眼神中带着淡淡的忧色 你是在担心凌云丫头啊 鬼手圣衣看着她的神情出声反问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姐姐 自然是想快点见到她 何况这里也不是她该待的地方 在我们那里还有很多人都惦记着她 我们要她回去 冯元斌点点头 并没有避讳自己的目的 以凌云丫头的能耐 你觉得方才她没有看到你吗 鬼手圣衣略微沉眼了片刻之后 开口反问了一句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冯元斌一脸不解地盯着看鬼手圣衣 似乎想要透过黑袍的遮挡 看清楚她的表情 鬼手圣衣带着冯元斌 走到床榻边一处无人的角落 然后开口说了一句 你怕是带不走她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中带着微不可查的叹息 听她这样一说 冯元斌心中猛地咯噔一声 急忙开口追问道 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鬼手圣衣点了点头 然后开了口 鬼王明知道雷电之力对她有损 却还是不惜以身犯险想要留住她 是因为她知道错过了这一次 她很有可能会错过唯一一次 留住你姐姐的机会 冯元斌文言心中一震 之前她便隐隐有些猜测 鬼手圣衣的这番话 无疑是证实了她的猜测 我姐夫她到底怎么了 风元斌问出这话的时候 只觉得自己的手都因为紧张 而微微颤抖着 看样子 鬼王并没有与你尽数道明实情啊 鬼手圣衣语气中 带着微微的叹息说完之后 看了一眼床上的阴落尘 无声地摇了摇头吐出两个字 痴儿 她是真的喜欢上了我姐姐是吧 冯元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最终还是问出了口 何止是喜欢 因爱成痴 说的就是她 她为了你姐 鬼手圣衣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尽数说给冯元斌 她相信冯元斌 一个人能千里迢迢穿越外面 来寻找凌云丫头的人 必然会认真为她着想 不会利用这样的事情做文章 而且 她之所以会将这件事 说与冯元斌 一方面是因为 这些事一直憋在心中 不吐不快 另一方面 也是出于一部分私心 想要帮演落尘一把 毕竟 这小子是凌云丫头身边信任的人 如果她能对阴落尘 有一个新的认知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能派上用场 虽然 凌云丫头 已经有了自己认定的人 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 在鬼手圣衣看在眼中的 都是凌云丫头 因为她而落的泪水 所以心中 对于念锦 多少都是有几分怨对的 而阴落尘 一直以来默默地付出 她也是看在眼中的 两相比较高下利剑 她自然更倾向于 自己亲自把关的阴落尘 她 她竟然 鬼手圣衣的话说完之后 冯元斌看着床上的人 满眼都是震惊 她真的没想到 除了自己姐夫之外 竟然还有一个男子 能够默默为姐姐做这么多 原本坚定地站在 云念锦那边的心 在这一刻已经有些动摇了 她知道 凌云丫头这番闯境 一旦成功 便会去到上神域 且不说 那里会有多少危机 等着凌云丫头 就算一切顺利 她也将失去 她一直深爱的鬼后 所以才想要放手一搏 而她之所以不告诉你实情 恐怕也是希望借你的到来 帮她再挽留 凌云丫头的时候 多几分胜算 只是 她还是低估了 凌云丫头的决心呢 鬼手圣衣继续补充了一句 这一句话中 带着满满的叹息 我 就在冯元斌 还想张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感觉到有人走了过来 不得不将到了口边的话 尽数收了回去 此时 原本没在桌子前 研究丹药的众人 在太乙尊上的带领下 一并走了过来 乙尊大人 这里有助魂丹 雇员丹等几种丹药 应该对鬼王的伤势有好处 您做主给他服用吧 随着狂天晴的话音落下 其后的管家 便恭恭敬敬 端着一个托盘上前 上面几乎将 所有有用的丹药 一样拿了一瓶 一共使用 嗯 鬼手圣衣淡淡地应了一声 扫过托盘上的瓷瓶 轻轻拂袖 便有几个小瓷瓶 直接飞到鬼手圣衣的手中 一样倒出一颗 给阴落尘服下 然后又对镜主说道 这些就够了 吃得多了 势得其反 倒是不利于恢复了 剩下的派人盯着 熏香里的芙蕾草 不要断了就好 您放心 我让洪叔和侧儿 轮流看着 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狂天晴立刻信誓旦旦地保证 鬼手圣衣点了点头 这时才看向太义尊上 开口问道 不出三日 鬼王定会醒来 届时我们便可以前往空间之境 你那边联系得怎么样了 可有凌云丫头的消息啊 被点到名字的太义尊上 微微摇头叹息了一声 做出一副头疼的样子 开口道 哼 哪里有那么简单 我已经和凡空说了 我们这里的情况 不过 空间之境中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平静的 就好像根本没有人进入一样 现在看来 这丫头太过厉害 也不是什么好事 弄得我们现在 想要逮到她的踪迹 都难呢 凌云丫头本身的空间之力 便要在反空之上 现在看来 怕是空间之境 也不一定能难得住她 我们怕是要加快速度了 鬼手上衣发出一声轻笑 语气中带着几分宠溺和无奈 两位一尊 能不能让我先行过去 说不定我能够拦住姐姐 就算拦不住 能够为你们拖延一些时间 也是好的 听着两人的话 冯元斌眼中闪过一丝蜥蜴 这 他以尊上文言 微微顿了一下 目光犹豫 似乎不太相信面前这个小子 鬼手上衣 却是朝他点了点头 开口为冯元斌介绍道 这小子是凌云丫头的弟弟 他曾经与我提及过 而这小子也是刻意赶来的 凌云丫头的事 我简单与他说了 让他去也无不可 说不准会有什么 意想不到的效果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集 哦 他是悬着凌云丫头来的 真是有心了 既然这样 那天晴 你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先将他送过去 他以尊上眉毛一挑 深山看了凤云丁一眼 然后侧头 对着一旁的狂天晴问道 可以是可以 不过还要劳烦一尊 先与那边打声招呼 毕竟这小子没有空间之力 过去之后如果没人帮扶 要是出了什么事 怕是不好与凌云姑娘交代 狂天晴听到冯元编的身份 立刻爱屋及乌 对他多了几分爱些之情 嗯 还是你想得周到 那我这就联系凡空 让他那边做好准备 太乙尊上说着 便准备使用密法 与凡空联系 就在这时 却忽然感觉到 自己衣袍处 传来一阵轻微的拉扯之力 周眉看去 眼睛通的大正 有些难以置信的 看着不知道何时醒来的 燕洛辰 诧异的开口 你 你醒了 我 带我一起 现在 叶洛辰 叶洛辰这样说 显然是因为听到了 他们之间的对话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 强迫自己醒了过来 别胡闹 你现在的情况 根本就承受不住 通道中的外力作用 就算着急 也要有个限度 一旁的鬼手圣衣反应过来 第一时间按住他 防止他因为乱动 而加重伤势 不 不能再等了 咳咳咳咳 燕洛辰似乎急着 想要说明什么 可是实在是太过虚弱 所以才刚刚说了两句 便剧烈咳嗽起来 看见他焦急的模样 不似作假 鬼手圣衣 急忙在他身上 点了几下 大手一推 将一股浓郁的鬼气 注入到殷洛辰体内 皱眉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慢慢说 殷洛辰感觉到 自己胸口的闷痛 舒缓了一些 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就在方才 我亲眼见到奔雷珠现世 如果 灵儿他炼化了奔雷珠 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 封锁雷之镜的通道 这样 我们便无法阻止他了 所以 我们必须要尽快过去 我的伤不碍事的 方才服了那么多丹药 能挺住 到了空间之境再调养 也是一样的 不然灵儿 他就真的 说到这里 一旁的冯元斌 打断了他 皱眉 气急败坏的吼道 我都说了 我会先过去拦住他 你只管安心养伤 不然你连个好身体都没有 以后拿什么 与我姐夫竞争 因洛尘没有想到 冯元斌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不由得挣住了 愣愣地看了他半赏之后 嘴角缓缓绽放出一抹灿烂至极的笑容 你这算是承认我 你别多想了 你又是绑我 又是骗我的 小爷可没有这么容易就原谅你 之所以这么说 不过是怕你死了 我爹娘的事情 不好办而已 冯元斌眼神有些躲闪地 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不想 听到他这样欲盖弥彰的解释之后 阴洛尘脸上的笑愈发地灿烂了 也不理会众人诧异的表情 大笑着开口道 你放心 就冲着你方才这番话 本王也会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笑罢之后 又对着鬼手圣医和太乙尊上正色道 两位一尊 我知道 只要你们愿意帮忙 一定能够让我平安到达空间之境 所以 拜托两位了 说着便挣扎着起身 要给两人行礼 快别 鬼王这样 可是折煞老夫了 太乙尊上急忙伸手去服 然后看了鬼手圣医一眼 似乎在征寻他的意见 虽然隔着风貌 但是鬼手圣医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 出声道 你 这就和空间之境打声招呼吧 让他们准备好休息的房间 免得过去之后 耽搁鬼王休养身体 这话 显然是同意了殷洛臣的请求 文言 周围的人也都跟着长嘘了一口气 眼中浮现出淡淡的喜色 说实话 在场的众人 哪个也不希望老林云会有事 如果能早一步去到空间之境 便多一分阻拦他的机会 管家 赶紧派人将软榻抬过来 即刻赶回后山禁地 见众人急于成行 狂天青立马便招呼管家做好准备 是 京主 老奴 这就去办 管家应声离去 在又折腾了半个时辰之后 一行人终于站定在后山的禁地之中 不等他以尊上开口安排 冯元斌第一时间施展水属性灵力 护住了阴落尘 然后冷冷地丢下一句 多一个人护着你 你便多一份安全 我还有事要你办呢 语气看似平静 但是话语背后 却透着淡淡的关切 好 没有想到 你这小子也有水属性灵力 这样确实更多了一重保障 来来 翟玉 你与他一起在里面护着鬼王 千万不能有半点松懈 明白吗 太乙尊上笑着说道 语气中却多了几分轻松 是 翟玉应声之后 也立刻施展起水属性灵力 与冯元斌一起 将阴落尘牢牢护在其中 带到鬼守圣衣仔细检查了一遍 发现没有疏漏之后 这才朝着太乙尊上点了点头 太乙尊上最后对着众人叮嘱道 稍后 我与鬼守圣衣二人会施展灵力护住你们 力求尽量做到平稳 不过 一旦通道开启之后 你们务必要多留意周遭的动静 一旦发现异动 务必要及时提醒 是 师父 听到众人的回应 太乙尊上朝着狂天晴点了点头 示意他可以开始了 狂天晴在几位雷之镜高手的协助下 不过片刻功夫 天空骤然变色 浓郁的雷属性气息冲天而起 然后 上一次看到的那个通天的雷电光柱 便再度出现 眨眼间便将太乙尊上一行人 齐齐地卷入其中 只不过 这一次并没有持续那么长时间 雷电光柱 只不过持续了一盏茶不到 便缓缓消失了 随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众人的身影 看着光柱消失的方向 狂天晴一手捂着胸口 压制住不断翻涌的血气 一边暗暗在心中祈祷 不管最后 他们有没有拦住那丫头 都希望他能够吉人天象 此时空间之境中 冷凌云刚刚躲避开一波巡逻的守卫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在心中吐槽道 空间之境果然是有些不同 竟然连守卫的巡逻方式都如此特别 经过冷凌云的观察 这里的人对于空间的应用 可以说是随时随地 就连巡逻守卫也是如此 完全没有规律可言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会忽然使用空间之力蹦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 才更加让人防不胜防 原本以冷凌云对空间的领悟 根本就不会担心被他们发现 但是现在他迫切想要找一个地方 来融合奔雷珠 而一旦开始融合 短时间内 冷凌云便没有办法移动半分 所以他必须找到一个绝对不会被发现和打扰的位置 可惜尝试了几次 每每就在他以为安全 准备要入定的时候 便会出现空间扭曲的现象 忽然冒出一对巡逻的守卫来 让他不得不到处闭闪 防止被发现踪迹 这一刻 冷凌云心中已经隐隐猜到 空间之境 只怕是已经收到了来自于雷之境的传信 得知了自己要融合奔雷珠的情况 想到这里 冷凌云的脑海中 浮现出阴落尘当时被雷光击中时的模样 眉眼微微沉了沉 同时又想到冯元宾那张许久不见 多了几分成熟的脸庞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口中低语着 这臭小子 什么时候来不好 偏偏赶在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快点离开了 至于能不能有机会见面 一切就全凭运气了 一句带着叹息的话落下之后 冷凌云便认准了一个方向 快速寻了过去 这一次他的速度极快 看样子并没有丝毫停留的打算 此时如果有熟悉环境的人 赫然便会发现 冷凌云所去的方向 正是空间之境 中心城区的所在 只是他想要做什么 却是无人知晓 空间之境 镜主大殿偏殿的书房内 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发现吗 樊空一脸焦急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中年男子 出声询问道 启禀少主 属下已经加派了几拨人手 不间歇地在镜中各处巡逻了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可疑的人或者事物啊 男子将头深深地埋在膝盖之中 一看便是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羞愧不已 见此 樊空也不好说什么 微微叹息了一声说道 玉大人 千万别这样说 这一次的任务 确实是有些为难大家了 你不用自责 尽力了就好 这 少主 玉大人抬起头 还想要开口再说些什么 便对上镜主樊静 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只见他摆了摆手 轻描淡写地说道 先下去吧 也不用按时辰上报了 待有所发现在过来就是了 是 镜主大人 玉大人原本还有些迟疑 但是在收到镜主渐渐沉冷的目光后 很快便应声退了出去 等到他离开 整个书房中便只有樊静和樊空二人 樊静那冷冷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阿空 这个人对你来说 是不是太过重要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为了什么事 而急成这个样子 都有些不像平时的你了 说话的同时 目光还冷冷地看着樊空 似乎想要从他表情中 看出什么端倪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4集 樊空眉头微皱 抬头毫不避讳地与他对视 脸色也冷了下来 你想要说什么 难道非要像你一样 冷血无情才正常吗 阿空 你真的误会我了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说到底 我们不过都是血肉之躯 又岂能真正做到 无情无欲 而且你也是知道的 空间之镜 在整个八重镜中的地位 都是特殊的 我不过是处在 空间之镜镜主的位置上 所以才身不由己 好一个身不由己 当年你眼睁睁看着娘 死在我们面前 难道也是身不由己 你不过是在为你的冷血无情 找借口而已 我娘 她真是白白花费了一番功夫 竟然会 凡空冷笑着说道 只是她的话还没说完 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嘴巴 其力道之大 让凡空的嘴角都浸出了血迹 看着对面男人 因为愤怒而微微有些扭曲的脸 凡空只觉得心中一阵痛快 一边伸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一边不怒反笑地讽刺她 很好 这么多年 我终于看到你那虚伪表情之外的情绪 怎么是因为被我戳中了痛楚 所以恼羞成怒了 还是说 其实这么多年来 你自己心中也一直都是愧疚难安的 不对 我觉得我还是高看你了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是没有心的 怎么可能会 你给我闭嘴 整个空间之境中 谁都可以指责我 唯独你不行 凡净红着眼睛 一脸怒容地呵斥着已经震惊在当场的凡空 凡空看着她一脸的不解 片刻之后 口中颤颤巍巍地蹦出几个字 为 为什么 因为害死你娘的人 是你 一句淡淡的话 从凡净口中说了出来 语气中带着一种释怀 说出口的一瞬间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而此时 凡空只觉得自己的脑海中 好像有一台复读机一样 不停地循环播放着方才那句话 害死娘的人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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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胀得嗡嗡地疼 此时凡空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在心中反复地问着自己 自己 真的还想要知道吗 如果真相 真的是像她说的那样的话 那自己这么多年的怨和恨 岂不是平白变成了一场笑话 到时候 自己又该要如何自处 一连串的问题 谈根在她的脑海中 让她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开口 怎么 现在不敢问了 你怕了 你害怕一切像我说的那样 到时候该恨的就不是你 而是我 就你这样的承受能力 如果我们一地而出 你真的能承受得起吗 够了 你就是故意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给我听的 一切原本都是你的错 你不过是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会想出这番说辞 准备以进为退 你休想要骗过我 我才不吃你这套呢 凡空说着 努力让自己的心态平复下来 一边说 一边在催眠自己 不是我 我怎么会害自己的娘 而且那时我还那么小 根本就不可能 一切都是你杜撰出来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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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 你已经做好准备听故事了 那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你说你那时还小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对吧 凡静微微停顿了一下 看着凡空那苍白的脸色 嘴角扯出一抹讥讽的糊涂 然后才又继续说道 其实 你错了 有些事情 与你的年纪大小没有关系 如果我告诉你 你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你会不会觉得震惊呢 存 存在本身 就是一个错误吗 凡静的话音落下 凡空一脸呆滞地 低难着重复道 因为他知道自己体质的情况 所以在听到凡静这样说的时候 已经奄奄猜到了什么 哼 你向来聪明 看样子 应该已经也猜到了吧 我告诉你 娘之所以会死 就是因为不想让你的情况被发现 所以才会将所有事情都揽到他自己身上 如果当时他不那样做 死的 就是你了 凡静说完 滴滴地笑出了声来 只是笑着笑着 声音就变成了阵阵细碎的乌烟 他也是我娘啊 你以为我看到他死在我面前就不心痛 可是我能怎么办 这是娘的意思 他情愿去死 也不愿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他跪在我面前 求我成全他保护你的心愿 因为你是我爹用命换回来的 同时还让我发誓 以后即便是他不在了 也要好好照顾你 你觉得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的心情 一切都是为了你 害得爹娘先后离我而去 你说我冷血无情 那也是你害的 从他们一个个离我而去的那个时候起 我所有的感情 便也都已经随他们一起死了 你明白吗 凡空爹坐在地上 面对着凡静口口声声的责问 此时他已经全然没有了思考的能力 就那么愣愣地坐在地上 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 脸上尽是无助和迷茫 口中断断续续地念叨 为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 沉默 满是都是诡异的沉默 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 凡静的口中传来一声滴滴的叹息 他上前 两步拉起已经全身麻木的凡空开口道 起来吧 我 我对不起 凡空眼中终于有了焦距 对上已经恢复平静的凡静 声音沙哑地说道 阿空 你别这样 我本来不应该和你说这些话的 可是方才 我没控制住自己 我承认 这么多年 我心中确实是怨你的 尤其是在爹娘刚刚离开那个时候 我对你态度一直都很恶劣 所以才会有方才那些话 都是我一直以来压在心底 对谁都不敢说出口的话 不过今天 我既然已经准备好要和你说清楚 便索性一起发泄出来 就算是给我们之前的问题画上一个句号 以后 我们要团结一心 照顾好空间之境的族人 这样 才能不让爹和娘白白牺牲 你愿意吗 樊静说话的同时 一边很认真地看着反空 你不用这样 我虽然曾经怀疑过 但是却一直都没有勇气去证实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和情绪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怕是都不知道 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应该要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 我没脸奢求你的原谅 反空摇头说着 此时他只觉得自己 在面对樊静的时候 是一个罪人 哪里还有让他道歉的资格 不 反空 你不明白 虽然我心中怨你 但是这么多年 在我执行与娘亲的约定时 不知不觉 你在我心里早已经是弟弟的存在了 也是我唯一的亲人 所以我对你的关心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樊静打断了他的话 看着他坚定地说道 你 反空刚想要开口 樊静又摇头阻止了他的话 你先听我把话说吧 原本我是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我爹娘情愿放弃我 也要将你的存在 隐瞒得滴水不漏 所以我才会怨恨 不过 在我当上镜主第一次进入密地之后 我便隐隐明白了 你是希望 不只是我爹娘的希望 更是整个空间之境的希望 他们是希望你成长起来之后 有朝一日 可以改变空间之境 甚至是整个八重镜的命运 所以 才会宁愿牺牲自己 希望 我不明白 凡空脸上出现了一丝迷茫之色 你自己的特殊之处 想必太义尊上 已经告诉你了吧 是的 师父说 只有我知道这些之后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特殊 不被人发现 所以师父经常会将我带在身边 有些事情 就连几位师兄也都不知道 凡空闻言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太义尊上说得不错 很多事情 还是尽量越少的人知道越好 毕竟 就算是在八重镜中也不好说 有没有潜在的威胁 潜在的威胁 凡空皱眉 看着梵境 只觉得自己心中的困惑越来越深 下面我和你说的话 你记住 万万不可与任何人提及 一旦泄露出去 不但会给你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就连整个空间之境 怕是都难以幸免 凡境一脸正色地说着 凡空感觉到自己即将要触及到一个秘密 当即点头 你是父亲无意中进入到魔狱中带回来的孩子 据说 神魔血脉结合之后 便会出现一种血脉 有很大的可能 会拥有一成的能力 随着你的成长 便渐渐可以确定 你神魔之血融合的特质 所以 你所表现出来的异样 便是你拥有无尽的寿源 你虽然并没有什么变态的修炼天赋 但是仅仅是无尽的寿源 便足以弥补你所有其他方面的缺陷 如果被上神域的人知晓 我想你应该清楚 等待你的会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5集 凡境说完 静静地看着凡空 等待着他的反应 终于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凡空才回过神来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开口道 你是说 我是魔族之子 从你的来历 和你表现出来的情况看 应该是没错了 凡境淡淡地点头说着 那么 我可以做些什么 凡空目光有些放空 悠悠地说道 你应该清楚 八重境 就是在上神域统治下的产物 而我曾经从密地点击中看到过 神魔之血融合后 有很大可能性 会拥有超越和抵抗神族的能力 虽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做 但是爹娘之所以会隐瞒你的存在 其目的一定是想要通过你 来打破这种困境 我们被限制的确实太久了 久到已经要失去自我了 竟然连你都不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 凡空说着 目光中出现一丝迷茫之色 你觉得上神域 可能会允许有这样的点击存世吗 倒是我觉得 这一次可能会是我们的机会 你们寻找的这位姑娘 竟然能够一路从水之境 闯到我们最后的空间之境 或者她应该有某种特殊之处 凡静在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目光紧紧盯着凡空 似乎想从她的细微表情上 察觉到一丝端倪 毕竟对于这个姑娘的存在 她的确是极为好奇的 抱歉 有关凌云妹妹的事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多少 如果不是这一次的事情 恐怕我也不会知道 凌云妹妹的实力 竟然强悍到这种程度 与你一样 现在我的心中也有很多疑问 只是 所有人都找不到她 凡空摇摇头 笑得一脸的苦涩 凡静看着凡空的模样 也不像是撒谎 只是皱了皱眉 然后便上前在她肩膀上拍了拍 阿空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 嗯 谢谢你 哥 这个鸽字叫的声音有些低 可以说是从她懂事以来 第一次再唤起这个称呼 虽然有些声色 但是神情间却带着一丝愉悦 凡静也被她这个字叫得有点懵 震了了片刻之后 才笑着猛点头 好好 哥 一定倾全境之力帮你 两手交握在一起 顿时 兄弟情满意在整个书房之中 兄弟二人又研究了好一会儿 终于离开了书房 各自准备去了 直到这时 才从书柜一侧的暗影处 走出了一道身影 赫然正是潜入空间之境的冷凌云 冷凌云是一路跟着方才那个 进来汇报的人进来的 原本她是想 既然外面根本就没有给她 静下心来的机会 那么便找一处不会有人 或者说 或敢有人打扰的地方 而这个选择之中 最合适的地方 无疑就是静主的机要之所书房了 在这里 不但可以避免搜查 顺便还能掌握空间之境中 所有事情的最新动向 只是冷凌云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无意中 竟然还听到了这样的内情 实在是让她有些震惊 站了好一会儿之后 冷凌云看着两人离开的方向 口中嘀喃道 难怪了 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眼睛 如此看来 凡空应该与我和青阳堂兄一样 都拥有神魔之血 只是各自的体质却还略有不同 不过方才卵静说 拥有神魔之血的人 便可以拯救八重静的命运的话 那么 凡八哥在空间之境待了这么久 为什么却一直都没有任何作为呢 既然凡静一早便知道 凡空的真实身份 也知道空间之境的秘密 没有道理这么多年 什么尝试都没有做过 可是他们直到现在 都还是一副毫无头绪的样子 难道说 想要破除八重境的困境 并不是仅仅拥有神魔之血便可以的 冷凌云心中这样想着 眉头也越皱越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自己这一次能够成功破除空间之境的壁垒 开启正确的通往圣神域的通道呢 沉默了两久之后 依然无果 冷凌云所幸将所有思绪都甩离了自己的脑海中 然后静止来到书房一侧 屏风后的软榻上 盘膝坐好 最终 冷凌云在认认真真布置了几层结界 确保万无一失之后 才潜入了空间之中 准备开始融合刚刚得来的奔雷珠 宁缘空间中 雷属性修炼地 雷鸣压着刚刚被逮回来的雷雕 与阴云豹一起 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家主人 你逮我回来也没用 就算我打不过你又怎样 我雷雕 好歹也是数得上名字的上古异兽 想要让我屈服于你 成为契约兽为你所用 是绝无可能的 而且我奉劝你一句 做人不要太贪心 懂得适可而止 毕竟你已经有了两只这么高等级的契约兽 如果还想要契约我 当心精神力不尽 被反噬而亡 雷雕虽然狼狈地被雷鸣压制着 可是他的眼神中 却是闪烁出一股子 桀骜不驯的亡者之气 倒是不愧上古异兽的盛名 我呸 精神力不尽 你说别人我还能信 这事放在主人身上 根本就不需要怀疑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看还是收拾得清 雷鸣一听到这新来的货 竟然这么嚣张地教训起主人来了 哪里还能忍 一边说 一边周身用力将雷雕缠得更紧了 雷雕奋力地挣扎着 可是实力差距摆在那儿 雷鸣这样的神兽 根本就不是他能挣扎的 不但没有半分松脱的迹象 反而掉落了一地的羽毛 异常狼狈 有本事 你们就弄 弄死我 我 我绝不屈服 雷鸣断断续续地说着 然后摆出一副 视死如归的样子 狠狠地瞪视着冷凌云 你真以为我不敢 弄死你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雷鸣似乎被他态度激怒了 庞大的身子再度收紧 只听到一阵 咔咔的轻微骨骼响动声 就连一旁的颜云豹听着 都替他觉得疼 丝丝鲜血 从雕口中溢出 眼神也不似之前那般成名 但是依旧不见他 有丝毫吐口的意思 似乎已经做好了 赴死的准备 雷鸣 放了他吧 淡淡的女声响起 朗鸣云终于在那雷鸣 即将要断气的时候 开了口 主人 他实在是太嚣张了 如果放了他 岂不是更加助长了 他的气焰 嘴上虽然这样说 但是雷鸣的身体 却已经稍稍放松了 对雷鸣的钳制 让他有了一丝喘息之计 算了 毕竟是雷之静的封禁之兽 就算是看在狂七哥的份上 也没必要赶尽杀绝 冷淡云摇了摇头说道 然后将目光转向 已经奄奄一息的雷鸣 笑着开口道 我可以放了你 不过 需要你的一样东西 哼 我有的选择吗 雷鸣笑得一脸苦涩地 开口道 你当然可以选 既然我决定放了你 就不会教你怎么样 无论你给还是不给 冷淡云缓步走到他面前 看着他一脸正色地说着 你的话可当真 雷鸣一脸质疑地开口 冷淡云没有回答 而是淡淡地看了雷鸣一眼 雷鸣会议 一脸不情愿地放开了雷鸣 然后画成人形 站到冷淡云身后 轻痴一声说道 你不用怀疑 主人说话向来言出必行 你想要什么 得到自由的雷雕 立刻挣扎着起身 眼中满是警惕地 看着对面的人和兽 问道 我要你的雷电之力 借我一用 冷淡云直接说出了 自己的要求 我 我不明白 你连雷玉都可以操控 自身的雷属性 本身就不弱 再加上 你身边他们两个的雷电之力 也接在我之上 为什么还要 借用我的雷电之力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便被冷淡云白手打断了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说 给还是不给就好了 我也并不是非你不可 这 好吧 只要你立下誓约 我在帮了你之后 你便放我离开 我便答应 雷鸣认真想了一下 然后鼓足勇气 对冷淡云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 让大人为了你而起事 这一次不要说雷鸣了 就连银云豹都听不下去了 抱起大喝一声 当即便亮出利爪 准备朝雷雕扑去 银云雕也已经成功晋升神级 这一爪子下去 别说他此时重伤 就是全胜之时 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眼见着银云豹 马上就要扑到雷雕身上的时候 身形却被凭空定在了原地 然后一道亮影 不疾不虚地走到银云豹身边 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两下 银云豹才再次恢复了行动能力 瞬间化作人形 看着冷银云一副犯了错的样子 弱弱地唤了声 大人 我 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 不过我已经说了要放过他 千万不要好心办了坏事 冷银云一边摆手 一边微笑着说道 是大人 银云豹立马恭敬的应声站在一边 他知道 此时大人虽然在笑 但是很明显 因为他擅自出手的事情 已经生气了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并不是他的契约兽 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和颜悦色 惩罚一定是少不了的 可是这样是不是代表着 自己以后会被大人所厌弃了 就在银云豹胡思乱想的时候 冷银云已经走到雷雕的身边 在雷鸣和银云豹震惊的眼神中 缓缓对着雷雕鞠了一躬 诚恳地道歉 对于他方才的举动 我郑重向你道歉 对不起 不过 对于你的要求 请恕我无法答应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集 你这是要反悔吗 原本因着冷银云的举动 而震惊不已的雷雕 在听到他后面的话时 立刻开口反问道 当然不是 只是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被人要求做事 而且你既然不相信我 自然也就没有配合的必要 我早就说过 并不是非你不可 只是希望你不要后悔才好 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对他还心存芥蒂的雷雕 在这一刻忽然变信了 我信 不用立誓我也 愿意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冷银云并没有给他 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笑着摇了摇头 看着他眼底平静 没有一丝情绪 红唇轻起 说出了一句 让他足以爆汗终生的话 机会只有一次 而你错过了 就在冷银云话音落下的同时 一只通体雪白的兔子 便出现在冷银云的面前 兔子通身雪白雪白的 只在眉心处有一道银紫色的闪电形状纹路 如果不是这一点区别 他看起来与普通兔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兔子忽然出现在这里 从他的眼中还能看得出一丝迷茫 显然不知道自己怎么眨眼间就换了个地方 直到看到面前的冷银云 眼中立刻生起惊喜之色 急忙上前拜道 不知主人召唤 阿雪有些失神 还请主人见谅 起来吧 我召唤你是因为有事需要你帮忙 冷银云点了点头 用灵力轻柔地将地上的兔子拖了起来 主人 这奔雷兔虽然是雷属性 可是他的实力并没有雷雕高啊 这会不会 你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这雷雕 我便融合不了奔雷珠了 冷银云微眯着眼 挑眉看着雷银反问道 主人 雷银不敢 雷银感觉到冷银云的脑溢 立刻便恭敬地垂头站在一侧 你之所以这样说 不过是因为担心奔雷兔的实力 与你们相差太大 达不到融合的最佳效果而已 可是 如果我能让他快速提升上来呢 啊 这样也可以吗 雷银诧异地抬头看着冷银云 眼神中带着一丝难掩的怨怼 他有些想不明白 如果主人有这样的方法 为什么早不拿出来 要知道 他们一点一点修炼可辛苦着呢 似乎看出雷银心中所想 冷银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说道 想什么呢 如果真有那样的办法 岂不是满世界都是神级了 那圣神域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嗯 好像说的有道理啊 雷银闻言不由地点点头嘀咕着 大人 那您的意思是 一旁的银云豹开口 既然不是这样 那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应该要如何才能让奔雷兔快速提升实力 奔雷兔之前便一直生活在麒麟山脉中 他体内的灵力 原本便比弥宗林中出来的灵兽们要精准一些 可塑性和可提升的空间都要更多一些 这雷雕虽然实力不俗 但是这些年被封印的力量压制 现在的实力还处在准神级 所以 奔雷兔与他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而且 因为奔雷兔一直习惯换我主人 以至于你们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 他根本就没有真正与我契约 所以说 冷凌云说到这里 雷鸣的眼中已经反射出金光 猛地拍了一下手 激动地说道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以主人现在的实力 只要奔雷兔与您契约 立刻就能达到雷雕现在的等级 说不准还要比他更高呢 说着说着 雷鸣猛地顿住了 然后朝着被冷凌云禁锢在原地 动弹不得的雷雕看了一眼 语气中满是嘲讽 不过可惜喽 某些东西啊 实在是不识好歹 要不然 说不准 可以凭借这一次天大的机缘 超越追赶上我们的实力呢 难怪主人说 让他别后悔 这一下子 还不悔得肠子都清了 雷鸣虽然不能说话 不能动 但是却可以听到 他们之间所说的每一句话 果然 在雷鸣这番话说完之后 便见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悔涩 雷鸣见此 坏笑着催促道 主人 您竟然都已经决定了 还等什么 就快点开始吧 奔雷兔啊 自打进了空间之后 便一直唤您主人 想来 想来 一定巴不得早日与您契约呢 虽然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是听到主人和雷鸣大人的对话 奔雷兔立即忙不跌地点头 是啊是啊 自从主人帮助我们一族消灭了地龙之后 阿雪便对您佩服得不得了 自愿留在主人的空间里 便是盼望着 有一天能真正成为您的契约兽 而且 也不光是阿雪自己 希望能成为主人的契约兽 几乎是咱们空间中 所有的灵兽们的终极目标了 说是做梦都在想 也不为过 没想到 竟然还会有灵兽 拒绝主人的邀请 实在是蠢得无药可救 要是被其他灵兽们听了去 估计撕了他的心都有了 奔雷兔说着 也一脸探究地 朝着雷雕的方向瞥了一眼 似乎想要看看 究竟是哪个傻子 会将这样的好事往外推 只看了一眼 然后就再度转向了凌云 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一副撒娇卖蒙的样子 央求着冷凌云 主人 这就契约了阿雪吧 别说还有晋升这样的好事 只要是能帮到主人 便是要我散尽修为 阿雪也是愿意的 不想 听了阿雪的话 冷凌云似乎想到什么 脸色猛的一沉 你说的这什么话 记住 我不会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为我牺牲什么 你如果是这样想的 那便回去吧 主人 奔雷兔心中就有些慌了 然后好像做了什么重大决定 仓地转了 背对着冷凌云 颤雷兔心中就有些慌了 颤雷兔心中就有些慌了 如果主人可以消气的话 您就动手吧 冷凌云回过神 冷凌云回过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个奔雷兔 撅着屁股 小尾巴因为害怕 而一抖一抖的模样 原本还沉浸在悲伤记忆中的冷凌云 顿时便扯开了嘴角 冷凌云努力了半晌 很是辛苦的 才将自己的笑声掩热下去 示意雷鸣和颜云豹不要出声 然后才清了清嗓子 故作严肃地开口道 你这是做什么 主人 您曾经说过 最喜欢阿雪这一身赛雪的白毛 如果有一天 阿雪惹您生计了 只要让您拔光一身的毛 您就会消气了 所以您拔吧 匍匐在地上的奔雷兔 鼓足了勇气说完之后 还深吸了一口气 好似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样 冷凌云看着他就笑了 然后开始缓步在他周围转悠 同时开口的 好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就拔光你的毛 话音落下的时候 冷凌云已经站定在奔雷兔的面前 感觉到有人靠近 奔雷兔睁开一只眼睛 看到是冷凌云刚想开口 便看见他的手指朝自己眉心处戳了过来 好像还隐约带着一抹红色扇过 不等他多想 两人便被一阵忽然升起的金光笼罩了 阿雪这才后知后觉地知道 原来就在自己方才闭眼的时候 主人便已经将节气的阵法准备好了 主人不但没有惩罚自己 反而还与自己契约了 我的天哪 这回自己真要成为主人的契约兽了 就在奔雷兔胡思乱小的时候 耳边忽然传来冷凌云那熟悉的声音 蠢兔子凝神 节气 努力吸收力量 是 是 奔雷兔急忙听从冷凌云的命运 开始努力地吸收 通过契约阵传递过来的精纯能量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后 契约阵的金光渐渐消散 露出了被包裹在其中的冷凌云 以及站在他身边 一个穿着一身白色短裙 看起来软萌的妹子 这 这是阿雪 雷鸣和银云豹两个全都看直了眼 琪琪开口问道 不单是因为这忽然多出来的漂亮妹子 更多的是诧异 她怎么会一下子就忽然化形了 难道是直接蹦到神级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 是我 阿雪一边回道 一边这儿拉拉那儿扯扯 一副不自在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刚刚化形 还不适应这样的变化 主 主人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雷鸣一脸难以置信地 将目光对准冷凌云开口问道 有时候眼睛也是会骗人的 难道说你忘了还有一样东西 是可以帮助灵兽化形的吗 朗鸣云笑着解释道 啊 您是说天圣断化草 雷鸣猛地一拍额头 好像想到什么似的 不错 虽然阿雪现在等级还不足以化形 但是提前让她适应一下 好像也没什么坏车 朗鸣云点了点头 算是默认了 唉 还好还好 吓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 这家伙潜力远在我们之上 那以后岂不是又要失宠了 雷鸣这才长叙了一口气说道 看你那点出现 行了 现在所有条件齐聚 我们也应该要开始了 虽然空间中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 但是时间久了 也难免不被人察觉 朗鸣云鄙夷地瞪了雷鸣一眼 然后收回目光 正色地对各位说道 是主人 三人齐声应答 开始融合 随着朗鸣云一声令下 三只灵兽 一个接一个地 祭出自己的雷电之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7集 雷鸣的雷属性成暗金色 因为长时间被囚禁在雷狱中修炼 所以它的雷电之中 幽暗的黑色破坏力 与神级的澄澈流光并存着 雷暴的雷属性 是既包含着雷电的狂暴力量 同时还带着一丝 木属性的韧性和柔和 想来应该与玄雷龙果脱不了关系 而奔雷兔的雷属性 相对就要柔和很多 是银紫色的正常雷电之力 不过因为刚刚吸纳了主人的能量晋升 所以雷力很是精准 不用说 这一次的融合中 雷鸣的力量绝对占有主导 所以自然而然的 三股雷属性的力量 便以雷鸣为中心开始凝聚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奔雷兔和银云豹 击连因为雷力耗尽而退了下来 冷灵元眼疾手快地 立刻将他们收入了恢复阵法之中 然后一脸紧张地盯着 已经置身于硕大的雷属性灵力 封锁之中的雷鸣 说实话 看到此时的场景 就连冷灵元心中都有些发怵 他甚至联想到了自己第一次 深陷雷玉时那种惊慌和恐惧 不过好在 很快他便平复了情绪 深吸了一口气 告诉自己要相信雷鸣 毕竟他也是在雷狱中走出来的强者 绝对能够承受得住 本源雷系力量融合过程中的洗礼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终于在半个时辰的时候 面前硕大的雷电光球中的雷压 发生了细微变化 开始劈啪劈啪 不停地闪烁 冷灵雲知道 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 一颗心都猛地揪了起来 认真盯着面前的雷电光球 一眨不眨 生怕会错过任何一丝细节 好久都没有这种死而后生的感觉了 真是太痛快了 伴随着一道巨傲的声音落下 一双大手凭空撕开了雷电光球的封锁 下一刻 一个高大的身形从里面迈步走了出来 正是雷鸣 不过此时 他的眉心处多了一道 金银二色构成的闪电纹路 身上的暴虐之气也被蒸腾了个干净 浑身都透着一股子祥和的正气 看样子你收获不小啊 冷灵雲立马笑着上前恭贺 不错 多谢主人 曾经在雷玉中虽然淬炼了那么久 但是心底始终却都还是有那么一股子邪气 如果不是巨魂钉镇压着 当初还真不好说 不过现在好了 这一次经过本源雷系力量的洗礼 终于是成功摒弃了那一部分 还真是要感谢你 不然只怕修为也就要止步于此了 雷鸣一脸轻松地说着 看着冷灵雲的目光中满是感激 别这么说 你之所以可以成功 也是因为你承受了同样的风险 说起来 如果不是你们愿意为我分担 我想要融合着奔雷珠还真没把握 主人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能够有你这样的主人 我们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主人 我这就将雷元之力交给您 赶紧尝试着激活本源之雷 融合奔雷珠吧 雷鸣说着 双手凭空一抓 一金一银 两团电光便出现在他的两只手掌中 看样子是已经准备好了 嗯 好 冷灵雲应声的同时 也将那颗奔雷珠放了出来 然而 还不等冷灵雲进行下一步动作 雷鸣便已经猛地 将两只手中的光电砸在了一起 一阵震天的轰隆隆的奔雷声响 煞时间充斥着冷灵雲的耳膜 险些没有直接将它雷晕过去 冷灵雲不由地在心中狠狠地咒骂起雷鸣 不过才刚刚开口 便感觉到一股极为浓郁的雷属性力量 将自己包裹在其中 冷灵雲能清楚地感觉到 雷电之力不断往自己身体中钻去 那种感觉 苏玛中带着丝丝痛楚 实在是太酸爽了 冷灵雲下意识地 调动自己周身的雷属性 同源力量去阻挡 但是却收效甚微 只能僵直着身子 去迎接毫无预兆的疼痛 终于 雷电之力破开皮肤 钻入冷灵雲的身体之中 而皮肤寸裂开的伤口中 渗出丝丝鲜红的蟹竹 慢慢地汇聚 直至沾染到冷灵雲手中的奔雷珠上 煞时间 珠子中庞大的力量被激发出来 一股强大的压迫之力随之而来 将冷灵雲手中的珠子 眨眼间脱手而出 缓缓升到冷灵雲的头顶 射出一道漆黑的光柱 整片天地间 顿时便有雷声咆哮而来 直接将冷灵雲整个包裹在光柱之中 如果仔细看的话 可以明显看到 黑色的光柱中 时不时有亮金色的雷电眼线 让人忍不住望而上位 此时 雷鸣捂着胸口站在一旁 紧张地看着黑色的光柱 轻声低喃着 主人 对不起 只是奔雷珠的融合方式 与其他灵珠不同 我只能这样 既然我都能挺过来 您也一定没问题 这样成功之后 您的身体 也会得到奔雷珠进一步的改造 绝对会是一件好事 这边雷鸣的歉意 冷灵雲是一丁点都感受不到 因为此时 他正进行着最为残酷的刑法 奔雷珠中蕴含的金色雷霆之力 正在顺着冷灵雲的伤口进入体内 并且在里面横冲直撞 冷灵雲甚至可以感觉到 自己皮肉被撕裂的声音 这样的痛楚 实在是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在冷灵雲忍过了最初的一阵痛楚之后 稍微恢复了一点理智 他知道雷鸣不可能会害自己 之所以会这样突然出手 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不能说的苦衷 既然他能够如此行事 必定是可以确定 对自己绝对是有益的 或者是他在方才融合的时候 感受到某种东西 想到这里 冷灵雲似乎觉得自己接近了真相 于是也不再那么抗拒 渐渐收回了自己抵抗的力量 努力隐忍着 让冷灵雲觉得神奇的是 在他放弃抗拒之后 竟然从那些不断钻入身体中的金色雷霆之力中 察觉到了一丝丝 若有若无的良意 隐藏在那样强大的破坏力之下 如果不是自己静下心来 根本就难以察觉 冷灵雲将自己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一丝丝游离的良意之上 很快便被他发现了 这股良意的用处 心头豁然开凉起来 嘴角也努力牵起了一丝笑意 原来这就是雷鸣不能说破的秘密 有多少人能想到 破坏力如此惊人的雷系力量中 竟然会隐匿着如此特殊的一股力量 不但可以瞬间恢复 所有雷属性攻击造成的伤害 而且只要控制了这一丝 极其细微的气息 便可以控制整股雷霆之力的走向 其实那一丝力量 才是真正的雷源之力吧 意识到这一点 冷灵雲很快便引导着这一丝力量 与自己体内的雷属性灵力相融合 这一次进展得极其顺利 过程也没那么痛苦 随着两股力量的融合 冷灵雲头上那颗黑色奔雷珠 快速运转起来 四周的雷属性灵力 不断地翻涌 奔入奔雷珠中 最为神奇的是 奔雷珠的颜色 也开始一点点发生了变化 看到奔雷珠的变化 一直都在焦急等待的雷鸣 脸上终于露出笑意 激动地拍手喊道 成了 我就知道 主人一定可以做到 找准了目标之后 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 珍重融合的过程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便结束了 冷灵雲常常送了一口气 将奔雷珠收回手中 待看到奔雷珠的颜色时 冷灵雲不由地微微一愣 此时的奔雷珠 竟然与雷鸣头上的闪电印记 一般无二 也变成了一半金 一半银的颜色 然后 他意味深长地 看了雷鸣一眼 说道 我就猜 你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雷鸣胆大妄为 还请主人恕罪 雷鸣被看得心中一虚 顿时便单膝跪了下去 你也是为了帮我 合罪之友 如今经过洗礼 你已经成为我的本命雷鸣 日后好好管理空间中的 雷属性地狱 他先留在这里 等适当的时机 我自会放他离开 冷灵雲将雷鸣扶了起来 一边说 一边看了一眼 被限制了行动的雷雕 直到这时 雷雕才回过神来 他目睹了整个过程 终于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灵兽们 会将他放为 神底一般的存在 拥有这样的能力 绝对有资格成为神兽主人 是自己被封印了太久 一直固步自封 所以才失去了一生中 最难能可贵的机会 雷雕沉浸在满心的悔恨中 就连冷灵雲什么时候离开的 都没有察觉 离开了雷属性地狱之后 冷灵雲并没有急着离开 反而滞留在空间中 漫无目的地 走过每一处地狱 好像在作者无声地告别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人已经站在了湖心岛前 这里是整个空间中 唯一一处 两种属性区域并存的地界 药狱和兵武便尽数居住在此 此时的湖心岛 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湖中大片大片的莲花 几乎已经将整个湖面都铺满了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能够看到莲花丛中 隐隐有金光闪过 湖面上还静静地悬浮着云鸾弓 冰蓝色的弯弓 弓身上浮雕着云纹的图案 七颗灵气原石 一瞬间也迸发出璀璨的金光 熠熠生辉 朗铃云伸手去触摸 瞬间一道淡淡幽紫色的光芒闪过 一个男子的身形渐渐凝出 对着朗铃云弓身见礼 云鸾见过小姐 话音落下之后 缓缓抬起头 因为身形几乎已经实质化 所以此时可以清楚看到她的容貌 这是一张年轻俊朗的脸 五官立体而深邃 正笑得一脸满足地 看着面前的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8集 冷铃云飞正了一下 点头赞道 云铃云 看样子你精进不少啊 凝出的身形已经近乎于实体了 都是脱了小姐的福 不然云铃哪里会有这样的机缘 云铃摇头轻声说道 莫要望子菲薄 你再继续这样修炼下去 或者用不了多久 便能够成为我需要仰仗的力量了 冷铃云笑得很是开心 随口说道 可是不想 云铃却认真了 当下正色 郑重地躬身说道 能够成为小姐 能够养仗的力量 一直都是云铃的目标 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忽然被人这么郑重地映下 冷铃云一时间 不知道应该要如何接口才好 沉默了片刻之后 轻咳了两声 缓解此时的尴尬 开口说道 那个 怎么没有见到药玉和编舞啊 他们都不在吗 这时 冷铃云才感觉到 有一些不对劲 太安静了些 明明自己过来 他们应该是第一时间 就能感觉到才对 可是自己 已经与云蓝说了一阵话了 他们还是没有出现 啊 药玉和冰舞两位大人 早就已经前往 您所布置好的 九重锁灵阵中修炼去了 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 特殊的温养了 所以便自告奋勇 在这里照看 水 木 两个地域的正常运转 如果您想找他们的话 恐怕要您亲自去一趟才行 啊 原来是这样 没事 我知道他们的去向就好了 我也就是随意走走 并没什么事 一会儿也就该离开了 冷灵云说着 深夜的 末光中带着几分忧郁地 再度打量了一番整个弧心岛区域 似乎敏锐地察觉到冷凌云异样的情绪 云鸾微微皱眉 正犹豫着要不要开口询问 便听到冷凌云的声音再度传来 云鸾 若是有一日有机会回到琼华大陆 一定要到云月阁和冷家看看 那里还有一帮惦记着你的人 不然当初我恐怕也不会知道你的存在 听了冷凌云的话 云鸾的脸色猛得一僵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哪里还有冷凌云的身影 心中所有的话 只能化作一声悠悠的叹息 回荡在湖心岛上空 无人回应 可惜啊 我还没有找到木属性灵珠 不然一旦融合了灵珠 要欲成为本命木灵 你的恢复速度也一定会提升得更快 此时悬浮在半空中的冷凌云 将云鸾的情绪尽数看入眼中 同时叹息一声 其实冷凌云并没有离开 只不过他感觉到云鸾心思太敏锐了 为了避免被他发现自己心中所想 所以还是不再与他交流比较好 眼见云鸾的身影最终再度隐没 冷凌云也转身离开 下一站便是琉璃混圆塔 看着琉璃混圆塔外围 自己布置的一个个阵法中 那一道道熟悉的身影 冷凌云只觉得 自己眼眶中有阵阵酸涩上涌 同时心头也止不住地泛着思思暖流 这一帮似亲似友的存在 帮助他 陪伴他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过艰辛的日子 他们每一个在自己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无可替代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轻吐了一口气 然后便转身 向着琉璃混圆塔中走去 首先看到的便是守在琉璃混圆塔中的凤墨 他没有在九重锁灵阵中修炼 所以冷凌云走进来第一时间 凤墨便立刻睁开眼睛 一脸诧异地看着冷凌云 脱壳而出 主人 您怎么来了 看样子 我真是太久没来了 以至于让你都有些不适应了 不主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您已经来过了 我能够感觉到琉璃混圆塔中 多了一股很强的气息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凤墨急忙开口解释 说着说着 脸上隐隐露出一股子为难之色 似乎有些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说下去 看他这个样子 冷凌云微微一笑 你不知道琉璃混圆塔中的是谁 一边想要快点修炼能够成功进去 一边又担心里面的人会对团子不利 所以才会想坐在这里修炼的 想着一旦有什么不对劲的声音 还可以及时通知我 对不对 嗯 似乎是被冷凌云说中了 凤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善善地开口解释 虽然我也知道 在主人的空间中应该都是自己人 但是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担心 主人 我 凤墨 我要谢谢你 你对团子是真的关心 冷凌云伸手按在凤墨肩膀上 一脸郑重地开口 主人 你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了 不单是我 空间中所有的灵兽们 都会拼了命地保护小主人的 凤墨拍着胸脯保证 冷凌云脸上的笑容愈发扩大了几分 一边笑一边低语着 好 我感谢你们大家 只有这样 以后将它交到你们手里 我才能真正安心 说到最后 冷凌云的声音越来越低 甚至还带着一股子 怅然若失的意味 以至于 凤墨并没有听得太清楚 只是掩约听到什么 将什么交到什么手里 又是什么安心的 急忙追问了一句 主人 你说什么 可是 已经察觉到自己说漏嘴的冷凌云 哪里还会再说一次 摆摆手 对凤墨说道 没什么 以后好好帮我照顾团子 不说了 我进去看看他 说完 身形便消失在凤墨眼前 凤墨虽然隐约感觉到 主人哪里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也没办法 如果主人自己不想说 自己哪有本事能问得出来啊 而且就算他有疑问 可是身边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自己现在又身处在混沌之气的笼罩中 根本什么也做不了 不得已 只得将疑问压在心底 不过 好在从主人口中得知了琉璃混源塔中多出来的那道气息 并不会对小主造成什么威胁 所以现在他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 进入九重锁灵阵中修炼了 如果这一次不能达到随意进出琉璃混源塔的资格 绝不出关 凤墨在自己心中立下了一个目标 然后便静自走进了之前他一直修炼的那个九重锁灵阵中 另一边 已经进入琉璃混源塔中的冷凌云 没有耽搁 直接便循着小团子的气息 来到了二层宁缘镜中 站在满是各色晶石的封闭空间里 冷凌云看着盘膝坐在中央 又变化了一些的小子 一直隐忍的泪水 煞时间便不受控制地躺了下来 啪哒一声 砸落在脚下的晶石上 发出一声脆响 此时的冷凌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并没有注意到 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小团子 耳朵忽然快速动了一下 两久的沉默之后 冷凌云才再度动了起来 玲珑匕首瞬间出现在冷凌云手中 手起刀落 玲珑匕首再一次插进自己的胸口 烟红的血液顺着匕首缓缓滴落 冷凌云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 用右手手指站着心头惊喜 凭空画起了符咒 随着手下的动作越来越快 不多时 一道精血刻画的符咒便已经成了 看着半空中闪烁着的硕大符纹 冷凌云捂着胸口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默念起了启动符咒的口诀 冗长而繁锁 一串串从冷凌云的口中倾泻而出 去 随着最后一个字出口 冷凌云伸手朝着小团子一指 还在半空中闪耀着红光的符咒 便直直地冲着小团子的胸口飞去 直到看着符咒没入小团子胸口 淡淡的血色符纹围着小团子转了一圈 直至最后 在她没心处汇聚成一点红光 也没下去 冷凌云的唇角 这才露出满意的微笑 然后低难着开口 团子 娘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甚至没有好好在你身边陪伴过一日 可是 如果不将你爹找到 娘怕是永远也过不去心中这道坎 团子 别怪娘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 与我一起去冒险 就让娘最后再任性这一次 如果 如果这一次 娘还是寻不到你爹 以后 娘就安安心心地陪在你身边 再也不离开 说完这些之后 冷凌云便捂着自己的嘴快速离开 不然 她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改变主意 陶冶似的离开了空间 直接回到了空间之境的书房中 冷凌云这才恍然发现 自己竟然连止血都忘了 玲珑匕首此刻还插在胸口处 有些恍然地摇了摇头 下一刻 冷凌云紧咬着下唇 一个用力将匕首拔了出来 然后运起水属性灵力 为自己治疗 等到冷凌云再次睁开眼睛 精神已经再度清明 可是耳边 却响起了一道突兀的声音 我知道你在那里 出来吧 冷凌云抱着一丝幻想 希望这句话 并不是对着自己说的 然而等她发散原力 去感知的时候 却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她很清楚地感觉到 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外围 已经被另一股空间之力 给封锁了 而此时守在外面的 不是别人 正是空间之境的镜主 凡空的哥哥凡静 只是与自己想象中 略有不同 如果说她真的发现了 自己的存在 为什么会只有她一个人 就在冷凌云琢磨着 她适合用意的时候 凡静再次开口说道 你不用藏了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没有恶意 只是想帮你 这一次 她的声音刚刚落下 冷凌云便撤了 周身的防护屏障 一身飘逸的白裙 出现在凡静的面前 淡淡地开口 你看我 哪里像受伤的样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9集 嗯 确实不像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绝对不敢相信 能够将鬼王 两位一尊 以及整个八重镜 都耍得团团转的人 竟然会是这么一个 年轻的小女人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还真的是我的罪过 冷凌云轻笑一声 让人完全看不出情绪 看样子 你似乎很自信 我不会将你交出去 凡静有些不解地 开口追问 自然 如果真的如你所言 你知道我在这里 却没有通知凡空 反而还费尽力气 帮我掩饰 这样 你一定是不想让 他们发现我才对 又怎么会将我的情况 透露出去呢 冷凌云摊开手 一副慵懒的样子说道 本言 凡静眼眸微微一闪 然后开口反驳 你怎么知道 我是有心帮你掩饰 难道我就不能 是刚刚发现 或者说 我想等到确定之后 再通知他呢 你之前不是说 我受伤了 如果你能发现 那进入书房中的其他人 就没理由发现不了 而我疗伤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按照我对凡八哥的了解 他那么关心我的下落 应该恨不得 时时在这里等消息才对 可是现在这里 却只有你 难道你敢说 不是你为了 不让他觉察到 我的存在 而刻意将他 支开的吗 冷凌云说完 挑眉看着面前的凡静 似乎是在询问他 自己猜的对不对 你确实很聪明 不过 你能猜到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吗 凡静有些狐疑地 看着冷凌云 误打反问 冷凌云认真思考了片刻之后 才开了口 这并不难猜啊 我之前无意中听到你们的对话 知道你曾经答应过凡空 一定会找到我 当时你的反应和情绪都不是作假 那么能够让你改变初衷的原因 我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一直都让你耿耿于怀的父母了吧 所以我猜 你是为了完成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 应该没错吧 冷凌云看着凡静 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惊骇之色 便知道自己猜对了 下一刻便传来凡静诧异的声音 你那时就已经在了 啊 我也是被外面巡逻的人烦得没办法 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至少我来到这里之后 还真的没有忽然蹦出来任何一支巡逻盾 冷凌云耸耸间 一副戏谑的语气说着 好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果然与众不同 如果不是我觉察到异样的血腥气 也绝对不可能想到你会来这里 此时 凡静看着冷凌云的目光 已经再没有任何轻视之色 能够凭借自己听到的三言两语 揣测出这么多东西 而且 还能在自己这已经封锁的 好似铁桶一般的空间之镜中 找到安身之所 这样的人 绝对不会是等闲之辈 值得自己认真对待 想必我也不用再介绍自己了 你对我的了解应该不少 至于我的目的 你恐怕也清楚 既然我们有着几乎相同的目的 那我也就不再逗圈子了 说实话 我并不介意被你利用 不过 如果你想要借我的手 来达成你的目的 那么我希望 你也可以拿出一点诚意来 老林云说着 看着梵静的目光中 透着一种淡淡的蛊惑 你 不得不说 接触你这样的人 真是有点恐怖啊 梵静微愣了一下之后 又摇头失笑着说道 老林云没有说话 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挑了挑眉 似乎在等着他的下吻 沉默了片刻之后 梵静轻叹一声说道 好吧 其实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尝试 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梵空 他虽然也是神魔血脉 但是他在进入密地之后 不论是用他的血 或者是他的空间之力 我全都尝试过 可是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 我怀疑过 他的来历会不会根本就是当初 父母为了安抚我而找的一个借口 甚至曾经一度我都已经放弃了 可是这一次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 才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据说 在八重镜最初落成之初 是有魔族曾经闯过的 据说 便是从水之境 一路畅通无阻 进入到了空间之境 而且最后 也成功开启了空间之境的密地之门 可是在密地之门开启的瞬间 他人便已经被站在门另一端 圣神域的风魔人 给直接弄死了 所以 八重镜 并没有打破他存在的宿命 老林云听了他的话 皱眉陷入了沉思 两久之后才开口问道 曾经有人成功开启了空间之境的密地之门 你还需要尝试什么 难道说 你并不知道那人 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开启的通道吗 确实如此 你也知道 空间的力量 只要在他自己所构建的空间结界之中 除非我们的空间之力在他之上 否则 无论他做什么 我们都一无所知 很遗憾 当年我们异族的仙人中 并没有人能超越那人的力量 所以他当初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并没有人知情 再加上 后来又被上神域的人警告过 侍乙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再也没人敢去探究此事 就这么不了老之了 久而久之 时间一长 即便曾经有过什么痕迹 也早就已经随着时间而磨灭了 不过 我爹娘之所以愿意保下反空 有很大程度上 也正是因为当年那个人 樊静说着 思绪似乎又有些飘远了 放心吧 虽然现在没什么线索 不过既然有人可以做到 便说明一定可以 而且我相信 我一定是那个满足条件的人 不如你直接带我去你口中所谓的空间之境密地看一看 说不准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冷凌云上前拍了拍他肩膀认真说道 这 樊静文言似乎陷入了剧烈的挣扎之中 见他如此 冷凌云并没有催促的意思 因为他心中很是清楚 樊静心中是有执念的 就算他如何纠结 答应他的提议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只要静静等待便是了 好 我带你过去 终于 在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樊静终于吐口 然而 冷凌云嘴角的笑意刚刚扬起 便猛地收敛起来 快速朝窗外看了一眼 神情间带着几分凝重 是樊八哥来了 记住 如果你需要我帮你达成所愿 不管是谁来了 你都不能卸了我的位置 话音落下 人便凭空消失在樊静所布下的空间结界里 樊静愣愣地站了半少 才苦笑着摇头叹息道 原本以为是我出其不意地控制了你 可是现在看来 不过是我自以为是的笑话而已 大哥 樊静脸上的苦涩还没有完全收敛 便听到樊空的声音 透过结界传了进来 不是让你去密地守着 怎么忽然就回来了 难道你就不怕错过 樊静撤了空间结界 皱眉看着一脸焦急的樊空问道 可是话还没说完 便被樊空拉着 急急地往外走去 两人一边走 樊空一边解释着 大哥你快跟我来 他们全都已经到了 鬼王的情况不太好 你跟我去看看 这么快就来了 樊静微微一正 说话的同时 回头看了一眼 方才冷凌云所占的位置 不知道他听到鬼王受伤的消息 会不会暗暖不住 而有什么情绪波动 可惜却半点异样都没发现 倒是樊空 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然后一脸狐疑地问道 哥 你看什么呢 不是早就已经打过招呼了 就连给他们准备的房间 还是你亲自吩咐的 一会儿不见你怎么有些怪怪的 啊 没有的事 我就是方才想事情 所以有些出神 不是说情况不太好吗 赶紧走吧 樊静断了一下 然后生怕真的被樊空 觉察到什么端倪 于是立马反手拉着他 快步离开书房 哥 别走了 还是用空间顺移快一些 两人出了书房之后 远远地便传来樊空 大声地提醒 这时 冷凌云才缓缓显出身形 就在方才所站的位置 没有一栋一丝一毫 目光追随着两人离开的方向 开口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到底还是受伤了吗 朗连云静静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许久之后 才转身走回到之前 樊静发现他的位置 布置好结界 然后继续打坐修炼 平静得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两个时辰之后 众人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终于将阴落尘的伤势 稳定下来 鬼手圣医和太乙尊上 齐齐长出了一口气 太乙尊上对樊静道谢 这一次多亏了你帮忙 忽然恐怕真的就麻烦了 进入空间之境的通道 明显比我们想象的 要困难得多 如果不是鬼王最后时刻出手 恐怕我们真的就进不来了 所以才会又加重了伤势 怎么会这样啊 知道你们要来之后 我明明都已经缩短了通道距离 没道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谁知道 文言 樊静却是一脸不解的开口 你不必自责 这件事与你的关系并不大 芭城是那丫头的手笔 她原本就不想我们过来的 在通道中动手脚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所以我们才会提前 让樊空通知你准备好 只是我们都低估了 这丫头的决心 这一次说话的是鬼手圣衣 语气中尽是无奈的叹息 听了鬼手圣衣的话 这一次樊空也不再说话了 想到她的实力 在心中也苦笑了一声 如果是她 那么即便是自己出手 恐怕也改变不了什么 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